什么?怎么可能?花旗国的众人只觉得刚刚还气氛良好,其乐融融的环境一下子变得凛冽起来。好几位心脏不好的更是忍不住瑟瑟发抖了起来。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位勤明阴阳师大人竟然会突然提及这样的事情出来。他们花旗国之中,竟然有人敢偷拿超凡者的法器。这是要胆大包天了呀。 茶?我们马上言茶。花旗国大统领立即站起身来,做出表态。负责安全和情报的一位花旗国大佬也跟着起身,额头冒出大量冷汗的他,顾不及擦汗,立即跟着表态一定会给勤明阴阳师一个交代。勤明阴阳师冷笑一声,呼得起身漂浮回了内室,徒留下一句话,回荡在客厅。诸位,今日我疲惫了,有事下次再聊吧。这,看着随着勤明阴阳师离开消失的是神学女以及那朱雀。 花旗国大统领知道,今日是没机会进行下去了。他们的内心无不握着一股子名为憋屈的心火。而这一股心火的释放对象,毫无疑问便是那胆大包天的盗窃了勤明阴阳师法器的窃贼。 花旗国一行人离开了小宇临时居住的别墅之后没有多久。花旗国的情报部门便在一番排查之后找到了最可疑的四名嫌疑人。当世界最强国的情报部门全力运转起来之后,效率还是值得信赖的。 几乎在确认了嫌疑人之后,不过十来分钟,遍布各个地方的情报部门特工就在当地官府的协助下,找到了其中三位嫌疑人,并在一番搜查之后排除了他们的嫌疑。 如此一来,唯一还在名单上没有找到的那位名叫诺克的特工同行,就成为了这次行动的答案。 数分钟之后,进入了诺克家里的一对特工很快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诺克这家伙撒谎了,他有回来过这里,还拿走了装备。 可恶,这家伙受过专业训练,他熟悉我们的思维方式。 立即上报上级。 花旗国的情报部门内,那位尼克上将在得知了这一消息之后,臭骂了一顿那位负责搬运勤名阴阳师大人行礼的忠孝。 而后揉着额头道,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了,那诺克狗胆包天也好,受人指挥也罢,他利用植物之便,窃取了一件勤名阴阳师的东西这件事,基本上清楚了。 现在我要求你们,全部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我要知道,我们可以短时间里找到诺克。 让东西物归原主,明白了吗? 明白。 指挥室里,所有人都知道,这一次的情况颇为严重,连忙应答。 毕竟,如果是诺克私人行动那还好说,可谁知道,这背后有没有其他势力插一脚。 要是诺克带着东西,远离了花旗国,那别的不说,单单花旗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威望,就会受到沉重打击。 更不要说,还可能因此引起超凡势力的轻视,甚至不信任等一连串,连锁可能了。 肖宇在离开客厅之后,回到卧室没多久,便一念一动,启动了在仓库里的无限正义号机甲。 随着肖宇,启动了其被沉心巫师乌图鲁附魔的伪装术。 一位三米高,有着钢铁一样扎实健壮肌肉的光头野蛮人,出现在了仓库之中。 在肖宇控制下,这光头野蛮人的身上浮现出来了一件鹿胸的瘦皮大褂,简单地把他身子一包,再披上了一件黑色的熊皮披风在身后。 肖宇让其踩在了浮空飞盘的身上,在隐形之后,慢悠悠地从这空中别墅区半空飞了出去。 很快,无限正义号伪装的光头野蛮人就越过了相当于地标建筑的满华顿大桥以及那自由神女像进入到了前海区。 数分钟之后,满华顿岛沿岸的一处港口,渔业公司们正在把一船船鱼或拉进仓库。 暂时没事做的渔民们聚集在岸边看着云起云涌的海平面,吹嘘着自己这次远洋的历险记。 说着说着,便有渔民提到了现在闹得很大的怪兽事件。 顿时,就有渔民担忧地说起满华顿地区作为花旗国最繁华的地带,会不会也遇到怪兽袭击。 对此,许多渔民开怀大笑起来,嘲笑对方启人忧天。 纷纷表示,花旗国海军天下第一,沿岸地区要是有怪兽出现,还不马上被花旗国海军给消灭。 再说了,如果连花旗国的军队都帮不了他们的忙,那他们这些还需要还高额贷款的渔民们又能在大灾难面前做什么? 难道还能因为担心被怪兽袭击就辞职? 吃饭问题,明显比被怪兽袭击的担忧更加重要。 咦?你们看到没?那是人吧? 怎么会游得那么快? 忽然,岸边一位渔民诧异地站起身,遥望远方。 那儿有几艘航行的渔船,渔船西面不远处,隐约能看到一个黑色人影,正披肩展览着,向岸边游来。 他的速度很快,掀起的水花也颇大,不注意还以为有鲨鱼游了过来。 还有爱好者,一位老渔民举起了望远镜,一位水花看得不清楚的他,只觉得对方游得实在太快了一些。 附近一艘渔船可能是好奇,也可能别的目的,加速靠近了这游泳者。 你需要帮助吗? 渔船上,花旗国当日新闻的二线女记者,不想放过任何一个新闻,他请求了渔船工作人员靠近了那游泳者后,拿起话筒刚刚发问。 他立即被摄影师的惊呼给吓住了。 怎么回事? 我的天,你们必须看看这个。 男摄影师的摄影机属于专业高端货色,是已看清了那水下之人。 也因此,他立即敏锐发现,这不是一个凡人。 也是,一个凡人怎么可能穿着瘦皮衣服,就在海里游那么快? 且,他的体型,他的身高,这一切都深深地出卖了这一位光头男人。 他绝非正常人类,而是一位即将抵达花旗国海岸的超凡者。 大新闻,这绝对是大新闻。 终于有超凡者,现身我们国家了。 还不知道,秦明阴阳师已经飞了过来的,这位二线女记者发出了欢呼声,一边联系上级,一边让渔船加速靠近那位光头超凡者。 只是,很快渔船上的诸位就发现不对。 他们渔船已经加速到了最大速度了,赫然还是没有拉近与那位光头超凡者的距离。 似乎那位超凡者也在有意进行加速。 很快,眼看着就要靠近海岸线的时候。 渔船上的众人也好,岸边那些渔民也好,乌不纷纷张大了嘴巴,大声呼叫起来。 因为就在这瞬间,那位在海里的人影竟然整个身子都冒出了海面。 而后完全不科学地以三米高的健壮身躯踩在了海面上之后,伴随着一声好似雷鸣一样的巴扎黑。 这位三米光头巨人竟然借助海面跳了起来。 一跃百米高不说,更跃出了不下一百多米远,直接跨过了那些已经吃了的渔民上空, 哐当一声,砸进了他们身后的一堆集装箱里,引起哐哐当当的一阵巨响。 令得渔民们和渔船上的记者们,一时间都有些难以接受。 明明刚刚还威武霸气的超凡巨人,怎么就一下子话风不对了起来呢? 还有那一声巴扎黑。 颇有气势,不知道是那超凡巨人的口头禅呢? 还是有着什么深意? 当二线女记者站在渔船上企图追上海中的超凡者,拍一个大新闻的时候。 诺克正悄悄潜伏在自己位于港口去的安全屋里,喘着气把墨色石片拿了出来。 这安全屋由一集装箱改造而成,简陋、昏暗、阴冷、潮湿。 诺克坐在唯一的木椅上,借着昏暗灯光看着手中小小石片,眼神闪过了一抹痛苦神色。 事实上,诺克在偷窃了这墨色石片在衣袖之中走出了车厢之后,他就已经后悔了。 后悔为了那么一丝成为超凡的可能,便赔掉自己的未来不说,因此而导致的后果,恐怕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家族也难以承受得起的吧。 只是开工没有回头见,诺克犯下了这样的大错,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 他知道,自己唯一的机会就是得到这神秘墨色石片的力量,成为花旗国的超凡。 唯有如此,他诺克方能得到花旗国的庇护,人生也将从此不同寻常。 退一步便是深渊,前一步就是天堂。 只是,谁能告诉我,这石片要怎么做,才能开启他的奥秘。 诺克睁大眼睛看着手中墨色石片,翻来覆去,除了觉得这石片质地非凡,纹路极为细腻外。 他啥都看不出来。 这时候,诺克想起了自己看过的来自东方古国出品的大量网络小说。 那些脑洞大开的小说里,步伐有提及到主角们是如何奇遇金手指然后走上了人生巅峰之路的。 这就是我的金手指! 诺克深呼吸了一下,知道安全屋也隐瞒不了多久的他,咬了咬牙,拿出匕首割破了自己的食指。 鲜血滴落在了这墨色石片上,看着鲜血在墨色石片上滚了又滚。 而后如同落在了防滑玻璃上一样,竟然随着重力影响,顺着石片边缘跌落地面。 想象之中的神奇反应没有到来,最怕的安静出现了几秒之后,诺克一个狮神,静手一松,啪的一声,让手中的墨色石片落在了地上。 我的金手指! 诺克回神过来,连忙跪下来捡起了墨色石片,双眸充满了绝望地盯着这石片,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 他很清楚,作为花旗国的情报人员的自己,这一次赌输了会有什么样的代价。 怎么?怎么会这样? 难道我的直觉,欺骗了我? 诺克痛苦地闭上了双眸,回想起当初搬运时候,看到墨色石片的第一瞬间。 那瞬间,墨色石片在诺克眼里,就好似这世间最美最美的珍宝一样,动人心魄,让他神魂颠倒。 诺克不相信这是自己的幻觉。 此物,肯定与我有缘。 肯定是这样的,只是我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 诺克吹了吹墨色石片,犹豫了下后,他张大嘴,准备将墨色石片放入嘴里。 如果含在嘴里还是不行的话,诺克下定决心,要将这墨色石片给吞进肚子之中。 哪怕这墨色石片,说起来也有银行卡三分之二打,犹豫其不变形的特性。 想要通过石道,说起来还真不是简单的事。 不过,就在诺克抓起了墨色石片,打算放入口中时候。 隐约间,他似乎听到集装箱外界,有声音穿透了安全屋的钢铁外壳,响在了他的耳畔。 巴扎嘿! 诺克身子一震,重复了一下耳畔听到的这句声音。 诺克却不知道。 在他自以为安全的安全屋外,他曾经的同行们早就包围了这里。 至少三十位精锐好手,更是全副武装的埋伏在四周,只等着上级一声令下,就把他揪出来之后,吊起来打。 然而,正当港口这边的前线指挥部的将军们确认了四周没有敌对分子侵入,高空也排除了威胁,更通过相关渠道知道了,这诺克没有得到别的大势力的授意。 正打算授权特别行动小组行动之时,空气之中的尖笑声伴随着长长的一声巴扎。 令得那些精锐好手一个个情不自禁地仰起头看向了高空。 而后在看到了那高空之上正自由落地的光头兽皮巨人的夸张体型之后,突如其来的巨大恐怖威压,让他们这些好手纷纷从埋伏地跑出来逃命一样的后撤。 因为他们发现了,这突然落下来的男子的落点,分明就是那诺克的安全屋所在。 然后,在他们惊恐的目光注视下,下一瞬间,集装箱里面的诺克只听见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从头顶上方响起。 随即,巨大的气浪和爆炸的冲击波扑面而来,在他整个人完全来不及反应的瞬间,就把他好似一块破布一样掀了起来之后,连同已经破开的一部分集装箱铁皮,翻滚着撞在了不远处的其他集装箱墙壁上,发出哐当巨响之声。 随着烟尘四散开来,不堪重负的集装箱四分五裂。 四周监控这儿的众人终于看到,一位至少三米高,身披瘦皮的光头巨人在大吼着巴扎黑从天而降,直接砸穿了集装箱的铁皮,落在了诺克所在位置不远处之后。 依然如标枪一样,毅立在那地上,似乎不曾受到半点的伤害。 哼!无限正义号伪装的光头巨人在双足落地的瞬间,踏出了一个直径至少三米,深约三四十厘米的深坑。 坑边的水泥地,更是因此出现了无数的蜘蛛网。 不远处的停车场,所有车都在那会瞬间哐当一下抖动了起来,而后响起连串的尖叫声。 至于那倒霉的集装箱,直接撕裂了开来后,翻倒在了四周,掀起了大量尘埃。 诺克本人倒在了数十米外的废墟之中,生死不明。 墨色石片受到萧宇远程意念控制,作为一件合格的巫术奇物倒是缓缓飘浮了起来,散发出柔和白光。 一下子就抢走了光头巨人的目光,吸引了四周之人的视线。 嗯?这是阴阳师的法器不见? 哈哈,战神保佑,我果然运气不赖。 光头巨人的发声装置,模仿着高原野蛮人酋长的音调,吼出了这一话之后。 他大不得迈向了诺克身边,竟是一下握住了那漂浮起来的墨色石片。 瓦特?什么情况? 那墨色石片应该就是勤明阴阳师大人被偷窃的法器了吧? 嗯?那个光头巨人似乎得到这墨色石片了。 我们需要接触对方吗? 四周的特工们避开了第一波爆炸波及之后,纷纷围了过来, 却因为光头瘦皮巨人而不敢过于靠近。 是已看到这光头巨人竟然拿走了墨色石片, 他们不由着急起来,却偏偏不敢乱动。 因为对于神秘超凡,他们实在是了解甚少。 谁知道这光头巨人是不是勤明阴阳师的朋友? 特工们的上级也一样头疼, 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现场而难以下决定。 到最后还是尼克上将等不及了, 担心那位明显也是超凡者的光头巨人拿了墨色石片就跑, 亲自下了命令, 让前线的特工队长代表花旗国向其问好。 那特工队长得到这命令, 苦着脸才迈出几步, 现场突然爆出的光芒, 让他又赶紧缩了回去。 墨色石片爆出柔光, 强行从光头巨人的手掌心里挣扎了出来。 玄机一个樱花之国的声音响彻在了空中, 放开你的脏手, 来自凯尔特的野蛮人。 我乃心之神鹰, 不容你的亵渎。 这声音, 很快就被四周特工们的设备收录到并上传给了指挥部。 在常备的樱花之国语言专家的帮助下, 尼克上将第一时间得知了那墨色石片发出声音的含义。 他微微一震, 低语道, 看来这光头巨人和勤明阴阳士一戏的关系并不怎么好呢。 哼, 这对于我们花旗国而言不是好消息吗? 超凡之间要都是亲密一家, 才是我等世俗国度的灾难吧。 尼克上将身边的参谋眼前一亮, 刚刚说到这, 他忽然重复了一遍凯尔特这一单词。 他不由脸色阴沉了起来, 看着那屏幕里面的光头巨人, 沉声道, 上将阁下, 凯尔特来自欧罗巴, 这光头巨人是欧罗巴那儿的传承。 欧罗巴的超凡传承吗? 他们除了圣主之城外, 果然还有其他的超凡传承。 当初我们的外交官去询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可是打了包票说, 没有隐瞒的呀。 还真是不知道这里面的真假。 尼克上将冷哼了一声, 让部下暂停行动之后, 继续看向了现场。 在那儿, 被墨色石片阻止的光头巨人也不恼怒, 而是哈哈一笑之后, 不懈地俯视了那生死不知的诺克一眼后, 嘲笑道, 阴阳式的十三世神之一的心之神鹰。 我记起来了, 哈哈, 我记得一百年前你的主人就已经神魂俱灭了吧。 你这么还是一片法妾。 莫非这一百年来, 你依旧没找到主人? 这还真是遗憾。 等等, 光头巨人俯下身子, 再度认真的看了看地上的诺克。 你不会是看上这家伙了吧? 原来如此, 这家伙有着资质。 难怪一介凡人, 却能轻易拿着你远离秦明那小狐狸。 可惜, 这家伙已经废了。 你还是从了我吧? 我们凯尔特的苍穹雄鹰可是不比你差的。 光头巨人说到这, 看向浮空的墨色石片再次出手抓向了他, 却是再次抓在空处。 只见那墨色石片修一下飞上了半空, 而后搭在了隐形的浮空石板上之后, 便连忙向着蕭羽所画秦明阴阳师的方向飞去。 在旁人看来, 这墨色石片肯定是要回去秦明阴阳师的身边了。 不过这段对话信息量好大, 许多细节更是细思极恐, 尤其是最后提及的诺克这狗胆包天的家伙, 有资质这话, 更是让尼克上将等人忍不住呼吸急促起来。 在他们想来, 这资质一词肯定和神秘力量息息相关, 且十分难得, 不然不会让秦明阴阳师的法器之灵, 那什么心知神鹰忍不住跑到这诺克手中。 于是本能的, 一些人迫切地想要保住诺克的性命了。 哪怕知道这样行为风险很高, 可是没办法, 谁让他们手中能够对神秘势力起哪怕一丁点作用的牌, 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诺克这样的人才, 他们实在是难以舍弃。 一些思维发散性好的专家们, 更是怀疑起来诺克或许是一个好人, 他之所以突然犯下如此错误, 是因为这法器的缘故。 错的不是他, 而是这神秘力量。 就在专家们构思好细节时候, 尼克上将他们发现, 情况再次出现了变化。 墨色石片刚刚飞走不一会儿, 那光头巨人缓缓地蹲下了腰后, 猛地吸了口气之后, 哄, 一声巨响随着他灯碎大的震了开来之后, 这位三米高的光头巨人, 好似一枚炮弹一样飞了起来, 以更快的速度追向了墨色石片。 这家伙, 不怕勤明阴阳师大人的怒火。 我, 我也不知道。 不过很显然, 这光头巨人是想要抓住那墨色石片了。 看着光头巨人的举动, 参谋们心惊胆战之余, 内心却是暗暗窃喜的。 被勤明阴阳师大人断言, 没有超凡传承的花旗国的他们, 迫切地希望能够找到那些神秘超凡势力之间的弱点, 从而给他们上下起手的可乘之机。 而这样的机会, 还有什么比两者不合更加美妙? 尼克上将却是忽然想起了诺克, 连忙拿起了对讲机, 快通知前线的特工们赶紧救治我们的诺克上尉。 记住, 为他安排最好的医院, 最棒的医生, 一定要恢复他的健康。 另外, 把他的体检报告和相关讯息, 统统列为绝密。 下令后的尼克上将转头看向大屏幕, 发现那光头巨人和墨色石片, 已经冲到了满华顿大桥。 满华顿大桥, 是连接满华顿岛和市区之间, 最重要的交通要道。 历史至今已经百年, 全长达到了两千多米, 每天在这里通行的车辆数以万几。 在科幻电影里, 这座著名大桥也经常出演露脸。 当光头巨人弹射过来的时候, 这座桥梁的公路上正处在繁忙时段, 桥面上车流如水。 只是随着光头巨人抵达桥面上空之后, 和灵活的墨色石片开始在空中兜圈子, 来往的车辆司机们很快感觉到了异常, 倒不是看到了他们头顶有东西飞过。 而是那穿透了车身的刺耳的呼啸声和桥面的震动, 让他们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车速。 桥头的那些车辆人员目睹了光头巨人和墨色石片, 好似兜圈一样在桥面上空追逐的场景。 更是直接停了下来, 也不顾会引起后方的大堵车, 直接走出了车身, 一边一边看着骑警, 一边随时做好散开逃难的准备。 爹地快看, 那是我们国家的超级英雄吗? 一辆红色的宝马车在被迫停车之后, 车内的一家人很快注意到了大桥上空的异常, 他们才七岁的宝贝女儿安妮, 更是好奇地从后座爬到了前窗位置, 惊喜地指着车窗前方喊道, 这,或许是吧。 安妮的父亲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 对光头巨人的身份捉摸不定。 不过, 在看到四周车辆的人都在下车之后, 安妮的父亲抱起了安妮, 又催促自己的妻子和自己一起先下车再说。 走下了车, 视野顿时开扣了许多, 也让安妮这小萝莉得已看清了前方情况。 超级英雄似乎在追逐什么东西? 爹地你知道吗? 爹地也不知道。 安妮的父亲摇了摇头, 眉头微微皱着的他, 对自己生活的地方也出现了神秘力量, 感觉到了不安和不开心。 这让他觉得自己再也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他讨厌这种身不由己的可怕感觉。 安妮宝贝, 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这里不安全。 安妮的父亲说着, 抱紧了安妮同时, 拉紧了妻子的小手。 他刚刚转身, 就听到了四周传来了一阵惊呼声。 而后, 一股飓风从那大桥方向吹来, 凌冽刺骨不说, 更是令附近不少人手握着拍摄的手机 一下子被卷了起来后, 好似天女散花一般散了开来, 砸得到处都是。 确实刚刚那光头巨人追逐着墨色石片, 恰好经过了桥尾。 嗯? 萧宇一直在幕后操控着这一切。 她注意到了安妮这一罗莉。 这是一位有着东方血统的小罗莉, 身穿天蓝色连衣裙的安妮黑发黑眼, 犹如画中的人物一般, 颇为可爱。 然而, 这不是萧宇注意到她的理由。 萧宇才不是什么罗莉控呢? 她之所以多看着小罗莉几眼, 最大的原因在于, 墨色石片这一巫术奇物感应到了安妮, 是有着资质的人类。 这种资质, 放在小人国里, 那就是有着精神力天赋的天才。 这样的天才修行巫术, 往往要比旁人顺利许多, 晋级的可能性往往也会高许多。 如果是出身小人国的巫师学院, 一旦被检测出这等资质, 那基本上就是学院的重点培养对象了。 一般来说, 小人国的一二级巫师组织里, 能当院长和副院长的, 基本上都是有着资质的天才巫师。 不久前, 盗窃了墨色石片的那位诺克, 也是因为被肖宇发现了他有资质, 这才故意顺势而为。 却没想到, 借着无限正义号机甲搞出来的光头巨人, 竟然那么快, 又发现了一位有资质之人。 且感觉上这小萝莉的资质天赋, 比起那诺克还要好不少。 难道说, 现实世界的人, 其实有资质的比小人国还多? 不, 这也不对。 按比例来算, 恐怕还是小人国的天才更多一些。 毕竟, 别看自己那么快就在花旗国碰到了两位有资质之人。 可是你得看看, 这儿可是花旗国最繁华的地方, 有着数以千万计算的人在这里生活劳作。 萧宇的墨色石片这段时间探测到的人口, 少说也有百万之据了。 那么大的基数下, 自己找到了两位巫师方面的天才, 似乎并不算什么特别令人惊讶的事。 或者说, 哪怕是按照迷失大陆这样明显人口素质偏低的大陆的标准来看, 这样的比例也已经相当相当地低了。 就是你了。 萧宇想了想, 喃喃自语了一声, 整个人缓缓站起身来。 然后下一秒, 她留下了一个投影在房间之中。 真身却是已经离开了这处豪华的空中别墅。 满华顿大桥, 严重的交通堵塞已经形成。 想要马上离开的乘客只能够选择下车徒步。 安妮的父亲在大风下蹲下了身子以保护安妮, 待到她感觉风停了, 准备站起来时候。 她却忽然间呆住了, 因为一片发着柔光的墨色石片在漂浮在她家小女儿的身边, 吸引着这小女孩的注意。 碰! 不等安妮的父亲脑子回神过来做出决定, 下一秒, 一个巨大的黑影覆盖了安妮的父亲。 三米高的光头野蛮人, 正面近距离站在一个正常人面前的时候。 那无形的压迫感和正常人看到一头食肉巨兽盯着自己, 其实是差不多的。 因为对方扎实而健壮的身躯早已经占据了你的整个视线。 因为矮小而产生的恐惧也会第一时间弥漫你的全身, 让你手足无措。 安妮的父亲吞了吞口水, 艰难地想要移动双脚, 却发现浑身好像都没有了力气一样, 不听自己的使唤。 至于自己的妻子, 更是不堪, 早就软绵绵地靠在了红色宝马车旁, 满脸的惶恐不安。 反倒是安妮, 似乎在墨色石片的影响下, 没有受到那光头巨人的压迫感影响, 在父亲的怀抱下, 小心翼翼伸出了粉嫩嫩的右手, 一下就抓住了墨色石片。 你居然认可了一个小女孩。 沉默了会, 光头巨人发出了带着愤怒的粗鲁之声, 也不肯跟随伟大的凯尔特勇士。 星之神鹰,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好。 光头巨人说到这, 再度举起了比眼前小女孩身子都要粗壮的左臂, 就要抓向这小女孩。 天哪, 这来自卡尔特的巨人是要抢夺那小女孩的机缘吗? 天空之中, 赶来的属于花旗国情报部门的武装直升飞机飞了过来。 他们通过观察设备了解着整个过程。 看着光头巨人的行为, 他们都有种, 这家伙肯定是超凡者里面最粗俗的那一类人的错觉。 若非上级不愿意和任何超凡势力撕破脸, 只怕有人已经迫不及待想要阻止这光头巨人了。 我要,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光头巨人伸出了手, 就要抓住安妮手中墨色石片的瞬间。 突然间, 墨色石片爆发出一团刺目的白光, 令得四周之人纷纷尖叫着, 闭起双眸。 伴随着这团白光, 一声鸣叫响彻在了满华顿大桥四周。 掀起的声波仿佛带着一丝丝让人发麻的电流一样, 令得不少人汗毛竖起, 手机等电子精密产品更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错乱。 该死, 怎么回事? 观察设备刚刚也受到损伤了。 怎么回事? 有人刚刚在那投掷了EMP炸弹不成? 不, 不是炸弹, 白光消失了, 我的天啊! 几个观察员看着恢复过来的观察设备上的图像, 脸色一变忍不住发出惊呼声。 满华顿的大桥上, 一头体长已经超过了五米的雄峻无比, 浑身羽毛是天蓝色, 还有着一丝丝电流在羽毛间乱窜的神鹰出现在了安妮小女孩的头顶, 逼退了光头巨人之后, 正与其对峙了起来。 这就是新知神鹰, 来自东方, 来自那樱花之国的阴阳狮的诗神。 尼克尚将看着出现的神鹰有些诗神的低语着。 他身边, 几位专家们却是在分析一波之后, 发现这头神鹰颇有些类似他们花旗国的国宝鸡鸟类之一的安蒂斯神鹰。 有专家猜测, 安蒂斯神鹰或许和这种超凡生物之间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 他们却不知道, 这新知神鹰半年前确确实实还是一头安蒂斯神鹰。 只不过, 这头安蒂斯神鹰在遇到了消雨之后, 得到了命运女神亲爱的她引来了前所未有的巅峰音声。 不仅体型又大了一圈, 羽毛更厚实了, 以前最遗憾的秃顶头也不秃了。 更是有了超凡力量, 在得到足够的小人国神兽血液和珍贵药剂补充后, 净化为了可以放电的超凡神兽。 事已, 得以在伪装了一番之后, 就以新知神鹰的身份成功参与了这一次的演出。 哦! 新知神鹰展开了双翼, 一声鸣叫之下, 青天白日之下, 引动来了一道必粗细的闪电撕破了空气, 打在了光头巨人身上。 哄! 雷电劈中了光头巨人, 只是让对方身子微微一震, 发出冷哼。 反而是雷声, 让得满华顿大桥四周平民们起机打了一个冷战, 而后纷纷意识到了危险, 齐齐远离了桥尾, 尼克上将看到那新知神鹰一言不合就开辟的行为, 也吓了一跳, 生怕两位超凡打起来拆掉了满华顿大桥, 让花旗国收不了场的他, 也顾不得不得罪超凡势力这一原则了。 联盟下令武装直升飞机靠近了桥尾, 对他们进行了喊话。 一群虫子, 也敢命令本大爷。 光头巨人不屑地扫射了那些武装直升飞机一眼, 生如雷鸣一样吼出之后, 他没管那严阵以待的新知神鹰, 而是左脚猛地蹬碎大片桥面石块之后, 整个人冲向了天空之中的那些武装直升飞机。 难道他想要袭击我们? 该死, 这超凡巨人脑子在想什么? 不管那新知神鹰了? 搞不清楚对方脑回路是什么结构的尼克上将 连忙下令武装直升飞机拔高。 同时, 几十枚火箭弹呼啸射出, 齐齐砸在了空中必无可避的光头巨人身上。 一连串的爆炸火光还没来得及膨胀开来。 光头巨人已然冲破了火焰, 再次靠近了武装直升飞机。 身为陈兴乌士乌图鲁的杰作, 无限正义号的外壳有至少一毫米厚乃三级钢铁合金制作而成。 哪怕不开启法阵, 只靠这一外壳也不是区区火箭弹能够撬开的存在。 然而尼克上将等将军并不知道这些, 他们只知道, 这突然从大海方向冒出来的自称来自凯尔特的光头巨人, 竟然恐怖如斯,可以靠着肉身硬抗火箭弹。 这岂不是比起一些主战坦克都还要厚了? 专家们更是觉得, 这光头巨人不只是皮厚, 内脏也肯定坚韧无比, 方能抵挡住爆炸带来的震动伤害。 神啊! 他追上我们了! 一架武装直升飞机的驾驶员和副驾驶拼命地跋升着高度。 然而, 那可怕的光头巨人依然追上了他们, 那大光头已然清晰可见。 甚至于, 驾驶员发现自己已经可以用肉眼看清楚那位光头巨人身上的纹身了。 哼! 光头巨人抓住了这架直升飞机, 看了看这直升飞机头顶的旋转翼之后。 他深吸了口气, 竟然猛地一头撞了过去。 哐哐哐! 直升飞机的旋转翼在投铁无比的光头面前果断悲剧了。 随着一连串巨响之后, 变成了一堆废铁。 反观那光头巨人却是摸了摸光头后, 猛地又是一头, 把旋转翼直接从直升飞机的机身上撞了出去。 而后黑黑一笑, 双手举起了失去旋转翼的机身, 开始下降。 令得四周的直升飞机机组成员们目瞪口呆了许久才回复过来。 尤其是被抓住的那直升飞机的机组成员, 更是一个个吓得都快失禁了才发现。 他们还活着。 这可怕的光头巨人似乎没打算杀了他们, 只是用他的脑袋与旋转翼比了比硬步。 不过还真是可怕。 这光头巨人的脑袋到底是什么制造出来的? 竟然可以让旋转翼都报废了, 还毫发无损。 光头巨人举着机身落下在了满华顿大桥之后, 把这残废的机身随手一扔。 顿时, 桥面上几辆无人轿车遭殃了, 被直升飞机的机身压扁了身子。 那几个机组人员则是慌忙逃了出来, 一个个惊恐万分地远离了那光头巨人。 星之神鹰, 看到了吧? 我的伟丽岂是这些蝼蚁, 能比的? 从了我吧, 星之神鹰。 光头巨人没有在乎旁人对他的态度, 再度走到了星之神鹰的面前。 哦! 星之神鹰坚定地摇了摇头, 再度尖笑了一声, 引动了四周空气浮现出了一团团的球形闪电。 是球形闪电? 他们含有超高的高温, 其威力有资料显示足以把钢铁制品也化为灰烬。 专家们激动了, 他们纷纷想起了资料上球形闪电的威力。 却不知道, 星之神鹰的球形闪电, 只是普通的元素细巫术, 攻击强度和真正的闪电比起来, 还是要逊色许多的。 不过光影效果看起来, 还是相当不错, 相当能震场子的。 而随着这一波球形闪电呼啸了过去, 全部砸中了光头巨人之后, 却依然令光头巨人毫发无损的这一场景出现。 许多将军们脸色都黑了起来。 在他们看来, 这光头巨人作为超凡者, 或许输出手段没有那么神神秘秘, 但是这一身刀枪不弱的肉身带给他们的恐怖, 却一点不比其他超凡来得要小。 毕竟球形闪电都不行, 他们的许多高爆炸弹, 更是威胁不了对方吧。 这岂不是说, 这位来自凯尔特的超凡者, 可以无视现实世界绝大部分火力。 要是他身后超凡势力能有几十个这种光头巨人来和他们玩超线战, 那还让他们这些大势力怎么玩? 一时间, 有专家们觉得, 压在他们这些大势力头顶的超凡势力大山, 除了剑仙门和邪魔之外, 似乎又要多出来一座了。 硬抗了球形闪电而安然无恙的光头巨人, 忽然仰起头, 伸开了双臂。 而后, 他看着天空上的太阳咆哮了一声, 赞美太阳。 这一声, 如春雷轰鸣, 震荡四周之余也把身上还未消散的电流全部驱散了开来, 禁食令的附近停下来的大大小小的车辆都触发了警报滴滴响了起来。 而那光头巨人伸开双手做出了那么一个仪式之后, 身上竟然冒出淡淡金光, 好似真的得到了太阳的祝福一样。 看到了吗? 星之神鹰, 在太阳的光辉之下, 没有真正主人的你的那点小手段, 在我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啊。 你还是老老实实从了我吧? 否则, 你认可的这小女孩, 我可是会带走了哟。 说着, 光头巨人踏前一步, 伸出大手抓向了已经被吓住的安妮。 安妮的父亲绝望地哑哑叫着, 想要爬起来逃走的她, 却是刚刚起身就在超凡威压下一下脚软倒在了地上。 你这恶魔! 你不能这样做! 安妮的父母尖叫着, 眼睁睁看着光头巨人的大手越来越近。 这期间, 星之神鹰尖叫一声想要阻止, 却被对方空着的手轻轻一挥, 便打着转撞在了满华顿大桥的一处吊锁上。 碰一声, 砸断了一根吊锁, 令得还在桥面上没跑出来的那些人都吓得差点心脏停止。 还好满华顿大桥作为重点工程, 质量还是有保证的, 没有因此产生连锁反应。 不过, 看到星之神鹰都帮不了忙, 远处自认为安全的一些看客, 不由同情地看向了那小女孩, 就在光头巨人的手掌, 缓缓地靠近了安妮的黑色秀发, 只需要轻轻一握, 便可以捏住她的整个小脑袋, 把她提起来的时候。 够了, 一声力喝突然间从桥面上传来。 东方古国语, 安妮的父亲微微一震, 听到了这似乎充满了力量的熟悉的家乡话, 加上他发现光头巨人这怪物明显的身子一顿, 竟然收回了手掌。 安妮的父亲连忙抱起了安妮, 退后了几步, 靠近了一辆奥迪车后, 才好奇地转头看向话音所在方向。 顿时, 他看到了一个身穿洁白练功服的同样颇为健壮, 长得却平凡无奇的中年男子, 正踩着一辆又一辆停在桥面上车辆的车顶走过来。 是他。 安妮的父亲作为一名东方古国在花旗国的移民, 很快认出了这位超级英雄的身份。 同时, 正一筹莫展, 担心事情发展失控的尼克上将等人, 也在看到了大屏幕里出现的这个男人后, 脸上露出了笑容。 太好, 是他来了。 谁? 一位老专家迷惑地嘀咕了一声, 旋即很快被旁边助手解惑。 他不由呕了一声, 想了起来, 原来是他, 雷神赵莽。 雷神赵莽, 怀疑是东方古国龙山屋门的传承者, 与剑仙门和印度的阴阳师都有着类似盟友的关系。 当然, 最重要的是, 这雷神赵莽尽管形式上有些邪性,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手续正义的。 他的登场, 肯定会阻止那来自凯尔特的光头巨人继续如此肆无忌惮下去。 花旗国情报部门猜测着, 满华顿大桥上, 萧宇亲自所画的雷神赵莽, 自桥尾出现之后, 便叙事而来。 每次踏前一步, 踩在了一辆轿车的车顶上, 明眼人都能看出, 他身上环绕的白气就浓郁了一分, 厚了一筹。 屋门的体修是, 光头巨人露出了慎重的表情, 同时开口吐出的话语, 也变成了和那赵莽所说一样的东方谷国语。 你来这里做什么? 也想要心知神鹰? 心知神鹰乃神兽, 自有选择之权, 凯! 滚回去! 赵莽在离光头巨人约莫百米的距离下, 停了下来, 此时他正好踩在了一辆黄皮校车上, 是以可以轻松俯视那三米高的光头巨人。 啊? 光头巨人虎去一阵, 双脚猛地移动, 筐一声踩在了地上, 直接凹下去不知几寸。 他瘦皮上的肌肉也纷纷鼓起, 好似一块块石头一样, 皮肤更是泛起了金属的光泽。 我从凯尔特游了一天一夜, 才游了过来这里。 你居然要我就这样空手回去? 以太阳的名义, 这不可能。 光头巨人的回复, 令花旗国情报部门想起了 他们最早看到这光头巨人的出现时候的场景。 那时候, 他好像正好在海里游着, 且速度之快, 让人惊叹。 只是, 难道他真的靠着肉身从欧罗巴游到了满华顿岛? 天哪, 这还真是疯狂, 真是, 充满了不科学的味道啊。 专家们感叹之余, 却也对那雷神赵莽越发重视起来。 这位来自东方谷国的修行者, 看来也非同一般啊。 否则, 他怎么会让那可以肉身横跨大洋, 打直升飞机和拆玩具一样的光头巨人 那么地重视? 呼! 面对光头巨人的拒绝, 在众人眼里的雷神赵莽没有继续开口废话。 而是直接握紧了双拳, 缓缓垂下同时, 口中吐出了一道宛如实质的白气。 而后, 差那间, 只见那无人的黄皮校车突然间中间凹下去了一大块, 整个校车都晃动地跳起来同时, 车顶上的雷神赵莽已然化作一道残影, 瞬间超越了百米的距离, 撞击中了那光头巨人。 同样不等旁人看清楚整个过程怎么回事呢? 那光头巨人三米高的健壮身躯竟然好似一片败絮一样, 直接倒飞了出去, 一下子就离开了整个满华顿的桥头区, 飞越了人海车流, 砸入了一处高楼的正门。 直接撞碎了这正门的防爆玻璃后, 依旧去世不检地连续撞飞了一连串的桌椅和一处装饰墙之后, 这才在凹陷下去电梯间墙壁压出了一个人印之后停下。 千米之外, 施展了一拳之威的雷神赵莽, 正停在原先光头巨人出现的位置, 此时的他浑身上下都冒着热气, 似乎刚刚的那一拳消耗颇大。 然而, 哪怕消耗再大? 在专家们眼里, 雷神赵莽的这一拳也实在是太过于恐怖如斯了。 他们难以短时间估算出来, 要把光头巨人这样的刀枪不入的怪物击飞在空中上千米远, 究竟需要多大的力量? 反正, 放在现实世界里, 就是动用了目前最好的主炮, 恐怕也难以绊倒。 更不必说, 光头巨人本身也是超凡者, 有着各种神秘莫测的底牌与手段了。 事实上, 以消耳目前大骑士的力量, 哪怕施展了绝技, 也是不可能爆发出那么强悍的力量的。 别说最大口径的主炮了, 消耳在不穿机甲的情况下, 认真一拳的破坏力, 充其量也就和单兵火箭筒差不多。 总能量或许还有所不如, 不过在能量集中于一点的入微方面操作上, 倒是有点优势, 不管是破甲还是隔山打牛, 都要更有效率一些。 能造成刚刚那震撼一群人的效果, 靠的还是无限正义号机甲 在消耳操作下的默契配合。 在消耳所画雷神赵莽轰出的拳头 形成的狂风巫术帮助下, 无限正义号机甲也启动了飞行术, 顺着这股狂风以最大功率倒飞了出去。 实际上, 消耳的拳头没对这机甲伪装化身 造成一毛钱的伤害。 一切都是假的, 骗人的, 不存在的。 人, 其他人不知道啊。 事已, 这戏可以继续演下去了。 那被光头巨人砸了进去的大楼内, 此时警铃声大作。 楼上正在上班开会的上班族们 被大楼的警报给打断了工作节奏, 纷纷对此议论纷纷起来。 大厦管理层的电话, 第一时间就被打爆。 而此时大厦的安全部门监控室 也已经挤满了人。 他们满头大汗地看着监控之中的电梯间, 看着那雄伟的身影还能动弹之后, 连忙下令停止了电梯运行同时, 做出了决定, 放出警报, 提醒大厦的人员千万别前往一楼。 至于一楼的工作人员们, 自然是让他们快些离开那危险人物了。 哗啦! 光头巨人从电梯间的墙壁上爬了出来, 抖了下身子, 将灰尘与碎石都给震落下来后, 他面无表情地便要走出电梯间。 忽然停下, 双手交错挡在了前方。 下一瞬间, 一道撕裂了空气发出尖笑的残影, 出现在了光头巨人面前, 却是那雷神赵莽, 已然乘胜追击, 从千米外飞奔来再度击出一拳。 哗! 这一拳打在了光头巨人交错的双臂上, 巨响之下出现的冲击波横扫了四周, 将大厦一楼的那些装饰用的花花草草都给掀飞了出去。 数秒后, 几个躲在柜台的服务员小心地探出小脑袋, 便发现这大厅四周就好像被飓风经过了一样, 祸首正处在僵持之中。 那雷神赵莽正凌空飘浮, 拳头按在光头巨人交错双臂上, 互相之间白光与金光互相交错。 以服务员看了几十年的二次元动漫的经验来看, 他觉得这两位可怕的超凡者正在对拼内力。 这似乎是逃跑的好机会。 几位躲起来的服务员对视了一眼, 正打算悄悄地打枪地不要, 从而爬着从侧门逃离大厅。 突然, 大厅内再次传出一声沉闷巨响。 撞碎了一楼的天花板之后, 巨响依然不停, 显然撞碎了不止一层。 大厦第三十五层, 也是这座大厦的最高层。 这里最好的大型会议室里, 一家跨国企业正进行着会议。 良好的隔音效果和会议采取的机密等级, 让他们并不知道楼下发生了什么。 是已, 当那位来自安息的年轻总经理正在拼命地向董事们 推销他和同伴们花费心血制作出来的精美PPT上的方案的时候, 他们压根不知道满华顿区发生的变化。 直到, 哄, 一声巨响突然间从他们脚底传来, 令得来自安息国的总经理一下子跌倒在了地上, 也让投放PPT的设备哐当一声摔了下来。 天哪, 怎么回事? 该死, 地震了吗? 总经理摇了摇头, 以最快的速度爬了起来。 而后, 他撑着桌子的双手, 在看清眼前一幕之后, 忍不住颤抖了起来。 其余董事们也狼狈不堪地靠在墙上或椅子上, 在巨阵结束之后, 他们也纷纷看到了罪魁祸首, 一个站起来快要顶到天花板的光头巨人, 以及他手中捏着脑袋的雷神罩蟒。 他们的大脑在短暂的死机之后, 反应过来。 这是卷进去超凡者之间的战争里面去了? 不, 我还没活过。 一个老董事瑟瑟发抖地后退着, 直到碰到冰冷墙壁才停下。 别杀我。 他们恐惧地嚷着, 顺从着自己的本能。 蚪蚁。 光头巨人缓缓转头, 看到了这些瑟瑟发抖的人类, 嘀吼了一声之后重新看向赵莽, 竟是微微一正。 你的气息突然增强了。 东方体术的绝技吗? 话音刚落, 被抓住脑袋撞了三十五层楼天花板的雷神赵莽, 在董事们害怕的目光下, 突然间伸出右手将捏住他脑袋的光头巨人的右臂扯了开来。 而后, 一声龙鸣从这雷神赵莽的身上冒出。 哼, 或许是幻觉。 在场的每一个人在那刹那间都看到了一头赤色的神龙图腾幻想, 忽然间从那雷神赵莽的身上冒出并撞在了那光头巨人身上。 而后, 那光头巨人的身子再次飞了出去, 撞破了这大厦高楼会议室的木墙之后, 直接飞进去了百米外的另外一栋大厦的第二十层位置。 那是普通的办公楼层, 到处都是办公桌椅。 光头巨人的出现, 一下子让这些人大乱了起来。 不过光头巨人没有在这里待多久, 下一秒, 那雷神赵莽就从对面大厦飞了过来, 与他打斗在了一起。 砰砰砰。 双方从走道打到了大厦最深处的经理办公室, 又从这经理办公室直接砸飞了墙壁, 一起滚落在了这大厦后方的大街上。 我的天! 神啊! 那条街是第七大道。 直升飞机上早就嗅到了大新闻味道的新闻媒体们赶来了, 并正好看到了从经理办公室飞出来的雷神赵莽和光头巨人。 在拍摄了他们两人分开了十多米远, 站在了大街上, 一下子堵住了两边车道的交通, 并让行人们发出一阵阵尖叫之后。 一家电视台的记者兴趣使然地拍摄到了 那被砸开墙壁的经理办公室破洞旁, 探出来的那位被吓得不清的经理的脑袋。 赞美太阳, 光头巨人再度举起双臂, 仰头用古老的语言咆哮了一声后。 他踏前一步, 顺手抓起了旁边的红绿灯电线杆。 稍微用力, 这六七米高的电线杆连带着上面的红绿灯一起被这巨人拔了下来。 而后他身上的金光, 有一部分蔓延到了这电线杆上, 令得许多专家们瞪大了双眸, 觉得这电线杆肯定得到神秘力量强化了。 而接下来的战斗也证明了专家们的猜测。 这光头巨人突然扫出的一击, 尽管让电线杆头部变得稀烂, 却也成功命中了那雷神赵莽, 将之好似打高尔夫球一样, 击飞了出去, 砸烂了一块大街上的广告牌之后, 跌入到了一块下水道井盖旁。 好。 光头巨人再次施展方才招数, 跃起了百米高之后, 好似陨石一样砸向了那雷神赵莽。 就在大家都担心雷神赵莽时候, 却见雷神赵莽突然间从地上起来宛如瞬衣一样出现在了光头巨人身后, 看着他轰隆一声砸破了井盖, 砸进了花旗国满华顿区那年老师修好似地下王国的下水道之中。 雷神赵莽浑身冒出电光, 而后也冲了进去这下水道里, 令得外界之人只得以看到那地上破洞不时冒出一阵白光和巨响。 显然战斗得颇为激烈。 第七大道最高的金融大厦靠窗的位置, 一位精神抖擞的老者处着拐杖看着这一幕, 眼里露出了一丝担忧。 因为他发现, 战斗地点的不远处离花旗国的秘密地下金库位置已然不远了。 花旗国首府区的地下水道内不时传来了一声声巨响, 令得市区停车场上许多车辆好似遇到地震一样, 齐齐抖动起来后发出刺耳警报声。 只是此时的车主们也多通过满大街直播的新闻节目了解了事件原委。 不敢拿自己生命冒险的他们, 纷纷在地面传来响动后便停下手中工作逃离现场。 有经济专家担忧这次事件会带来不菲的经济损失, 值得庆幸的唯有这两位超凡者可能是有意为之。 打斗声势虽然惊人, 却都避开了人口密集区, 且战斗之中定然有一方一直有留意无辜, 以至于记者们一路跟踪采访下来。 从那大桥到破损的办公楼, 除了几位倒霉弹摔伤, 脚扭之外, 还没有发现哪位有性命之危。 这真是可惜可贺, 个鬼啊! 随着时间推移, 别说一些本地老者了, 就是不少情报人员, 也意识到战场正在靠近花旗国首府区最重要的一处地下金库。 地下金库四周都是家固家后的钢筋混凝土, 最内层更是铺设了装甲板, 就算是超凡者, 也一时半会突破不了吧。 他们亦不在我们的地下金库, 想来撞不穿之后, 也不会刻意破坏地下金库防御才对。 我们,指挥中心里, 花旗国的几位幕僚翻阅了相关资料之后, 向着好的方向猜测着。 只是他们的头, 那位尼克上将先生, 却皱紧了眉头。 他的直觉告诉着他, 当最坏的情况有可能发生的时候, 那么往往就会发生。 让士兵们做好准备, 要是地下金库受到威胁,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尼克上将刚刚下决定。 地下水道之中, 萧宇所画雷神赵莽已然和无限正义号伪装的光头巨人 一起靠近了地下金库。 萧宇能知道, 这一地下金库位置并不稀奇。 毕竟, 这不是什么这几年才有的机密项目, 而是存在了好几十年的国家级工程。 以萧宇所画勤明阴阳师在樱花之国的地位, 随手翻阅一番樱花之国收集的花旗国相关机密资料, 便能得知这样的在上层圈子里不能算秘密的秘密。 估摸了一下距离, 萧宇施展了绝技, 顺影连环梯瞬间放出连续几脚命中于地下水道的一面厚实墙壁上。 当即, 伴随着轰隆巨响, 正面墙壁垮塌了, 露出的却是一栋金融业相关大厦的位于最底层的地下车库区域。 这儿摆满了各色各样的豪华车辆。 其中步伐有几辆属于现在有钱也难以买到的限量版。 叮! 此时, 车库的贵宾专用电梯正好打开, 几位年轻人正打算走出电梯间。 忽然间传来的破墙巨响, 让他们一下风中凌乱了起来。 随后光头巨人的高大身躯从他们眼前一闪而过, 旋即被追上来的雷神罩蟒一脚踢中胸膛, 整个人好似炮弹一样倒退了出去, 撞烂掉了不知多少豪车后, 凹陷于车库墙壁之中。 雷神罩蟒一脚踢中, 再度跃了过去, 乘胜追击, 却是忽然被那光头巨人一头撞中, 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 飞回了破开的大洞之中去。 掀开的狂风, 令得电梯间的几位年轻人发型全毁, 衣裳不整。 不过他们这时候, 哪里还会在意这些细节, 在大呼小叫之后, 连忙躲回去了电梯内, 拼命地想要关门。 只是这时候, 整个大厦的电力, 却是忽然间消失了。 电梯也自然一下子陷入停摆之中, 哪怕是备用的电源, 也无法起效。 它的电力只要一诞生, 就会被肖宇运转起来的元素之星给抽去。 肖宇深知, 这地下车库墙外的钢筋混凝土, 有多厚多坚硬。 单靠正常手段, 是破不开这地下金库的防御的。 想要完美地杀进去, 必须要动用到世界奇物。 是以肖宇所画雷神罩蟒, 看似施展大招。 事实是, 使用元素之星充能的同时, 身边飞出数十巫术石片。 这些巫术石片上, 都刻录了各种巫术符文, 在得到肖宇的魔法石充能之后, 纷纷启动。 令得肖宇整个人包裹在了柔光之中。 光头巨人, 则是也在肖宇命令之下, 发出金光, 看似蓄力。 实际上是为了防止被观察设备, 探测到不科学的细节。 雷神剑! 肖宇蓄力完毕, 摆出大招姿势出来, 事实上却是使用了魔改版本的电磁步枪, 轰出了一发螺旋转动起来的电磁炮弹。 这可是能把诚心巫师的领域都轰碎的炮弹。 材质上靠着诚心巫术加持, 比现实世界最硬的金刚石都还要坚硬许多。 破甲能力之强大, 目前无出其右。 它射出之后, 命中了光头巨人原先所在的那处凹下的人印。 顿时, 整座高达50层以上的金融大厦, 都突然间好似抖动了一下。 整片地区更是从地底深处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哀鸣, 很是吓了众人一跳。 由于大厦监控设备被损, 有缺失电力, 情报部门只能依靠外界的透视仪器观察, 只能勉强看出是雷神赵莽施展绝技打了这样的惊天一击。 至于有无命中那光头巨人, 因为对面远看起来变成一大团金光, 热成像, 生命仪器也无法起效。 他们无法将这具体情况分辨出来。 倒是地下金库的监控显示, 在他们被破坏之前可以看出来, 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破开了钢筋混凝土, 并摧毁了装甲板。 不管是有意也好, 还是无意也罢。 总之最坏的结果出现了。 两位超凡之间的战斗, 波及到了花旗国首府区最重要的地下建筑之一, 花旗国的地下金库。 这儿, 存放了花旗国一国的大量黄金和珍宝。 同时, 其还是花旗银行的一处绝密及保险柜。 在隔间, 存放有许多大家族拿来保管的贵重资料和宝物。 一旦出问题, 花旗银行绝对承受不起这样的责任。 花旗国也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 尼克上将当机立断, 连忙要求四周特种部队赶紧前去阻止。 同时他也打通了外交部门的电话。 拿着电话的他, 首先说了一句, 超凡者进入了地下金库之后。 他顿了顿, 带着不甘的喊道, 快去请勤明阴阳师大人。 快去请勤明阴阳师大人。 听到这话的外交官挣了一阵, 立即明白过来事情的严重性, 连忙一边跑出官邸, 一边打电话给了正在空中别墅大门口外看大门的同僚。 那几位级别较低的同僚连忙进入院子, 扣响了别墅木门。 然而, 他们却被安培康夫与几位巫女给挡住了。 理由嘛, 倒也简单, 勤明阴阳师刚刚闭关, 此事不是见客。 有什么要求? 等明天才来吧。 明天? 还在路上的外交官知道这回答之后, 脸色一黑, 要是等到明天, 花旗国的地下金库会不会给那两个野蛮人给拆掉了? 在路上的外交官也很是关注事态进展。 靠着还顺利运转的地下金库监控系统, 他们看到那光头巨人和雷神赵莽在地下金库依然忙于打斗。 尽管这期间破坏了好几个大型库房的防暴门, 使得亮闪闪的金山出现在了他们眼里。 却是没有引来这两位超凡者哪怕一丁点的注意。 显然, 世俗的金银财宝还不被超凡们看在眼里。 这令许多人松了口气, 却也令得很多大亨纷纷感到自己的财富正在缩水。 金钱的伟力似乎在这一刻之后, 无形之中在飞速地减少着。 肖宇导演着这一出大戏, 目的自然不是这些金银。 小人国里, 金银虽然有用, 但是靠着正常渠道得到的那一部分, 已经足够满足他当前势力所需了。 再多, 他也没那么大势力去消化。 肖宇更加在意的, 还是那些古老的宝物。 只是花旗国的这处, 在樱花之国情报系统里, 标注为最大最齐全的地下金库, 真正破开之后, 还是令肖宇很是失望。 除了黄金之外, 也就一些稀有金属存货, 能够让肖宇有点兴趣了。 至于那些宝物, 那些名贵的艺术品, 比如范高的画, 某位大师的抽象画雕塑之类的。 别说肖宇审美不能, 就是看得懂, 他也没兴趣收藏这些玩意啊。 哄, 一处原形防暴门被光头巨人一拳命中, 在剧烈的震动之后, 赫然, 没有被破开。 这不由另一无所获的肖宇, 虎屈一阵, 来了兴趣。 防暴门能抗住光头巨人的拳头, 那没理由挡不住自己的脚。 不过世界奇物白银之锤, 可不就是这时候用吗? 可以粉碎万物的他面前, 坚固之物不过是消耗能量的多寡罢了。 肖宇倒也没有把世界奇物白银之锤放大化, 而是趁着和光头巨人的一番打斗, 故意一拳轰出, 被光头巨人避开, 而后打中了那原形防暴门。 肖宇手指之间, 夹着的白银之锤, 碰在了原形防暴门的身上。 顿时, 一股力量从肖宇身上流逝。 随即, 肩不可摧的原形防暴门出现了裂缝, 而后哗啦一下, 从中间破开了一处缺口。 而后出现了缺口的原形防暴门, 哪里还挡得住光头巨人的力量? 随着光头巨人抱住了肖宇所化雷神赵莽, 撞向了原形防暴门。 这防暴门果然不堪重负地倒下了。 轰隆巨响之下, 进入的隔间令肖宇有了那么一瞬间的失色。 这儿也就篮球场大小, 四周包括天花板都给包裹了一层铅板,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英都事件而加装了上去的。 房间里有着三排金属柜子, 柜子上面只有编号。 而肖宇的感知全力放出之后, 明显地察觉到了一处柜子, 有着对超凡之力的反应。 按到了一声这把没有白完之后, 肖宇顺势就到飞了过去, 撞在了那金属柜子上。 而后伴随着一声龙吼, 红光爆发, 震退了袭来的光头巨人同时, 也把身后金属柜子给撕裂了开来。 顿时, 柜子里的许多藏品飞了出来。 有欧罗巴最古老皇室的皇后, 佩戴的红宝石项链, 有来自古老安息的黄金王冠。 更有一根漆黑的拐杖, 似乎是来自莫斯卡, 还是公国时期的某位大人物。 这些东西是古董珍品, 同时更具备了非同一般的历史价值。 而它们之所以出现在了这里, 而非博物馆, 萧宇怀疑可能和自己有关。 神秘超凡事件的一再出现, 尤其是英都事件自己索要了 樱花之国王室的秘宝, 或许让花旗国的情报势力认为 与这些古董有所关联。 说起来也不算错, 只是信仰神器的出现, 只能说与之有关究竟能不能催化出来, 却是有一定的随机性。 萧宇扫了这几个珍品, 摇了摇头。 这几件珍品, 其实都满足了成为信仰神器的条件。 可惜也就黄金王冠稍微凝聚了一丝信仰之力。 但是想要成功晋级, 恐怕还要等上许久许久才行。 想要催化信仰神器, 或许得等我获得更多神灵系相关知识才行了。 也罢, 还是不要太担心了。 萧宇看向了被自己故意扫落在了角落的 那一件起反应的藏品。 一副蓝色水晶构筑而成的骷髅头。 这蓝色水晶骷髅头名气颇大, 传闻之中和古老的失落文明有关, 以至于在花旗国有不少工厂专门制造了类似的工艺品 卖给世界各地过来的神秘爱好者们。 而这被花旗国收藏在了这处地下金库里内部保险柜的蓝色水晶骷髅头, 明显不是那些伪劣品。 不过, 萧宇感知里, 这玩意的制造年代最多也就几百年。 显然和上古文明之物也扯不到什么关系。 搞不好也和自己拿到的天从云之剑那样, 其实是古人制造出来的替代品。 真正的真品, 那是谁都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了。 萧宇也不贪心, 在和光头巨人的打斗里, 顺手令水晶窟楼头出现在了自己的随身空间之中。 而后为了搅浑水, 他决定, 这保险柜需要寿终救寝了。 不久之后, 大批特种部队的士兵们身穿辅助动力服, 戴着密闭头盔, 手握着口径颇大的步枪冲了进来地下金库。 他们奉命哪怕牺牲自己, 也要阻止那两位超凡继续肆虐下去。 请立即停手, 否则我们将发动攻击。 为首的一名军官一马当先冲入了保险库, 旋即微微一正。 他看到这好似龙卷风肆虐过的保险库里, 尽管一片狼藉, 却没有那两位恐怖飞人的人影。 他们不在这里了。 报告! 那两位超凡已经离开了地下金库区。 军官汇报着, 同时心中松了口气。 哪怕他和部下都已经得到了花旗方最好的高科技装备, 要他们与超凡者交战, 依然令他们心中没低啊。 能不打自然还是不打得好。 就是这军官有些疑惑, 那两位超凡是怎么离开的这地下金库。 从痕迹来看, 并不像是原路返回那么简单。 可看起来也没有破开新的洞口离开啊。 军官正迷惑时候, 突然间听到了耳机传来了尼克上将的警告, 快离开地下金库区域。 该死的。 那两位超凡出现在了你们头顶的地面上。 他们两者都做出了明显的蓄力动作。 专家们担心, 余波有可能导致地下建筑崩塌。 我要求你们立即撤退。 花旗国首辅区的上空, 此时正好阴云密布。 随位下雨, 来自大海的狂风却是已经袭击了这里。 许多条幅都在狂风之中剧烈摇晃了起来。 这季节, 这样的疾风气候事实上是很正常的。 过几天, 更有可能遇到史无前例的台风席卷周边海域。 那时候, 花旗国首辅区的地铁又要被水漫金山然后停摆多日。 但是随着刚刚那一段时间里, 超凡者的打斗造成了那么大声势。 四周之人显然不这样想。 比起远在深海, 还未靠近花旗国海域的台风。 许多好事者们更是看热闹不嫌失大。 指着现场直播视频, 宣扬着这恶劣天气, 这就是超凡的力量体现。 它们可以影响到四周的天气。 这时候出现的飓风天象, 绝逼和那两位超凡有关。 第七大道街道上。 地下金库的上方。 萧宇所化雷神赵莽双脚踩在了街道石板路上, 浑身冒出了好似火焰的白光。 明亮耀眼。 光头巨人则是悬浮于半空, 双手展开, 大呼了一声赞美太阳。 旋即一道光芒刺穿了云层, 落在了这光头巨人身上, 照耀得他浑身金光闪闪, 以至于有人不经意间把他错认为了一位神。 东方修士! 受死吧! 光头巨人吼着冲了下来, 眼看着就要和雷神赵莽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巨人的金光爆发万千光芒, 令得四周之人看来, 他好似化作了一团金色光团, 将自己和那雷神赵莽都包裹了下去。 而在众人看不见的金光内, 萧宇借助无限正义号机甲之力, 启动了布置在脚下的铭刻了地震树的巫术石片。 哄! 地震树下, 沉闷巨响引动的第七大道再无一辆车辆幸免于难, 不抖上一抖。 靠近两者的大厦更是哗啦一声, 一排排玻璃硬生破裂。 同时, 那早就被萧宇破坏了不少关键点的花旗国地下金库, 则是随着一阵阵哀鸣开始崩塌。 挤出保险库的薄弱墙体也在有意不治下崩裂, 于是不少珍宝。 黄金顺着泥石流滚去了下水道之中。 那儿有些缓缓流向海洋的潜流, 更有大量的老鼠和地底里生存的流浪狩猎者, 如野猫野狗之类。 这些东西大部分肯定能被花旗方给抢收回去。 但是要说可以百分之百, 那就是自欺欺人之语了。 地下金库的崩塌令得萧宇所化雷神照忙所在街区, 一下子凹下去了好大一片土地。 一时间到处都响起了人们的惊呼声。 许多人激烈地讨论着胜负不同。 花旗方则是调动了大批军队, 从各处出入口冲进去了地下水道区域。 想方设法只是期望能够有效减少损失。 哄! 一阵狂风忽然间吹过。 吹开了已经暗淡下来的金光, 露出了位于凹下去地线之地的光头巨人和那雷神照忙。 看到两者一上一下依旧在僵持。 一滴冷汗从尼克上将额头落下。 他有些失态。 难道他们还要继续打下去? 不,不可以。 再过去可是金融街。 怎么也不能让他们继续打过去了。 说到这,他同时接到了来自大统领的电话。 于是他连忙下达命令, 要求现场的特种部队士兵们将武器对准那两位超凡。 也就在这上层人士们看起来千军一发之时。 忽然, 一道绿光, 一声剑鸣响彻在这昏暗天地之间。 一把青蝉剑自天落, 直接分开了光头巨人与雷神罩满后, 插在了二者之间的地上。 飞剑! 光头巨人脸色微变, 后退了几步后, 仰起头, 眼神复杂, 看向天空阴云。 既然是剑仙门的人到了, 今天确实不宜站下去了。 一向表现得无比野蛮, 不讲理的光头巨人在青蝉剑出现之后, 赫然露出了让旁人大吃一惊的谦虚姿态, 并主动结束了这一次战斗。 自然, 他也没再去抢夺那墨色石片。 只见他告辞之后, 几个跳跃落在了花旗国首府区最高的几处大厦天台上, 而后再跃了几次, 落在了作为标志性建筑地标的自由女神像的塔尖上。 在这女神像上停留了少许后, 这光头巨人深深看了看雷神罩满, 便转身跃入了大海, 而后消失不见。 杀! 光头巨人消失, 青蝉剑再次动了起来, 羞一声划破天际, 化作一道绿光, 消失在了高空。 只留下雷神罩满一人, 拍了拍白色衣衫之后, 喷一声, 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 钻入了一处商场之后, 消失无踪。 只留下一片狼藉的第七大道与那些依旧风中凌乱的看客们, 还难以回神过来。 这, 这就是建仙门的威势。 金融街最好的交易中心大楼顶层, 一家顶级财团的家主, 磨杀着手指上硕大的黑宝石, 感叹道, 情报部门曾认为, 剑仙门的势力要明显高出其他势力一筹。 现在看来, 这猜测一部分是正确的, 剑仙门的地位显然在超凡势力之中也颇为超然。 否则, 岂能一把飞剑, 一声剑鸣, 就让两位实力深不可测的超凡者就此罢手。 我们可是求过勤明阴阳师的。 那阴阳师说是闭关, 只怕是心中没底才如此行事。 结合以前之事, 恐怕阴阳师也忌惮剑仙门得很啊。 是啊, 老者前方, 某位退下来的花旗国参议员认同地点了点头, 然后说道, 接下来善后之事, 贵财团会行动吧。 当然, 财团家主露出淡淡笑容, 东方那幸运的金家行事, 我们岂能不知。 董事们都很希望伸出自己的一臂之力, 为超凡造成的破坏进行善后。 嗯。 老议员得到满意答复, 觉得这趟没白来时候, 他忽然间注意到自己的专用手机上出现了许多讯息。 微微一正之后, 这老议员笑了起来, 那群因度来的有钱人主动联系上了花旗国首府去官府。 他们希望可以提供物资和金钱, 为这次受灾的地区提供帮助。 哼, 这群吝啬鬼在涉及超凡的地方倒是大方。 回绝他们。 财团家主咪起锐利双眼冷声道, 我们金融界的董事们可不差钱。 花旗国的灾后重建工作, 不需要外人插手。 当财团们在争着为消雨的大戏善后, 好借此讨好超凡者的时候。 尼克上将听到了耳机里传来的不好消息, 气愤地连续法克了好几声。 花旗国最好的潜艇, 追踪那光头巨人失败了。 那光头巨人的信号, 在潜入到了约五百米深时候, 突然间消失无踪。 令潜艇的机组人员们一个个感觉, 好似遇到了鬼一样。 因为家装的观察仪器清楚拍摄到那位光头巨人, 那么大的目标, 不仅仅是探测以上消失, 在观察员的肉眼里, 他也一样不见了踪影。 同样, 雷达战和空军都汇报到, 那一把冒出绿光的飞舰, 同样在短时间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倒是雷神赵莽进入了商场, 出现在了摄像头之中, 目前大批情报人员正在排查, 希望能找到这位散修的临时居住地, 而后联系上对方。 迫切想要了解神秘力量的花旗国内部, 已经达成了共识。 只要能得到这些神秘知识, 就是付出再大的代价, 他们也愿意承受。 只是他们终究要失望了。 萧宇躲进了商场之后, 七拐八拐之下, 隐身从别的通道离开了这商场, 而后就回到了空中别墅里, 继续当起了自己那地位, 尊贵的秦明阴阳施起来。 满华顿岛港口区, 一位身穿灰色西装的理培业职业经纪人, 叼着雪茄解开衣衫, 站在了岸边栏杆旁。 环顾了四周之后, 他揉了揉杂乱的短发, 开始向身后的同事抱怨起来。 这可是一个大工程, 不过我们的老板也真是疯了, 竟然主动跳出来, 要为这场灾难买单。 不久, 我们这些人就要忙起来了, 单单将那些虚报损失的条目整理出来, 就得让我们加班到第二天清晨了。 是啊。 灰色西装男身后的年轻同事抱怨地点着头, 他们被超凡者波及, 这属于不可抗力因素吧。 如果是告上法庭的话, 以我们集团的律师团队, 怎么也不会输吧。 说到这, 灰色西装男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打完这电话之后, 这位理培业的老人嘴角有些抽动地说道, 老板居然要我们放宽理培标准, 能多赔的就不要放过。 天啊, 要么是我们老板突然间疯了, 要么就是老板的幕后大老板发话了。 这件事, 没有我们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啊? 听到这话, 年轻同事们脸色微变, 都有些惊惧起来。 但他们这一行的, 当然知道他们理培行业的幕后大老板代表了什么样的层次, 说句阴谋论一点的话, 那可是掌握了整个花旗国一半以上命脉产业的实权大人物。 是他们只能仰慕不可直视的存在。 他们的命令无需质疑, 只用服从就好。 是以再度看向狼藉一片的某处港口窟区。 这几个负责满华顿倒理赔善后的年轻同事, 苦笑了起来。 这几天, 他们是有的忙了。 而在负责满华顿大桥那一块的善后人员, 除了一样的胃上面的决定感觉到不可思议外, 更多了一股交错期间的擦枪走火的味道在里面。 却是好几家不同的保险业大公司, 都派出了精锐骨干, 接近了被墨色石片选中的安妮一家, 表示了对他们一家不幸遭遇的同情之后, 答应会给他们不菲的赔偿。 安妮的父母面对着这些热情的理赔人员, 第一时间的反应是猛逼的。 尤其是这理赔的内容, 让安妮的父亲一直觉得自己或许有了一段时间处在了失忆状态。 不然的话, 自家车子的车险也就算了。 自己什么时候为一家人买了交通意外险了? 且精神损失赔偿还可以那么高, 偏偏限制那么低。 另外, 自己是破损了一套名牌衣服没错。 自己居然为这套衣服投保了一千花旗刀。 这不科学啊, 当初自己买下这衣服的时候, 没听店员说过包含了这笔保险在内啊。 这, 这就是在送钱吧? 安妮的父亲不傻, 知道这就是在故意合法合理地给自己一家子不菲资金。 只是完全弄不清前因后果的安妮的父亲, 可不敢就这样收下, 是已一直僵持着。 直到一架武装直升飞机忽然飞了过来, 这尴尬僵持才告一段落。 保险赔偿? 尼克上将亲自下了直升飞机, 介绍了自己身份之后, 环顾了四周之人, 了解了情况之后, 呵呵笑道, 请放心接收吧, 先生。 我以花旗国尼克上将的名誉保证, 这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 你绝对不会因此而被追责。 这都是你应得的。 安妮的父亲张大嘴看着尼克上将, 要不是头顶上还有着武装直升飞机, 他都快以为这是一场恶作剧大戏了。 还真有人赶着送钱。 安妮的父亲喃喃自语着, 看向了安妮, 这家女儿的手掌心中, 莫名多出来了一片默色石片。 他不由心中咯噔了下, 抱紧了自己的女儿。 这钱, 我还是不要了吧。 安妮的父亲咬了咬牙, 摇头拒绝。 尼克上将耸了耸肩, 邀请安妮一家子登上了直升飞机, 撤离这处一时半会是别想乘车离开的大桥区域。 那些保险业骨干们却很快反应过来, 纷纷表示他们会最快速度走完流程。 事实如此清楚的情况下, 无需当事人签名, 他们也会把赔偿金打进当事人的银行账户。 还请安妮的父亲注意茶烧。 尼克上将听在尔里, 却是没工夫管这些小事。 他亲自出手接了安妮一家子之后, 便静止飞向了某处特区。 同时, 他亲自向花旗国大统领汇报了这一消息。 是的, 我亲自接的人, 这才让那些金融接的没敢下手。 尼克上将通话之中微微汗手道, 不过大统领你这边这段时间可要受压力了。 但是这是值得的, 神秘之力必是国之重器, 岂能也被那些私人势力掌握。 嗯, 是的, 地下水到那里, 我们的人也取得了先机, 那些人没机会在里面弄虚作假。 不过有专家汇报, 地下金库有几处区域崩塌现象严重, 可能会有少许黄金和珍宝滚落进水区之中出海, 想要全部找齐, 难度很大。 是的, 难度很大, 但是我们不会放弃, 毕竟, 这也是某个可能性。 说到这, 尼克上将挂断了电话, 靠在了副驾驶位上, 闭起了双眸, 回响了起来。 尤其是不久前, 某位专家脑洞大开之后, 提出的一个可能性, 也引起了他们这些上位者的重视。 这位研究历史的专家, 在光头巨人和雷神赵莽, 一路打到了地下金库之后, 大胆地怀疑起来。 这光头巨人, 虽然自称来自凯尔特, 但是举止未免太夸张高调了。 不符合一直以来超凡者们 给大家的低调有内涵的印象。 这一场打斗戏, 会不会是这二者故意演的? 目的自然是为了找机会 杀入花旗国的地下金库, 寻找对他们来说有用的珍宝。 这想法很大胆。 且一旦成真, 不只是雷神赵莽和光头巨人, 就连秦明阴阳师 和那高高在上的剑仙门 也会被怀疑其用心, 而在众人心中 格调一下便低起来。 一开始, 尼克上将等人本能的反应 是不相信超凡者会这样干的, 更觉得秦明阴阳师 和剑仙门这等超凡脱俗, 高逼格的组织 实在是没必要涉及到这等事来。 然而随着细细分析, 他们纷纷觉得 这一路看来 确实有些是太巧了。 尽管可能性不高, 万一呢? 万一那光头巨人和雷神赵莽 就是这样的超凡者, 且还能让剑仙门 碍于情面不阻止呢? 至于最关键的证据, 无疑就是要看看 地下金库究竟有没有真正的少什么东西。 事已, 哪怕在许多专家计算之后发现, 想要尽可能把仪师的珍宝打捞出来, 花费将是一笔天文数字, 比起仪师之物的价值 完全就是得不偿失。 尼克上将也好, 花旗国大统领也好, 依旧全力推动着此事。 韦德, 就是希望能够知道这地下金库 是不是真的因为某些东西 才成为了超凡者们的目标。 天空的阴云积累了许久之后, 终于伴随着一声雷鸣, 哗啦一下落起了倾盆大雨。 豪华奢侈的别墅卧室里, 萧宇睁开双眸, 透过落地窗看到了落下的大雨。 下雨好啊。 下起了暴雨, 更是甚好。 暴雨下, 可怜的花旗国首府区年老是休的下水道 又要发洪水了吧。 地下金库附近的水渠也要暴涨了吧。 不知道那些人里有多少职业潜水员 赶在洪水里打捞。 萧宇看在暴雨, 心中美滋滋地想着, 这一场暴雨至少也能把自己的作案踪迹 给清洗个七七八八吧。 而有了这样一场大暴雨导致的地下水道洪灾, 就算花旗国专家们再足智多谋, 也难以保证自己找不到的珍宝 究竟是被超凡者给顺走了, 还是被洪水给冲走了吧。 萧宇身怀世界奇物灾恶怀表, 哪里会不知道现在花旗国首府区 会来这样一场暴雨。 从光头巨人出现在了满华顿岛区那一刻, 一切皆在他计划之中罢了。 当然了, 那位偷窃了墨色石片的倒霉特工, 乃是恰逢其会, 被萧宇当作了一根可有可无的导火索罢了。 这种幕后操控了一切, 且计划通的感觉, 令萧宇这还处在中二期的青年, 自我感觉无比良好。 心境似乎也因此顺畅了许多, 让萧宇修炼起来有了一种事半功倍的错觉。 数小时之后, 萧宇修炼结束, 查看了一番监视之眼记录, 不由地笑了起来。 他发现, 那位有着天赋的安妮女孩, 居然被安排进了大同龄府。 而那位倒霉的特工, 也得到了最好的救治, 被送到了秘密军事特区里, 隔离了开来。 至于自己给花旗国挖的那黑色石弹的这个坑, 则是被花旗国给严密保护了起来。 这期间, 曾经有人企图进入黑色石弹所在密室, 却是被花旗方的人员给阻止。 想来这背后肯定有着惊心动魄的一番大撕逼。 不过这不关萧宇之事, 除非他们又打算研究黑色石弹在其身上做实验, 否则萧宇暂且没有兴趣继续催动这一件巫术奇物 来破坏花旗国科学家们已经岌岌可畏的三观。 比起这黑色石弹, 目前更让萧宇关注的还是那安妮女孩。 她被花旗国大统领亲自招待之后, 竟是打算明日带她过来拜见秦明阴阳师。 似乎花旗国大统领期望她能够得到秦明阴阳师的认可, 从而把那突然间没有了反应的墨色石片重新激活。 这算是打算利用她来和我搞好关系吗? 说到这, 萧宇重新把水晶骷髅头拿了出来。 这件水晶骷髅头自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古文明玛雅一族的传奇宝物, 水晶骷髅。 嗯, 当然了, 就萧宇所感知可以确认, 这水晶骷髅头历史没有那么悠久, 乃伪造品。 可是, 从其能晋级为信仰神器且被存放在了花旗国的地下金库之中的秘密保险柜里, 可以看出。 搞不好这东西, 其实就是玛雅传奇宝物水晶骷髅这一传说的原型。 萧宇对其历史有些好奇, 却也只是好奇, 倒是没打算去深究个真假。 对她来说, 这水晶骷髅头是信仰神器, 能用, 好用,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水晶骷髅被萧宇命名为了玛雅水晶头, 能力偏向于辅助方面。 它可以直接影响到方圆十米范围内智慧生物的溜感, 从而让它们产生幻觉。 这对萧宇来说是一个有趣的能力。 幻觉什么的, 配合巫术的话, 能够制造出奇迹吧。 唯一遗憾的, 或许是这玛雅水晶头的影响范围太短了点。 此外, 幻觉想要真实可靠, 需要大量的信仰之力作为支撑。 以目前玛雅水晶头的回复速度来看, 这东西经不起用, 冷却时间会有点长。 萧宇摸了摸下巴, 把玛雅水晶头重新收回了随身空间之后, 便重新闭幕, 静待天黑。 这一场暴雨, 下了整整一天, 路面上已经到处都是水塘。 一些地铁站已经宣布停运, 路面上的人流车流也明显减少了许多。 而到了深夜时分, 除了极少数混混, 还敢在这雨夜下无聊地聚起来喝酒看雨。 街道再没有了什么人影。 刹! 萧宇化作的雷神赵莽, 轻飘飘地落在了一处大厦的天台上, 但这座城市还算美丽的夜景。 他在这天台上缓缓展开双手, 启动了不止于天台上的大型巫术法阵。 随着闲者之石等高品质魔法石为他提供了能量。 萧宇很快将这探测之木巫术给启动了。 于是乎, 只有巫师才能看到的一双天蓝色的线条勾画而成的眼睛飞起来, 直到上千米高之后才悬停了下来。 而后他睁开, 看向了下方的视野内那一片市区射出了奇异的光线。 数分钟之后, 光线弥漫了整个花旗国市区的每一寸空间, 而后又被一一抽了回去。 这一过程里, 整个市区对萧宇来说再无秘密可言。 他能看到, 在某些酒店的客房里, 正有一对对男女在进行着交易。 他能看到, 在一些阴暗的角落之中, 残酷的犯罪正在发生。 他更能看到, 一些地方对这探测之木巫术本能地起了反应, 从而暴露在了萧宇眼前。 告知着萧宇, 这地方有着他想要的好东西。 收回了巫术, 萧宇擦了擦额头冷汗, 看向远处一栋高楼大厦的他露出了微笑。 成为了一级巫师之后, 又有一大群高阶巫师帮忙明刻巫术名文, 就是方便。 要是我自己来搞定这种超大范围高级探测术, 累死我也难以, 那么快做到吧。 现在倒好, 很快就施展成功, 并让我找到了值得出手的目标。 萧宇看了看脚下的天台上, 随着自己停止施法而开始消散的大量石片, 微微摇头, 就是巫术名文虽然能让普通巫师只管给法力就能启动, 却往往会因为实际操作各种缘故, 导致其多为一次性用品。 回去之后, 又得辛苦那些巫师们, 帮我再制作一批了。 萧宇挥了挥手, 黄蜂树卷起了那些石片化作的灰烬, 融入了周边的雨水之中, 一起从这大厦天台跌落了下去。 而后, 萧宇再次动身, 他的化身却是忽然间再次变化。 世界奇物九色假面启动, 依靠随身空间的一秒换衣也启动, 曾让圣主之称疯狂, 让信徒们癫狂的亚历山大神父, 身穿黑色披风式神袍, 第一次亮相在了这座花旗国的金融之都。 而他的目标, 远处的大厦里, 一群浑然不知自己等人已经被盯上的邪教徒们, 正在大型会议室里举行着仪式, 外面看起来黑漆漆一片, 本该空无一人的办公楼大厦里, 位于最高层的内部大型会议室里, 桌椅都早就被重新摆放, 一个木制的六芒星祭坛被放在了正中, 在灯光设备的照耀下, 一位披着红袍的邪教徒用羊血夹伸着祭坛上的刻印, 墙壁上则是挂着大量的古制品和野生动物制品, 在天花板的柔光设计下, 显得有些阴森恐怖。 这处明显被改装为了祭祀之地的地方, 有着五十多个男女老少聚集在这里。 他们都戴着面具, 穿着古典时期才实行的丝绸衣服, 围着祭坛, 举着蜡烛, 低声祈祷着。 他们虽然遮住了脸, 看不到表情, 可是从举止以及行为来看, 至少他们看起来都是无比虔诚的。 好似真的相信着这些邪教徒宣称的那位真神的存在。 只不过, 这里面, 一位表现得特别虔诚的戴着白羊面具的中年男子, 却是一边祈祷, 一边小心翼翼打量着每一位信徒。 尤其是作为组织者的那几个戴着黑色面具的邪教徒, 更是他重点关注目标。 作为花旗国情报部门最优秀的特工之一, 这位中年男子靠着伪装取代了这位白羊面具信徒, 过来参与这场邪神聚会已经快一周了。 从一周前, 他们得到秘密情报, 说是一批有过备案的玩邪教崇拜的有钱人忽然间起了变化, 变得神神秘密起来之后, 对异常知识颇为在意的花旗国情报部门便立即行动了起来。 这期间, 他们抓住的那位白羊面具中年男子, 更是让他们兴趣大增。 因为他们从其口中得知, 他们这些空虚寂寞的有钱人们一开始搞出来的, 其实只是一个崇拜诚心之神的教派。 他们之所以加入其中, 为的不过是满足自我人无我有的神秘感和满足感。 严格来说, 这教派属于古神教的一种, 除了宰杀牛羊进行献祭外, 也没啥犯机会的, 是以备案之后, 一直被当地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而, 意想不到的是出现了。 按照这中年男子的说法, 他们最近的一次献祭得到了神灵的回应, 更有获得了神力的使徒出现, 顺理成章地收编了他们。 而后自然是利用他们的金钱人脉, 暗中发展了起来。 在情报部门看来, 这都是老牌邪教徒拉扬的老套路了。 如果没有这段时间的超凡事件, 这些企图绕过他们榨取钱财的邪教徒, 早就被他们约谈了。 一直没行动, 只是考虑到万一是真的神秘力量作祟这一情况罢了。 今夜, 是他的上级计划里最后的一晚。 如果这一晚过后, 这个忽悠了一堆有钱人的邪教组织, 还是拿不出真东西出来, 那么他们就会对其一网打尽。 那些宣扬教义忽悠人的骨干和组织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至于那些想要长生、 想要超凡而入教的有钱人, 作为交换, 这位特工的上级不介意他们部门的慈善基金会在第二天忽然间得到更多的善心。 真神在上。 众人齐齐唱了最后一节祈祷词, 而后在安排下一起举起了蜡烛。 哄! 突然, 祭坛的六处锐脚突然间喷出了火焰, 照亮了四周。 同时, 空间仿佛也开始微微颤动了起来。 这样的意向, 令信徒们的几位刚刚加入的女信徒惊呼了一声。 雕虫小借! 特工微微皱眉, 心中越发觉得这就是在装神弄鬼。 他已经准备通知四周做好抓捕行动的同僚们了。 然而, 忽然间, 那站在祭坛上的邪教徒看向了这位特工。 双眸对视瞬间, 这特工只觉得一丝寒意突然从自己的脊椎深处冒了出来, 并很快蔓延到了他的浑身, 让他整个人如坠冰窖, 瞬间失去了行动能力。 怎么可能, 这是怎么办到的? 催眠术? 气体药物? 还是, 超凡之力? 特工心中惊恐不安之时, 那祭坛上的邪教徒已然张开双手, 大声道, 刚刚真神告知了我, 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 他不幸养神, 却悄悄混入我们之中, 企图破坏我等的祭祀。 大声告诉我, 对待这样的叛徒, 我们该怎么做? 人群里和这祭坛之人一起来的几位邪教徒 立即举起蜡烛狂热地尖叫起来, 将他献祭给神。 烧死他! 对, 烧死他! 吼叫声下, 黄热的气氛一下子在这会议室里升起。 几位邪教徒把特工捆绑了起来之后, 压了祭坛。 揮手地稍稍退开, 双眸扫向四周看着那些面具后, 惊恐之中带着期待目光的信徒们。 他以自己三十年的传教经验来看, 今天这场献祭如果能完成, 肯定能对这批有钱人造成前所未有的心灵冲击。 然后就是他收获的时候了。 想到这, 他的内心不由火热了起来。 他的人生目标, 乃是如当年那位伟大的前辈一样, 在花旗国里也能列土封王, 成为国中之国的国王。 虽然那亡国二世而亡, 但是不可否认, 那位教主确实享受 尽了异国之主的美妙滋味与荣誉, 且还是寿终正寝。 但是想要成功, 不仅仅需要天赋, 更需要金钱帮助。 而如何让这些有钱人成为羔羊, 便是这过程里最关键的一步。 幸运女神与我同在, 保佑我吧, 这次也可以一切顺利。 为首邪教徒摸了摸藏在胸口的挂饰, 在气氛最浓郁之时, 他走上前拔出了一柄匕首, 缓缓地在众多信徒的激动目光下, 放在了那特工的脖子上。 没有比献祭同类, 更能冲击人心了。 呼, 这次我一定就在这些教徒打算割下去之时。 忽然间, 他听到了一声声声乐在耳畔响起。 他不由脸色微变。 作为一名优秀的神棍, 他很清楚环境气氛, 药物, 催眠术之间配合的重要性。 而环境气氛里, 除了装修部之外, 音乐也是其中重要一环。 一旦出错, 很可能自己想要达到的效果, 就会减半, 甚至于起到反效果。 事已, 他狠狠瞪了一眼自己的同伴, 要他快点处理。 却突然意识到, 这音乐正越来越清亮, 以至于他都有了一种戴上了耳机的错觉。 我出现了幻觉。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作为一个有着催眠式资质的神棍, 他第一时间意识到的是自己精神出了问题。 旋即, 他发现, 不知他一个人听到了那越来越响亮起来的声乐。 他忽然感觉到了胸口挂饰, 变得灼热刺痛了起来。 旋即, 他看到自己的祭坛突然间流出了大量的血液。 血流成河, 却偏偏聚集在祭坛上, 不会流淌出去。 这邪教徒本能地退了下来, 刚刚落地, 就意识到自己这次失误了, 身为祭祀, 怎么能离开祭坛? 只是不等他想要补救。 血色的火焰忽然间从祭坛上沸腾了起来。 而后, 一个有着火焰形成的双翼, 面目凶恶, 身高至少也有三米以上的恶魔, 伴随着火焰从血水里冒了出来。 吓得那还在祭坛的特工双腿一软, 坐在了祭坛上。 呃, 恶魔? 这陷阱是真的? 这些家伙真的召唤出恶魔了? 特工的脑子乱成了一团江湖。 只不过, 这时候那些邪教徒们其实也迷糊着呢。 虽然他们是官方定义下的邪教, 也搞血肉陷阱, 也犯法也忽悠人, 可是他们真没有崇拜恶魔啊。 人家崇拜是典籍里货真价实记载的古神之一, 与恶魔八竿子打不到一起。 除非那古神一开始就是恶魔扮演的, 否则, 这一世怎么会把恶魔给召唤出来? 神啊! 这他马得细思极恐啊! 为首的那位邪教徒的名字叫做卡木, 是一位浓眉大眼的五十岁老男人。 当恶魔从六芒星祭坛上冒着火焰与血水爬出来的时候, 他是这会议室里受到精神冲击最大的一员。 因为别看他一手缔造了崇拜古神的邪教, 并打算成为开派宗师。 可是事实上, 他自己清楚得很, 自己信仰的都是什么? 那些仪式, 祈祷语, 不过是他从几十本同藏经典那儿拆出来之后, 重新拼成的杂交品。 忽悠信徒们成为忠诚阳高的手段, 也从来不是靠什么真神恩赐, 而是药物, 心理学, 催眠术等科学手段。 没错, 卡木事实上是一位一直贯彻着科学传教方针指示来做的传教士。 他的内心, 事实上更加偏向于无信仰者。 也因此, 发现自己杂交品一样搞出来的宗教, 竟然真的出现了神迹, 不对, 是召唤出了恶魔。 他的三观, 蹦碎得最为厉害。 以至于当恶魔的古怪低沉的声音撤了会议室, 他依旧没有回神过来。 倒是其他信徒们, 抱着拜谁, 不是拜的真理, 纷纷跪在了恶魔的面前, 供应着恶魔的降临。 一些年轻的有钱人跪倒之余, 身子忍不住因为激动而颤抖不停。 他们都有了那么一瞬间的错觉, 自己这辈子除了有钱, 很快就能得到更好的东西了。 然而, 随着耳畔边圣月声越来越清亮, 很快就有人察觉到不对劲。 这圣月圣洁肃母, 怎么听也和这头恶魔的登场不配吧? 反倒是更让人想起了斩妖除魔的圣主之城的天使。 有人想到这里, 正打算抬起头头瞧那语速越来越快的恶魔在干嘛。 突然间, 会议室的大门被一股伟力给撞得四分五裂开来。 刺目的圣光亮瞎了这些被惊动的信徒们的双眸。 同时, 他们耳畔听到了一声充满了肃穆与威严的男生。 是谁? 竟敢召唤来自一界的恶魔? 谁给你们的胆子, 让你们甘愿坠入地狱, 让灵魂也灰飞烟灭。 吼! 啊! 伴随着男生怒吼, 狂风四座之下, 那些信徒们赫然听到了恶魔的惨叫声。 稍稍恢复清明, 这些信徒们不由后怕地浑身颤抖起来。 因为作为邪教徒的他们, 竟然看到了一位神父, 一位背上展开了光之双翼的神父。 至于那召唤出来的恶魔, 此时早就没有了踪迹, 连同那火焰和血水一起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唯有那位神父忽然转头看了过来, 双眸竟然闪耀着跳动的金光。 这令在场之人无不确信了这位神父的不凡, 猜测他要么是天使附体的圣骑士, 要么本身就是天使化身。 这些邪教徒们顿时崩溃了, 一个个不断跪拜在了这位神父脚下, 祈求宽恕。 便是那卡牧也一下子跪到不断抽自己的脸蛋喊道, 天使大人, 我糊涂啊! 我现在才认清了我的信仰, 果然, 我其实是圣主的孩子, 我要回归圣主的怀抱。 肖宇化作的亚历山大神父, 忍住了咧嘴笑起来的表情, 走向了这位被探测术, 探测到明显有意的卡牧邪教徒面前。 伸出手好似提小机一样, 抓住了他之后, 在众人眼前, 开启了一道碧蓝色的天堂之门后, 带着卡牧便一起穿入了进去, 消失不见。 而后这会议室的圣月, 也哑然而止。 令得觉得自己劫后余生的这些邪教徒们, 一个个瘫软在地上, 都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就在这时, 门口再次出现了人影, 却是让特工暗叹了一声, 你们又来晚的花旗国情报部门战斗小队成员。 这些全副武装的特战队员们, 进来之后看到现场, 一样觉得奇怪。 他们连忙找到了特工, 以及其他邪教徒进行询问。 确实越听越让他们大吃一惊。 真的召唤出来了恶魔。 怎么可能? 我们外面安装的最新的能量检测仪器, 可是没有半点反应的。 现场的检测数据也出来, 根本没有被高温灼烧过。 所谓有着火焰双翼的恶魔是否真的存在, 必须存疑。 不排除是药物影响, 毕竟他们服用的酒水内, 检测出了轻微的违禁药物。 情报部门指挥中心的专家们, 自然不会全盘相信这些人的说辞。 他们更在乎证据。 当然了, 对于这些人一同见证的天使大战恶魔的说法, 他们也不会盲目否定, 只是将之保留起来, 等到接触更多神秘知识之后再继续分析。 同时, 比起宗教仪式和相关知识, 这些专家们更在意最后时刻, 天使化身开启了时空门带走卡木邪教徒的细节。 他们纷纷觉得, 如果这是真的话。 或许圣主之城信仰体系里占据重要一环的天使们, 掌握了时空传颂这一黑科技, 并且还能以单兵的形式来施展这一黑科技。 如果能解析出来, 他们花旗国必将以此为基础, 再次成为引导世界走向的霸主。 可惜, 圣主之城的天使们, 如果真的存在, 恐怕不会比剑仙门更好接触。 以至于一些专家再次老调重弹地抱怨起来, 他们这些神秘超凡, 就是如此一群思维僵化, 不顾科技名声的存在。 身为超凡, 身为英雄, 不应该为了全人类的科技大发展而奉献自身, 然后配合他们进行科技研究吗? 尼克上将对这些抱怨有所耳闻, 却是耸了耸肩, 遗憾地表示超凡者们不被舆论所绑架。 不然这样的理论, 他们非推广全球忽悠, 成为现实世界的真理不可。 奈何现实世界不是电影小说, 但帮子超凡者们压根不在乎代表了人民的舆论的声音。 金钱的力量也显得无比卑微, 令他们费了那么大的力, 仍然找不到突破口, 白费了不知道多少心血。 比起那些科研人员们, 他们也很无奈啊。 雨夜, 郊外的一处无人的废弃厂房之中, 萧宇提着昏迷的卡木, 把他扔在了冰冷的地上。 方才, 萧宇从进入那会议室之前, 就启动了信仰神器玛雅水晶头的力量, 让那些信徒们产生了幻觉。 让他们耳朵出现幻听, 并令他们产生了幻觉, 认为自己看到了恶魔。 而后萧宇一脚暴力开门之后, 又使用着幻觉能力, 让那些信徒们, 以为自己这亚历山大神父被生双翼乃天使化身。 这是一出频繁出现, 不会意外的天使阻止恶魔降临的大戏。 在带走卡木时候, 萧宇开启的天堂之门同样是幻觉产物。 毕竟他可没那功夫把时空传送法阵转移到这里来。 他只是演出结束之后, 便隐身了自己和那卡木, 而后搭乘浮空飞盘飞了过来这边罢了。 他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为了这卡木身上的异常反应之物。 嗯, 让我看看, 是什么东西引起了我的探测之木反应吧? 新的信仰神器。 还是高品质的魔法石。 卡木此时处在昏迷状态, 就是被萧宇扒光了也不会有所抵抗。 事宜整个过程很是轻松顺利。 巫师之手这巫术方便快捷地把卡木包了个金光, 而后将可疑物品放在了萧宇面前。 除了钱包, 一个济世本外, 让萧宇注意到的也就原先挂在了卡木胸口上的一颗红马脑了。 这颗红马脑有着超凡气息。 萧宇拿起了这枚也就大拇指那么大的红马脑, 好奇地输入了法力。 顿时, 这美宝石红光大做了起来, 而后内里突然送回了一股暖流, 顺着萧宇手掌送入了萧宇体内, 让萧宇法力无形之中又增长了一丝。 嗯? 这种反应并不是典籍里记载过的高品质魔法石的反应。 莫非这次还捡到宝了? 萧宇眨了眨眼, 尽管因为见识太少, 不知道这红马脑为何物。 但是, 作为一名一级巅峰水平的巫师, 他保证这红马脑是比闲者之石这种等级的魔法石还要珍贵的物品, 且很可能与巫师的修炼有关。 搞不好, 是类似月华玉露的神级真品。 要是效果和月华玉露能不冲突, 那就更好了, 自己也能靠着嗑药成为天赋一柄的修炼器材。 那样一来, 自己也就可以更快地进级突破, 成为二级大巫师了吧。 一旦自己成为二级超凡巫师, 二级巫术的威力由自己施展出来, 可不是现在的一级巫术以及靠着明文搞出来的伪劣版本能比的。 小人国里, 二级巫师可以成为巫师学院的院长, 可以威压数个王国得到千万人的供奉。 哪怕没有装备加持, 没有提前准备。 只是二级巫师本身的伪力, 施展的各种巫术也足以毁灭一座普通城市了。 放在现实世界, 一个二级巫师, 那就等同于一个集合了一支主流配置炮兵连火力与三代战机的爆发力与续航力的超灵活单兵作战兵器。 加上巫术护盾以及世界奇物龙规守护加持的防御也会同步增强, 达到抵挡普通口径主炮的程度。 后勤压力什么的, 还能随着时间流逝, 自我恢复。 即便没有伪装, 这样的单兵作战兵器, 也足以傲视大部分国家的常备军了吧。 要是铁了心和某些大国玩游击战, 除非对方下决心直接核弹洗地大片区域让其逃无可逃。 不然, 最后跪的, 也未必就是二级巫师。 毕竟游击战下, 不被雷达探测, 自己却有强大感知的二级巫师等同于再和一个瞎了聋了的巨人战斗。 先天之上, 就有着优势。 萧宇暗纳住了心中的激动幻想。 深吸了几口气之后, 他看向了记事本。 这记事本的封面有些特别, 感知之后令萧宇微微皱眉。 这封面的皮质分明就是女人的皮肤熬炙而成。 使用巫师之手隔空打开记事本后, 萧宇看到这里面一页一页地记载了那邪教徒卡木近乎于精神病发作的内心身影。 而在大片无病身影的狂想里, 记事本也记录了卡木的经历。 他出身中产家庭, 从小就展现出了催眠师天赋, 是以被在这方面有朋友的父亲引荐给了洛城大学的教授。 卡木也不负众望, 靠着努力与天赋成为了那位教授的得力助手, 并在推动催眠师考试分数从100变成120分上,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而后这家伙一路高歌猛进, 年纪轻轻就成为了催眠师协会的高级催眠师, 得以每月获得一笔不菲的来自花旗国国库的补贴。 但是卡木并不满足, 他很快就发现催眠师这一职业满足不了他的虚荣心河。 哪怕成为了催眠师大师又如何? 载入史册被千万人传送的不会是他们, 而是那些运用了同样知识, 甚至还不如他们专业的神棍们。 棒子国的白马会, 樱花之国的大红绳国教, 还有花旗国本土冒出来的各色教派, 都让卡木在掌握了知识之后, 深深觉得自己的人生应该更加精彩, 更加美妙, 更加地夺目才对。 别人能做到的, 他身为天才, 为何不能做到? 于是, 卡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他的忽悠之路, 可惜命运女神似乎在和他开玩笑。 别人几十年都没事, 他经常刚刚巩固了基本牌, 都来不及扩张, 就给情报部门找到马脚, 然后不得不流浪天涯。 卡木二十一世纪初, 更是成功登上了花旗国当年的十大通缉犯榜单。 也算是这一行里, 少有的屡败屡战的特例了。 或许也因为这样的经历。 萧宇从记事本的后半截看到这卡木的形势越来越残暴凶狠, 甚至不惜亲自出手沾染人命。 啪! 萧宇关掉了记事本, 想了想释放出一朵火苗, 把这记事本烧成了灰烬。 而后萧宇看向了昏迷的卡木, 摸了摸下巴。 你这家伙也算是罪大恶极了。 为了自己的私欲, 至少也杀了十多人, 因为你而家破人亡或者破财的家庭, 更是难以计数, 让你压得成为我的实验体, 也不算冤枉你了。 萧宇低语到这, 右手微微移动, 从随身空间之中取出来一时指长的玻璃式管。 这玻璃式管里, 存放了由巫师们提取出来之后, 加了料的沼泽魔源的心头血。 这种魔兽的血液炼制出来的药剂具备极强的破坏力, 当初在棒子国的时候, 萧宇拿来实验的几个实验体就没有能顶住的。 这一次, 这卡木虽然最大恶极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混蛋, 可是从其经历来看, 他绝对是属于现实世界里的天才。 萧宇觉得, 或许他的天赋能让他成功融合药剂, 成为现实世界里的血脉术室。 身体太弱了, 应该是一直流浪缘故, 暗伤很多。 得先用白原液调理一番才好实用。 可惜了我的白原液拿来给这家伙用萧宇低语着, 先给卡木灌入了大量白原液, 套着这超凡材料给他奠基, 加强他的。 随着白原液被他身体吸收, 卡木有了醒来的迹象。 自然被萧宇又一个昏睡巫术砸了过去, 让他继续昏迷。 而后觉得差不多了。 萧宇这才以巫术为手段, 将室管里的血液缓缓注射进这卡木的心脏里。 随着血液药剂注射了进去, 昏睡之中的卡木突然间因为疼痛而睁开了双眸。 旋即, 一声无比低沉的嘶吼从他的口中呼出震荡在了这间厂房里。 同时, 他的表情更是扭曲得不成人样, 显然融合魔兽血脉对人类而言负担极大。 不过, 看起来要比以前那几个实验体好许多啊。 萧宇摸了摸下巴, 看着卡木的变化思考着, 分析着。 他看来, 现实世界里的修行天才, 果然就是要比普通人更加地适合小人国的巫术。 卡木这次的血脉融合很有可能成功。 他极有机缘成为现实世界里的第一位血脉术士。 而非萧宇当初在棒子国搞出来的那一堆残次品。 卡木开始被强行改造了起来, 黄豹的魔兽血脉之力流淌着他浑身上下, 可不管什么和睦共存, 他们横冲直撞, 往往引起卡木的血管出现破裂而内出血。 使得外界看来, 这卡木浑身好似被电击一样抖动过不停的同时, 鲜血从他的各处孔隙以及毛细血管处渗透了出来。 这一幕不得不说颇为吓人, 不用特效都可以去竞选最佳恐怖镜头大奖了。 这样的情景, 旁人看了都会认为卡木肯定要晚。 但是, 恢复。 萧宇时刻注意着卡木的状态, 发现他濒临到极限时候, 便会出手借助信仰神器圣母香的法力, 恢复卡木的身体损伤, 为其再续一波性命。 就这样五六回之后, 随着萧宇布置在卡木躺着的地下的巫术法阵, 绽放一阵光芒, 包裹住了停止颤抖, 浑身浴血, 如同血人的卡木。 萧宇露出了笑意。 这一次付出, 果然得到回报。 他成功了。 现实世界的第一位血脉术士, 在他手中诞生了。 这不由令萧宇身为巫师的成就感,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 他伸了一个懒腰, 挥了挥手, 让那光芒消散开去。 露出了地上已然爬起来, 盘膝坐在地上的卡木。 如今的卡木已然脱胎换骨。 他浑身白皙如玉, 五官精致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理石雕塑作品。 充满了阳刚与坚毅之气。 就是头发没了, 脑袋光秃秃的, 且颇为发亮, 还能反光。 可以说, 相当地吸引人的目光。 从而往往忽视了这一大光头下的双眸, 赫然是毫无神采, 可言的灰色。 塔木确实成功融合了超凡魔兽的血液, 得到了晋级, 成为了一名血脉术士。 他不仅恢复了青春一下回到二十年前的模样, 并因为成为超凡者得以美化了不少。 并且, 作为一名有着来自沼泽魔园这一魔兽血脉之力的血脉术士, 前期修行可是要比普通巫师们占了很多便宜。 不需要多少修行资源, 只要按部就班地休息练功, 保证修行环境不会太差。 随着年岁增长, 便能百分百成为一级超凡巫师, 然后步入巅峰, 并极大可能地顺利晋级二级超凡, 成为文明侠尔的大巫师。 然后, 然后血脉之力的帮助也就止步于此了。 接下来还想突破, 血脉之力反而会化为稚固, 需要血脉巫师付出普通巫师的百倍辛苦, 再加上莫大机缘方有那一线良机。 是已, 在小人国里, 血脉家族一直都有传承, 却往往不是大陆主流。 唯有如上次肖宇遇到的玄缺大陆那样的地方, 有着陈星生物血脉之力, 陈星之前皆无险阻的血脉巫师家族, 方能称王称霸。 可是陈星生物, 岂是那么容易捕捉的? 便是机缘巧合, 对方乐意配合, 越强的血脉, 想要融合, 无疑越困难。 一个陈星血脉, 巫师家族的诞生, 都不知道他前方失败者的尸骨, 究竟埋平了多少山谷? 卡木, 你现在感觉如何? 萧宇结束联想, 看向场内那光头男子, 使用巫术祸心树鹤问道。 我感觉很好。 卡谬木然回答道, 语气没有半点波动。 萧宇听了微微皱眉, 这家伙, 当真被血脉融合烧坏了脑子。 嗯, 为求保险。 还是王林更听话一些。 萧宇试探不出卡木是否装傻, 单惊俐落地对其心中一动。 顿时, 天从云剑飞出, 化作一道白光, 便将这卡木的脑袋切了下来。 这瞬间, 萧宇看到掉下来的卡木脑袋表情无比惊恶。 显然, 不明白为何好端端的, 怎么就突然动手了。 萧宇将脖子上喷出的鲜血, 抽了一部分, 准备交给小人国巫师们研究。 而后他使用巫师之手, 把卡木断气的脑袋重新安了回去。 一个亡灵巫术释放了过去, 让卡木化作了亡灵战士。 萧宇这才彻底放心大胆起来。 毕竟小心翼翼一些, 总是没错的。 他可不想出什么被手下背叛挖坑的幺蛾子事件出来。 萧宇把卡木化作亡灵之后, 并没有结束施法。 他打开了亡灵之书。 口中念念有词同时, 贪欲者之壶盘旋而起, 疯狂喷出大量灵气辅助萧宇施法。 于是, 数十分钟之后, 这处无人的场区已然被一团黑色迷雾遮壁。 从高空看去, 更会觉得, 这场区上空好似悬浮了一层不会移动的乌云一样。 萧宇做好了这一切, 留下了各种布置与后手, 这才再次悄悄离开这儿。 一大早, 花旗国大统领得知萧宇所画秦明阴阳师开始用餐之后, 便带上了安妮这女孩前来拜访。 这一次, 萧宇接见了这位大统领, 并点头收下了安妮为自己的巫女。 安妮内心一直充满了不安, 却在看到了秦明阴阳师的神奇之后, 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更是显得成熟乖巧了许多。 作为一名活在都市里的现代女孩, 资讯大爆炸时代下的她, 或许行为还有些幼稚。 可是, 什么才是更重要的, 需要牢牢把握住的, 她却已经懂了。 想起电视里才能看到的大人物们 对秦明阴阳师表现出来的卑微表情。 安妮忍不住, 心中生出了有生之年, 我也当如此的冲动。 萧宇收下了安妮之后, 忍不住好为人师地叫导她起来。 却是萧宇想要知道, 靠着贪欲者之乎提供了灵力充沛的环境之后。 现实世界里的天才, 一旦得到好的教育和资源, 能够走到哪一步? 能否受到自己控制, 从而成为比药农更进一步的技术工? 萧宇好为人师状态, 也就坚持了半小时。 在为安妮这小女孩讲解了如何修行, 如何冥想, 并协助她进行人生的第一次冥想之后。 萧宇所画秦明阴阳师, 便令安妮在客房好好冥想, 自己则是离开了空中别墅, 悠哉悠哉地在大批英都贵人陪伴下, 光临了花旗国首府区最好的一家餐厅。 享受其美食起来。 尽管这些凡人的美食, 是比不上使用了万花蜜之后会发光的料理。 然而, 身为一名合格的耗食之徒, 唯有美食不能辜负。 更何况, 这些顶级大厨制作的美食, 每一道对萧宇来说都很是新鲜。 只是这种新鲜感, 已足以让她食欲大动起来。 更不必说, 享受美食之余, 她还能抽空看看自己昨晚辛苦那么久搞出来的卡牧, 隔空遥控她为自己行事。 卡牧和那些猪肉制品而成的不一样, 不仅世上, 灵魂上也不一样。 她是成为了血脉术室之后才变成的亡灵。 某种意义上, 卡牧也算是一位正牌的超凡者了。 她的灵魂在质量上要比萧宇从太平间那儿收集到的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是以化为亡灵之后, 卡牧顺理成章地一举突破低级亡灵极限, 成为了萧宇手中第一位终极亡灵。 抡起实力和境界, 她要比萧宇最早带着的罗小英都要厉害一二。 以至于萧宇当时忍不住觉得, 自己要是养猪一样养一群超凡者出来, 再把他们统统变成亡灵。 岂不是可以一下收获大量高阶战力? 终极亡灵在现实世界有着一级超凡骑士的实力, 且可以使用多种辅助巫术协助战斗。 卡牧这种自带血脉之力的术士化为亡灵之后, 血脉之力同样保留了下来, 使得她还能施展一些沼泽魔源的天赋巫术, 比一般终极亡灵都还要强大一些。 加上装备之后放在小人国, 一点也不会逊色于萧宇当初刚刚和千语帝国交战那会儿的实力。 完全可以单挑一头尾三级的巨龙并战而胜之。 只是一方面有天赋的, 可以承受强大魔兽血脉之力的人不是大白菜, 并不好找。 另外一方面, 萧宇觉得自己要是为了制造亡灵手下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养猪杀人夺宝, 实在是有点违背了自己一直以来的三观。 身为一名伟大的中二少年, 这样的事情果然是不愿意去做的。 还是看看以后能不能遇到多几个卡牧这样死有余辜, 且天赋不赖, 能够让其灵魂发挥余热得好了。 花旗国首府去郊外, 黑雾笼罩的厂区几乎一大早就被来往车辆和天上卫星发现了异常。 花旗方最先做出了反应, 出动了十多架无人机飞进去了这片黑雾笼罩之地。 而后, 这些无人机如同驶入大海, 一下子就没有了踪影。 花旗国顿时重视了起来, 因为即将到来的大怪物而神经已经绷紧了它们, 生怕又有什么神秘大恐怖发生在了它们的国土之上。 厂区四周的山地里, 此时已经隐藏起来了数千计算的花旗国特种部队。 在洛城一战里, 曾经立下了赫赫威名的电磁炮改装版本, 也在今天被拖运了过来, 安装在了几处炮击阵地。 一旦出现意外, 这电磁炮便是尼克上将手中的一张重要的王牌。 此外, 一直在实验室里的实验武器、 雷射炮、 刺声波武器系统等也都按阻为单位运了过来进行实战检测。 原有的武器也在撕破了和平伪装之后开始了加强。 比如花旗国目前的主战坦克, 它们使用的炮弹在洛城一战之后便清一色换装了新款的寒轴穿甲弹, 大增,且还带有了核辐射之力,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对超凡者奇效。 爹! 万事俱备, 随着尼克上将下令花旗国情报部门的一位中年以白发的科长带着手下, 开着一辆汉马靠近了黑雾, 唯一露出在外面的大门口停了下来。 而后这位白发科长深呼吸了几下, 为自己打了一枪心针之后, 这才下车走向了秀气斑斑的大门, 敲了敲大门之后, 喊了出声, 有人在吗? 喊了几声, 这位白发科长正打算按照指示开锁之后遥控无人机器人过去。 忽然, 他听到了脚步声。 有人? 白发科长低语了一声, 而后牧师前方看到了一位身高约莫一米七八左右, 浑身包裹在了一套黑色带斗篷大袍的白人男子, 正走了过来。 紧张地后退了一步后, 白发科长看着这斗篷男子来到了大门前, 轻轻挥手便让大门哐当一声解开了大锁, 而后被一股无形之力推开。 哟! 又是超凡者! 白发科长苦着脸, 知道现如今的花旗国早就没有了世界第一强国的霸气。 那群金融界的商人们早就被莫斯卡事件的火凤凰和洛城事件吓破了胆, 脑子里充满了妥协与屈服。 好久不见, 罗斯探长, 斗篷男注视了白发科长一会儿之后, 忽然口出惊人之语。 他赫然认得这位白发科长。 白发科长微微一正, 正要问一声, 我什么时候认得了一个超凡者当朋友的时候? 看到那斗篷男掀开斗篷, 白发科长身子情不自禁地颤抖了起来。 是你? 竟然是你? 白发科长的激动声音响彻在了情报部门的监控室里。 尼克上将不由皱眉问道, 怎么回事? 那个男人是谁? 计算机正在进行比对。 尼克上将身边的参谋说到这, 看了看手中平板, 有些意外地道, 这, 这家伙竟然在我们内部情报库里有着备案。 尽管看照片有点不一样, 眼前这人要好看许多, 可是根据电脑比对, 二者应该是同一位人。 卡木。 尼克上将拿起资料, 看到这人之后也微微一正。 还算好的的记忆力, 让他想起来了这位卡木是谁。 十八年前的十大通缉犯之一, 那位气死了自己导师的催眠师。 该死, 怎么会是他? 尼克上将皱眉起来。 看资料显示, 这位卡木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蛋, 一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疯子。 他这样的混账, 怎么就成为了超凡者了? 莫非这十八年来他得到了奇遇? 不, 不一定是十八年, 说不定他背叛导师, 背叛国家之时, 就已经和某个神秘势力勾结上了。 果然啊, 这些神秘势力早就有出现了, 只不过到了如今才开始平凡的人前显胜。 如果卡木没有恢复青春, 白发科长是难以那么快认出来对方的。 他十八年前抓捕卡木时候, 卡木还没彻底化作疯子, 靠着自恋一般的精心保养, 和现在的俊俏光头模样可以说有着七八分的相似。 只是认出来之后, 白发科长却是多么希望, 这就是一个误会。 他不愿相信, 一个公认的混蛋, 也会是一个超凡者。 这让他内心深处, 忍不住呐喊, 这不公平。 卡木作为一名中级亡灵,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智能, 在小人国里可以作为亡灵巫师们的低级军官, 指挥亡灵小队, 执行简单任务。 在得到了巫师的亲自指挥下, 更是可以如正常智慧生物那样, 应答自如。 萧宇从记事本那里知道了卡木的往事, 了解到, 有那么几位让卡木颇为记恨在心, 念念不忘。 为了更好地让卡木这角色, 发挥出色, 真实。 萧宇为此特地查询了下, 记住了这些人的样貌和现在职务。 倒是没想到, 这些信息马上就用上了。 情报部门的白发科长, 曾经参与了当年的抓捕行动, 更是差点抓住了卡木。 他们二者曾经见过面并近身搏斗过, 在卡木的记事本里对他一直念念不忘, 似乎非常渴望有朝一日能让对方跪倒在自己的脚下跪拜祈祷。 可惜遇上了萧宇, 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了。 你很紧张? 惊讶。 工厂大门, 卡木摇晃着那发光的大光头, 靠近了手足无措的白发科长, 仔细打量了对方后, 呵呵轻笑, 放松点。 老朋友, 我已经不是当年的卡木了。 如你所见, 卡木展开双手, 伸直了双臂后, 傲视着白发科长等人, 嘴角微微上扬着道, 我已超凡脱俗, 与你们不在同一个层面了。 以前的纠葛对我而言毫无意义。 说到这, 卡木身上溢出了极为强悍的威势。 好歹也是一级超凡骑士的他, 肆无忌惮的是放出超凡灵光之后, 靠近他的凡人们都一个个好似看到了天敌一般的, 从心灵深处对他恐惧起来。 尼克上将等人听到了这些人牙齿打颤的声音, 纷纷皱紧了眉头起来。 他们最担心的是, 似乎要发声了。 这卡木是要给他们花旗国难堪啊。 就在白发科长等人, 在超凡灵光威压下连连后退, 情不自禁地就要弯下腰曲下西时候。 忽然, 卡木耳朵微动, 脸色难看了下后, 垂下了双臂, 收回了威压。 诸位, 我家主人很珍惜与花旗国之间的友谊, 这片无人之地, 我们只是暂住。 事实上, 我们也是来帮忙的。 卡木说到这, 恢复过来的白发科长喘了几口气, 不由迷惑低语, 帮忙。 帮什么忙? 嗨嗨。 一直监听的尼克上将这边立即开口发出了指令, 罗斯科长,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暂且撤退吧, 接下来会交给军方人员接手。 白发科长罗斯身子忍不住僵硬了下。 随即苦笑了一声, 深深看了眼卡木后, 转身离开这处场区大门。 从尼克上将的命令, 他就明白过来, 他这样地方上来的情报人员事实上就是外围的炮灰。 这些涉及真正神秘力量的事件, 还轮不到他们这些人接触。 肖宇借助卡木的共享视觉, 本以为接下来就要谈判了。 没想到, 那位卡木的老朋友明显级别不足, 竟然主动撤离, 让他不得不继续遥控着卡木待在了大门口。 好在花旗国情报部门效率还是很高的。 没一会儿, 一架武装直升飞机就飞了过来, 降落并走下来了一位黑人中将和几个文职人员。 他们来到了大门口, 黑人中将友好的对着卡木伸出了宽厚大手。 卡木迟疑了下, 伸出了右手与对方握在了一起。 顿时, 在终极亡灵那邪恶气息的感染下, 没有超凡之力抵抗的黑人中将的体温在极短时间里出现了明显的降低, 让他如坠冰窖, 引起了后方监控着黑人中将身体情况的人员一阵惊慌。 还好卡木在消语的操控下对黑人中将的身体接触也就那么一下。 瞬间就主动抽了出来, 脱离了接触。 黑人中将这才得以打了寒战后, 让身体重新暖和起来, 并松了口气。 你好, 卡木先生, 我是来自花旗方的麦克雷中将, 我代表着整个花旗国, 希望能与你或你深厚势力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 卡木呵呵笑道, 我的主人来自伟大的黑暗圣堂, 掌握着沟通死者与英灵的伟力。 这次前来花旗国, 是为了即将出现的怪兽。 是也, 你们可以放宽心, 我们不会闹事, 与我们不愉快的其他势力, 也不会在这儿与我们闹起来。 等到事件结束, 这里的一切都将恢复正常。 不过, 卡木的话语说到一半故意停顿, 令得黑人中将和那些文职人员 心中憋着了一句话, 难以启齿。 却又不得不眼巴巴地等着卡木顿了少许重新开口, 这期间会有一些异象出现在花旗国, 还请贵国不要大惊小怪。 啊? 听到这话, 尼克上将额头冒起青筋, 身后那些幕僚也一个个哑然无语。 什么鬼? 搞了半天,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一看, 就不是好东西的黑暗超凡势力, 还是要闹出大动作。 这, 还请提前告知,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黑人中将硬气了起来, 走上前靠近卡木, 注视着对方的大光头说道, 开口之时, 或是为了配合与显示花旗方的决心。 黑人中将身后, 有数十武装直升飞机飞了过来, 并打开了武器系统。 提前告知吗? 呵呵, 当然可以, 事实上要是贵方能够配合一下, 我们也是可以合作的。 合作? 黑人中将再次确认了一遍, 确定自己没有听错之后。 他忍不住激动起来。 他身后的尼克上将等人, 也刹那间忘记了卡木身后势力表现出来的明显黑暗协议风格。 他们只知道, 堂堂花旗国, 终于遇到了一个开口要和他们合作的超凡势力了。 这才是真正的大事, 要是, 大好事啊。 与超凡者势力接触, 合作, 绝非仅仅为了上层个人谋取好处那么简单, 更是对整个国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专家们一开始提及的超凡引起的浪潮, 世界大事。 对于尼克上将这等人物而言, 绝非虚构之说, 乃是有着实力在证明着的。 那最早传出与超凡势力剑仙门接触的东方古国, 最近数十项重要科技工程取得突破, 就是明正。 虽然花旗国还没得到完全详细的情报, 可是他们已经知道了这其中, 剑仙门超凡势力提供的一部分特殊材料, 起到了相当大的催化作用。 特别是东方古国突然间生产效率倍增起来的航空火箭, 更是被他们得知, 其原因来自于剑仙门提供的特殊工具。 正是靠着那些工具, 那个国家才能突然间加快了速度, 提升了生产效率。 当卡木提到了合作这一关键词之后, 接下来的谈判便只剩下一路绿灯了。 没办法, 被灾厄巨兽吓唬住了的花旗国, 实在是太渴望得到神秘知识以及一切与之相关之物了。 事已, 对卡木提出的要求, 他们几乎没有经过多少商量, 就同意了下来。 花旗国的食品工厂举世闻名, 生产的肉制品倾销全球。 每天屠杀的牛羊猪更数不胜数。 萧宇便是看中了这一点, 是以让花旗国大开方便之门, 大大方方地在花旗国最大的屠宰一体化流水线基地 放置了贪欲者之湖的分身。 而后令花旗国以行政命令和经济手段, 强迫四周的牛羊猪, 也运过来这里集中屠宰。 于是, 这一座大型基地的负责人不得不动员了所有能动员的员工 加班加点地工作起来, 把基地里几乎所有的流水线都开动, 以至于人手不足, 还是靠着当地官府逼迫着对手企业协调了队伍过来, 才得以勉强满足需求。 奇怪, 这个天气不是应该开冷气吗? 我们公司怎么反而把暖气开起来了? 数小时之后, 一位值班经理从车间出来, 查看到了空调数据表, 有些迷糊, 是数据表出了问题。 开暖气的话, 我早就满头大汗了吧, 现在反而还有些凉嗖嗖的。 说到这, 他打了电话给值班工程部, 告知了他们这一问题。 工程部里, 此时真正的工程师早就被请离了出去。 在场的都是来自花旗坊的精英人员, 负责安抚人心并控制生产, 以保证卡木深厚势力对牲畜灵魂的需求。 为了保证这点, 这些工人也好, 经理也罢, 都最好待在工厂里12小时内不要出外。 否则, 要是他们看到了外界的那恐怖的遮天蔽日的血云, 军人们很担心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从而影响到完成这次合作任务。 要知道, 负责了这一合作任务的麦克雷中将, 可是在国会那里都签署了军令状的。 对他来说, 必须完美完成任务, 才能让自己的有生之年可以更进一步。 这处屠宰场基地外, 运送牲畜的车队正源源不断地顺着公路驶来。 公路两旁, 有着装甲车巡逻, 天空则是盘旋着武装直升飞机, 驱散着附近不怕是大, 想要作死的媒体人乘坐的直升飞机。 每一辆运货大卡车进入基地卸货之后, 司机都会满头冷汗地拒绝了休息询问, 踩着油门便远离着基地。 仿佛把这地方当作了恐怖的鬼门关一般。 而事实上, 现如今的屠宰基地上空, 随着贪欲者之呼吞噬了大量的灵魂, 排出了海量废料形成的血云, 已然覆盖了整个基地上空并越发高耸如山。 在它的覆盖阴影下, 确实会有压力山大的感觉。 这血云根据专家们猜测和屠宰牲畜数量有关。 附近的一处观察站台上, 一位幕僚举着望远镜看着不远处的血云山峰, 低声对着黑人中将麦克雷说道, 目前来看, 我们的屠宰基地产生的血云, 就体积来说已经超过了当初出现在东方古国健康式屠宰场的血云。 我相信, 我们的效率会让卡木背后主人满意的。 那就好。 麦克雷中将点了点头, 却是不敢放松再次问道,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完成合作任务要求的量? 还有七小时, 中将阁下。 幕僚回复道, 我们只用了五小时, 就完成了合作任务要求的50%的量。 接下来, 只要运输环节不出问题, 我们一定可以超额完成任务。 希望如此, 还是有些不保险, 或许我可以动用私人关系, 请几位基金会朋友帮忙, 他们可以联系到那些小型饲养场, 为我提供更多牲畜。 麦克雷中将说到这, 只是犹豫了下, 便拿起电话拨打起来。 幕僚则是忙着联系食品加工厂, 把这屠宰场的半成品运走加工成食品, 好倾销给各个地方。 一开始, 幕僚做这事并不顺利, 哪怕拿出了东方古国的势力出来, 证明了这肉没有问题, 依然被推三阻四。 甚至于遇到有人企图在这方面做文章做空。 随着东方古国在花旗国的企业嗅到了味道, 发现了这一档子试之后, 他们遵从了身后势力指示, 主动跳了出来, 表示愿意购买这些被血云抽取过的肉制品。 而后花旗国那些同乡发现, 不仅仅是东方古国, 就连樱花之国的那些小矮子们, 居然也一个个挥舞着绿油油的钞票, 表示可以加价购买。 他们不由有些懵了。 这是闹什么? 这些同行真那么缺肉, 都不知道压价的吗? 然而当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出现, 表示樱花之国的那些企业, 是从勤明阴阳师那儿得到了消息, 说是这种被净化的肉, 要比平常吃的那些肉健康, 且更易改善体质之后。 勤明阴阳师说的话, 肯定是对的。 他没理由为卡木一方说话。 这一念头, 在他们脑子里冒了出来。 再加上各家这时候, 实验室里也差不多拿出来了检测报表, 证明了这些肉制品, 至少在目前科技层面上, 找不到后遗症之后。 花旗国的加工厂们也忍不住加入到了轰抢之中。 道士令已经做好了赔本亏损心理准备的花旗国大统领都有些吃惊。 商人出身的他也没有想到, 和卡木幕后势力进行的第一次合作计划。 到最后, 似乎还能为国库赚上一笔不菲资金。 还真是意外之喜啊。 就是现在一打开电视, 这些电视台连橄榄球比赛都不播了, 全在直播了屠宰场上空的血云。 让得花旗国受到的舆论压力可是空前的大。 网上更是许多人跳出来质疑花旗方如此光明正大的为屠宰场保驾护航, 是否在和那幕后势力进行了合作。 他们担心这种看起来就邪恶的超凡势力会对花旗国弊大于力, 是以要求花旗国官府公开细节接受监督。 对此, 花旗国官府势力自然是嗤之以鼻, 并拔掉了其中几个醉跳之人的网线。 什么? 那位来自黑暗圣堂的大人对我们的表现很满意, 打算派出一位特使和我们进行深入交涉。 花旗国大统领正与幕僚们商量如何减少民间的压力, 忽然得知了这事, 他不由露出笑意。 这件事或许可以做做文章。 对了, 那位特使你们见过吗? 形象如何? 看到可是电话里出现由于表情的麦克雷中将, 大统领温和道, 冷酷点也不怕。 我们的宣传力量世界第一, 绝对能把对方包装为超级英雄的。 那个, 大统领, 还是你们先看看吧。 麦克雷中将苦笑了一下, 退了开来。 而后, 在场的花旗国大统领等人便看到, 屏幕上, 一位身穿华丽棉质长袍, 头戴着皇冠的一个骷髅头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紧急求助! 想要包装成正义小伙伴的, 竟然是一具会动的骷髅, 怎么办? 在线等, 挺急的。 看到屏幕上那大大的骷髅头之后, 花旗国的大统领, 差点忍不住想要跑回去卧室, 然后上网发帖进行求助。 因为在他的直觉里, 想要把一具骷髅包装成正义的伙伴, 这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尤其是, 还得在对方可能还不肯合作的前提下进行。 这肯定是地狱及难度的任务啊。 你好, 花旗国的诸位统领。 花旗国大统胡思乱想时候, 大屏幕里, 来自卡木幕后势力派出来的骷髅法师, 上下巴不断碰撞着, 发出了有点类似机器人的合成音。 我是来自黑暗圣堂的亡灵巫师山德鲁。 我会亲自前往贵国的一处重要之地举行仪式, 以辅助贵国撑过接下来的危机。 花旗国大统领沉默了会, 摊开双手, 对此表示了乐意。 而后, 双方就在花旗国方面的强颜欢笑之下, 进行了一番短暂交谈。 交谈结束, 看着骷髅头消失在屏幕里, 黑人中将表示对方已经离开。 花旗国大统领这边才齐齐松了口气, 而后纷纷对此嘀咕不已。 他们没想到, 那黑暗势力的超凡者们, 竟然还有些死人在里面。 这还真是越来越疯狂了。 尤其是那些研究院的专家们, 得知了骷髅法师的存在之后, 一个个癫狂了起来。 老实说, 勤明阴阳师也好, 剑仙也好, 好歹都是活着的生灵, 所作神奇之事也能让他们往未知科技那去推。 现在死人也爬出了棺材板冒出来了。 这是什么鬼? 莫非这世界还真能出现死者苏生不成? 对此, 实在是按耐不住好奇心的花旗国上层圈子, 付出不菲代价, 拜托了几位巫女, 向勤明阴阳师问出了这一疑问。 萧宇听到了之后, 心中知道这是一些怕死鬼, 把念头打在成为不死者身上了。 自己要是添油加醋一番, 飞闹得世界大乱不可。 这股邪风不可长。 是以萧宇所画勤明阴阳师淡淡一笑之后, 便回答了这些好奇巫女道, 让尸体重新爬起来, 化作亡灵士兵很简单, 便是阴阳师一戏也有法术可以办到。 但是这样复苏的不过是一群行尸走肉罢了。 你们所问的那亡灵巫师骷髅, 乃是真正超凡脱俗之法师, 通过亡灵仪式之后转化而成的超凡者。 不是超凡, 转化等于自杀。 就算是超凡, 转化成功之后也不代表有了永生。 便是一切顺利, 那位骷髅法师虽然不受制约, 灵魂却还是会有枯竭之时的, 比起普通超凡也就多出百年寿命罢了。 秦明阴阳师的这一回答流传了出去之后, 无疑让许多顶级富豪的永生美梦再次破碎。 特别是知道, 就连亡灵巫师这样肉身都放弃的存在, 也不能永生之后。 除了疯子, 别的人都已经对自己能否永生绝望了。 他们对超凡势力的渴求, 也变成了对力量以及炎年异寿上面去了。 彼之永生, 诱惑上面下降了不止一个等级。 对肖宇而言却正是他的目的。 毕竟真要是扔出长生不老这样的大馅饼出来, 现实世界还不得立马乱套。 不止多少人会因此而忍不住贪欲做出蠢事出来。 屠宰场基地出现血云十二小时之后, 肖宇按照约定好的收回了贪欲者知乎的分身。 顿时, 被各路媒体几十万看热闹的观众盯着的血云山峰开始消散了开来, 引起一阵阵猜测。 这次可是没有雷神赵莽出手的, 看得出来是制造了血云势力主动消散了这些血云。 花旗国官方和血云势力有联系已然成为了无数网民们眼里的事实。 尽管某种意义上, 这也确实是真的。 花旗国上层却是总觉得有些别扭。 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听到家人发来的抱怨了。 现在这情况总给旁人一种花旗国官方在和反派打交道的急事感。 便是下面那些士兵也产生了我等式反派炮灰的错觉。 这种错觉在得知他们要护送一位骷髅法师前往波斯登市之后, 越发明显。 波斯登市乃是花旗国的又一个大城市。 在这儿, 有着一位花旗服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的雕像屹立于此, 事已被肖宇寄托了厚望。 那骷髅法师就是被肖宇故意派出来搅浑水, 打头阵做准备的。 他在抵达之后, 光明正大的提出了所需要求, 立即又引起无数人的惊呼声。 因为这位骷髅法师, 竟然要求他们提供给他大量的动物内脏来做施法材料。 天哪! 骷髅配内脏, 真是越来越像反派模板了。 好在正义的伙伴们, 那肯定已经来了花旗国的剑仙并没有出手。 显然, 他们还不算真正的反派, 或者有着约定, 不会在花旗国里搞出什么大事件出来。 而就在波斯登市的当地官员们纠结地看着他们城市最好的公园, 被那位骷髅法师占据了的时候。 花旗国最重要的研究基地之中, 一位国宝级的科学家露出了欣喜如狂的表情, 大声疾呼了出声, 赞美宇宙, 赞美银河。 赞美那头骷髅。 他提供的这种青铜金属实在是太神奇了。 元器件使用这种金属之后, 我们的脉冲发动机原型机已然完美。 这位科学家激动地走到了电脑室旁, 对着副手道马上通知花旗国的大统领, 务必告诉他此事的重要性。 一定要他明白。 只要, 我们能够得到那种神奇金属的配方, 我们的航天飞机就能更加轻松地来回月球。 他在新闻媒体上提到的月球采矿基地, 可以提前到明年实现。 副手听到这一番话, 也是吓了一跳, 慌忙看向最新的测试数据。 还没看完, 他已经相信了那位老科学家的判断。 那种金属起到了关键作用, 让他们这个研究项目, 一下子就拿出来了可以实用化的产品。 要知道, 这项目已经十多年了, 一直卡在材料和工艺上突破不了。 要不是军方支持, 或许早就被放弃了。 却没有想到, 会被军方送来的一些不起眼的青铜金属给拯救了下来。 不可思议, 却又不得不相信眼前这真切的数据。 数学是不会骗人的。 副手点了点头, 立即如实汇报, 并抱上了自己和那位老科学家的想法。 如这科研项目一样, 得到了关键突破的不算多, 但是有所突破的绝对不少。 这些科研人员的汇报, 成为了焦头烂额之中, 花旗国大统领最欣慰的东西。 好歹他们花旗国总算是拿到了一些来自神秘势力的好处了。 就是那些科学家们, 居然想要自己去找那些骷髅亡灵要配方。 开玩笑, 难道他们不能尝试自己逆向工程吗? 好吧, 现代科技分析不出为何那些一模一样的金属, 却性能大不一样。 但是这些金属就是那么神奇那么重要, 甚至在一些研究员口中决定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成败。 这真不是在开玩笑。 花旗国大统领很怀疑。 但是左思右想之后, 花旗国大统领觉得自己还是要为了人类科学的未来与对方好好谈论一下了。 不出花旗国大统领的所料, 卡木幕后势力的主人, 那位黑暗圣堂的大人物在接受了与花旗国大统领的通讯要求之后, 很明确地表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哪怕是他们也没有那种青铜金属的配方。 或者说, 这些神奇地突破了目前科技材料工艺上线的金属, 压根就不是按照科学的方式来生产的。 它们的产生来自超凡之力, 是人工合成的超凡材料。 便是超凡者们本人, 对此也是只知其所以然, 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 配方不要想了。 还是考虑交换更多的金属比较实在。 但是请注意, 地主家不对, 超凡势力家里也没有余粮啊。 这些超凡金属可是各大超凡势力炼制法器兵器的基础材料。 由于产量有限, 所以是相当昂贵的。 花旗国想要买当然没有问题, 就是价格上除了大量金钱外, 还需一部分宝石、 黄金等物来补充才行。 且, 即便如此, 每次交易份额也会相当有限。 而要是花旗国想要更多, 萧宇故意给出了提醒, 那东方古国和剑仙门一直有这方面的交易。 他们手中或许有一些存货。 东方古国? 果然, 传言是真的。 他们早就和神秘势力之间交易了。 圣主在上, 难怪他们在宇航方面的进步日新月异。 花旗国大统领在交谈里得到了实锤, 和对方确定好了交易事情之后。 他回到了大统领府邸之后, 就立即召开了大会。 这次会议召开了整整一天一夜, 会议之后, 一支庞大的外交团队出发前往了东方古国。 不久, 两个有着特殊金属的国家宣布, 双方将进入合作共鸣的新时期。 两国之间的诸多专利技术壁垒, 都会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这样的声明, 让现实世界其他国家可谓是大跌了眼镜。 尤其是棒子国和樱花之国更是迷茫地看着这一切, 暗叹这天变得太快了。 花旗国竟然也屈服在了大势之下, 开始对东方古国服软了。 网络上对此则是有称号, 也有怀疑有阴谋的。 不过在金融市场上, 一些敏感的人却是逐渐察觉到。 一些金融大鳄赫然对着宇航相关产业下嘴, 开始提前布局了起来。 他们不由纷纷猜测了起来, 是否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有某国出现了关键性的技术突破, 从而使得宇航业即将来临一次大发展了。 萧宇从网络上看到了这些猜测, 对此颇为欣慰, 她又在不知不觉之间影响了世界。 可惜啊, 不能给自己拍一部纪录片。 否则, 论起影响世界最多次的人类, 非我莫属啊。 布置已经完成。 萧宇所画秦明阴阳师结束修炼, 再次当着众人面走出了大门。 来到了外面花园的萧宇所画秦明阴阳师杨启头, 看到了覆盖在花旗国首府区的阴云。 折扇一出, 轻轻敲在手掌心中后, 缓缓道, 安培康夫, 告知花旗国大统领, 明天正午, 我们的敌人就会出现了。 至于出现位置, 乃是我牧师之处的那片海域。 是。 安培康夫早就知道他们这一行目的。 听闻, 就在明天之后, 他还是忍不住打了一个机灵。 而后连忙点头应了一声, 便退了下去。 同一时间点, 被各国密切关注的黑雾笼罩的场区里, 卡木在消雨遥控下再次走了出来。 他轻轻掀开斗篷露出发亮的光头后, 对着四周那些潜伏起来的情报人员们喊道, 我主察觉到了, 邪魔的力量正在宣泄而出, 明日正午便是邪魔出世之日。 随着卡木这一宣布, 各大国家纷纷做好了备案工作。 加上看到了花旗国的军方舰队发疯一样, 靠近了首府区的港口。 他们哪里还能不知道? 这一次怪兽的出现地点, 便是那花旗国的首府区。 花旗国首府区范围内居住着的一千多万公民, 也在这一刻突然间发现城市的警报声响了起来。 而后, 他们所有智能设备都接收到了警告短信。 无数人走出房门, 这才意识到官方一早就进行着准备。 许多仓库超市的存货早已经被提前搬运一空, 博物馆、图书馆等也已经装车出发。 而他们只需要按照官方指示前往集合点, 就可以撤离到避难营地躲过这次劫难。 对此, 一些人自然是不同意的。 花旗方对此却是极为重视, 派出了十多万军力来帮助这次撤离行动可以完美进行。 然而一天过后, 专家们认为依旧有不少人滞留在了市区里, 出于各种目的, 不肯离开。 对此, 花旗方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好办法处理。 却是卡木按照肖宇控制主动走了出来, 承担此次重任。 一个超大型亡灵巫术阴气激活便成功解决了这事。 标出来了哪怕藏在了下水道的那些花旗国市民的位置。 而后, 也不需军方动手。 早就想是尸首的肖宇, 意念一动。 顿时, 卡木带来的藏在他们身后卡车车箱里的各色各样亡灵怪物冲了下来, 嘶吼着冲进了市区。 撤离区之中, 随着一阵阴风吹过, 几十头肖宇炼制的石狮鬼张牙舞爪地冲上街头, 看得四周那些巡逻的花旗国士兵们纷纷握紧了枪柄。 石狮鬼们是丧尸的升级版, 同样地长相丑陋, 浑身上下一样的恶臭流浓。 不过他们的行动力可是比电影里的丧尸快得多, 速度也好, 力量也好, 都几乎达到了正常人类的极限。 配合黑暗视觉以及可波及方圆千里的对生者的仇恨感知。 石狮鬼们简直就是清理那些玩捉迷藏之人最好的一级兵, 且具备了亡灵低级士兵造价低廉, 简单, 借助卡牧之力都能成形等优点。 身体材料自然是来自花旗国提供的肉制品, 灵魂则是由这段时间花旗国首府区太平间提供。 卡牧照本宣科的绘制法阵, 而后以自己的法力施法后就让这批石狮鬼成形并听起指挥。 而在这批石狮冲了进去市区各个地方, 把那些不相信官府的人们吓唬出来之鱼。 卡牧代表了黑暗圣堂, 出现在了花旗国的指挥中心之中。 在这儿, 作为勤迷阳师代表的安培康夫, 在看到了卡牧的出现之后, 肌肉本能的收缩绷紧了起来。 安培康夫到现在为止, 只能算半个超凡, 他得到的白元叶的量很少, 也就勉强让他身体适应了消雨给予他的一种血液, 使得他具备了变身的本事。 但是哪怕变身成功, 他依旧激发不了超凡灵光, 遇到正牌超凡骑士, 还是被吊打的命。 看到了一个终极亡灵之后, 被对方无视无刻不散发的亡灵气息刺激, 安培康夫内心感觉到了害怕之鱼, 双眸闪过一抹血色, 却是体内血液流速加快, 有些按耐不住想要变身的感觉。 呵呵, 萧宇操控着卡牧, 看到了安培康夫的狼狈异异常情况。 他想了想, 让卡牧主动封印了自己的亡灵气息, 以免安培康夫失控狂化在指挥中心大杀四方, 那可是得秦明阴阳师这个化身来背锅了。 萧宇对秦明阴阳师这个樱花之国的国师身份, 还是很看重的。 尤其是许多涉及现实世界的隐秘。 其他身份不方便了解, 都可以让秦明阴阳师插足一脚, 而后利用阴花之国的情报部门系统来为自己服务。 不求知道细节, 起码大概能了解吧。 而这, 对萧宇而言, 已然非常重要了。 卡牧巫师, 欢迎你的到来。 尼克上将没有察觉到这些突变, 他迎接了上来, 殷勤地和卡牧巫师握了握手。 当然, 作为过来人, 有了黑人中将的例子在哪儿。 这次握手尼克上将戴着了特制的黑皮手套, 阻挡了热量从手掌心抽走。 撤离计划多亏了卡牧巫师的手下们,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着。 卡牧摇了摇头, 不解风情地道, 那些石石鬼不是我的手下, 只是一群来自王者世界的召唤物。 你觉得, 他们干得好的话, 可以给他们一些尸体。 呃, 尼克上将擦了擦突然冒出来的冷汗, 现在这社会, 用人类尸体去喂食, 还是有很大的舆论压力的。 尼克上将说到这, 有些担心看着卡牧, 却是不敢在这方面松口。 本来, 要是私下里, 或许花旗芳也会客传一下运尸饭, 满足这些反派超凡的。 但是这段时间, 他们也已经了解了, 这群亡灵巫师就没个脑子正常的, 甚至有些压根就连尸体脑子都没有了。 早上给他们尸体, 或许中午, 他们就能在一群记者和外交官员面前展示对人类尸体的一百种处理方式。 想想就让花旗国上下绝望。 和这样的超凡势力结盟的花旗国, 得花多大代价, 才能将之洗白到国内之人也能接受啊。 尼克上将纠结万分时候, 却是一下听到了卡木乌师疑惑的回答, 把他拉回了现实, 人类尸体。 不, 不需要。 卡木乌师摇着脑袋, 一脸认真的道,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 我们黑暗圣堂就很少去挖人祖坟和敲棺材板了。 食尸鬼等类似的亡灵召唤物, 吃牛羊猪的尸体也是可以的。 啊? 尼克上将觉得自己听到了天籁之音, 牛羊猪也可以。 当然, 根据我们分析, 这些生物脂肪更多, 性价比也更高。 哈哈, 卡木乌师请放心, 我马上为那些食食鬼们准备一顿很丰盛的早餐。 有劳了。 卡木说到这顿了顿, 空洞双眸看向尼克上将道, 可以的话, 请给我来一份。 最好是羊肉, 生的, 先来个五十公斤吧。 配料的话, 我喜欢牛腥和牛肺, 新鲜取下来的最好。 尼克上将有些庆幸自己, 不能变成亡灵乌师了。 这些亡灵乌师的食谱, 还真是超凡脱俗啊。 不过无所谓了, 吃这些生肉, 好过当着自己等人的面啃尸体吧。 尼克上将想到这立即派人前去准备起来。 而在尼克上将考虑着繁星室的时候, 因为骷髅法师出场而受到了各国关切的波斯登市, 也迎来了新的变化。 许多市民们一大早就发现, 外面变天了, 大片迷雾遮挡住了窗户。 同时, 官府发出的警告短信要求所有人都留在屋子里, 等待迷雾散开结束之后, 放能外出。 波斯登市最大的一座大型教堂内。 数百神父低着头, 齐齐念诵着圣主之经典。 他们的颂声响彻出了这大型教堂, 令得整个街区都能听到。 只是, 这些神父们之中, 站在了中央的那位身穿华丽奢侈长袖布袍的骷髅法师, 让每一个进入了这教堂的新来宾都会错愕一下。 觉得整个圣洁的画面因为他的出现而充满了不协调的错觉感。 只是没人敢说出来。 没人敢阻止。 哪怕这座教堂的执事人, 那位大主教, 也不行。 因为整场仪式本就是这位骷髅法师要求举行的。 且, 最不可思议的是, 这位大主教很清楚地记得, 昨晚他因为骷髅法师的出现, 而在这教堂里向圣主进行祷告的时候。 圣主突然间显灵了。 他看到了那十字架神像上冒出白光, 而后一位人形的天使化身在他眼前成形, 展露出了神迹, 让他整个人都年轻有活力了至少十岁。 可是, 接下来这位天使化身却告知了他。 以圣主之名, 要他服从那位骷髅法师的命令, 从而让圣者降临。 让这次大灾难能够得以幸免。 天使却要与魔鬼同流合污。 这不圣主。 大主教的脑子曾经飞速流淌过这样的信息, 只是目睹了悬浮于他头顶之上, 高高在上, 双眸由白眼组成, 看着他犹如看着一楼椅的天使化身。 大主教真正开口说出的却是屈服之语。 反正连天使都下令, 听一位骷髅的话也不算违背自己的信仰吧。 于是, 这大白天里, 圣主教的唱诗班被利用了起来, 为黑暗圣堂的骷髅法师服务了起来。 由于萧宇伪装的幕后势力的要求, 参与者除了这些圣主教的人外, 波斯登市的许多名流、 学生、 官府之人也有参与。 是已在唱诗班进行到第13分钟时候, 差不多到期的与会者, 也坐满了这大教堂的长椅。 坐在最前排的, 除了圣主教在这里的大主教外, 波斯登市的市长以及暴力部门的局长也在其中。 此外的位置则是被各国硬塞过来的临时外交官们给占据了。 这些临时外交官一看就是军人或者安全系统出身, 一个个坐下之后就密切留影着那骷髅法师的一举一动。 同时, 其他大势力的情报官员们也议论纷纷, 猜测着这黑暗圣堂想要干什么。 他们黑暗圣堂一听就和圣主之城不对付, 且根据花旗国出现的血物我们可以合理猜测, 在我国出现的血物也很可能与这势力有关。 东方古国的会议室里, 调查组副组长正放飞了自我的脑洞, 为大家分析着。 雷神赵莽曾经破了他们的一次血物, 显然雷神赵莽所属派系或者立场一方, 也与这黑暗圣堂势力不合。 他怕, 调查组副组长敲了敲黑板, 把这分析条画了下滑线。 可是我们看到, 花旗国血物再次出现, 曾经在不远处首府区出现的雷神赵莽, 却对此视而不见。 显然他因为花旗国即将出现的邪魔入侵事件, 放弃了内斗。 嗯。 其他人点了点头, 而后有人举手站起身来问道, 这次圣主之城的势力与黑暗圣堂妥协, 也是因为大敌当前的缘故。 没错, 我猜他们要做的事, 涉及到了他们两大势力的能力。 这才不得不如此。 调查组副组长说着, 拿出了心理学家们对那位大主教微表情的分析。 指出了, 这位大主教也是被迫的, 他一直都有表现出不甘与后怕, 却又无可奈何, 无能为力, 甚至拼死未到都做不到。 而能够让他做出这样复杂表情的, 无疑只有圣主之城一方的超凡者。 调查组副组长还打算继续分析, 忽然会议室屏幕转为了直播现场。 调查组副组长虎屈一震, 看向了屏幕, 立即瞪大了双眸。 屏幕上直播着那大教堂的现场。 那位骷髅法师忽然间举起了手中法杖, 高声地念出了一段无比晦涩的咒语。 而后, 那骷髅法师的头顶上方, 柔和的白光突然间出现了。 旋即, 空气忽然间安静了下来。 唱诗般的那些神父们纷纷闭上嘴, 双眸湿润, 身子因为激动而紧张地颤抖着, 却是不敢乱动, 也不敢乱喊出声。 因为此时此刻, 在这大教堂数千人的见证之下, 骷髅法师的前方半空之中, 消雨所化的亚历山大神父被声光之双翼, 犹如天使化身一般降临在了这里。 刹那间, 这教堂内外充满了名为神圣的气氛。 调查组会议室里, 所有人都齐刷刷站起来, 看着那屏幕里他们并不陌生的亚历山大神父。 他们没想到, 这位亚历山大神父竟然被声双翼。 看起来, 或许比当初更加地强大了。 山德鲁, 无想应你的呼唤而来。 你已做出了决定? 亚历山大神父威严地问着, 同时双手于怀中握着了一把朝天的冒起光艳的圣剑。 是的, 亚历山大神父。 骷髅法师微微点头, 他忽然间一抖, 身上冒出绿火, 燃烧尽了他身上的衣袍。 露出了他的白玉一般的骷髅架子, 令得四周长椅上的人们一个个眼中都露出了一丝惊慌之色。 我已经活得够久了, 也没有了继续突破的希望。 与其继续苟活剩下的几年, 说到这, 这具骷髅扬起了他高贵的脑袋, 瞪大空空双眸, 看着亚历山大神父道, 还不如与伟大圣者合二为一, 体会一次那无上的伟力。 来吧! 亚历山大神父, 如我们说好那样, 以我的灵魂, 让圣灵出现, 获得无上伟力吧。 唯有如此, 你们也才能保住这片土地的牧民们吧。 各取所需, 无需犹豫。 说完, 这骷髅法师更是张开了双手。 如此, 无当满足你的愿望。 愿你最后的灵得以安息。 亚历山大神父举起了白炎燃烧的圣剑, 这把包裹了火焰的天从云剑。 随着背后光益特效爆炸的突然间伸长, 便大到差不多能顶住大教堂的两边壁窗。 萧羽所化亚历山大神父猛地挥出了一剑, 直接从骷髅法师的头顶扎入, 贯穿了他的身体。 一秒都不用, 天从云剑的火焰就把这事实上, 只是一个低级亡灵的骷髅兵给化为了灰烬。 刹那间, 水晶骷髅头这一信仰神器的影响, 都激动地看到那为了圣灵降临而做出了牺牲的骷髅法师的灵魂, 随着身体毁灭而刷一下浮现了出来。 赫然, 是一位长相有些威严的白人老者。 他在与亚历山大神父微微汗手之后, 伴随着耳畔若有若无的圣月, 消失在了在场之人的人们眼前。 由于这是信仰神器水晶骷髅头的作用, 其他势力情报部门并没能看到、听到。 但是他们从现场之人反映意识到还发生了什么。 尤其是那波斯登市的副市长竟然激动地跳了起来, 捂着脑袋颇为激动地叫嚷了起来。 怎么回事? 他在说什么? 花旗国指挥中心的尼克上将也注意到了这消息, 得知亚历山大神父降临他并不意外, 现在的花旗国面临邪魔入侵, 各大超凡势力不来才是奇怪之事。 只是,接下来发生的是什么鬼? 又是科学仪器无法发现的神秘事物。 尼克上将阁下, 那位波斯登市的副市长在叫嚷, 那位骷髅法师山德鲁的灵魂, 其实是他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 哈? 尼克上将有些猛,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不会疯了吧? 这, 那位参谋犹豫了下, 还是老实说道, 这位副市长来是波斯登市的数百年的名流世家。 而他的姥姥老祖父你也见过的。 我认识。 尼克上将错愕了下, 旋即他记起来了波斯登市的几位名流世家。 这其中, 他认识的好像没有几位吧。 就在参谋张开嘴, 准备继续说话回答的这时候, 教堂现场再起波澜, 似乎有一个不得了的消息, 在那些观众之中流传了开来, 令得他们纷纷神情恍惚起来。 尼克上将看向了站在指挥中心的卡木, 深吸一口气之后, 鞠躬了一下, 而后道, 卡木巫师, 现在这时候了。 你可以告诉我们, 是怎么回事了吗? 你想知道什么? 卡木在消雨远程遥控下歪着头, 沉声反问。 为什么? 贵方的那位山德鲁巫师要自杀? 尼克上将听到这回答心中一喜, 按到了一声, 不一口拒绝就好之后, 尼克上将问出心中迷惑。 这样的事, 黑暗圣堂高层也同意。 山德鲁巫师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成为圣灵, 以亏更高境界。 卡木听了, 直接开口解释。 而想要成为圣灵, 那只有死人才行, 是以山德鲁巫师可是花了大代价, 才请动了圣主之城的亚历山大神父为他执行仪式的。 至于黑暗圣堂, 或许是你们对这有些误解。 我们黑暗圣堂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 有着核心领袖的势力组织, 更像是一个互相交流沟通, 各取所需的联盟、平台。 卡木说道, 就如山德鲁巫师管不了我的主人一样, 我的主人也好, 还是借给了主人法器, 吸取魂力的东方血魔也好, 都管不了山德鲁巫师想要做什么。 而且啊, 卡木双手抱在了肩膀上, 仰慕得到, 不惜最后时光也要一窥更高境界的山德鲁巫师, 这才是我被修行者都当履行的崇高品质啊。 只可恨我还是太弱了, 且我并没有山德鲁巫师伟大的声望, 无法如山德鲁巫师这样, 化为圣灵。 自杀竟然是为了转化为圣灵, 太疯狂了。 尼克上将没想到, 山德鲁巫师还真是自愿的, 且这样做似乎能让他短暂得到更大的力量。 但是这种以寿命换取短暂力量的方式, 真的值得。 且对方还是一位超反者。 想不通, 莫非黑暗圣堂的这些协议反派们脑回路都与常人不同。 不过, 山德鲁巫师有伟大声望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 尼克上将身子一个机灵, 看着卡木问道, 到底什么是圣灵? 为什么死后才能成为圣灵? 卡木邪笑着看了尼克上将一眼, 他身后遥控的潇雨则是松了口气, 暗道了一声, 尼亚终于问到这个正题上来了。 他连忙指挥卡木开口道, 万物皆有思想, 思想本身也是力量的一种。 这股力量无时无刻不被我们散发出来, 飘荡在虚空之中。 以自身之魂凝聚众生在虚空之中的这股思想之力者, 便是圣灵。 圣灵者凝聚万民之念, 拥万民之意, 更能得到这片天地之力认可示意。 往往可让无等修行者超凡之力, 十倍百倍地增加。 然? 万民之意念, 想要承载, 唯有舍弃肉身, 独以自我灵魂和真名, 立于这天地之间作为一处坐标来响应, 才能承载成功。 卡木说道, 这摇了摇头, 可惜成为圣灵之后, 虽能承载万民之意念获得伟力, 却也会很快在这力量下渐渐被同化, 最后自我消失, 重新与这万民意念一起飘散在虚空之中, 加上还需自身条件限制, 古往今来, 能承圣灵者实在是少之又少。 尼克上将有些明白了, 毕竟这概念有点类似某些古老的宗教小说里的天使化身的载体。 作为载体的那些信徒们, 在天使离开之后, 最好的结果可也是成为一具植物人的。 这样看来, 这位山德鲁巫师也得一位令人敬佩的修行先驱者了。 尼克上将忽然想到了问题关键。 要成为圣灵获得伟力, 需要被万民认可, 获得声望等条件。 那山德鲁巫师能成功,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那位山德鲁巫师生前可能是某一位大人物。 他看向参谋, 等等, 刚刚你提到的那位波斯登市副市长家族名是上将阁下, 他的名字是参谋张开嘴, 还没开口说完。 尼克上将耳机先一步响起了来自波斯登市的情报部门小队长的最高等级专线电话。 尼克上将阁下, 耳机里, 那位曾经在几十个毒贩手枪指着都面不改色, 从容应对的情报部门小队长, 正使用着自己生平最惶恐不安的语气, 对着尼克上将等一系列上级汇报道, 就在刚刚, 迷雾突然间消散了。 然后, 我们发现, 波斯登市最古老的青铜雕像那位本杰明富兰克林阁下动起来了。 啊? 耳机里线路听到这一汇报的大人物们都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而后尼克上将打断了沉默, 大声地道, 你没看错? 你能确定? 当, 当然确定。 波斯登市内, 已经年过半百, 站在寒风下, 身穿风衣的情报部门小队长点了点头, 擦了擦眼镜重新戴上后, 看着前方那位看到了自己后, 友好的与自己来了一个举手里的富兰克林青铜雕像。 他苍迈的小脸上, 笑得, 鼻孔还要难看。 就算我不知道, 他是开国三杰之一, 不知道他是碧雷针的发明人, 是不列颠的皇家学会院士, 我也, 依旧不会不认识他。 毕竟富兰克林, 我已经用了大半辈子了。 这位穿着风衣的情报部门小队长, 说到了这里的时候, 他左手捏着的钱包半开着, 一张新版的一百元面额的花旗国纸币, 和一张旧版的百元面额纸币, 正因为其左手的抖动, 而不由和硬币一起抖落了下来。 大风下, 百元纸币立即飞舞了起来, 这两张在半空抖动的纸巾上的头像, 看起来是一样的。 然后, 这两张纸币的头像, 又与那正在移动的青铜人像上的头像, 无比的相似。 我爱富兰克林? 这世界谁不爱他? 市区里, 一对犯罪分子趁着迷雾和警方军方的注意力, 都集中去了大教堂所在的北区。 他们行动了起来, 洗劫了一处空无一人的精品店。 而后, 他们的头在进入了二楼之后, 打开保险柜, 发现了厚厚的一叠现金。 这位犯罪分子不由欣喜若狂, 比起需要付出大量洗钱费用的各种赃物, 还是现金最实在了。 他拿出一张崭新的纸币, 闻着那一股迷人的游墨香气, 狠狠地对准上面富兰克林的头像亲了一口。 他爱死了这种感觉了。 他爱富兰克林? 而后, 这位犯罪分子突然间因为地板的抖动和耳畔的巨响, 一下子摔倒在了地板上。 手中的那一叠富兰克林洒落了一地。 地震了。 这位犯罪分子自语同时, 急急忙忙地把洒落地上的富兰克林搂在了怀里。 正要整理好这堆富兰克林时候, 一抹出现在了窗外的黑影, 让犯罪分子下意识地扭头看向窗户。 然后, 他微微一震, 发现自己看到了富兰克林的青铜头像, 正在窗外与自己对视, 并对着自己微微一笑, 点头示意。 你, 你好。 犯罪分子下意识地举起了手在胸前, 而后目送着这青铜人像从窗户外离开。 我好像看到了灰动的富兰克林。 啪! 这位犯罪分子猛抽了自己一个耳光, 该死, 肯定是想钱想疯了。 富兰克林早就在棺材里埋了几百年了。 我他妈的, 怎么可能会看到? 肯定都是幻觉。 这人又连续抽了自己几下, 收拾好地上的纸币, 就跑下楼准备招呼伙伴们快些离开。 刚刚下了楼梯, 这位犯罪分子便看到店面大厅里, 已然站着了十多位全副武装的比科幻片还要吓人的未来战士, 举着大口进步枪对准了他。 那些辅助红外线描得他第一时间就失去了对下半身的控制权, 而后软软地趴在了地上, 张开手掌, 以示投降。 花旗国的情报部门对这些因为青铜富兰克林沿途经过, 而被他们波及的小鱼小虾毫无兴趣。 查明了他们的身份, 确认不是同行在里面之后, 便将他们都送去了当地的治安系统。 他们更多的力量, 还是要用在那位富兰克林的身上。 且, 比起下面那些办事员们对富兰克林青铜雕像动起来的惊诧不一样。 此时此刻, 因为肖宇借着卡木之口的那一番忽悠, 花旗国上层圈子已经多知道了所谓的圣灵说法。 也因此, 不得不接受了某个事实, 那位骷髅头巫师, 那位自称山德鲁, 然后在教堂搞自杀表演的怪物。 很可能, 就是富兰克林家族的老祖宗。 不然, 为何他肉身毁灭之后, 在场的几千人会都看到, 那山德鲁的灵魂模样竟然与几百年前的富兰克林几乎一模一样。 不然, 又怎么会是最古老的富兰克林青铜像获得了神秘力量的加持, 而动了起来。 巧合? 当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的时候, 巧合已经不能解释了。 显然, 山德鲁巫师其实就是花旗国的开国三结, 是花旗国的国父之一, 是整个世界之人都爱的富兰克林原型, 已然成为了最有可能是真的答案。 先走啊! 真正的富兰克林家族之人, 站在了路边, 看着青铜人向得离开, 他们泪流满面, 双眼充满了迷茫。 为何我们这些嫡系血脉们, 没有得到超凡传承? 难道我们都是假的不成? 又或者, 我们其实也是有着传承的。 只不过, 我们因为年代久远, 荒废了, 忘记了。 这家族的人们, 先是迷茫, 而后疑惑, 猜测, 最后下定决心, 他们回去之后, 便是翻箱倒柜也要看看, 先祖可曾给过他们超凡的传承之物。 倒是在花旗国指挥中心的尼克上将发现, 卡木这人虽然冰冷, 但是好说话之后, 直接问了这个问题。 卡木正要按照设定回答一句, 我不知道。 萧宇正好注意, 便再次让卡木忽悠道, 山德鲁巫师是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 却不是山德鲁。 山德鲁巫师, 是被黑暗圣堂的一位大人看中了他的资质, 而特地复苏的。 复苏之前, 富兰克林已经死了。 复苏之后, 山德鲁巫师的人生并不需要对任何血脉负责。 我有点糊涂, 尼克上将眨了眨眼, 觉得还是交给专家继续分析为好。 而后他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反正知道, 富兰克林家族极大概率依旧和他们一样, 是一群凡人组成的家族, 也就已经可以了。 阁下, 你可以理解为, 复苏后的山德鲁是那身体的新人格, 就行了。 毕竟, 不仅仅是自我认知, 就是肉身, 也并非使用了原来的那句啊。 卡木说到这, 感觉到了什么? 提醒道, 将军, 时间快到了。 是的, 预计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不过, 我们不需要用飞机把富兰克林青铜人像接过来吗? 尼克上将看着屏幕上那不快不慢的青铜人像, 感觉有些头疼。 圣灵的力量, 无需担心。 卡木说到这个时候, 肖宇这边, 化作了亚历山大神父, 来了一出净化仪式, 又用水晶骷髅头, 信仰神器的幻觉神力, 让在场之人看到了所谓的山德鲁的灵魂模样, 其实是富兰克林之后。 肖宇就跑到了这城市的博物馆旁, 靠着花旗芳自己提供的大量动物内脏, 满足了世界奇物傀儡之心的需求之后。 肖宇让这个城市最古老的富兰克林青铜人像, 在傀儡之心的植入下, 动了起来。 而后肖宇发现自己, 这一波稳了。 这位富兰克林青铜人像的信仰之力浓郁度, 绝对要比樱花之国的那位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便是当初在圣主之城时候, 借着仪式加强信仰搞出来的米加勒大天使雕像, 恐怕也在数量级上逊色了一些。 没办法。 富兰克林虽然没有洛英神腐化圣顿的故事, 那么的传奇, 那么的世界文明。 然而, 谁让这几十年来, 他的头像就是花旗国纸币上的头像呢? 全世界现实之中, 人们对花旗国百元纸币的喜爱, 崇拜乃至敬仰的意念, 总是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富兰克林这一形象。 是以傀儡之心的伟力下, 获得了这一部分信仰之力的富兰克林青铜人像, 条件上可谓是得天独厚。 波斯登世内, 肖宇操控着富兰克林青铜人像动了起来, 一开始不是很熟练, 是已只是缓步慢走, 很快就变成了快步行走。 在经过了波斯登世的繁华市区之后, 快步渐渐地变成了小跑。 小跑下的富兰克林青铜人像 在登上了高速公路之后, 身上渐渐出现了超凡灵光。 于是, 外界的观察者们纷纷惊讶地发现, 这位圣灵化身, 速度竟然一下子突飞猛进了起来。 富兰克林青铜人像的身影出现了残影, 且每一步踩在公路表面之后, 都会留下一地裂纹和席卷四周的小型冲击波。 天哪! 富兰克林的速度超过了200公里每小时。 神呀! 它的速度还在越来越快。 它在朝着首府区方向急跑。 并越来越快。 高速公路上。 拖刚刚那迷雾的福, 高速公路早就已经封闭, 是以没有车辆倒霉的遇上富兰克林青铜人像的急跑。 毕竟, 以它的体型和现在的速度, 普通的小型轿车, 只是被踏地的余波给波及, 也会有极大概率被冲击地失去平衡, 出现事故吧。 不过富兰克林青铜人像, 并不就是没有其他观众了。 在高速公路旁边的周道旁, 步伐有改道的车辆在行驶。 一辆运货的卡车司机忍受着年久失修的周道, 摇晃着身子正抱怨着当地官府关闭了高速公路。 忽然, 前方出现的巨大人影让他瞪大了双眸, 情不自禁地踩进了刹车。 黑影从他耳畔划过。 而后, 扑面而来的狂风和尖笑声才迟了半拍后, 打在这卡车司机的脸上。 让他刹那间浑身大汗淋漓, 好似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存亡之解。 但事实上, 萧宇操控的富兰克林青铜人像没有随意杀人、 毁车的爱好。 不说急跑路线的高速公路本就离旁边周道有一定距离。 遇到有车, 萧宇还会特意让富兰克林青铜人像步伐之间的间距更大一些, 免得造成不必要破坏。 但是, 即便萧宇为此尽力了。 还是有不少质量不好的车窗被冲击波阵裂, 有司机因为惊愕于富兰克林的出现, 而车辆驾驶失控, 出现了一系列的轻微交通事故。 太快了! 这就是圣灵之力吗? 花旗国的情报部门通过卫星测算着这富兰克林青铜人像的速度, 发现它居然在短时间加速下超过了音速。 他们不由自主地对此惊叹不已起来。 要知道, 富兰克林青铜人像的身上可是没有任何发动机存在的。 他就靠着两条腿, 便硬生生地达到了许多小飞机都做不到的超音速。 还是如此笨重的人形造型, 单单阻力, 已然会让那些动力专家们大呼不可能, 并第一时间列举出几十条反驳意见出来了吧。 哄! 不断加速, 再加速, 最终得以超音速的富兰克林青铜人像在肖宇控制下, 只用了20分钟, 便从波斯登市抵达了花旗国首府区外郊区的一处海岸线旁。 他停在了一处海边的灯塔旁边, 面朝大海, 许久,乘坐武装直升飞机的人们才赶了过来, 看到了坐在海边的富兰克林青铜人像, 纷纷猜测起来。 对方这是在等待海洋的怪物出现吧? 他们想的倒也不算错。 萧宇之所以费那么大劲, 要让富兰克林动起来, 可不就是希望能借助这聚集万民对金钱信仰的力量, 奋一杯羹, 好与那海中灾恶怪物对抗吗? 时间就要到了现在。 他自然要让富兰克林青铜人像, 以及自己处在最佳状态才行。 是以他闭目冥想起来。 丝毫不理会富兰克林青铜人向身后渐渐聚集的观众, 不理睬富兰克林家族派来接受的代表。 倒是让那几位富兰克林的长老颇为尴尬, 走也不是, 喊也不是。 富兰克林圣灵, 也算是我们花旗国地区的超凡了吧。 尼克上将也注意到这, 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情况之后, 对着卡木问道。 富兰克林成为山德鲁巫师之后, 便加入黑暗圣堂, 去了旧大陆的欧罗巴北方血缘修行。 严格来说, 山德鲁巫师属于欧罗巴北方的超凡修士, 卡木并没有对尼克上将进行商业胡吹, 而是一本正经的回答并指出了尼克上将的用词错误。 花旗国本土出产的超凡者, 不存在的没有的是, 或许出生地是花旗国的会友, 但是修炼也好, 成名也好, 都在别的大陆别的国家里。 按照超凡者归属感, 首选门派传承势力的传统, 怎么也轮不到花旗国原产吧? 听了卡木的回复, 尼克上将嘴皮微微抽动, 他没想到, 哪怕富兰克林显灵了, 他们依然没有本土化的超凡者。 且这认知与他们情报部门多年研究暗和不说, 更是还被一位外来的超凡者认可了。 就是, 花旗国真心不想要这种认可啊。 这认可, 其实是想要说, 现代世界里的花旗国, 已经不具备出现强大超凡者的条件了不成。 这还真是让世界第一强国自尊心受损的消息。 必须加大和黑暗盛唐的联络, 加强与东方的联系了。 尼克上将心中如此想着, 军方专家们对这些超凡势力提供的金属评价极高, 或许我花旗国发挥自身科技优势, 从而在未来大势下能占据一席之地, 就看这一场博弈了。 忽然, 随着闹钟按照设定好的时间响动起来, 指挥中心里的几台电脑都纷纷呜呜呜乍响了起来。 这些电脑的操作员连忙站起身来, 撕声裂飞地喊道警报。 海洋局的警报响了, 我不在大西洋深处发现了超大型能量反应, 快传卫星图像。 尼克上将连忙进入了角色, 大声喊道, 请大统领立即进入一级避难基地。 是。 操作员们立即按命令操作起来。 更快, 随着几万米高空的卫星缓缓移动起镜头, 人们终于得见那让他们提心吊胆了需求的预言之中的海中怪物, 究竟是什么模样。 从高空看下去, 借助观察设备进行辅助测散成像。 很快, 一个仿佛由灰黑色的海水组成的高约1780米, 双肩膀宽也有近百米的人身鱼尾的怪物从海洋里浮了起来。 这是一头有500年难得一遇的台风灾厄化的灾厄巨兽。 按照本能, 它将从花旗国首府区附近岛屿登陆, 然后肆虐一番之后, 转身冲向大家拿的无人区。 灾厄巨兽化的它, 凝聚了一场大台风之力于一身, 已然是自带超大范围台风领域的超级灾厄巨兽。 实力上, 足以秒杀同比利下的黑龙王苏西亚尔以及白之兽王等三级超凡。 离真正陈星级, 或许就差那么一步法向实体化, 以及近乎无穷的耐力上了吧。 在考虑它的体型和无时无刻仿佛都得到天地加持, 从而好似有着源源不断法力来源的特殊天赋。 肖宇觉得, 就是十个自己一起上, 也是打不过对方的。 不过, 打不过就打不过吧。 反正自己一开始所想的, 就是让花旗方和傀儡之心的傀儡来做主力。 如果他们都不行, 那就只好让这灾厄巨兽登陆破坏一番之后, 满意离开之时, 再做点表演了。 毕竟说起来, 要不是自己靠着预言和超凡之力忽悠。 花旗国怎么也不会因为一场台风撤离上千万人, 并运走那么多的财物吧。 偏偏这场台风是真的恐怖, 水淹花旗国奥尔良城的那次和这次比起来, 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要是没有提前撤离, 台风在登陆之时也将达到威力最大的时候。 小屿很清楚那时候, 平民区死伤惨重就不提了, 便是住在大屋子里面的中产和富人, 恐怕也免不了断水断电甚至通讯中断的日子。 而那混乱时候, 不仅有着天灾, 更会有。 只死伤千人都算得上是老天保佑了。 这样看来, 嗯, 以人为本的话, 小屿把灾厄给拘据化之后, 还是做了好事, 帮助花旗国减少了人员伤亡。 当然, 要是不以人为本。 知道真相的金融街大佬们, 肯定一个个都想把幕后黑手给掐死一遍又一遍吧。 首府去的大撤离, 引起的经济损失, 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好吧。 呼, 预言里最后出现的怪物, 也终于出场了吗? 看起来, 还真像是来自海洋的海神呢。 花旗国大统领, 此时躲在了某种号称能抵挡核弹的地下基地里, 有些沉不住气地看着大屏幕上, 那在海洋里冒出了大半身子的水元素半人鱼。 这半人鱼看起来是雄性的, 确实让人容易联想到海神波赛东。 花旗国大统领身边的参谋们点着头, 看着那开始动起来的百米巨人都有些失神。 哪怕明明早就知道这是邪魔怪物, 要来入侵花旗国本土。 看到这巨人之后, 参谋们还是不由自主地恐惧起来, 担心这怪物是不是其实就是神话故事里的海神波赛东? 他们与之为敌, 是不是做错了? 人怎么可能赢得了神? 嗨嗨! 花旗国大统领注意到了会议室里的气氛越来越冷, 他故意大声咳嗽, 让大家都回神了过来。 而后他看到了尼克上将发来的请求之后, 拿出了他当年担任导演时候的风采, 伸出右手握拳指向了屏幕里的海洋巨人后, 大声地道, 开火! 吵了他! 岛屿上! 50部火箭炮发射车最先开火, 打响了人类对抗来自海洋的灾厄巨兽的第一炮。 旋即, 花旗国部署在四周海域的舰队, 也在保持了和那扮人鱼巨人的距离情况下, 纷纷射出了导弹对那巨人执行超视剧打击。 轰! 轰轰! 正在按照本能行动的灾厄巨兽遭到了第一波攻击。 它方圆百米外, 被导弹和火箭弹的爆炸光芒, 炸出来了半透明的神奇水魔。 这些水魔看似轻薄, 如同无物, 却能抵挡住来自战舰上的导弹, 并在大当量炸药的爆炸下, 依旧坚韧如初。 哦! 灾厄巨兽被攻击之后, 开始反击。 它没有武器, 但是它的身体本身就是最好的武器。 众人只见它的下半身鱼尾, 忽然间爆开化作水花融于海洋。 不一会儿, 刚刚发射完导弹的一艘导弹驱逐舰, 便突然被在身侧冒出来的, 至少五十米长的海水组成的巨大鱼尾, 给先倒在海面上。 而后这鱼尾砰的一下砸了下来, 立即把这一艘近万吨级的导弹驱逐舰, 给拍沉进了大海深处。 神啊! 这怎么可能? 花旗国的舰队司令冷汗不停, 大叫着道, 快! 快攻击! 砰砰砰! 战舰上的金属风暴系统, 好似不要钱一样, 透明水膜一样的防护结界, 成千上万的穿甲弹, 也只是令他略微倾斜了下在海面的角度。 而随着这鱼尾突然间横扫, 大片被扫起来的海水, 竟然席卷起更大的一波海浪。 刹那间, 舰队司令便看到他们舰队的前方, 赫然掀起了一道至少五十米高的海啸, 在扑向他们。 神啊! 你抛弃了我们吗? 舰队司令摘掉了眼镜, 看着这海啸, 感觉到了绝望。 五十米高的海浪, 岂未能之大可不是说笑的。 以花旗国这支舰队目前所在的角度, 被海啸这样击中, 只会是死死无生。 全都得沉入海底去喂鱼虾。 舰队司令绝望时候, 花旗国大统领也发现了这危机。 哀嚎道, 我们的舰队不能这样逝去。 可恶啊, 我们的电磁炮呢, 快把那怪物消灭掉。 说到这时候, 花旗国大统领的声音都止不住带着一丝疯狂起来。 海面上, 海啸没有理会人类的呼喊祈祷, 海啸的舰队, 眼看着就要把他们好似玩具一样掀翻, 然后盖入海洋之中。 忽然, 祈祷神灵救赎的舰队司令看到了一位青铜色的神, 带着惊艳的雷霆之光, 和无尽的洁白光焰降临到了他的面前。 是神, 降临了? 巨大的光影组成的是比好莱坞不知道强大多少倍的真实特效。 在这危机时刻, 更是因此起到了催化作用, 让舰队司令忍不住跪在了这青铜色光影的身后, 祈求他的拯救。 在场的, 不止舰队司令一人那么做。 绝望的官兵们已然把这忽然出现的奇迹当作了救命的稻草。 我携带着雷霆而来, 把暴君的权威带入民间。 富兰克林不仅仅是花旗国的国父之一。 作为一名大科学家, 他更是电学的奠基者之一, 是发明了避雷针, 发现了电荷, 破除了雷电乃神力谎言之人。 当他的青铜人像被消遇使用了世界奇物傀儡之心激活后, 自然而然地便掌握了这方面的领域之力。 是已, 当他领域全开之时, 浑身白光灿烂耀眼就不说了, 无数雷霆更是直接从天空落下与之相互勾连, 让他好似下凡于这世间的雷神一般。 萧宇其实是不想那么风骚的, 但是没办法啊, 对抗这等级的灾恶巨兽, 不特效全开不行啊。 所以, 也只好让花旗国的官兵们看到雷神不凡一般, 宛如神灵一样的富兰克林青铜人像了。 只希望他们的三观能在未来保持原状, 以免误入歧途, 成为未来肯定会全世界兴起的各种所谓的拜富兰克林教的邪教徒才好。 哄! 萧宇操作着富兰克林青铜人像出现在了50米高的大海啸的正中, 带着雷霆的拳头轰了出去, 顿时电流组成了一个直径至少超过10米的电拳, 轰击中了海浪, 瞬间蒸发出一个和拳头直径一模一样的大洞。 同时, 巨大的轰鸣声与冲击波也随着这大洞蔓延开来, 令得这片区域近千多米的宽度下的海浪都给硬生生地压了回去, 使得富兰克林青铜人向身后的花旗国舰队得以幸存, 令得那位舰队司令看到轰平的海浪后, 大呼这就是神迹, 是真神降临在了这片海洋, 拯救了他们。 其余官兵们无不处在极大的震撼状态之中纷纷跪倒, 仰慕万分地看着那富兰克林青铜人向的背影。 这一刻, 不管这些官兵们曾经的信仰如何, 现如今, 他们都已经化作了富兰克林的虔诚信徒。 萧羽瞟了一眼这些官兵, 随即把注意力看向了那灾厄巨兽留下的鱼尾上。 富兰克林青铜人像化作一道残影, 带着万千道雷霆如同流星一样, 直接就砸了过去。 鱼尾外出现了水魔。 不过这一次, 水魔明显遇到了强敌, 大量的电光出现在这水魔上令它明显地震动了起来。 而后在富兰克林青铜人像即将撞中鱼尾的刹那间。 鱼尾上空, 一道至少水桶粗的紫色雷霆没有征兆地落下, 碰一声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样击碎了鱼尾的水魔防御。 碰! 富兰克林青铜人像得以和鱼尾进行了一番亲密接触。 当即将这水元素构筑而成的鱼尾打爆在了海面上。 不过爆炸的鱼尾连带着的却是以其爆炸点为中心, 生成了一股狂暴无比的飓风, 瞬间抬起了四周的海水, 制造出一个恐怖的超大漩涡。 哪怕隔了, 至少也有三四千米的距离。 花旗国舰队上的官兵们依旧能感觉到那边的巨大漩涡引动得可怕犀利, 正在带动着他们的钢铁站舰靠前。 开动马列, 掉头离开这儿。 抬起的一部分海水化作了雨滴落在了舰队司令的身上, 将它化为了落汤机的同时, 也让它发现了舰队的危险。 它不由连忙爬起身来走回指挥室下达命令。 旋即, 这支舰队立即转弯, 拼命向着漩涡的反方向行驶, 以免被神灵之间的战争殃及持余。 是的, 在这支舰队的眼里, 如今的海面上的战争, 已然是雷神与海神在进行的神志战。 另外一边, 继续向着满滑顿岛方向靠近着的灾厄巨兽, 也在遇到了大量的炮火之后, 终于遭遇了重创。 两门布置在岸边的电磁炮充能结束后, 射出了超过18倍音速的电磁炮炮弹。 这些炮弹在跨越了至少30公里的海面后, 命中了灾厄巨兽的身子。 相当于三级超凡巫师防护领域的水魔, 依旧挡不住这些电磁炮的炮弹。 然而却极大地减少了它们的速度, 也极降低了它们的威能。 当它们突破了水魔的阻碍, 命中了灾厄巨兽的肉身后, 爆发的威能已然不比高爆弹高出多少。 水元素构成的自然是被轰出了好几个缺口。 然而,不过呼吸之间, 灾厄巨兽的缺口便恢复如初。 电磁炮, 无效, 不是伤到了那头怪物吗? 应该, 应该有点用吧。 等等, 高空侦查到了什么? 不好, 快让电磁炮阵地人员撤裂。 再看到了那半人鱼怪物, 忽然间挥舞了右手, 扫出了大片的让空间出现明显波澜的飓风后。 和超凡事件打了不知道多少次交道, 意识到不妙的尼克上将立即拿起通讯器大声喊了起来。 数十秒之后, 秒速超过一公里的超大型风刃降临了满滑顿岛屿。 一处小山成为了这些风刃的打击目标。 顿石, 整片山顶的建筑物被留下了几十到深达十米的划痕。 在其中的两部电磁炮系统, 直接化为了零部件状态。 连带着引起恐慌, 使得一处自行火炮区也提前进行了撤退。 空中, 两架新型轰炸机快速靠近了满滑顿海域。 再可是之外, 它们便投射出了人类的骄傲之一——温压弹。 这种恐怖的炸掉, 可以一瞬间把方圆数百米甚至千米范围的氧气烧光, 产生惊人的高温高压来让爆炸范围里的一切生物灰飞烟灭。 它们成功地靠近了灾厄巨兽的头顶。 而后在百米外碰到了水膜之后, 被远距离起爆。 顿时, 一颗崭新的太阳出现在了海面上, 向着四周散发出惊人的高温与阳光。 四周的海水也因此大面积地被蒸发, 腾起了超大的水蒸气, 形成了一朵巨大的圆形散盖, 照住了下方滚烫的海水。 这可是科研院加料的温压弹, 瞬间的高温高压, 就是三房坦克也会化作一滩铁水。 对付这怪物, 能起效吗? 屏幕上, 大量的水蒸气挡住了大家的观察, 让花旗国的几位幕僚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 只是很快, 水蒸气还没散开, 专家报告已经递交了上来。 翻看了一下, 在场之人便无不大汗淋漓起来。 通过慢镜头播放, 专家们发现在温压弹起爆之时, 那人与怪物突然间化作了海水, 融入了海面上。 这样一来, 等于温压弹是在海面上空200多米的高空 产生的爆炸。 哪怕瞬间蒸发了海面下方十多米的海水, 更是加热了不知道多少立方的海水。 然, 就是普通人都知道, 这样的伤害对于连电磁炮都不怕的怪物而言, 又算得了什么。 数秒之后, 监控镜头上, 众人看到巨大的人鱼怪物从水蒸气散盖下方再次冒了出来。 除了鱼尾再次出现外, 它看起来似乎并无大碍。 不过显然, 温压弹和电磁炮一样引起了这怪物的敌意。 它朝着天空, 不断地挥舞起爪子, 放出了一的撕裂了空气的锋刃。 两架新型轰炸机早就转向撤离, 却是依旧有一架运气不巧, 被锋刃切掉了尾翼, 不得不选择强制降落到最近的军事基地之中去。 这样的场景, 令得通过高空侦察机清楚看到这幕的花旗国大统领, 脸色大变, 求助地看向了陪同在他身边的来自樱花之国的几位贵宾。 这几位贵宾都是樱花之国真正的实权高层, 自然知道大统领什么意思, 不就是察觉到这如同海神一样的怪物的强大, 希望擎明阴阳师可以帮忙吗? 他们正打算点头, 然后发动关系, 问问擎明阴阳师的时候, 安培康夫忽然鞠躬到大统领阁下, 在看到这扮人鱼怪物出现之后, 擎明阴阳师大人正和许多修行者一起努力布置着强力的阵法。 他让大家不用担心, 圣灵化身会为他们的阵法拖延好时间的。 花旗国大统领饿补了许多东方文化知识, 事已理解并不困难。 他有些激动地问道, 阵法修建成功了, 是不是就能消灭这头可怕的怪物? 这, 安培康夫苦笑了一下, 再次鞠躬道, 恐怕不行。 大人告诉我, 这海兽的能力极为强大, 尤其是恢复力, 更是惊人。 所幸他虽然是邪魔召唤而来, 却处在懵懂状态之中。 他们可以使用阵法, 影响这海兽的思维, 让他离开花旗国陆地。 花旗国大统领有些失望, 心中却忽然一松。 暗暗道了一声, 原来这些超凡者真的不是无所不能。 他们也对付不了这头恐怖的海兽。 作为脚下这片土地的统治者, 我们不能什么事都不做, 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怪物入侵我们的国土。 花旗国大统领重新收拾了心情, 再次对着话筒喊话, 尼克上将, 我们的攻击绝不能停。 按照计划, 继续投入新武器进行攻击。 明白, 大统领阁下。 尽管, 他们已经发现目前的科技武器还很难对抗这头海兽。 可是, 这并不是他们花旗方就不攻击的原因。 于情于理, 作为一方, 他们必须作秀到底。 更何况, 在针对海兽的攻击里, 也不是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他们也已经发现了, 这头怪物只有让他感觉到威胁的武器, 才会引来他的反击。 像是那些自行火炮, 发射再多, 也引不起这头怪物的注意。 是以花旗国未来的武器发展, 可不就被这怪物给指明了道路吗? 想来, 可以伤害到这头海兽的武器, 在未来也可以对其他超凡者形成一定的威胁吧。 如果, 在战争中发现了对这些神秘存在起特效的武器, 那对于花旗国等没有传承的国家, 更会是无上的福音吧。 保持着这样的想法, 尼克上将不顾损失地继续投入了兵力, 在前线进行攻击。 尤其是各种特殊弹头, 更是轮番上阵轰炸着灾厄巨兽。 这其中, 急速冷冻炮弹和电磁炸弹都起了效果, 引来了灾厄巨兽的反击。 此外, 被从实验室紧急调来的一台重型激光系统, 也在射出了一道激光轰击中了灾厄巨兽之后。 尽管因为时间太短, 没有穿透水魔, 还是引来了灾厄巨兽的报复, 导致这台造价不菲的机器被切成了几十块零件。 激光武器似乎很让得怪物忌惮。 一个将军看到这目的声道, 但是激光武器现在还很不成熟, 功率还是太小了。 一位武器专家轻轻摇头, 我们现在的科技实力还是电磁炮更加实用一些。 电磁波武器呢? 也是一样, 就如研究核聚变的托卡马克装置一样, 还在永远的五十年之中徘徊。 另外一位专家也叹气道, 这些武器对我们来说或许还是太超前了, 尽管理论看起来简单直接美妙动人, 可行性看起来也很棒。 但是实际研究下, 我们越深入, 越发感觉这是自然对智慧的恶意和戏弄。 它们事实上应该是超前现在的科技, 不是我们现在的基础工艺和材料可以做到的。 除非, 除非什么? 将军们现在正被海兽打击着士气, 是以非常关心新一代的武器, 你们能弄来更多的完美金属。 那位专家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建议, 我听一位同事提及, 他们得到的一种青涩的完美金属, 有可能是目前最好的超导材料。 而超导材料, 在我们看来是解决目前一切难题的关键良放。 将军们忧愿地看着这位专家, 完美金属除了一部分用于制作航空业工具外, 一部分用于被研究外, 其余的都被征用了。 你们的这些项目, 是别想了。 啊? 这位武器专家有些失望, 不过想到目前的科技研究项目里, 能比他们优先级还高的研究项目。 他不由颤抖了下, 忽然意识到, 自己或许无意中接触到了一个今天的大秘密。 或许这次事件结束之后, 自己可以把手中石油煤炭相关的股票都卖了。 快看! 就在这时, 一位副官的喊声, 让将军们把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却是随着时间流逝, 在满华顿岛屿上已经肉眼可以看见, 天地之间出现了海兽踪影的海面上。 富兰克林青铜人像从刚才那花旗国舰队所在位置赶来了, 伴随着一阵阵几乎撕裂了半边天空的雷电网络出现在了这片天地之间。 众人第一次看到, 那扮人鱼巨兽第一次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并发出了类似海螺的呜呜怒号声。 满华顿岛屿上的高楼大厦迎来了一次史无前例的考验, 含着狂暴电光的超过50米高的海浪从远方呼啸而来, 直接越过了沙滩和港口上的集装箱区域, 扑打在了岛屿的建筑秘籍区之中。 无数大厦被成墩成墩的海水袭击, 窗户破碎, 墙体开裂, 地下空间化作了泄洪之所, 顷刻间成为池塘。 专家们看着这墨, 为这往往在灾难片里才会出现的场景恐怖不已之余, 却也庆幸他们提前得知了灾厄巨兽的到来。 否则, 以满华顿岛屿的人口密度, 受灾人数将轻易突破两三百万之巨。 这其中, 更会有至少十分之一, 会在刚刚那一波袭击中受到伤害。 这样的灾害, 对于花旗国这样的世界强国而言, 也足以伤筋动骨了。 偏偏专家们和花旗国大统领都意识到了一个关键问题。 这波及到了满华顿岛屿的海啸, 说起来只是富兰克林圣灵化身和那海战下的余波罢了。 余波就已经这样恐怖惊人, 要是他们之中有谁登陆, 岂不是能够把花旗国沿海地区都给化作废墟? 想到这里, 花旗国大统领坐立不安, 一滴滴汗水从额头流出, 浸湿了他的汗山。 余波也恐怖如斯, 战场之中究竟怎么样了? 花旗国大统领看着大屏幕上遮蔽了两者身影的水蒸气和电光, 着急地再次询问起来。 不知道, 那富兰克林圣灵化身接近了那头怪物之后, 就爆发出了惊人的电磁冲击波干扰了我们的观察仪器。 我们现在只能使用高空侦察机上的最大倍率的镜头进行实时观察, 却是暂时分辨不出来。 专家们摇着头, 摊手表示他们对此无能为力。 哪怕是经验最丰富的专家, 也是需要大量数据来支撑才能分析的。 现如今只能看到表面的图像, 让他们能怎么办? 他们也很绝望啊。 毕竟身为专家, 他们可不敢和唯恐天下不乱之徒那样, 也来一场开具一张图内容全靠边的大新闻吧。 倒是几位将军向花旗国大统领提出了他们的建议。 作为军人, 他们希望花旗国大统领做好最坏结果的打算。 假如富兰克林圣灵化身, 那句青铜人像被海兽击败了。 且秦明阳师所谓的大阵也失效了。 花旗国不能放弃使用最终兵器的权力。 他们虽然没有莫斯卡方面的大一万那么夸张的核武器, 大当量的民兵白羊还是有那么几枚存货的。 且氢弹作为核聚变反应的核弹, 其实污染并不严重, 是一种人类战争里实战可以接受的武器。 只要抛开各种舆论强加上来的制约, 以及在自己国土放核弹的心理压力, 使用核弹炸自己的国土还是在首都旁边。 花旗国大统领揉了揉额头, 苦笑了起来, 我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吧? 罢了, 把黑色一号手提箱带进来吧。 只希望我们没有机会打开它。 花旗国大统领叹气之下, 看向了大屏幕, 无比期盼着富兰克林圣灵化身 可以如同真正的雷神那样, 破除邪恶, 干掉那海神。 然而, 数分钟之后, 在场众人以及四周大势力们安排的监控人员 都脸色苍白地看着富兰克林圣灵化身, 随着一声轰鸣音爆后, 带着一抹残影, 从与海兽的交锋区域到飞了出来, 砸进了满华顿岛屿之中。 顿时? 青铜人像好似宝灵球一般, 一连砸穿了泡在海水上的好几栋高楼大厦之后, 这才在压垮一处拱顶大型超市后停了下来。 神啊! 怎么会……这样? 看着青铜人像被击飞, 众人的内心也跟着揪心起来。 他们没有想到, 寄托厚望的富兰克林圣灵化身, 竟然也不是那海兽的对手。 看起来还是如此的狼狈。 满华顿岛屿上, 一片浸泡了海水的废墟之中。 萧宇暗骂了一声, 加大了一年力量, 操控着富兰克林青铜人向重新爬了起来。 我去……低估了, 真的低估了灾厄巨兽了。 刚刚的对峙, 明明我靠着富兰克林的雷霆领域, 占据了上风, 可以压制对方至少几十分钟不成问题的。 没想到, 这灾厄巨兽却可以开挂。 他竟然还能有新的形态, 实力暴涨一倍不止, 让我吃了大亏。 难怪当初这灾厄系世界奇物能让一个大陆的沉心巫师也头疼不已。 想来, 他也经受了不少次这样的突变吧。 萧宇低语着, 控制着富兰克林青铜人向爬起来之后, 身上重新冒出刺目的超凡灵光, 成为众人焦点。 不过, 顺着青铜人向看向的前方, 人们也惊讶地看到那人鱼巨人, 赫然变了模样。 他的身子更加地健壮结实, 比起刚刚至少大了一圈, 且胸口好似穿戴上了一层半透明的胸甲。 最惊人的却是, 他此时除了原本的双爪外, 背部, 腰间, 还另外长出来了两对手臂。 他此时赫然化作了一头六臂的半人鱼巨人。 这是什么情况? 从人鱼变成了六臂的怪物, 这是他的原形, 还是战斗中进化? 我, 我们也不知道。 花旗国大统领听着下方的窃窃私语, 默默地打开了黑色一号手提箱。 将军们不动声色地站在了花旗国大统领的身后, 以示支持。 显然, 随着富兰克林圣灵化身的失利和海兽的变化, 离花旗国发射核弹又进了一步。 快看, 富兰克林圣灵化身再次冲过去了。 高空侦察机上的机组成员, 是目前最早发现青铜人像行动的人员。 他们连忙把镜头跟上了富兰克林圣灵化身。 最大倍率显示。 机长在喊话下达了命令之后, 默默地为富兰克林圣灵化身祈祷了起来。 国父大人, 你的在天之灵这次可一定要赢啊。 我花旗国乃圣主恩赐我等之地, 岂能容怪物践踏。 机长的祈祷, 显然并没有什么卵用。 萧宇操作着富兰克林青铜人像, 靠着大量的信仰之力释放出各种大招招来了海量的雷霆。 然而, 这突变后的灾厄巨兽, 身上的水魔竟然具备了对电系巫术的强大抗性。 以至于接下来的战斗, 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富兰克林青铜人像凝聚超凡灵光的拳头。 只是双拳难抵六臂。 加上身高又被压制。 肉搏之下, 萧宇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当初那些大骑士们面对着自己的悲催现实。 哄! 富兰克林青铜人像跳了起来, 跳到了上百米的高空和六臂人鱼巨兽的脑袋在同一水平线上。 富兰克林青铜人像凝聚了超凡灵光的拳头挥动了起来。 随着身子加速, 很快就能砸中这六臂人鱼巨兽的脑袋。 对方却也在这一刻动了起来。 这百多米高的灾厄巨兽背上的右臂突然挥出, 比青铜人像还大了一圈的拳头直径和富兰克林青铜人像撞在了一起, 让萧宇立即感觉到了操作之中出现了一丝迟滞感。 而后, 其余几只手臂也飞快出手, 一拳一拳不断打在了空中的富兰克林青铜人像身上。 很快就从拳对拳变成六臂打青铜人像着沙包的形象。 所幸, 富兰克林青铜人像信仰之力浓郁得不可思议, 远远超出三级超凡巫师的法力上限, 不断被消耗, 却也不断生成的超凡灵光, 让富兰克林青铜人像变成了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起到了另类的拖延时间的作用。 就是, 刚刚还如雷神下凡一样英明神武的富兰克林圣灵化身, 此时这般模样, 说起来还真有点打击花旗国的士气明星。 不过, 萧宇不在乎。 萧宇此时更在意的, 还是怎么操控富兰克林青铜人像, 多抵挡一会儿这突变的灾厄巨兽。 毕竟, 这可是在小人国体会不到的重要战斗经验啊。 不夸张地吹, 考虑到体型加成的情况下, 此时此刻的这头灾厄巨兽, 除了没有法相外, 一点也不逊色陈星巫师了。 而和陈星巫师之间的战斗, 对一位巫师来说, 每一秒都是无价的珍宝。 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 可以自身无伤地与之对抗, 且最坏的结果, 也不过是对方登陆了满华顿岛屿, 然后在岸边走那么一圈。 说实话, 在撤离了人之后, 这些地区的破坏对萧宇而言已经无伤大雅。 对现实世界而言, 有着超凡势力暗示各大势力帮忙善后, 重建过程或许还能缓解现如今的经济危机。 也就是一些大恶门会头疼了吧? 动! 富兰克林青铜人像被打了几百拳之后, 那灾厄巨兽或许是烦了, 不再挥拳, 而是动用了鱼尾, 一尾巴抽了过来, 将之再次抽飞。 这一次, 富兰克林青铜人像飞得更远了一些, 直接越过了满华顿岛屿, 撞在了满华顿大桥上, 而后一路摧毁着一层层的桥面, 哗啦哗啦, 掀飞了满华顿大桥的一片片桥面, 直到脑袋撞到了大桥的桥尾基座, 看到了曾经文明的满华顿大桥从中间开始, 已然被自己摧毁了一半的桥面。 好多地方桥面更是直接化作空洞, 似乎从一块白板变成了一张篓子。 还好, 大桥还在, 可喜可贺。 萧宇自嘲了一声, 旋即发现随着飓风来袭。 已经受创严重的满华顿大桥, 无数桥索竟然砰砰砰地断开。 而后, 在无数花旗国人的叹息声之中, 这座大桥整个垮塌掉入了海洋之中, 溅出巨大的水花, 让得萧宇瞪大了眼睛。 嗨嗨, 这都是灾厄巨兽的错。 好了, 调整状态, 继续干他压的。 萧宇躲在空中别墅里, 喝了一口法力药剂后, 再次在大厅里跳动起来。 由于萧宇乃伪装为了勤名阴阳师, 是以他的手舞足蹈, 自然而然被监视人员们认为是在进行某种神秘的仪式。 动! 富兰克林青铜人像躲过了六臂, 撞中了半人鱼的左脸, 超凡灵光爆发下, 水膜被粉碎, 半人鱼的左脸被轰击地凹下去了大半。 不过富兰克林青铜人像也被后方扑来的六臂抓住, 一番轰击之后, 这次被直接砸入了海底。 哄! 富兰克林青铜人像没入了数百米深的海底软泥之中, 更是被一股无形的水元素巨手, 死死压住在这海底, 难以移动分毫。 这算是灾厄巨兽也有了一定智能的证明吗? 发现怎么也打不死富兰克林之后, 选择了把他限制住。 小语摸了摸下巴, 看到灾厄巨兽出这一招之后, 他选择了先拿出小本本, 把这发现给记录下来。 而后, 他才继续操控富兰克林青铜人像先凝聚力量。 而后轰一声爆发出雷霆领域之力, 直接震开了那水元素巨手。 在海底重新站起来之后, 富兰克林青铜人像仰起头看到了移动起来, 靠近了满华顿岛屿的灾厄巨兽。 蓄力之后, 富兰克林青铜人像再次冲了过去。 海面上, 花旗国大统领在又一次目睹了富兰克林青铜人像的惨败之后, 已经把右手食指放在了按钮上, 看着那六壁半人鱼登陆了满华顿岛。 他在深呼吸了几下之后, 已然下定了决心。 就在这时, 屏幕上再次出现了雷霆乱舞的画面。 却是富兰克林青铜人像从海洋深处冲了出来, 冲破了海面后, 带着大片雷光轰在了灾厄巨兽的后脑勺处。 只是这看起来悲壮的一幕, 却是还未接近, 就被灾厄巨兽背后的双臂突然反关节一样地给抓住了。 而后, 似乎是对富兰克林青铜人像的一再骚扰, 愤怒不已。 这扮人鱼巨兽这一次赫然尾巴尖端突然从海面上冒了出来, 而后滑一下张开, 好似变成了一鱼嘴一样, 一下子将富兰克林青铜人像吞了进去。 鱼尾的内部世界赫然是充满了风暴和万米水压的奇异空间, 也就是富兰克林青铜人像特殊还能抵挡。 然而萧宇发现, 想要出去却不是短时间能做到的了。 竟然还有这一招, 居然把我的富兰克林给吃掉了。 嗯? 等等, 那是什么? 萧宇所画秦明阴阳师忽然发现, 天空之中有一道耀眼的火光飞了过去。 隐约间, 自己的巫师直觉, 竟然令自己对此产生了害怕的感觉。 萧宇不由脸色微变, 喃喃自语, 不是吧? 我不是已经说过, 还有阴阳师和其他超凡势力一起布置的大阵吗? 怎么还是那么冲动? 不过这样也好, 就看看人类的终极兵器, 是不是可以消灭陈星级生物吧? 萧宇的低语之中, 随着富兰克林青铜人像被吞掉的一幕, 让花旗国大统领不再犹豫。 一枚地对地导弹在升空到了大气层之后, 加速降落, 以惊人的高速靠近了满华顿岛屿。 那满华顿岛屿上, 正肆虐四周的六臂半人鱼巨兽感觉到了危险, 仰起头看到了落下的核弹头。 它强壮的百多米高的身躯在出现了明显的迟疑之后, 身上的六臂突然间膨胀壮大了至少一倍。 而后, 六臂其初, 轰向了那已然在它头顶百米处的核弹头。 满华顿岛屿上, 那身高一百多米开外的六臂半人鱼巨兽, 绝对称得上是目前现实世界的最强超凡存在。 而它的头顶上空, 那飞来的导弹, 却也代表着这个世界人类一方的最终武力。 那是核弹中的核弹, 有着和太阳内部一样获取能量方式的核聚变来进行攻击的氢弹。 这一场对决, 萧宇全神贯注地观察着, 在看到灾恶巨兽毫不畏惧地挥动六臂冲天轰出拳头的那一刻。 最强对最强。 这一标题, 猛然间跳在了萧宇心头, 让他不由地睁大双眸, 爆发出惊人超凡灵光透过那阳台玻璃看向了满华顿岛屿方向。 哼! 电光火石之间, 灾恶巨兽的六臂打在了导弹落下时候, 因为阴暴而产生的气罩上。 巨大的力量下, 整个天空都仿佛能够看到一圈冲击波正在成型, 并准备四散开来化作风暴。 然, 同一时刻, 仿佛遮蔽了一切色彩的白光, 作为一枚真正的太阳一样, 悬挂在了满华顿岛屿半空。 花旗国的氢弹炸了! 哗啦啦! 无数观察设备在这一刻失去了作用。 设置在满华顿岛屿的一些躲过了海啸和风暴的观察仪器, 也在这近距离的河暴下瞬间暴飞。 在刺目的光芒照亮了大片满华顿岛屿外的钢铁建筑群落之后, 爆炸的轰鸣声伴随着冲击波迟了一步袭来。 顿时靠近岸边的建筑, 好似被推倒的积木一样, 纷纷在冲击波下倾斜崩塌。 哪怕是消雨所化晴明, 阴阳失所在空中别墅区, 位于视野之外, 又有大片建筑物阻挡。 依然能感觉到在这余波之中, 整座大厦都在颤抖, 摇摆。 好似天空正在怒号, 大地正在恐惧。 可怕的威呢? 一如太阳一样的能量释放方式, 说是短暂地制造出小太阳也不为过了吧。 灾厄拒受最后关头的解体之术, 原来是这样操作。 可惜他此时就在满华顿岛屿上, 脚下是泡了海水的尖石混泥土而飞大海。 这波对决, 他没有了地理。 消雨通过富兰克林的青铜人像, 近距离地感受着这一场最强对最强的对决。 海量的心得体会涌上心头, 让他一时间竟是有些吃了。 满华顿岛屿上空, 河暴产生的耀眼太阳遮蔽了整个岛屿。 形成的鱼波横扫了四面八方每寸空间, 便是岛屿外围那大海也在这股伪力面前退却, 被硬生生地推开。 这样的代表了太阳的伪力, 无愧人类最终兵器之美名。 也确实如一些专家所言那样, 是早已超出目前人类科技上线的化石代科技武器。 与大当量的炸弹也好, 核裂变的原子弹也好, 都没有可比性。 而在这样的伪力下, 6B半人鱼巨兽也不过是大一点的蝼蚁罢了。 在它爆炸下, 由于真处在了爆炸高温辐射的核心区域, 瞬间千万度以上的高温, 直接蒸发了这灾厄巨兽的每一个构成身体一部分的水元素。 且在这股涉及到了原子层面的力量下, 蒸发的水元素, 直接从原子层面断裂开来, 直接在物理层面上连构成水这一物质的氢与氧也都消失殆尽。 是以当氢弹的爆炸反应随着时间流逝在远处来临的风暴下缓缓消散, 人们看到了一片狼藉的满华顿岛屿, 看到那爆炸辐射范围内留下的大型深坑, 确认那儿空无一物。 花旗国大同龄等人露出欢言, 将军们齐齐松了口气, 纷纷互相点头表示满意。 许多关注这一场惊天对决的上层人士们, 也在反复确认了这一战果之后, 情不自禁笑了起来。 还好,就算是富兰克林青铜人像也打不平的怪物, 一样要倒在人类的最终兵器面前。 他们这些没有才能的人类靠着科技发展至今, 也不是没有反击手段了呀。 或许,当初在莫斯卡方面遇到的魔王, 其实拥有清淡的人类一方也是有一战之力的吧。 虽然当初有分析, 火凤凰与魔王的一战引起的大地震动产生能量 相当于千百万枚核弹, 非人力可以达到。 可是,真正交手不是说 谁引起的能量反应大谁就赢的, 人类的最终兵器之氢弹, 虽然爆炸当量比不过那如同大地震一样的能量反应。 可是论起局部杀伤力, 与太阳内部活动一样, 适合聚变反应的氢弹产生的超高温和超高压强, 只要对方还是自然界存在的物质, 就没有理由伤害不了吧。 他们这样想着, 信心渐渐地恢复了起来。 只是, 在花旗国首府区的空中别墅里, 萧宇所画的勤明阴阳师, 却是明白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的富兰克林青铜人像完蛋了。 萧宇轻叹了一声, 感觉到满华顿岛屿的惨壮的他, 对富兰克林青铜人像挡不住核爆倒也不是很意外。 核聚变的威能比起裂变不知大了多少倍。 要是在爆炸外围, 第三等级的超凡灵光或许还能挡住那些冲击波和大部分的各种辐射射线。 爆炸中心区域别说第三等级的超凡灵光了。 萧宇看来就是陈星巫师底牌进出, 一样得在太阳伪力面前跪倒, 然后灰飞烟灭。 至于辉月巫师, 萧宇还没有接触过, 倒是不好判断。 但是猜想, 就算是辉月巫师这等大能被直接命中, 在这如同被扔进太阳内部一样的环境下, 只怕也是凶多吉少。 当然了, 对付陈星, 辉月这样的超凡存在, 真正要考虑的不是能否伤害到对方, 而是能否打中对方才对吧。 毕竟核弹的有效杀伤范围看起来不小, 可是对于已经能超音速的超凡来说, 还是太短了一些。 除非都和灾厄巨兽一样傻乎乎地上岸, 然后自己把地力放弃了挨核弹炸。 不然, 还真不好说这最终兵器能炸到几位超凡。 且, 这次的灾厄巨兽, 是史无前例的大型台风灾厄化而成的怪物。 它的本体, 事实上是这覆盖了小半个花旗国首府区海域的飓风和暴雨。 花旗方的清淡毁掉了灾厄巨兽的身躯, 但是它依旧活着。 消雨滴雨至此, 远处满华顿岛屿四周波澜汹涌的海域上, 躲避河暴雨波的高空侦察机重新飞了回来。 这高空侦察机的机组人员使用最大倍率的望远镜, 再次确认了满华顿岛屿的爆炸现场上已经空无一物。 而后他们习惯性地扫描四周海域之时, 机长看到了一片海域的变化, 忍不住张大的嘴巴, 浑身上下都开始大汗淋漓了起来。 神啊, 这怎么可能? 那怪兽又从海里面出现了。 机长身边的机组人员们也发现了异常, 一个个的惊呼起来。 随着他们的惊呼, 海面上一百多米高的六臂半人鱼巨兽又一次从海面冒了出来, 并向着发出了核弹的高空方向发出了愤怒的呜呜声。 怪兽的出现很快被各方势力察觉。 一时间知道这事的所有人都陷入了尸神之中, 轻弹都炸不死。 天啊, 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存在于现实之中? 那怪物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它肯定是作弊了。 现实存在的物质不可能抵挡得了清淡的核聚变反应。 花旗国大统领更是在回神之后, 擦了擦满脸的汗水后, 嚷着道, 快去询问秦明英阳师大人。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肖宇盘西坐下, 没了富兰克林青铜人像之后, 他也开始做正视起来。 对灾恶巨兽的再次出现, 他也靠着世界奇物的能力进行着初步分析。 比起以前, 这次形成的灾恶巨兽持久力大打折扣了。 接下来的移动轨迹要比方才缩短了许多。 肖宇靠着世界奇物灾恶怀表帮忙, 很轻松就察觉到了灾恶巨兽的一系列变化。 他不由暗叹, 要是花旗方此时再来一枚清淡, 接下来就没自己什么事了。 这次的灾恶事件, 也将被人类的最终兵器给成功镇压。 可惜, 肖宇等到的却是花旗国派来的外交使者, 而非满华顿岛屿上空的又一枚亮闪闪的核弹头。 接下来, 还是需要肖宇下场表演才行啊。 肖宇叹了口气, 对此倒也没多大意外。 这样的操作, 才是情理之中的事。 毕竟, 花旗国作为一个有着成熟的管理体制的国家, 像, 没有什么是清淡解决不了的事, 如果一枚不够, 那就再来一枚这样的思想。 花旗国的个人或许会有, 但是集体的思维, 却是不可能出现的。 清淡可是也要钱的, 一枚不行再来一枚, 不考虑小钱钱了。 且最重要的, 还是因为对神秘力量的不了解, 更没有世界奇物帮忙。 花旗国的专家们也好, 还是那些将军们也罢, 都和花旗国大统领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完全没搞明白现在的情况。 他们甚至连清淡到底有没有伤害到灾厄巨兽。 眼前的这头灾厄巨兽, 究竟还是不是原先那一头, 也一头雾水。 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哪里还敢再扔一枚清淡。 哪怕清淡的核污染再小, 再干净, 哪怕清淡真的不要钱, 也得考虑会不会出现不良的反效果不是? 万一这怪物能靠吃核辐射变强, 那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你们的担忧我已经知道了。 肖羽所化勤明阴阳师看着拜访自己的花旗国和各大势力代表, 开口宽慰他们的不安。 事实上, 刚刚的那枚清淡已经伤害到了那头怪物, 其威能, 就是我也做不到。 只是这头怪物恢复力实在是太强了, 哪怕被你们的武器炸得灰飞烟灭, 它也能再次重组形体恢复过来。 这也是为何我们对其非常重视, 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布置的原因。 原来如此。 代表们听到清淡并非没用, 都稍微轻松了一些, 这毕竟是人类的最终兵器。 要是完全被神秘之力压抑一头, 那也太打击整个现实世界的科研信心了。 那接下来, 要如何示好? 花旗国代表再次询问勤明阴阳师。 接下来, 肖羽所化勤明阴阳师轻轻地呵呵一笑, 开口道, 请放心吧, 接下来的事交给我们即可。 等会儿, 这里也会被那怪物的领域波及。 诸位还是先离开吧。 那, 就拜托大人了。 几位代表也不矫情, 纷纷起身行礼, 而后退了出去。 他们在登上了直升飞机, 没有多久时候, 俯身看到, 勤明阴阳师走出了别墅, 来到了天台。 在那勤明阴阳师的身后, 曾经与雷神照忙起了矛盾的, 来自凯尔特的巨人, 也站在了那里, 似乎在配合着勤明阴阳师。 同时,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在勤明阴阳师所在的那栋大厦对面的大厦天台上, 一对身穿倒是法袍的男女从空气里冒了出来, 身后一把把飞剑飞出, 发出轰轰剑鸣。 尽管没有看到青云剑仙, 以及那把已经世界闻名的青蝉剑。 这发誓, 这装扮, 这标志性的法器飞剑, 都深深地出卖了这一批人的来历, 告诉着全世界关注着这儿的人们。 这对此时此刻在花旗国首府区出现的男女, 应当是来自剑仙门的援军。 很快, 空气里再次现出一批人影的踪影, 却是一批黑衣黑袍手握法杖的法师。 他们与那些剑仙门之人精卫分明, 其中一人掀开了斗篷, 露出了一个光秃秃的骷髅头。 顿时, 几位专家立即联想到了化为圣灵化身的富兰克林殿下, 不由把这批黑衣黑袍的法师看作了黑暗圣唐势力派来的援军。 除了他们外, 高空之中, 也有一批人凌空而立, 出现在空气之中, 却是好似脱离了大地引力一样站在那虚空之上。 这批人身穿洁白神袍同样把面容笼罩于神袍斗篷之内, 不过从神袍上金色的十字纹饰还是能看出来。 这些人应该是来自圣主之城。 且, 这批人领头的那位背上可是真真正正地长着了一对雪白的天使之意。 来了, 那些世界各地的超凡势力们真的都派人来了。 花旗国大统领双眸红肿地感动说着。 而后, 他激动地背着身子看向了自己的幕僚。 而语道, 有问过情报部门吗? 这次出现的这些超凡者们到底是真人还是上几次事件那样的幻想? 超凡者可以制造以假万真的幻想, 有投射幻影之术。 在上层圈子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事已, 出于上位者的本能在发现了那么多超凡者第一次出现于人前之后, 花旗国大统领激动之余不忘询问一下, 以防万一。 这方面的工作, 在外交代表报告此事之后, 高空侦查的图像已经输送到了后方的专业人士们手中。 这些专业人士们很快就得出结论, 这一次出现的这些超凡者们应该都是真的, 是真实存在的真人。 而非曾经遇到过的几次看似以假乱真, 在专业软件面前还是暴露出非实体本质的幻想。 超凡圈子, 真的存在, 虽然人数可能真的不多, 却并非一些专家猜测的那样, 少得可怜。 不过, 他们到底是为什么会在一年前隐藏得那么深啊, 让我们完全找不到半点真正存在过的蛛丝马迹。 神秘之力的圈子, 看来是真的完全独立于常人世界之外了。 专家们在事实面前, 不得不承认错误, 把研究方向调转。 而上层人士们, 在得到了确认报告之后, 倒也纷纷按到了一声, 果然如此之后。 纷纷坚定了决心, 觉得自己等人, 不能错过了未来的因神秘之力而影响的大事。 且! 萧宇意念之下, 随着握住折扇的右手, 向着虚空那么一挥, 脚下布置在天台的大阵, 顿时冒出了美丽的蓝光。 蓝光下, 那些前来支援的超凡者们, 也纷纷或举起法杖, 或举起飞剑, 又或者双手合十指向天空, 身子纷纷冒出白光, 看起来很像是在回应着, 秦明阴阳师的法阵。 事实上, 萧宇却是清楚得很。 进行整容改造之后, 披上从小人国带来的衣服伪装出来的。 他们的出场靠的是萧宇趁着撤离结束, 使用隐身术把他们拉过去, 而后到时间了再把隐身术解除。 空中漂浮得也简单, 把浮空诗般隐形了就能让他们脱离重力的控制了。 只是这些超凡者们要他们动动手摆下姿势, 在激活下衣服上的法阵发光还行, 真的施法辅助, 那是不可能的。 他们的本体都只是低级亡灵, 连超凡的门槛都没入就不说了。 甚至因为萧宇的亡灵恋化之术上投机取巧缘故。 他们,除了脸外, 其他地方可都是被能醒就醒的。 是光着身子, 可以吓坏小朋友的存在。 花旗国首府区的上空, 渐渐地被阵法映射出来的蓝色光芒照亮。 以至于躲在了郊外高山上的几处临时避难所的人们, 都能看到他们曾经工作过, 生活过之地上空的变化。 妈妈, 我们的家还在吗? 避难所里, 安妮抱着布偶小熊站在山顶望着远处地平线上的蓝光, 有些难过地问着。 她的母亲张了张嘴, 却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因为安妮的天赋, 他们一家已经被纳入了上层圈子。 此时所在的临时安置点更是山上的一处别墅区。 也因此, 他们得以知道许多其他难民们并不知道的消息。 安妮的母亲可是知道的, 不久前, 花旗方发射了一枚氢弹轰炸了满华顿岛屿。 在氢弹的轰炸下, 他们的家是不可能还在了。 就算还在, 安妮一家子也绝对不可能回去了。 哪怕那些专家教授们再怎么宣传清淡是干净的核武器, 对于有得选的人而言, 都是能避就避的。 满华顿岛, 就算能够重建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富人区了。 房价什么的也别想能升上去了。 安妮, 不要担心了, 要不要多久我们就能住大房子了, 比以前的家大上好几倍的大房子。 安妮的父亲走了过来, 脸上止不住地洋溢着春风得意的表情。 托自己乖女儿的福, 安妮的父亲不仅得到了金融街大佬的赏识, 获得了一笔不菲的低息贷款来资助他创业。 这些人更是暗示了他, 明年可以去参选首府区的市议员。 他们表示, 一旦安妮的父亲能成为市议员, 肯定不会是冷板凳, 财税一较这些肥差的议员组别, 可以任他选择加入。 金光大道就在脚下。 怎么能让这安妮的父亲不得意, 不开心? 就在他抱起了安妮, 打算好好安慰着自己的幸运心的时候。 忽然一对黑西装安全人员跑了过来, 却是要他们快些撤离。 撤离? 不是吧? 难道, 秦林阴阳师大人的布置也失败了? 安妮的父亲微微一正, 深深地看了一眼远方蓝光映射之处, 点了点头连忙抱着女儿, 跟着这些安全人员离开了山顶。 安妮的父亲却不知道, 之所以这般安排, 还是花旗国上层被那灾厄巨兽给吓住了。 当灾厄巨兽完好无损一般, 再次从海面登陆满华顿岛屿后, 他们就对这清淡都炸不死的怪物充满了恐惧。 以至于对秦林阴阳师的布置也信心不足起来。 而当这灾厄巨兽无视了法阵的光芒, 咆哮着带起了滔天的巨浪和狂风从岸边登陆, 大脚踏上了首府区的街道那一刻。 花旗国上层们做出了决定, 还是先跑得更远一点为好。 毕竟大家的性命都只有一条, 要是秦林阴阳师布置失败了, 以这头怪物的移动速度, 他们再想转移, 那就真得争分夺秒了。 呼! 萧宇还不知道后方的那些人对自己也不信任起来。 他导演着这幕大戏, 让那些亡灵们摆足了姿势之后, 一声清脆的口哨声从萧宇所画秦林阴阳师口中传出。 顿时, 一声凤鸣下, 一头火凤凰从空中出现在了秦林阴阳师的前方。 你看, 是火凤凰! 可惜太小了一点, 比不上在钢铁卫城出现的菲尼克斯。 那位秦林阴阳师站在了火凤凰的背上了。 看啊, 他飞了起来了。 通过高空的侦察机, 人们得以继续关注着花旗国首府区的变化。 看到秦林阴阳师起着火凤凰飞起来, 靠近了登陆的六臂半人鱼巨兽, 这些人一个个全神贯注地关注了起来。 在心里头, 他们还是希望秦林阴阳师大人可以击败那怪物的。 毕竟无论如何说都好, 起码, 秦林阴阳师还是人类一方的吧。 萧羽踩在召唤来的火元素召唤物背上靠近了灾厄巨兽后, 却是没有马上出手。 毕竟要是现在出手, 还不马上被这灾厄巨兽来几百道锋刃打回原形。 要演好戏, 实际的把握才是最重要的。 灾厄巨兽推倒了几座大厦, 掀起的海啸配合风暴, 更是让半个首府区化为一片沼泽之地。 哄, 一处大型连锁超市崩塌了, 被灾厄巨兽六臂骑出, 拆卫了废墟。 而后, 灾厄巨兽仰起头, 看到了离他已经不足两百米的秦明阴阳师。 本能的, 这灾厄巨兽发出了咆哮声, 六臂骑骑动了起来, 想要攻击。 却是刚刚举起在半空, 却又一下停住。 萧羽所化秦明阴阳师踩在火凤凰背上, 面对着这灾厄巨兽的反应, 露出了然在心的表情, 口中念念有词, 手中扔出了一枚蓝色符纸。 符纸碰一下燃烧了起来。 顿时在秦明阴阳师背后, 腾空而起了一个复杂而晦涩难明的大型树状法术图章。 这法术一看就是幻想, 但是一看就会令人觉得不明确立。 觉得那么复杂, 充满了那么多奇异符号的法术, 肯定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君不见, 那恐怖的清淡都炸不死的怪物, 也在这法术面前第一次主动停下了脚步。 许多宗教专家们更是惊喜地发现, 这秦明阴阳师深厚的那树状图里面, 有着不少来自他们宗教典籍里记载过的神圣符文。 他们不由纷纷欣喜猜测, 自家传承里面看来还是有着一些超凡知识的吗? 说不定, 他们自家的超凡传承也未曾断绝, 只是因为某些原因, 暂且还没入世罢了。 而在这些人各怀鬼胎地想着时候,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如同奇迹一样的场景出现了。 树状法术图出现之后, 在那天空的蓝光映照之下, 有着六臂的白米巨兽, 竟然面对着天空之中的敌人, 缓缓转身, 并摇晃着身子, 带着飓风与海啸, 向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不一会儿, 这巨兽便走到了海岸边。 而后, 竟然离开了陆地, 再次进入海洋。 这头怪物, 在离开花旗国首府区, 看着大屏幕上逐渐远离的六臂半人鱼巨兽背影。 花旗国大统领有些不敢相信地站起身来, 满脸地不可思议。 这, 不科学啊, 清淡都炸不死的怪物, 还真被秦明阴阳师等人的法术给影响了? 神秘之力, 果然深不可测。 动! 就在花旗国大统领觉得自己可以在网上登陆账号, 发一个评论吹嘘一下时候, 大门突然被敲开。 却是大家拿国的外交官满脸惶恐地跑了进来, 大统领阁下。 我要见秦明阴阳师大人, 不能让那怪兽跑去我国啊, 我国名若立小, 受不起啊。 大家拿国的国土面积虽大, 对比各大强国, 国若民少。 好像勉强能算是真的, 不过不对啊, 这事情不值得这家伙突然冲过来诉苦吧。 还嚷着什么受不起? 又有什么事情是我最后一个才知道? 花旗国大统领看着哭泣之中的大家拿国外交官, 微微皱眉之后立即看向幕僚。 此时幕僚也连忙拿起平板电脑看了看, 这才恍然而后靠近花旗国大统领窃窃私语了起来。 花旗国大统领这才明白过来, 专家们研究了那六臂怪物的移动方向之后, 意识的一个问题。 如果这怪兽继续一直向前, 那么它会在静止路过波斯登城海域后, 抵达大家拿的圣约汉城。 嗯, 极大概率会在那直接登陆, 上演一场生灵涂炭的悲剧。 哪怕圣约汉城此时已经被当地官府组织人手进行撤离。 可是试出突然, 当地官府又是一向的疲软无力之辈。 这点时间里, 能撤出多少人真是一个未知数。 至于增援力量, 也因为时间的关系, 是派不出什么的了。 这, 花旗国大统领心中为大家拿国的同行们默挨了下, 而后拍了拍这位大使的肩膀, 我们花旗国不会抛弃自己的盟友不管的。 你放心, 我们会去请求勤明阴阳师的。 另外, 我会申请国会通过对贵国的资助议案, 放心吧。 大统领, 我能亲自去见勤明阴阳师吗? 大家拿国的外交官脸皮抽动了几下, 还是想要最后做做努力。 可惜, 不等花旗国大统领想好说辞。 大屏幕上勤明阴阳师突然间吐血, 引起了众人骚动。 而后人们发现, 不仅勤明阴阳师看起来受创严重, 那些来助阵的超凡势力队伍, 也一个个卷缩起身子, 并互相扶持, 才勉强不倒。 可见, 刚刚那威力不凡的法术, 对神秘势力之人而言, 也是惊人消耗。 勤明阴阳师捂着嘴, 回到了别墅天台上后, 对着四周行了行礼。 顿时, 其他神秘势力之人, 纷纷还礼之后, 如他们来时那样, 消失不见了踪影。 火凤凰也鸣叫了一声, 化作一片火花消失。 只剩下勤明阴阳师一人, 拖着疲惫之身, 轻轻飘回了别墅。 眼尖的人更发现, 勤明阴阳师在回到了别墅门槛时候, 身子一偏竟然有跌倒迹象。 幸好玄女士神突然出现, 抱住了勤明阴阳师, 这才避免了这次摔倒。 为了花旗国, 勤明阴阳师大人伤得不轻啊。 英雄, 这是花旗国的英雄, 是全人类的英雄。 花旗国大统领身后, 几位幕僚跳了出来, 开始为后面的舆论操作定下了调子。 这种超级英雄的宣传调子, 必须得吹啊。 不仅能讨好那勤明阴阳师, 也能重新鼓舞花旗国的士气军心不适。 唯有那大家拿国的外交官, 此时脸色苍白的没有了一丝血色。 勤明阴阳师为了对付那海兽, 竟然被重创了。 这样一来, 他想要求得对方帮助的可能性, 也会越来越小了吧。 但是, 岂能因为不可能而不去做? 尽力而为一此, 可不就是为了此时此刻此井而造的。 大家拿外交官咬了咬牙, 还是请求了一架直升飞机, 飞去了花旗国首辅区的空中别墅, 准备亲自拜访秦明阴阳师。 很快, 直升飞机就抵达了空中别墅旁边的停机坪, 而后把这位风尘仆仆的外交官放了下来。 只是大家拿外交官还没靠近别墅, 就被两位身穿黑色忍者服的巫女给拦住了。 这两位巫女, 好歹也是在有着灵气的环境里, 修炼了呼吸法和战斗技巧一两个月的。 大家拿外交官不过是一五十多岁的精气不足的大叔, 很轻易就给挡住, 只能在外面大喊大叫, 表明身份同时希望拜见秦明阴阳师。 然而, 这时候的肖宇早就化身跑了, 留在卧室的就一滴级亡灵伪装化身, 自然不会让别人近距离来查看。 意念一动, 无限正义机甲伪装得来自凯尔特的巨人 从别墅里走了出来, 三米高的身高, 只是站在了外交官面前就给对方施压了强大的精神压力。 秦明那家伙不自量力, 强行凝聚灵力施展了超出自己境界的法术, 现在还在修复心魂。 我虽然不喜欢这家伙, 但是看在他的毅力上, 还是会帮忙守在身边的。 有我在, 谁也别想打扰亲命。 听着巨人的说辞, 这位外交官一脸绝望, 在压力下, 他几乎半跪在了冰冷地板上, 仰起头看在这位光头巨人。 他嘴巴打着颤地说道, 可是, 可是我们大家拿国要怎么办? 那怪兽, 可是就要出现在圣约汉城了。 啊? 光头巨人虎去一阵, 看了看这位外交官, 抓了抓光头道, 你是担心那怪兽登陆你的国家? 哈哈哈哈。 看到外交官僵硬地点了点头, 光头巨人忽然仰起头看向天空, 展开双手大笑了起来。 赞美太阳。 咆哮了一声, 作为笑声的结尾之后, 光头巨人半蹲下了身子, 对着这外交官咧嘴一笑道, 放心吧。 你以为秦明那家伙, 为什么要耗费那么大力气, 施展刚刚那法术? 只是为了驱赶走那怪物。 你想得太简单了。 光头巨人嚷道, 我们的目的, 是为了让那怪物, 落入陷阱之中去啊。 放心吧, 小伙子, 我保证那怪物, 去不了那什么圣约汉城。 毕竟, 在他前方, 可是有着剑仙门的大能者, 在那等着他。 剑仙门的大能? 外交官微微一正, 不觉得被称呼小伙子, 有什么不对。 毕竟这些神秘超凡者们, 别看一个个都那么年轻, 谁知道他们是活了多久的怪物了。 不久前他, 可是听了传闻, 据说这花旗国的开国三杰之一, 就活到了现在, 还是某神秘势力的一员来着。 他现在更加关心的, 还是这位光头巨人口中的大能者。 当, 当真能阻挡那怪物。 你说错了哟, 小伙子。 光头巨人黑黑笑道, 可不是阻挡哟。 那怪物被我们赶走了这片海域, 等于失去了他最大的仪仗。 这样的情况, 要是剑仙门的大能, 还不能灭了他。 那剑仙门, 又岂能是, 一直压着我们这些传承几百年的, 天下第一。 肖宇让无限正义机甲伪装而成的光头巨人, 狠狠地帮助自己, 又成功地装了一把。 更是让剑仙门乃, 天下第一传承这一概念, 借助对方的口, 传播到外界。 东方古国, 有着天下第一超凡传承作证, 哪怕对方并没有表明, 与当地官府结盟。 借着这一张虎皮, 想来东方古国的官员们, 只要不蠢, 都知道如何操作, 从而在国际合作之中, 获取更多的利益了吧。 而这, 也算是肖宇在装逼自嗨之鱼, 也帮一把自己的祖国。 反正, 这样子的操作, 也不会妨碍到自己什么。 一望无际的大海上, 肖宇踩着, 浮空飞盘急迟而过, 很快就追上了, 刚刚离开花旗国首辅区海域的灾厄巨兽。 此时此刻, 这头灾厄巨兽, 正按照着早已经注定好的移动轨迹, 向着大家拿国圣约汉城的方向移动着。 要是肖宇没有使用灾厄怀表, 这一世界奇物。 这台风会在肆虐了花旗国首辅区沿海地区之后, 直接越过大洋, 而后再次转弯登陆几处无人岛。 大家拿的圣约汉城, 事实上并不会被这场台风袭击, 最多被余波给波及, 下那么一场大雨罢了。 而此时的这头灾厄巨兽, 在被花旗国的清淡轰了一次之后, 重生的灾厄巨兽本体早已缩水, 按照肖宇从世界奇物灾厄怀表看到的情况来分析, 他甚至走不到圣约汉城附近, 就会自行消散开去。 这也是为何肖宇敢装逼地说什么间歇门的大能, 可以消灭那灾厄巨兽。 反正灾厄巨兽的状态, 这现实世界唯有他一人知晓, 掌握着唯一的真实信息的优越感, 让飞行中的肖宇自我感觉那叫一个爽。 杀! 肖宇靠近了灾厄巨兽数百米之外, 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飓风, 他露出笑意后, 仰头看向天空之后, 立即开始施法。 顿时这片海域本就被灾厄巨兽, 而影响的天空遍布起来厚厚的一层乌云, 颇有一番黑云压沉沉欲催的感觉。 注意! 花旗国指挥中心内, 一群专家第一时间看到了卫星跟踪下那怪兽上空的异状。 天象变化太快了吧! 这样的乌云绝对不是自然形成的。 是的, 挡住了我们的卫星, 我们失去了对那怪兽的追踪。 可否派出侦察机前去获取第一线情报? 面对专家们询问, 尼克上将想了想后, 便点了点头说道, 同意, 最近的空中基地在哪? 命令他们派出无人侦察机。 明白! 命令刚刚从尼克上将口中下达还没几秒。 乌云内, 突然间有一道白色光芒刺破了乌云冲天气, 让众人微微一正之余, 立即放大倍率分析。 立即惊讶发现那破开了乌云的白光, 赫然远看起来好似一把东方长剑。 这是剑仙门的大能出手了。 尼克上将已经从情报渠道得知了光头巨人对剑仙门的吹嘘。 看到了乌云破开之后的光剑, 他立即产生了联想。 而后, 他连忙下令让无人侦察机加快速度赶去那片海域。 哄! 又是数秒之后, 忽然间, 有火焰在大海上产生, 蔓延开来, 并随之冲天起, 形成了一片滔天火海。 火海之上, 乌云一下子消散了开来。 倒是让众人不需要侦察机, 也可以轻松看到了海域上发生了什么。 看着这一大片白色火海, 玉水也不熄灭。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 只要够档次了解内幕消息的, 都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光头巨人不甘心的低语, 若非如此, 这剑仙门又岂能是一直压着我们这些超凡传承几百年的天下第一。 想到这里, 再看看已经没有了那清淡都炸不死的怪物踪影。 他们, 一时间都直觉或者不自觉地认为, 那头怪物的消失, 是那剑仙门的大能出手了。 一道光剑落下, 不仅披散了乌云, 点燃了大海, 更是让那怪物也烟消云散。 这样的实力表现, 可怕, 可不, 实在是不愧超凡势力之中的天下第一。 还好从目前得知的消息来看, 要是那怪物不被秦明阴阳师等人使用法术影响到, 这剑仙门的大能也是消灭不了这等恐怖存在的。 这样一想, 他们对剑仙门的实力抵运多多少少有了点底, 却也因此越发地敬畏起这一超凡门派起来。 毕竟了解越多, 震撼越多, 恐惧自然更多。 萧宇此时却是还在那片海域停留着。 他施展巫术之后, 就坐等那灾厄巨兽到时间自行消散。 而后施展天从云剑发出了一击破开乌云。 然后为了效果好看, 萧宇又使用了信仰神器的八尺勾玉的特效, 让海面给燃烧了起来, 把戏给演足了样子。 而后萧宇停在了原地, 感悟着这儿残留下来的强者气息。 同时, 萧宇也在总结着这段时间的得失, 并从中抓到了自己心境获得突破的奇迹。 萧宇有着那么一种直觉, 这场灾厄巨兽的大幕带给自己的收获, 将可以让自己一直收获到突破二级超凡巫师境界。 数小时之后, 萧宇回到了花旗国首府区, 重新化为了勤明阴阳师之后, 接见了花旗国和各大势力的使者。 宽慰了他们的心, 告知他们至少短时间是不会有怪兽出现, 让他们都松了口气之后。 萧宇所化勤明阴阳师单独约见了花旗国大统领。 所讨论的自然是那黑色石旦一事。 花旗国大统领尽管心中对黑色石旦还是心有不舍。 一想到刚刚才在首府区出现的那头灾厄巨兽, 他已经没有了半点野心, 老老实实告知了萧宇黑色石旦所在位置, 并咬牙表示, 愿意将这物品交给勤明阴阳师大人保管。 萧宇所化勤明阴阳师对此只是淡淡一笑, 点头答应了下来, 并开口保证, 他一定会封印着魔王的奇物, 尽量地让怪兽不再出现在花旗国本土。 花旗国大统领苦笑了下, 心中对尽量一词颇有意见, 只是面对神秘力量, 压根没有讨价还价空间可言的花旗国大统领, 也只好老老实实同意了下来。 不过在接下来的交涉之中, 萧宇意外得知, 自己化作黑暗圣唐势力交易出来的强化青铜合金, 竟然很受这花旗国欢迎。 以至于花旗国大统领也厚着脸, 悄悄询问, 勤明阴阳师是否有类似的金属。 他们花旗国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进行交易。 并且, 勤明阴阳师在接下来与莫斯卡方面接触之后也发现, 那位莫斯卡大帝派来的代表, 更是直接表示, 乐意用全国的宝石来换取神秘势力的特殊合金。 这让萧宇意识到了矮人们的合金, 看来不仅仅是制造技师的工具那么简单。 自己或许手握了重宝, 其祸可居。 在花旗国首府区金融街因为怪兽的威胁, 而不得不搬迁。 波斯登市成为了大赢家, 得到了那些金融大亨们的青睐, 获得了海量资本注入。 房价突飞猛进之余, 波斯登市的一条商业街获得了新金融街的美誉, 吸引了全世界资本的目光。 波斯登市官府办公楼里。 富兰克林的后人, 那位波斯登市的副市长大人, 正端坐在办公室里, 在几位将军的陪同下与卡牧见面。 作为黑暗圣堂的一员, 卡牧在灾厄拒售一事结束之后, 便被萧宇下令前往波斯登市接触当地官方。 萧宇在意识到自己手中的金属合金买是比自己一开始想的还要好得多的奇货可居之物后, 他已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或许他可以尝试着投资一下现实世界, 让他们为自己做科技与神秘结合的先驱。 且如果英都纳尔情报没错的话, 要是自己提供的金属合金真能让那些科学家造出实用化的太阳炉等化时代产品, 自己的星际战列舰也能够名副其实了吧。 办公室里,卡木按照萧宇吩咐向着前方几人提出来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要求。 诸位,我需要一间整洁宽敞的大会厂。 可能的话,还需要一点通讯上的帮助我们黑暗圣堂和其他几家入室的超凡传承, 想要举办一场拍卖会,卖点东西。 所得资金,一部分用于赔偿我们带来的损失, 一部分我们打算用来与你们交易。 啊? 这其中可有那些神奇的金属。 办公室里,听到卡木说辞的一位将军立即站起身来, 有些急促道, 阁下,我们花旗国非常需要这些金属, 我们可以全部收购。 呵呵。 卡木轻笑一声,看着那位将军。 那将军,你能开多少架一百克? 十亿还是二十亿? 又或者一百个亿? 卡木摇了摇头, 少了我们不会开心, 多了你们也会有所心结。 还不如,交给市场来判断其真正价值吧。 嗯,这也是我来了贵国之后学会的。 将军们一时都被镇住, 一刻一意的金属也太昂贵了。 哪怕这些将军里军衔最大的那位, 也不敢承诺, 没有问题。 他们只好暂且点头, 硬承了下来。 事已, 当肖宇所化勤明阴阳师大人去了花旗国的军事基地, 接受了黑色实弹, 并顺便参观了这军事基地, 看到了自己这次来花旗国的目标之一, 那最新型的发动机时候。 世界上, 关于一家神秘拍卖会的消息开始悄悄传开。 一开始, 许多上层人士都觉得这或许是某家小型超凡势力为了获取资金的岛的花样。 但是很快, 随着消息越来越多, 他们逐渐发现, 花旗国、 东方谷国等超级大国竟然都无比重视这一场拍卖会。 莫斯卡大帝更是宣布会, 亲自在那段时间对花旗国进行外交访问, 访问地点就在波斯登市, 其真实目的地不言而明。 随后, 一个传言不知何时传了出来。 说是这次拍卖会上, 会有各大国都势在必得的神秘金属现实。 这个时间段, 上层圈子里的人大多已经知道, 那些神秘势力手中的某些金属合金可以制造出效果神奇的工具, 极大的提高那些高级技师们的效率。 乃是国之重器。 却是在有心人遮蔽下, 只有极少极少的大人物和相关领域的顶级专家才知道。 那些神奇金属的效果不止如此。 作为材料性能上远远超过了现有科技材料学上线的神秘金属。 它们的存在, 让人类制造出真正意义上化时代的科技实物, 不再是仅中月水中花, 而是第一次有了切切实实的实现可能性。 单凭此, 已足以令各大国无所不用其极去得到了。 只可惜, 这种金属合金已知的产出来源都和神秘势力有关, 让它们都有无处下手之感。 而现在, 突然间冒出来的超凡拍卖行, 令得各大势力都好似闻到了欣慰的野猫, 纷纷选择了自投罗网。 哪怕有识之士们都发出了警告, 这样的行动很可能是神秘势力的阴谋。 然, 比起未来的可能性, 再大的阴谋, 它们也得硬着头皮上啊。 落后就要挨打, 可是所有国家, 势力心中都一致认可的真理名言。 嗯, 似乎有点失误了。 回到了花旗国首府区的萧宇, 摸着下巴小声低语。 他突然发现, 自己手中的强化青铜合金已经只剩下50克了。 强化钢铁合金也不超过200克。 这点量, 对于他未来的计划而言实在是不够用啊。 可以说, 连小人国内改装都有些不够用, 更不必说还要分出一部分来给现实世界搞研究了。 我的小人国里, 所有矮人部落都已经被我控制在了手中。 他们现在每天都有工作22个小时, 已经达到了极限。 想要再强迫他们提高产量并不现实。 看来, 为了获得更多的矮人, 得与乌图鲁他们商量商量, 能否开拓新的大陆了? 萧宇想到这, 招来了安培康夫, 让他告知了花旗国大统领。 这一次波斯登市的拍卖会, 他, 秦明阴阳师也会参加。 秦明阴阳师的加入, 无疑推高了这一场拍卖会的气氛。 加上樱花之国按照萧宇所画秦明阴阳师的指示, 到处找那些大富豪派发邀请函。 得到波斯登市拍卖会举办当天。 有新细的媒体记者敏锐地注意到, 全世界富豪榜排名前500, 至少有三分之二, 都在这一天集中来了波斯登市。 这让拍卖会的气氛都不需要萧宇亲自下场去忽悠, 就已经热烈非常。 以至于肖宇推出的几件没什么卵用的小人国出品的, 也就手指头大小的雕刻艺术品, 也卖出了惊人天价。 而当大势力的目标, 那强化钢铁合金出现之后, 更是推到了让许多与会者也看不明白的高峰。 许多小势力的代言人, 怎么也难以理解。 为什么会有金属, 只是时刻即可以卖出八十亿花旗币的天价? 那位来自花旗国的代表, 真的不是拍卖会请来的托。 就在这些人惊诧莫名一克八亿花旗币这一天价之余, 强化钢铜合金更是卖出了一克十亿的恐怖价格。 这样的价格, 事实上已经是非理性了。 要是强化钢铜合金真的是这个价, 没有任何国家势力能够承担得起接下来的科研。 而他们之所以会在拍卖会这样干, 更多的还是被逼无奈。 谁让对方齐祸可居呢? 自然了, 拍卖会结束之后, 意识到靠前是买不起那么多金属的花旗国等大势力, 纷纷想要私下里寻找供货商进行私底下的交易。 花旗国无疑找上了勤明阴阳师。 却是得知, 阴阳师一系不是没有存货。 只是, 如果花旗国不想要靠拍卖会的价格来购买金属, 那么, 最好就是以物换物了。 勤明阴阳师露出了他的目的。 他对上次在军事基地看到的那一款新型发动机很有兴趣。 花旗国如果想要更多金属, 就拿发动机来换吧。 花旗方得知这一消息, 本能的就想要拒绝。 然而, 想到情报系统里提到的东方谷国和剑仙门的良好关系, 以及几乎每月都有进行的交易。 他们相信, 在对神秘金属的研究上, 那东方谷国已经走到了花旗国的前面。 加上由于剑仙门这金大腿存在, 那个谷国得到的金属肯定被与自己。 想要未来不至于落后对方, 想要未来花旗国能继续领导人类文明。 他们必须妥协, 必须取舍。 且, 根据安培康夫的暗示, 他们也得知了, 勤明阴阳师之所以要花旗国的科技造物, 也是为了找到一条可以与那剑仙门抗衡的新路。 从制衡剑仙门这庞然大物的神秘势力这一点上看, 花旗国与阴阳师一戏, 说不定其实是天然的盟友呢? 自古以来, 从没有什么比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更能让不同势力的人类团结起来了。 对于一直顺风顺水了上百年的花旗国来说, 剑仙门这一神秘势力的庞然大物正是这样的一个敌人。 哪怕剑仙门一直以来的表现都颇为手续正义, 且就了成千上万的无辜之人是当之无愧的正派势力。 可是剑仙门实在是太强了。 强得让花旗国这样的世界强国也颇感压力山大。 加上一切迹象都表明, 剑仙门和花旗国这十多年来颇为重视的竞争对手, 与那东方古国走得极近。 花旗国非常恐惧自己会从如今的世界第一的宝座上跌落下来。 被那东方古国取而代之。 这是花旗国的利益相关势力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的。 为此, 潜意识里他们迫切地希望能够找到盟友与他们一起抗衡那剑仙门以及东方古国的联盟。 而勤明阴阳师这一方, 尽管没有明确表露出来他们和剑仙门之间的关系。 从一系列的事件里, 阴阳师的反应却能看得出来, 阴阳师们也好, 还是别的超凡者们也好, 事实上都对剑仙门的存在忌惮无比。 他们也都是花旗国的天然盟友。 值得花旗国妥协, 付出! 在花旗国大统召集了军方和相关专业的科研大能开了整整一晚上的会议之后。 随着相关科研大能高亢的表示, 目前的尖端科研项目离不开神秘金属, 想要超越东方古国的研究进度, 提前拿出成品出来也离不开这些神秘金属之后。 会议一致通过了与秦明阴阳师结盟的提案。 来自军事基地那被秦明阴阳师看中的发动机, 也因此被包好, 送到了秦明阴阳师的手中。 花旗方还贴心地送上了使用说明书和对于这发动机原理的简易讲解书。 到此, 萧宇也算是完成了这次过来花旗国的所有任务。 考虑到自己的随身空间里已经没有了强化金属合金。 萧宇决定不再留在这花旗国, 登上了砖机, 回去了印度。 回去时候, 萧宇所画秦明阴阳师还把那资质不错的安妮一家子也带了回去, 并让安培康夫好好地培养着女孩。 回去印度之后, 萧宇安排好神宫里面的事物之后, 便马不停蹄地再次登上砖机去了健康室。 十二小时之后, 萧宇抱着发动机回到了久违的老家, 看到了看家的大皇后, 忍不住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 我萧宇终于又回来了。 果然还是在家里, 感觉最舒服自在了。 在床上滚了滚, 休息了下之后。 萧宇这才抱着发动机, 通过时空门回到小人国。 这次去花旗国之行倒是有点久了, 前前后后用了差不多半个月。 先看看深渊是不是又开始捣乱了吧。 回到了神迹之城, 看了看爱诺迪亚乌师帝来的这段时间的汇报总结, 又接受了自己部下的几十处监视之眼的资讯。 萧宇想到了一直死不放弃的那些深渊魔物。 由于担心手下之人挡不住深渊的诱惑, 萧宇一直没有把深渊贵族印记留下来, 是以他离开这段时间潜入的深渊魔物难以被旁人发现。 现在萧宇回来了, 再次拿出深渊贵族印记。 顿时, 这段时间潜入大陆的深渊魔物们暴露在了萧宇脑海之中。 且, 还真是死性不改。 他们在我这片大陆损失的信徒和贵族已经不少了吧? 竟然还这样切而不舍地进行入侵? 好吧, 也与我有关, 我在深渊的心目之中, 恐怕已经是非杀不可之人了吧。 萧宇招来了已经晋升为了黑衣卫副指挥使的兰斯, 让他带人前去剿灭那些潜入大陆的深渊来客。 而后, 萧宇当着巫师们的面, 把这次花旗国之行礼, 从那位邪教徒卡木手中夺来的红马脑拿了出来。 这颗在萧宇看来也就自己大拇指那么大的红马脑, 一拿出来。 萧宇就听到四周传来了巫师们的一阵情不自禁的吸气声。 这是什么宝卧? 为何让我心境一下动摇了起来? 一位突破二级巫师没有多久的王室老巫师激动地摸着白胡须, 双眸一动不动, 全神贯注地看向那迷人的红马脑。 爱诺迪亚巫师飞在半空靠近了红马脑, 也是颇为迷茫。 我也不认得这物品, 可是他散发出的气息让我直觉颇为心动。 巫师们精神力无比强大, 直觉也随之无比准确。 当遇到问题的时候, 一位正式巫师往往会选择相信直觉。 这些在场巫师们都认不得红马脑, 可是他们相信自己的直觉不会骗人。 这红马脑肯定是一件非凡的对巫师有大用之物。 是以他们越发关心这东西究竟是何物, 并绞尽脑汁回忆着自己看过的文献资料。 是殿下回来了? 殿下, 你可算回来了。 为了改造那一艘战舰, 矮人们的产量跟不上啊。 乌图鲁巫师从门缝飞了进来, 边飞边向萧宇抱怨。 旋即, 乌图鲁巫师虎躯一阵, 吃惊地看着萧宇手中握着的红马脑, 吞了吞口水之后, 刷一下顺移到了红马脑的表面上, 伸出双手按在了其表面。 随着乌图鲁巫师的法力灌输了进去。 顿时, 这红马脑绽放出一轮柔和红光, 令在场巫师们都神魂微微一颤, 露出享受无比的表情。 嗯? 萧宇也感觉到了这股红光带来的异常。 好奇问道, 乌图鲁, 松开了双手之后, 露出一丝渴望道, 这是凝聚天地灵气与日月精华于一体, 然后千百万年的积累后, 才有机会诞生的秘宝, 赤月精。 这种秘宝, 我当年曾经有幸在金戈大陆得到过杀力大小的遗力。 我能成为沉心巫师, 出气多亏了这秘宝帮助。 我本以为, 这等秘宝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得见了, 却不想, 今日, 竟然能在殿下这里, 看到比我人还大一圈的赤月精秘宝。 肖宇微微一正, 没想到这红马脑竟然来头那么大, 听起来比这月花玉露还要珍惜。 他不由问道, 这秘宝有何用处? 赤月精可以使用法力进行催动。 乌图鲁乌是有些眼馋, 只是想到这段时间看到的神迹之城的实力, 以及这巨人深不可测的背景。 他心中微微一叹, 老实回答, 催动出来的光明为赤月红光, 吸入体内可以炼化体内杂质, 清除修炼产生的余毒, 长时间吸纳炼化, 更是可以脱胎换骨,成就赤月圣体。 赤月圣体? 啥用? 肖宇好奇道, 乌图鲁, 你当初炼成了吗? 赤月圣体可以让资质平凡之人 也能得到天之骄子的绝世天赋, 且自带强大的火系抗性和火系巫术增幅。 我当初只得到了一粒赤月精石, 勉强清除了余毒, 让我晋级无后顾之忧, 倒是未能炼成赤月圣体。 不过, 乌图鲁乌师自豪地仰起头, 看向肖宇道, 我本身天赋不差, 乃金戈大陆最强的天才, 本身素质倒也不逊色于赤月圣体。 肖宇下意识地忽略了乌图鲁的自吹自擂。 在了解了手中这红马脑的用法和注意事项之后, 肖宇把这学名赤月精的红马脑收回随身空间, 瞟了瞟四周一脸遗憾失望的众多巫师。 肖宇淡淡一笑, 开口道, 诸位多多努力吧, 如同月华玉露一样, 这赤月精也是有机会赏赐给你们的。 这话一出, 立即让众人从内心深处涌出一股子喜悦之意出来。 爱诺迪亚乌师更是激动得泪流满面, 心中暗叹, 自己果然上对了船。 除了主上这样的巨人, 天下虽大, 却哪里有如此慷慨的势力首领? 一些新加入的乌师, 却是本能地不大相信肖宇的说辞。 毕竟, 这可是珍贵无比的赤月精啊。 是金戈大陆的诚信乌师乌图鲁大人一辈子努力, 也才得到小小的一粒的神物啊。 那巨人, 竟然能舍得? 这不无数。 散会之后, 一位来自金戈大陆的乌师找到了爱诺迪亚乌师, 悄悄地问出了心中疑惑。 爱诺迪亚乌师闻言想了想, 回答道, 跟随殿下这一决定, 是我爱诺迪亚这一生最自豪的选择。 我知道你在担心, 殿下是不是再会兑现承诺。 但是我却觉得, 对我们这些追随者上还从没有实验过。 且, 你要知道, 我们看来珍贵无比之物, 在殿下眼里却未必是宝贝啊。 爱诺迪亚乌师说着, 拿出了一玻璃试管出来。 这玻璃试管里有着淡蓝色的药液, 正是那可以改善乌师体质, 提升晋级成功率的神药, 月华玉露。 当初, 我们得知殿下拥有了月华玉露之后, 也一致以为这样的珍稀材料, 殿下服用之后会存起来以备万一。 却不想, 殿下说到做到, 真的拿出月华玉露出来给予我们, 这才让我们这些资质愚蠢的巫师们, 也能有机会晋级正式巫师。 爱诺迪亚乌师说到这里, 深深地呼吸了口气之后, 提醒道, 永远不要以自身的眼光去猜测一位神之子巨人。 毕竟, 与其相比, 我们实在是太贫穷了, 以至于难以想象到, 神之子手中真正的财富是何等的天文数字。 月华玉露药剂也好, 赤月经也好, 赏赐下来, 又有什么不可能? 那位询问的巫师, 镇住了一会儿, 默默点头。 身为巫师, 观察力记忆力都不会差。 听到了爱诺迪亚乌师的分析, 再联想到, 在神迹之城这段时间看到的, 让他们震撼了一次次的现场。 如那堆砌如山的钢铁山峰。 如那几乎能喂养全大陆智慧生物所需一年的粮食山堆。 还有那存放在了山谷深处, 专门抽干了一处, 湖泊好盛放的白原叶湖泊。 巨人的财富, 总能让他们这些土著感到自身的卑微与渺小。 仔细想想, 富有如巨人, 还真没必要与他们这些穷逼斤斤计较。 月华玉露药剂会有的, 是月经想来也是能发下来的。 或许明天我要去神迹之城工会看看, 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兼职任务。 这位来自金戈大陆的巫师相信了巨人的节操之后, 脑子便活了起来。 他开始琢磨起来, 以自己的资质来看, 这辈子能晋级到第二级超凡巫师的境界, 就是老天眷顾了。 现在却是有了新的奋斗目标, 为神迹之城服务, 靠着努力完成任务, 换取修行资源, 以及最重要的月华玉露药剂和赤月经这样的神物。 或许当自己两百岁的时候, 有机会触摸到第三级超凡大巫师境界。 而一旦成为三级大巫师, 自己也就有了转修神系的机会了吧。 那样的话, 就算最终只能成为一位半神, 寿命也能延长千年吧。 而千年的寿命对于每一位巫师来说, 都是难以拒绝的诱惑。 这让这位巫师甚至于先跑去了神迹之城公会领取任务, 这才回去据点把艾诺迪亚巫师的话语复数给了其他伙伴。 一时间, 负责巫师们这一块的艾诺迪亚巫师就明显感觉到 手下这些巫师们的干劲十足了起来。 神迹之城的寝宫里, 萧宇享受了一番许久没有的侍女服务之后, 召见了乌图鲁巫师。 乌图鲁巫师目前负责改装萧宇的星际战列舰, 颇受萧宇的重视。 各种珍惜资源都被萧宇优先调配给了乌图鲁巫师。 萧宇更是许下承诺, 自己会留下一份赤月经给予乌图鲁巫师, 好让他可以更快地恢复实力。 只是,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乌图鲁巫师很快就再次跑到萧宇面前抱怨强化金属不够用。 萧宇当然知道为啥不够用。 为了和现实世界的官府交易, 矮人们每天的产量都会被他抽取三分之一出来作为交易品。 这份额是不能动的。 毕竟萧宇也是很关注现实世界的科技发展。 尤其是意识到自己提供的强化金属与航天有关之后, 萧宇更是突发奇想。 未来, 自己是不是可以跑去月球上寻找超凡材料? 这想法很大胆, 可是细细分析却是靠谱的。 按照许多超凡材料的生成环境来看, 月球绝对符合要求。 且月球可是一片未开荒之地, 加上大气稀薄, 吸收的阳光等各种能量, 要比地球上的单位面积多得多。 几十亿年来, 上面保存的超凡矿物真的存在的话, 品质肯定会更好。 更不必说, 月球上说起来还有着大量的环形坑, 那可都是陨石坑来的。 浩瀚宇宙, 无限星空。 那些落下后不曾被人为影响到的陨石坑里, 不管存在着什么超凡材料, 都是有可能的吧。 想到这里, 萧宇就不会停下这方面的佩忌。 可是自己的玩具不对, 是自己的旗舰也是需要的。 这, 可怎么办? 萧宇看着乌图鲁巫师, 开口询问了这位已经活了一千多年的老怪物办法。 乌图鲁巫师首先想到的和萧宇一样, 那就是跑去其他大陆, 把那大陆的矮人部落都给打包带回来。 但是问题来了, 这片大陆并没有诚心巫师。 想要靠近其他大陆, 只能瞎猫碰着死老鼠一样靠运气。 这显然不靠谱, 也源水解不了尽渴。 事已, 乌图鲁巫师在参考了王室巫师们提供的海量文献之后, 他啪一下, 用法杖指向了地图上的一处位置开口道, 我想到办法了。 什么办法? 萧宇文言连忙问道, 不能对外获取, 那只能对内继续压榨了。 嗯, 据我所知, 那些矮人工匠已经达到极限了。 萧宇犹豫道, 殿下, 我指的不是那些活的矮人。 乌图鲁巫师淡定地说道, 这片大陆不是还有许多死了多年的矮人工匠吗? 我们可以把他们唤醒为我们继续服务, 制造更多的强化金属出来。 死, 死了的矮人工匠也能利用。 萧宇有些惊讶, 他没有想到, 乌图鲁巫师的提议竟然是把目标放在了死人身上。 说起来, 萧宇对使用亡灵矮人工匠其实也没多少心理负担。 最多也就是想到了, 会心里尴尬那么一下下。 他惊疑的是, 这样做能行? 想要尸体保持生前的天赋技能, 这得非常高深的亡灵巫术才能做到吧。 至少萧宇自己, 就算有那本亡灵巫术书帮忙, 他也做不到。 这里面涉及的亡灵巫术实在是太深奥了, 恐怕只有传言出现过的亡灵大军才可以实现这种亡灵巫术吧。 本来是不行的。 乌图鲁巫师看着萧宇, 自信地道, 但是我刚刚阅读完了本地巫师提供的资料后, 发现了利用亡灵矮人工匠的方法。 哦? 萧宇道, 是什么方法? 亡灵大军! 乌图鲁巫师微微欠身, 轻声道, 曾经出现在我们脚下这片大陆, 并留下了他的目的。 殿下有所不知, 我在金戈大陆成为陈兴巫师的时候, 也和王者峡谷打过交道, 并接触过几位亡灵大军。 是也, 我有办法在那亡灵大军留下的目的上施法, 沟通他的真灵, 获得他的帮助。 从而得到陈兴级的王者, 苏生巫术。 陈兴级的王者, 苏生巫术。 萧宇眨了眨眼, 回忆着学习的亡灵巫术常识。 王者苏生术他并不陌生, 在现实世界, 他也用过。 只是效果一般, 也就是让新鲜尸体可以重新动起来, 化作旁人眼里的丧尸, 并且还有持续时间并没有直接召唤王灵来的好用。 比起萧宇抽去灵魂另造身体, 更是在实力上也差得豪远。 可, 陈兴级啊, 想来会有质的改变吧? 殿下, 陈兴级的王者苏生术, 可以创造一个王灵种族。 王者峡谷之中高级王灵众多的死亡精灵一族, 就是这种陈兴级巫术下的产物。 它可以让死亡的矮人们肉身重新活过来, 并产生新的自我意识。 他们将保留身前的天赋技能乃至留存在上的经验, 并一开始就具备终极王灵的智能。 而后随着时间流逝, 一部分王者会在成为高级王灵之后觉醒, 获得完整的身前记忆和能力, 并具备转化同类为王灵一族的天赋技能。 萧宇眨了眨眼, 想到了某款经典游戏的情节, 想到了被王灵化的某位复仇王子以及他造成的罪孕。 没想到这小人国里的王者峡谷势力, 听起来不仅具备那游戏里王灵的本事, 且还要更牛逼一些。 听起来不错, 但是怎么保证一位王灵大军乐意帮助我们? 萧宇问到这, 看到乌图鲁巫师得意地看向自己说道, 当然是因为殿下你的存在啊。 越华欲录, 赤月经这等可遇不可求的宝物, 哪怕是王灵大军, 也是无法拒绝的。 殿下只要能同意拿出一点出来进行交易。 乌图鲁有信心得到一位王灵大军的帮助。 乌图鲁巫师说完, 静静地等待萧宇的思考决定。 数秒之后, 萧宇微微点头, 道, 为了未来能得到更多的强化金属, 前期的投资是必须的, 也是可以接受的。 殿下英明。 乌图鲁巫师文言身子一抖, 心中却也松了口气。 果然, 这位来自诸神峡谷的巨人是舍得拿出赤月经来交易的人物。 自己未来得到的赤月经, 因为后遗症恢复不了实力, 但是拿来续命几十年想来, 还是够的吧。 走出了神之子的宫殿。 乌图鲁巫师想到这里, 不由快步回到了金戈大陆幸存者们聚集的城区。 此时正是晚餐时分, 看到在这里的幸存者们享受美食的开心表情, 看着那些自己的嫡系血脉孙们的笑颜。 乌图鲁巫师不由心中留过一缕暖流。 能再活几十年的话, 我的子孙们, 我也能帮助你们在神之子的下面成功找到自己的位置吧。 如此, 我死之后, 我之一族也可以留下一丝崛起之机了吧。 乌图鲁巫师这段时间勤勤恳恳为肖宇办事, 甚至还找到办法解决工匠问题。 为的可不就是这吗? 否则, 身为诚心巫师的他, 在金戈大陆被拖入深渊那一刻, 他就应该死了。 而不是靠着秘术转移到嫡系身上, 并断掉了与金戈大陆的最后联系。 位于千语帝国和飞兰王国交接处的王者之谷。 在荒废了许久之后, 终于在今天清晨迎来了大批新客人。 这些新客人们乘坐在一辆四个轮子的钢铁战车之上。 随着刺耳的刹车声响彻了天空后, 纷纷从那钢铁战车之上跃了下来, 靠近了王者之谷。 碰! 萧宇也从电动车上走了下来, 双眸凝聚了鹰眼之树之后, 轻轻松松就看清了这被称作王者之谷的地方。 这就是亡灵大军留下的真正目的。 萧宇低声问道, 是的, 殿下! 爱诺迪亚巫师站在萧宇肩膀上, 欠身道, 乌图鲁巫师昨晚一晚上没睡, 使用巫术探测了我们发现的几十处墓地遗址, 最后确认了这一处王者之谷, 才是那位亡灵大军真正的墓地。 呼! 萧宇听后轻轻点头, 脑海里想起了恶补的相关知识。 亡灵大军是不死之身。 死亡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新的一次入睡, 但是醒来之后想要重新降临到某片大陆上, 却需要坐标。 是以他们喜欢到处修建自己的墓地, 并在某些墓地里留下自己的特殊奇物作为坐标, 以便自己从上一次死亡恢复过来之后, 重新降临。 这些留下了特殊奇物坐标的墓地, 便是亡灵大军的真正墓地。 也因此, 因为亡灵大军的真墓地出现几十处什么的也是正常情况。 这也是为何, 乌图鲁巫师要来真正墓地联系那亡灵大军的原因。 这次交易真的能顺利达成吗? 同样站在肖宇肩膀的马法巫师有些担心。 作为一名阵法师, 马法巫师对亡灵大军这样的存在, 总觉得对方不能信任。 问题应该不大。 艾诺迪亚巫师想了想说道, 资料没错的话, 这次接触的这位亡灵大军至少千年前被杀死过一次。 他现在要么还只有真灵有着意识, 肉身没有醒来, 要么就是醒来了也还处在虚弱期。 无论哪种状态, 他都需要有外力来帮助他缩短恢复时间。 王者之谷里, 乌图鲁巫师轻飘飘地飞了下来, 刚一落地便感觉到了原地有着一股熟悉的感觉充斥到他心头。 他不由微微失神, 旋即笑了起来。 还真是巧了, 这墓地的主人居然是那位与我有一面之缘的阁木亡灵大军。 他当初离开金戈大陆时候提及过要找到战胜死亡女士的办法。 现在看来, 是先一步被教训了一段。 不过这也好, 一个有着深仇大恨的亡灵大军, 作为交易对象无疑能让成功率大增。 乌图鲁巫师定下心神, 确认了这篇墓地的真实性之后, 便招呼了跟着来的几百巫师帮忙, 在这王者之谷内使用白银布置出了一道复杂晦色的法阵出来。 这大型法阵的布置用了乌图鲁巫师整整一个下午时间。 这期间, 阵法天才马法巫师还与乌图鲁巫师进行了交流, 利用他那灵光一闪的创意, 帮助乌图鲁巫师完善了这一法阵的几处节点, 从而令得这一大型法阵更有效率。 也令乌图鲁巫师暗暗叹了一声, 神迹之城的巨人这是捡到宝了。 如马法巫师这等阵法天才, 如果被其他大陆的陈兴巫师得知, 那也是肯定会引来一场大陆征战的。 毕竟阵法这东西太看天赋了, 也实在是相当的重要。 实力不够, 阵法来补可是巫师界的大实话之一。 一个天赋卓越的阵法师, 哪怕实力只有一级超凡, 也值得一位陈兴巫师的屈尊对待。 不求别的, 单单他能帮你把某大型法阵的消耗减少那么一层, 就已经足够平时的付出了。 只是, 就目前来看, 或许是因为迷失大陆巫师传承残缺的缘故。 乌图鲁巫师注意到, 这位马法巫师还没有得到那巨人足够的重视。 也怕, 等此事结束了, 还是要提醒一下, 也算是多留人情, 为子孙谋取福利好了。 乌图鲁巫师记在心中之后, 秘语萧宇他这边已经准备就绪。 正在电动车里修炼的萧宇身子一震, 睁开双眸走了下来, 俯身看向这片对他来说也就一道稍微宽一点的下水道的山谷说道, 开始吧, 乌图鲁巫师, 我们会为你护法的。 说完, 萧宇轻轻挥了挥手, 四大元素召唤物七七登场, 出现在萧宇身边。 同时, 王者之谷的上空, 无限正义号机甲, 也手持一柄大型电锯, 悬于半空, 以防意外。 此外其他几百位过来的巫师们也节鎮以待不测。 对方毕竟是亡灵大军, 历史书里明确记载的大反派。 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出现? 多做准备, 总不会有错。 准备完毕, 乌图鲁巫师得到指示后, 拿起了一瓶耗费了海量珍稀巫术材料才炼制成功的药剂, 稳稳地将之滴入地上的阵法核心之中。 而后随着乌图鲁巫师口中念出了咒语, 整个王者之谷的地面都洋溢出了天蓝色的光芒, 并隐隐间仿佛沟通了这片天地, 引起了空间的共鸣。 萧宇微微皱眉, 这股莫名而来的共鸣让他颇有些不舒服。 他不由运转起超凡灵光, 立即抵消了四周压过来的不是。 王者之谷里, 随着法阵运转成功, 忽然间, 天空出现了一个微型黑洞。 而后一道投影从那黑洞里投射了过来, 站在了王者之谷之中。 这投影是一位带着灰白色王冠, 身披古老朴素的灰色板甲, 有着一件破烂披风的骑士。 这位骑士大约有小人国眼里二十多米高, 以至于乌图鲁巫师在他面前一下化作了小矮人。 感谢你的回应, 格林大军。 乌图鲁巫师看到投影之后, 微微欠身, 向其问好。 这位骑士投影半蹲下了身子, 好奇地看向乌图鲁巫师此时那年轻的身躯, 用好似生锈的齿轮转动的沙哑声, 如何从沉睡中唤醒我? 你换了一具身体, 灵魂却衰弱不堪, 只有化身巫妖才能救你一命。 但是以你的状态, 化为巫妖也只能成为最低级的一类。 怎么样, 还打算让我帮忙吗? 乌图鲁巫师苦笑了一声, 他当然知道自己的状态, 立即摇了摇头。 身为沉心巫师, 哪怕只是曾经的沉心, 他也是不会容许自己为了苟且偷生而化作巫妖的。 嗯, 当然了, 这当中只能化为最低级巫妖, 是他拒绝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尊敬的格林大军, 我这次唤醒你, 并非为了我自己。 我需要你的帮助, 释放沉心级的王者苏生之术。 哦? 你居然打算制造出一个新的种族? 骑士身子抖了抖, 再说到这时候, 他环顾四周, 发现了严阵以待的萧羽, 以及天空的无限正义号机甲。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高大的巨神兵。 骑士意识到了自己一开始的猜测是错误的, 笛声道, 原来如此, 金戈大陆已经不属于你了。 你现在也成为了别人的属下。 是的, 格林大军。 乌图鲁乌士点了点头, 诚恳道, 我如今为来自诸神峡谷的神之子服务, 与他进行交易, 将能让格林大军你早日恢复, 重新登上王座。 那位巨人, 来自诸神峡谷, 也就是说, 我的目的并没有被转移了。 格林大军说到这, 笑了起来道, 我大概明白现在的处境了, 不过, 来自诸神峡谷的神之子啊, 这可是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新势力。 也罢, 你们想要我的陈兴及王者苏生术, 能付出多少代价? 问完之后, 格林大军的投影, 那位骑士就看到乌图鲁乌士 从包裹里拿出来了一盒木盒。 木盒打开后, 里面存放的是五枚从金戈大陆 带来的高品质阴影系魔石。 这些魔石对亡灵有着极大的好处, 也让肖宇在意过。 可惜肖宇很快发现这些魔石对他来说 不比沙利大夺手, 拿来施法都不足, 更不必说修炼什么的了。 是以将之带来交易, 也是爽快得很。 而除了这些魔石外, 乌图鲁乌士还提供了混合了赤龙血, 笔蒙巨兽血, 以及一人份月华玉露药剂的特殊药液。 这试管药液拿出来之后, 格林大军也不得不动容了起来。 月华玉露, 格林大军做了一个深深的吸了口气动作之后, 微微点头, 我的心肉身需要这瓶药剂。 乌图鲁, 你打动了我。 这次交易, 我格林大军答应了。 说完, 随着乌图鲁乌士小心翼翼把交易品放在了骑士投影脚下。 四周空间, 突然一阵肉眼可见的波动闪烁而过。 微型黑洞消失了, 王者之谷的投影也不见了踪命。 那乌图鲁乌士辛辛苦苦布置下的法阵, 更是全部蒸发了一样, 化作一股蓝色雾气消散了开来。 唯有乌图鲁乌士前方, 留下了一枚半透明的符纹悬浮在半空, 表明了一位亡灵大军曾经来过, 并在这里留下了东西。 艾诺迪亚, 怎么是我们这边先交东西给那位格林大军? 萧宇看完了全过程之后摸了摸鼻子道, 要是对方拿了就跑步交易了怎么办? 这, 艾诺迪亚乌士微微一正, 犹豫了下道, 对方可是媲美沉心乌士的亡灵大军, 应该不会这样做吧? 不, 他们会。 乌图鲁乌士收了那枚符纹之后飞了出来, 正好听见萧宇的询问, 他便开口说道, 亡灵大军不讲信用, 在陈兴生物的圈子里是出了名的。 并且这些怪物就是誓约也无法约束他们, 是以和他们进行交易, 比和深渊领主交易还要危险。 这样, 那你怎么还? 艾诺迪亚乌士吃惊地看着乌图鲁问着。 那乌图鲁乌士耸了耸肩, 道, 因为我们双方都有着多次交易的基础, 尤其是这位格陵大军, 他正处在虚弱气中, 急需我们这样的客户提供帮助。 为了长远的利益, 哪怕是贪婪诚信的亡灵大军, 也是懂得什么才是最优的操作的。 说到这, 乌图鲁乌士转身看向萧宇微微欠身后说道, 殿下, 陈兴及王者苏生术的核心符纹, 我们已经得到了。 接下来, 只需要收集矮人们的尸体, 然后一口气将他们复苏就行了。 那么简单。 萧宇说道, 然后我就可以制造一个新的种族了。 是的殿下, 一个新种族, 死亡矮人族将在殿下手中诞生。 乌图鲁乌士道, 不过为了神迹之城的矮人们可以安心工作, 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 这是肯定的, 需要的劳动力, 我可以派出亡灵巨人来协助。 黑衣卫! 萧宇说道, 务必封锁相关消息, 我授权你们在必要事后可以采取一切手段 阻止人干扰我的矮人们的生产活动。 是! 隐藏在萧宇影子之中的黑衣卫指挥使缓缓露出身形, 向着萧宇行礼之后, 立即退下, 开始安排起来。 很快, 大陆上的各处矮人聚集点都迎来了大批全副武装的军人。 这些军人在巫师和大骑士的带领下, 向着那些矮人留守平民们宣布了来自伟大的大陆守护者, 一切荣耀皆归于一身的神之子的旨意。 考虑到这段时间, 矮人一族为大家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特在神迹之城郊外修建了一座小城名为矮人之城, 作为矮人一族的新家园。 所有矮人, 不论老弱还是病残, 都当被接送到矮人之城, 获得幸福新生活的权利。 为了保证矮人们听话, 萧宇在这行动里还拨出了大量物资, 让矮人部落里最胆小的也不觉得神迹之城会对他们做什么坏事。 当然了, 哪怕如此做了, 依旧有不少矮人不肯离开这片祖宗生养他们之地。 这当中又以老矮人居多。 这让那些帮忙接送的巫师和大骑士们没有办法, 只好按照兰斯骑士的办法, 打开了一瓶瓶二锅头, 并故意撒了一地, 让九香将这些死都不肯离开的矮人们给骗出来。 然后接下来的是, 就没有一瓶二锅头搞不定的。 如果有, 那就两瓶。 靠着二锅头, 加上神迹之城的富有, 这一计划进展顺利。 尽管这期间也因为声势有点大, 引起了一些超凡势力的好奇。 在黑一卫警告之后, 绝大部分超凡势力都明白不做死就不会死的硬道理, 放弃了好奇心。 极少数喜欢做死的冒险者, 在绝对实力差距面前, 也就真的做死了。 黑一卫作为肖宇新建立起来, 还没一年的特务组织。 正处在向上的阶段, 人人都想着立功, 然后当官发财, 变得更强。 杀起人来, 可是不会手软的。 事已, 随着这些机构在肖宇的意志下全力转动起来。 不过一周功夫, 他们就成功地把遍布整个大陆的几百处矮人墓地都给挖空了, 并把找到的矮人尸体都给堆积起来, 集中在了一片被乌图鲁巫师认为最适合施法的阴森盆地之中。 肖宇亲自来到了这处小型盆地, 看到了黑衣卫们堆砌起来的几堆尸体堆。 肖宇注意到, 这里面好多矮人的尸体都已经腐烂, 甚至变成了窟窿。 他不由有些怀疑接下来能有多少死亡矮人诞生。 希望能多个几千吧, 能有几千不眠不休的死亡矮人工匠的话, 应该能极大缓解材料不足的问题了吧。 深呼吸了几下, 肖宇作为这片土地上最大的法力源, 踩在了盆地外的法阵之上, 按照乌图鲁巫师的告知, 拿出了那枚符文灌输法力的同时。 肖宇扶置心灵的心中一动。 顿时, 闲者之时, 海妖之类等高品质魔石刷刷飞出, 辅助肖宇维持其法力输出起来。 同时, 信仰神器之一的圣母木像从肖宇身上飞出, 飞抵了那盆地上空, 微光一闪, 竟是令这片天空下起了淋漓细雨。 细雨下, 守卫在盆地四周的黑衣卫巫师和那些骑士们惊讶地发现, 许多已经腐朽腐烂的矮人尸体竟然开始恢复起来。 伤口在愈合, 皮肤在恢复光泽, 一些尸体的枯瘦脸蛋两旁, 甚至再次出现一抹红韵。 他们不由震惊不已地看向了那空中的信仰神器。 内心深处压不住的震撼都悉数表露到了脸上。 一直超然的乌图鲁巫师也在看到这一幕之后, 心中惶恐不已。 莫非, 这就是巨人异族制造的巫术奇物? 竟然有这样的伟丽, 已经不亚于一些世界奇物了吧。 且我能感觉到这股伟丽偏向神系, 这巫术奇物的制造者, 莫非是一位徽月级的主神? 这样的效果, 定然是出自超越我全圣器的大能之手。 乌图鲁巫师看着信仰神器的能力让矮人一族尸体复原, 心中感叹, 神之子大人的底蕴果然是深不可测呀, 我的选择没有错。 而后, 这乌图鲁巫师看着时候差不多了, 便开始提醒肖宇释放巫术。 肖宇得了乌图鲁巫师的提醒, 微微点头之后, 全力激活了符文。 顿时, 与亡灵大军交易的得到的陈兴及王者苏生树化作一道白光, 笼罩了肖宇眼前这片盆地。 渐渐地, 奇迹出现了。 矮人一族的尸体堆里, 有强壮的矮人身子一抖后动了起来。 他们爬出了尸山, 站在盆地上茫然地看向四周。 作为死亡矮人, 有着自我意志的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 却不知道为何如此。 随着人数越来越多, 一些死亡矮人自发地成为他们的领袖, 开始同龄起剩下的死亡矮人一族起来。 萧宇看到这些死亡矮人的小动作, 也不理会, 只是静静等待时间流逝, 直到尸山里许久不曾有死亡矮人在出现后。 他才示意让乌图鲁巫师飞向这些死亡矮人宣告他们的命运。 来自诸神峡谷的巨人, 神迹之城的城主, 这片大陆的守护者。 不过, 就算我们是矮人一族的王者, 是被你们的巫术复苏的存在, 我们的自我意志也是不会屈服的。 被宣告了的死亡矮人们之中, 一位头戴王冠披着生锈铁甲的矮人忽然跳了出来, 双手展开, 大手咆哮起来, 矮人永不为奴。 说完这话, 这位不知道是第几代的矮人王, 双手间换出了一柄相对他身高要长一倍的黑色铁锤。 嗯? 这是矮人一族的大帝之锤天赋巫术, 只是居然因为亡灵化而附带了阴影与瘟疫之力。 马法巫师看到那矮人王的动作, 很是感兴趣的到, 陈星级王者苏生之术看来成功了, 二级天赋巫术都能重现, 更何况非超凡也能释放的天赋技能。 萧宇点了点头, 面对那跳出来的矮人王出手。 他伸出了右手, 对着相隔颇远的那矮人王隔空那么轻轻地一握。 顿时, 虚实之手的实体出现在了矮人王的面前, 大手展开已然屏蔽了那矮人王的视线。 而随着这大手握拢, 矮人王瞬间化为了一团模糊不清之物, 并随着虚实之手消失而哗啦一下流淌了下来, 打湿了一片盆地土地。 还有谁? 想要反抗我的统治? 萧宇做完这微不足道的一击后, 双眸带着冷裤扫过了那些死亡矮人。 目光所至之处, 所有死亡矮人都纷纷跪倒在了他的眼前。 这些矮人们生前就不是什么视死如归的豪杰, 死后复苏除了因为亡灵化而保留了对生者的固有执念与仇恨外。 对自我存在, 恐怕要比生前还要重视。 毕竟这辈子的死亡矮人们已经失去了味觉, 品尝不了美酒了, 也不能繁衍, 享受不到啪啪啪的滋味。 唯一还能吸引他们的, 也就是自己还在思考这是本身了。 大局已定, 巫师们飞了过来为死亡矮人们上了巫术枷锁。 对于这批死亡矮人, 一开始, 萧宇就没打算给予他们功名待遇。 他们只是工具, 也只能是工具。 毕竟他们是亡灵, 天生就是一切生灵之敌。 别看萧宇等人和亡灵大军能交易, 能谈笑风声。 事实上, 一旦亡灵大军自认为自己优势很大, 他一定不会犹豫与萧宇一方开战。 而一旦开战, 所有亡灵都会成为亡灵大军天然的助力。 一如深渊贵族再强, 也反抗不了深渊。 亡灵生物一样, 无法违抗亡灵大军的命令。 就算是有了心生意志的高级亡灵, 哪怕心里不同意, 身体却一样会老老实实地过去效力。 这是亡灵们的规则, 非如今的神迹之城之力, 可以改变。 殿下, 我们一共收获了五千一百名矮人, 值得庆幸的是, 他们都是矮人工匠, 可以为我们服务。 爱诺迪亚巫师飞回萧宇肩膀, 有些兴奋地回话道, 这都是托殿下刚刚拿出的那件巫术奇物的服务, 否则我们算过, 从这些矮人一族尸体里, 能复苏成功的能超两千, 也已经是好运长半我等了。 五千一百名吗? 肖宇听到这具体数字, 也是露出笑意道, 将他们都带去工厂, 由黑衣卫严密监察, 让他们二十四小时不停息地, 为我开工合成强化金属。 这, 他们的法力, 恐怕跟不上吧。 爱诺迪亚巫师有些担心地说道, 呵呵, 不要紧的。 马法巫师眯起眼得意道, 我改进了凝聚阴影之力的法阵, 再配合殿下, 给予的注射用法力药剂, 完全能保证这些不知疲倦为何物的死亡矮人们, 努力为殿下工作。 太好了, 这一来, 我们的强化金属产量必将得到新的突破。 一位王室巫师露出开心笑容, 我们的实验室也能申请一部分用度了吧? 这恐怕不行, 我打算把这些矮人的产量都配给乌图乳巫师, 让他改造星际战略剑。 而后, 我还打算让他利用附魔知识, 为我改造强化大量的零部剑。 恐怕很长一段时间里, 强化金属依旧会入不敷出。 听到了骁宇的回答, 王室巫师们陷入了沉默, 巫师们的效率不得不说还是相当高效的, 尤其是在他们上面有了一位伟大的大陆守护者的时候, 更是如此。 不过区区五小时过去了。 位于大陆中部地区的一处因为荒兽入侵地空旷出来的小镇, 被改造成为了死亡矮人一族的工厂, 被巫师们安排了他们进去。 随着骁宇指挥了一名亡灵巨人, 骑着电动三轮车从神迹之城运来了几吨钢铁和几百公斤青铜后。 死亡矮人一族开始为骁宇提供他们生产的强化金属起来, 在得到了黑衣卫砖儿指挥使送来的一份样品后。 骁宇握着这枚金属片, 微微点头, 和活的矮人制造出来的一模一样, 这还真是可喜可贺之事。 也不枉我付出的那么多代价了。 骁宇说完, 吩咐了几句之后, 开始抓紧时间修炼起来。 很快, 一周时间过去了。 这一周里, 骁宇靠着赤月经刻苦修炼, 连平时热衷的侍女团按摩修行都暂且放下了。 每天除了回去老家的五六小时外, 几乎都在利用赤月经打熬着身体, 修炼着巫术。 这样的刻苦自然不会毫无收获。 毕竟他手中的赤月经, 可是也因为骁宇的吸收链化, 便小了一圈的。 要是小人国里有巫师得知, 赤月经还能这样子给予巫师修行, 一定会大呼一声毫无人性, 是贫穷限制了他的想象力极限。 毕竟, 要是给他们这些巫师赤月经, 那还不每天抽取过一丝, 然后赶紧画上十天半月小心翼翼地转化, 生怕浪费了哪怕0.01%的效力。 而骁宇这样的长时间不停吸取, 肯定会有药力散发一部分, 能吸取到80%, 也算不错了。 呼,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充满了活力, 我的力气大了一倍, 我的法力上限也一下子提升了至少一半。 且最重要, 还是这赤月圣体。 说到这, 骁宇双眸闪耀着夺目的红光, 额头上更是出现了一轮血色星月印记。 而随着这一好似纹身的星月印记出现, 骁宇身后浮出出一轮淡淡的虚影法香。 细细看去, 可以发现那轮虚影法香乃是一轮悬挂在血色空间之中的残月。 这就是圣体吗? 还未二级超凡, 就让我提前领悟到法香之力, 虽然这法香目前也就一虚影, 成不了事, 但是给予的感悟却是假不了的。 且, 加成也少不了。 开启圣体之后, 我不仅全属性再次提高了一倍, 超凡灵光的质量似乎也一下子高了一半。 或许我现在已经有二级巫师的势力了。 而等我达到二级巫师的时候, 是不是就能挑战伟三级的巫师了? 萧宇有些明白, 为啥那帮子天之骄子都能月季挑战了。 这种天赋上的加成, 根本就是不给普通人活络啊。 还好, 还好, 这些天之骄子天生天赋他, 虽然为灵, 可是课进来的天赋还是有的, 可以得到的。 且听乌图鲁巫师的分析, 自己这种靠着课进来的天赋, 发展到后期, 也是不会比那些天之骄子们差太多的。 哼, 就在萧宇适应自己修炼成功的赤月圣体时候, 忽然一声响彻外界的爆炸声引起他的注意。 无需走出宫殿, 正在高空翱翔, 体悟体内魔兽血脉之力的安蒂斯神音成为了萧宇的双眸, 看向了出世地点。 却是在神迹之城的一处炼金学院之中。 说起来, 炼金学院爆炸事故其实挺常见的。 每天不爆炸几次, 炼金术士们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 只是这一次爆炸实在是有点大了。 一座小人国眼里一百米高的巫师塔都给炸得断裂成两半, 炼金学院的防护罩也给炸爆开去。 看看那冒火和黑烟的后花园小屋, 就能猜到防御法阵的核心恐怕被摧毁了。 修复的费用就会是一笔天文数字。 该死, 这是怎么回事? 莫非有巫师在实验三级巫术了不成? 黑衣卫指挥使专而黑着脸带着大批高手第一时间冲了进来。 看到现场惨状他有些失色地说道。 嗨嗨, 我们巫师有专门的巫术实验场, 不需要来炼金学院。 一位黑衣巫师走了出来, 脸色古怪地说道。 而且我没有发现这里有多少巫术残留。 或许这是那些炼金术士们搞出来的吧? 啊? 那些炼金术士有这样的本事? 几位黑衣卫高手微微一正, 本能的都有些不相信。 小人国一直以来都是巫师为王, 骑士为辅的世界。 炼金术士们的地位相当尴尬。 他们很多时候都被当作是对某些势力缺少巫师, 而不得以为之地补充。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炼金火炮的威力能媲美一部分低级地毁灭习巫术, 可是灵活性和准确度却是差之甚远。 至于生活上, 交通上的一些发明创造, 一方面不被瞧得起。 另外一方面说实话, 巫师们靠着巫术往往干得更好。 好比《浮空飞艇》已经是炼金术士们这几百年来最好的作品了。 可是跟巫师们制造的浮空堡垒一比, 谁更吊炸天, 会心里没点数? 是也, 他们难以相信当刚能让他们也感觉到后怕的爆炸, 是炼金术士们搞出来的。 但是随着调查深入, 这些黑衣卫无奈发现还真是如此。 制造这一起事故的是一对不过二十多岁的兄弟。 他们是原谦与帝国人, 小贵族出身, 得以被培养为了一级巫师学徒。 只是很快随着变故, 家道中落的他们因为没有了家族资金支持, 得被学院放弃了。 不愿意留在学院当一辈子打杂的这对兄弟成为了炼金术士, 并跟随导师一路从非亚王国, 白鲁王国直到进入神迹之城, 并获得了萧宇的青睐, 得到了拨款, 获得了一处实验室。 他们研究的课题是萧宇提出的诸多猜想的一种, 涉及到了危险爆炸物。 他们刚刚就是在实验这一爆炸物, 没想到他们成功了, 且还是不得了的大成功。 一下子就把炼金学院也给炸坏了。 萧宇很快得知了事情真相, 看到报告他不由自主笑了起来。 暗道一声, 自己果然英明。 这些炼金术士们之所以大批过来神迹之城, 自然与萧宇对他们的优厚待遇有关。 在科技文明环境下长大的萧宇, 本能地对他们这些小人国的另类科学家炼金术士们, 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好感度与期待感。 也因此, 一直乐意寄予他们天使投资。 哪怕其中一部分炼金术士看起来不是那么靠谱, 该给的待遇还是不会少。 反正在萧宇看来, 这点天使投资全部加起来了, 也不过是他吃一顿零食的花费。 就是全失败了, 也就少吃一顿零食啊, 好像不对, 自己其实也不需要少吃就可以承担得起的了。 而万一成功了呢? 那不就赚大了? 而今天这次爆炸, 正说明了萧宇的投资取得了一次阶段性的成果。 赵监那对兄弟, 萧宇呵呵一笑, 对着身边伺候着的爱丽丝公主道, 顺便昭告整片大陆。 炼金术士研究出来了一种新的炼金炸弹, 威力足以媲美毁灭系的伟三级巫术。 什么? 伟大德神之子居然给了那两位炼金术士丰厚的奖励。 不可能。 和他们体重一样重量的白元业。 天哪, 真让人羡慕嫉妒恨啊。 神迹之城的酒馆里, 聊天吹牛的旅客们很快就被炼金术士的话题给引爆了。 他们来自四海八方, 能来神迹之城讨生活无疑算得上见多识广, 是以越发对炼金术士也能得到如此重视和厚赏感到震惊。 尤其是从神迹之城官方情报渠道那故意露出来的消息, 更是令不少在场的巫师学徒心中一动, 有了放弃学业转修炼金术士的冲动。 毕竟, 这次的赏赐可是二人等重的白元业。 少说也得有个一百公斤吧。 一百公斤的白元业, 哪怕因为神之子的慷慨大方, 使得其价值已经跌到了最廉价的超凡材料那一档次。 可, 那也是货真价实的超凡材料啊。 别看神迹之城里的高手们不拿白元业当回事, 放在外面去照样是能让世家贵族们打生打死的好东西。 那两位炼金术士要是没志气, 靠着这赏赐完全能跑去其他王国的大城市里, 当一个富翁醉生梦死一辈子了。 而在酒馆里的众人正震撼于这消息, 发出各种感慨的时候。 酒馆木门又被推开, 一位黑衣卫走了进来, 拿出一张告示贴在了酒馆的公告栏上, 同时环顾四周大声道, 神之子殿下有令, 炼金学院有功。 当赏! 现于西城区扩建炼金学院, 并拨装款勇于招生。 无论贵贱, 无论性别, 无论年龄, 凡是有志于成为炼金术士的, 都可在三日内前往原炼金学院就职处报名。 殿下承诺, 凡是考试合格入学院者, 借恩赐白元业一平, 金币一百。 天啊, 这待遇未免太好了吧? 是啊, 只是加入炼金学院而已, 奇怪了, 难道炼金术士真的有着我们不知道的大本事? 酒馆众人们在因为震惊而沉默了会儿后, 随着黑衣卫离开, 轰一下炸开了。 父亲! 酒馆角落, 一位十六七岁的黑发绿眼少年站起身来, 目光炯炯有神, 看着身旁那满脸落腮胡子的见识, 口气坚定地嚷道, 我想要当炼金术士。 胡闹! 你是我们家唯一有务视天赋之人, 岂能去当什么术士? 那父亲连忙回绝, 扭头却是看到了自己儿子不屈的眼神。 急促呼吸了几下, 这位见识父亲就打算按照以前那样把这小子提起来, 献一个过肩衰, 然后打扶他的时候。 那少年突然开口, 白元业给你, 金币也分你一半。 见识父亲伸出的右手一下子凝固在了半空。 少许, 他叹了口气, 看着自家儿子苦笑了一声, 也罢, 谁让我们家道中落, 已经攻不起一位巫师学徒了呢? 白元业, 你留下一半吧, 自己不用。 拿来教好市长, 也是好的。 少年点了点头, 重新坐了下来。 酒馆前台, 老板娘眯着眼, 看完了整个过程, 打了一个喝欠之后, 把偷偷录下的留饮食换了一个新的。 而后离开了酒馆, 悄悄前往了黑衣卫在这片城区的秘密据点, 把这留饮食交给了上级。 数小时之后, 酒馆里少年的那一声, 父亲, 我想要当炼金术士。 响彻在了萧宇的宫殿里, 让萧宇微微汗手, 看了眼黑衣卫指挥室后表演道, 不错, 不错, 我这一招千金买马骨, 还是可以的吗? 大家的炼金积极性, 都被我给调动起来了。 萧宇摸了摸鼻子, 觉得自己新开的炼金学院, 短时间内, 是不会缺少学员了。 就是不知道这一批学员里面, 究竟可以涌现出多少炼金天才出来, 能够资格得到自己的赏赐。 想到这, 萧宇不由看向了不久前马法巫师, 按照炼金术士兄弟的说辞, 亲自配置出来的爆炸药剂。 这一爆炸药剂, 使用了大量的来自萧宇所在世界的面粉。 只是除了这面粉为主料外, 那对兄弟还一想天开的, 在其中加入了白原液和地灵草笼液。 从而配置出了这一款, 威力丧兴病狂的爆炸药剂。 根据上次爆炸实验威力推测, 这一爆炸药剂, 只需要一瓶, 就能起到原先的炼金炸弹一百平的威力。 且爆炸瞬间产生的局部超高温, 甚至可以影响到四周空气之中, 巫术结构的稳定性。 是以, 它还有一定的破魔特性。 唯一缺点或许就是配置麻烦, 成本昂贵了。 不过这对于萧宇而言都不算回事。 对小人谷而言, 最贵的莫过于白原液和地灵草笼液。 偏偏这两样萧宇都已经可以从现实世界获取, 成本对它来说变得微不足道。 配置麻烦, 那是相对于炼金术士。 交给巫师后, 靠着巫师之手以及现代化学实验理论知识的支持, 巫师们配置起来也就是消耗点时间人工成本罢了。 是以, 萧宇想了想, 又追加了给那对炼金术士兄弟的奖励, 多给了他们一根白萝卜, 炼制出来的白原液, 让得他们感激涕零, 跪在地上不知所云。 对了, 爱诺迪亚, 这次炼金学院的考试题目, 你们列出来了吗? 是的, 殿下, 我们都已经列出来了, 都来自几位优秀炼金术士所出。 哦? 我看看。 萧宇一发令, 爱诺迪亚乌师指得赶紧把考题复印到了投影时上, 而后施法打开投影, 让萧宇可以舒服的一眼就能看清。 嗯, 求一等边三角形的面积。 哟, 要求找这图上有多少个正方形? 有意思, 都是一些考察智力, 分析力和思维能力的题目, 看来炼金术士还真和现实世界里的科学家有那么一点共同性。 不, 说起来真要说智力的话。 萧宇想了想自己已经经非细比的大脑, 露出苦笑, 恐怕每一个正式巫师都可以轻松碾压掉现实世界里最聪明的天才学者吧。 值得遗憾, 却也值得庆幸的是, 巫师们的智慧用去了别的方向。 留下来搞基础科研的, 只是一群巫师学徒都有所不如的失败者充当的炼金术士。 或许, 我可以把现实世界里的一些世界难题拿来这神迹之城进行悬赏。 说不定, 巫师们就有灵光一闪的天才人物, 一下就帮忙我搞定这些世界难题了。 萧宇想了想, 觉得这还真是一个可以试试的有趣的事情。 解渴行性并非没有。 确实, 有许多难题层层相扣, 不了解相关领域科学的几乎无从下手。 但是也有许多许多世界难题, 并不需要高深专业。 他们需要的只是灵光一闪, 是下一位可以带领人类前进的领军者。 而这些, 在小人国里, 巫师们似乎要更加地得天独厚。 萧宇的幻想, 被乌图鲁巫师的使者打断了。 不过萧宇并不生气, 反而在得知了使者消息之后, 大笑了起来, 旋即叫上了自己的侍女团和自己一起出了宫殿, 前往了远处的宫坊。 那宫坊由萧宇指派的亡灵巨人帮忙布设而成, 在萧宇看来有点像工地上的临时大棚。 在小人国人眼里, 自然是庞然大物了。 毕竟, 这支撑了铁皮大棚的支架可都是高达400米, 甚至500米的钢铁柱子。 地面上也铺设了名为水泥的地板, 使得硬度得到了极大提升。 当然了, 在小人国的工匠们和巫师们眼里, 最震撼惊奇的莫过于那放在这工地里已经近一个月, 让他们累得昏昏沉沉的罪魁祸首, 那一艘没有翻, 且采用了全封闭设计的750米长的浮空战舰了。 好在, 他们的努力总算没有不菲, 在耗费了海量的材料, 大量的人工后, 他们总算按照乌图鲁巫师给的指标完成了对这一艘浮空战舰的改造工程, 并在刚刚完工没有多久, 就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好消息。 他们的主宰者, 那位伟大德神之子殿下, 将要亲自视察这艘战舰。 对于这些负责了这艘战舰的工匠, 还有巫师们来说, 这可是一个不得了的好消息。 现如今, 到处都传遍了消遇, 给了那炼金术士们的赏赐是多么多么的丰厚。 想来他们这些工程们, 得到的赏赐怎么也不会比那两位炼金术士要少吧? 至于会不会出现问题? 这是不可能的, 负责工程的可是乌图鲁巫师, 一位曾经的陈兴及巫师。 哪怕他已经大不如前, 眼光定然是不会错的。 巫师们都对他颇为福气, 且信心十足。 殿下, 全体人员都已经列阵公营你的到来了。 乌图鲁巫师最先注意到消遇的到来, 在消遇下了车走过一道警戒线, 靠近这一处工房之后, 乌图鲁巫师便立即飞了过去, 欠身行礼后说道, 哦, 就是他们完成了战舰的改造吗? 消遇看向了一片空地上, 密密麻麻, 好似蚂蚁一般列阵站好的工匠和巫师们。 心中默默一数, 消遇估计不下三千人。 为了赏罚分明, 激励后人, 这些人等会自己都得赏赐才行。 不过, 一人一根白萝卜的话, 就得三千根了吧。 三千根白萝卜, 怕不是有上万斤了吧? 当然, 这点量, 反正有别人帮忙出钱买, 自己还是给得起的。 就是自己好长一段时间, 没有运白萝卜, 回小人国了。 看来自己下次回去, 又要让荆家帮忙捞点白萝卜, 回来练话才行了。 开始吧。 消遇走入了工房, 踩在了这艘星际战猎剑的头部, 同时三千侍女团们打开了门, 好奇地走进了这艘星际战猎剑的内部。 很快, 是女团的老大, 消遇信任有加的戈基菲亚, 换上了消遇特意让人准备的舰长军服, 坐在了装修好, 颇为科幻风的舰长宝座上, 目视下方一圈各救各位的同行。 戈基菲亚, 脸色微红了下, 用她那美妙的声音下达命令, 欢呼者及星际战猎剑, 神际号。 出发! 话音刚落, 消遇让乌吐鲁巫师一定要安装在战猎剑内部的音响, 随着通电响起了富有节奏感的背景音乐。 在这美妙音乐渲染之下, 欢呼者及星际战猎剑的底盘, 由整整三块浮空石板组成的浮空法阵组成功启动了。 于是, 这艘在小人国旁人看起来至少750米长的超级庞然大物, 赫然腾空而起了至少50米高。 旋即, 随着音乐声到达激烈处, 这星际战猎剑的尾部, 从现实世界花旗国忽悠来的发动机点火成功, 喷出了蓝色的火焰射流。 而后眨眼间, 得到巨大动力的这一艘战舰, 以帆船绝对比不了的惊人高速, 修一下飞出了攻防大棚, 并斜着刺向了天空, 抵达了约莫小人国巫师们算来约一千多米的高空后, 才平稳地悬浮停了下来。 怎么样, 飞亚, 我的神纪号星际战猎剑内部的保护还行吧? 肖宇文文踩在舰船上方, 俯视下方的神纪之城, 开心地问道。 缓冲力也好, 施众也好, 都被考虑到了, 刚刚战舰突然从高速变为悬停之时, 我们这些姐妹也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应。 设置这些巫术法阵的巫师, 真是太厉害了。 飞亚实事求是的回答着肖宇的问题。 肖宇又问了几个关键的问题, 尤其是尾部发动机部分, 也得知了, 内里的侍女们都没人感觉到不舒服, 不正常。 且在这星级战列舰的尾部, 还布设了一处超大型蓄能法阵。 这蓄能法阵平时可以把发动机启动之后, 发出的多余的能量, 吸入存起来。 等到要使用时候, 再释放出去, 配合发动机, 形成爆发加速。 肖宇得知, 还能有这样蓄能法阵之后, 立即想得了蓄电池, 还想要给自己搞几个。 结果一问乌图鲁乌施相关原理, 肖宇暂时打消了这一念头。 这蓄能法阵的核心, 是一巨大的飞轮型的巫术奇物。 当能量进入, 飞轮开始反方向旋转蓄能。 等需要释放能量, 解开飞轮限制, 通过飞轮, 好似弹簧一样正方向转动带动法阵释放能量。 这其中涉及到的巫术知识, 只需要一级正式巫师, 就能涉猎, 甚至了解通透。 可是, 想要做出来, 却是千难万难。 因为制造飞轮这巫术奇物的材料, 要么是采自火山深处产量极少的一种珍贵金属。 要么, 就得用上矮人工匠们生产的强化钢铁合金。 且需要注意的是, 一级强化钢铁合金的飞轮, 只能作为一次性的消耗品。 像神机号尾部安装的那一部飞轮, 通体都是使用的二次强化钢铁合金。 飞轮底盘的几十根特别重要的角锁, 更是采用了三次强化钢铁合金, 并使用了大量附魔巫术。 二次、三次的强化钢铁。 我擦, 用不起啊, 用不起啊。 看来矮人工匠是永远都不嫌多的了。 可惜, 短时间里, 我能跑去拿找矮人工匠出来。 至于让矮人们多生多欲, 我也在搞了。 可是想要见笑, 没有十多年, 是别想起笑了。 萧宇感叹了下, 放弃了脑子里大胆的想法之后。 他正式地召见了那些功臣们, 赏赐之后, 他召见了乌图鲁巫师和那些人的代表, 询问道, 我提供材料, 提供主体结构框架, 造一艘更大的星际战列舰。 你们, 能做到吗? 这, 乌图鲁巫师愕然了一下, 玄机脸色严肃起来道, 会是一个超级困难的大工程。 不过, 我相信, 我们还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所需时间以及人力物力, 恐怕都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萧宇听了, 微微点头, 也不生气地说道, 能做到, 就是一个对我而言极佳的答案了。 其他的需求, 我可以等, 我也会尽力提供。 萧宇说到这, 便交给了乌图鲁巫师和那些刚刚拿到赏赐的团队一个新的任务。 以欢呼者及星际战列舰为参考, 定制一艘更大, 更强, 更好的星际战列舰出来。 并且, 萧宇还专门标注了, 他希望接下来的这一艘星际战列舰, 可以按照小人国的测量单位, 做到高300米, 长1500米的程度, 以便萧宇有机会可以挤进内指挥室, 而不是现在这般, 只能站在外面, 看着侍女们的角色扮演流口水。 上回安放好神之子的座椅, 让萧宇能端坐在上面挥斥方球。 然而, 比起亲自驾驶一艘星际战列舰冲杀什么的, 还是缺了一些感觉吧。 乌图鲁巫师的团队领队们得到了这一任务之后, 一个个苦着脸离开了宫殿。 回到宫坊之后, 他们立即开会, 再开会, 不断讨论着要用何种方案来设计神之子大人亲自交付过来的这一任务。 虽然萧宇没定下一个时间表, 看到实物, 却也希望他们能尽管给出设计图和所需零件, 他好去现实世界购买或者忽悠的。 星际战列舰翱翔天际三天后, 诸神峡谷外高原处的监控塔台上, 一位正在冥想的年轻巫师忽然心跳加速醒来。 怎么回事? 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吗? 这位年轻巫师起身之后, 连忙检测了四周的法阵, 确认一切正常之后。 他正打算把这归结于这儿离诸神峡谷太近导致的精神紧张反应。 忽然, 身子一冷的他, 直觉上意识到了一丝不对劲, 出于每一位巫师都会对自己直觉的信任。 他赶紧趴在了栏杆上, 伸长脖子看向了极远处的一处比一些城堡、 占地还要大的石台。 石台上, 有着一个牵绊密封的正方体。 这正方体里, 悬浮在其内部的大型玻璃容器里的时空传送之时, 让巫师感到了一阵阵的心境。 他的巫师直觉在提醒着他, 远处被神之子大人重重布置放置在那的那一块时空传送之时, 有问题。 他不由在大惊失色之后, 立即激活了法阵, 传递出了讯息。 诸神峡谷的时空传送之时, 有了异动。 这一讯息, 作为萧宇明确标注的绝密集消息, 第一时间就送到了正亲自鼓道着星际战略舰的萧宇耳中。 让萧宇不由站起身来, 喃喃自语了一声, 等了那么久, 终于要回来了。 千语帝国的余孽们, 现在肯回来了, 莫非是大主宰得到了锁龙谷的遗迹传承, 成为了新的陈兴巫师。 当然, 也有可能是黑龙王那老奸巨华的老蜥蜴成功反杀了。 但是万事还是从最坏的结果考虑, 这次报告必须重视起来。 飞亚舰长! 萧宇想到就做, 立即跃起坐在了星际战略舰背上固定好的钢铁王座之上, 调整好姿势, 开启好各种保护法阵后, 大声下令, 启动神技号。 出发, 目标诸神峡谷。 遵命! 随着战舰指挥室里的一声娇喝, 被萧宇拉来当船员的侍女们, 开动了这一艘星际战略舰神技号, 让他带着萧宇, 先是飞上了半空, 而后发动机转动, 尾部喷出了火焰之后, 修一下带着萧宇, 瞬间远离了神技之城的上空。 另得注意到这幕的巫师们, 都不得不承认, 他们的守护者大人, 尽管一意孤行地, 花费了巨额财富, 搞出来了这样的一艘性价比不高的浮空战舰出来, 颇有一些劳民伤财的暴君风范, 却是作为坐驾的话, 还是相当合格的, 起码那样的飞行速度, 就是三级超凡等级的巨龙, 也难以达到吧。 更不必说, 他们也已经听说了, 那艘战舰靠着尾部神奇的巨人所产的神器作为动力, 能持久飞行数小时也不会累。 飞行途中, 萧宇回忆着自己的布置。 时空之时, 全民时空传颂之时, 乃是千语帝国大主宰的世界奇物。 当初千语帝国的大主宰, 就是利用了这一世界奇物的力量, 把围攻他的各大三级巅峰强者都给拉去了未知的世界, 而后到了现在还没能回来。 由于萧宇担心大主宰的阴谋可以让他成为诚心巫师, 而后归来大杀特杀。 是以萧宇当初对此可是重重配置了一番的。 时空传颂之时, 被装在了真空环境的玻璃室馆之中, 悬浮在其半空。 同时, 这玻璃室馆又是放在了一处一个充满了液氮的小型正方体玻璃柜里。 密封下的玻璃柜子里, 浓缩成液体的液氮几乎和那室馆合二为一, 紧密相连在一起。 而后, 在这玻璃柜子四周, 是萧宇眼里至少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多重法阵组成的复合型干扰法阵。 不求杀敌, 只求哪怕是诚心巫师降临于此, 也会在这干扰法阵的影响下感知力被削弱到最低程度。 更是每一平方米都安装了来自现实世界的高爆炸药, 只需萧宇那心中一动, 就能同时引爆这整个篮球场大小的地区, 令这地方化作一片火海。 最后的最后, 也是最体现了萧宇对于未知之敌从心的战斗观的事。 萧宇还不惜功夫时间, 跑去了现实世界以雷神赵莽的名义忽悠来了大量的厚实牵绊, 在玻璃柜一米开外将只四面密封了起来, 以进一步挡住可能的精神力感知和探测巫术。 如此布置,就是真的诚心巫师降临, 又能如何? 更不必说,我已经今非昔比了。 星际战裂剑也已成了, 且就在我的脚下。 我就问一声, 星际战裂剑都起脸了, 还能怎么说? 萧宇心中为自己打着气。 事实上, 却是小心翼翼地先一步让驻守在附近的巫师们先一步启动了法阵, 以防万一。 同时, 最近的营地的亡灵巨人和大批神卫军也集合了起来向着目的地靠拢。 而萧宇自己也已经拿出了电磁步枪进行充能。 就等着自己的布置被激活的瞬间, 给对方一发陈星及巫术附模型电磁弹长长厉害了。 诸神峡谷外不远处的高原上, 被萧宇层层布置过的石台上, 那蜜蜂牵板里充满了叶弹的玻璃柜子之中的饰管内。 时空传送之时, 忽然在真空环境下, 突然间跳动了一下, 产生了一股无形的能量波纹散发了出去。 这股能量波纹穿透了真空和玻璃, 在经过叶弹时候引起了稠密叶弹的一阵阵异动。 而后, 它们撞在了牵板上。 这批牵板每一个方向都是多层布置, 夹起来厚达一米。 按照小人国的标准来算, 厚度则是一百米。 一百米的牵板极大的削弱了这股能量波纹的散发, 最终还能飞出去的实不存一。 且随着这能量波纹从牵板一出, 布置了整整萧宇眼里, 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复合型干扰法阵立即被激活启动了。 于是在这瞬间, 澎湃的各色能量一下子就充斥了这片天地, 让那散发出来的能量波纹瞬间泯灭在了其中。 此时此刻, 一处依附在了迷失大陆的小世界神秘空间之中的千语帝国大主宰, 正握着一枚水晶球得意地启动着脚下的传送法阵。 它耗费了数百年的时光, 又颇费心机以一个帝国为诱尔设下的陷阱, 总算是到了现在有了定论。 它的努力没有白费。 虽然还是没有得到迷失大陆的认可, 成为真正的陈星巫师。 但是在索隆古借着那位前任陈星巫师布置的后手, 他得以干掉了其他几位三级巅峰的竞争者, 并成功地将他们强壮有力的灵魂 炼化到了自己的本命天赋神器之中, 成为了自己力量的一部分。 大主宰非常自信地觉得, 现在的自己已经突破了三级超凡大巫师的上限, 已然不比一般的陈星级生物要差了。 就算是和陈星巫师相比, 除非是在对方主场, 否则对方也就比自己法力多, 外带恢复力超强罢了。 他能施展的陈星级巫术, 现在的自己靠着本命天赋神器, 一样可以做到。 来自诸神峡谷的巨人, 哼哼哼, 等着迎接一位陈星的怒火吧。 我会将你的灵魂也抽出来炼化的。 等等, 或许一会儿我需要下手清点。 等我炼化了巨人的灵魂之后, 说不定可以施展一魂之术, 获得一具巨人的肉身。 那样的话, 搞不好我可以借他的身份, 彻底搞清楚诸神峡谷的秘密, 得以窥视到更高境界的奥秘。 想到这, 大主宰美滋滋的嘴角勾起了笑容起来。 而后, 他在启动成功了传送法阵的第一时间, 本能地释放了一个探测巫术, 为自己开路。 却不想, 还在传送过程之中的大主宰, 很快意识到不对劲, 他随手而围的这一巫术, 经过了自己天赋神器加成, 已经达到三级巫术的上限了。 可是那么久了, 这一探测巫术, 却是音讯全无? 这怎么可能? 难道居然把时空传送之时, 放去了诸神峡谷内? 不, 不可能的, 自己有着时空传送之时的认可, 能明确知道此事, 这时空传送之时, 并不在诸神峡谷内, 也不在什么小世界, 或者其他大陆上。 就在原大陆之中, 在一片和千语帝国边境, 有少许接壤的一处高原上。 大竹宰在这一刻犹豫了起来, 却是那一瞬间, 看到了手中水晶球内的黑龙王灵魂虚影。 他忽然间恢复了自信。 是啊, 自己都已经是陈兴吉的超凡了。 怎么还会害怕一个巨人? 境界的差距, 不是简单的身高就能抹平的。 连底牌进出, 可以化身元素体的黑龙王, 都成了自己的猎物。 巨人, 又算什么? 且, 最最重要的是, 锁龙谷小世界, 已经因为自己的布置, 开始出现崩坏了。 要是现在还不走, 恐怕就没再传送的机会了。 接下来要遇到的, 可就是时空乱流了。 大竹宰看向了身后, 那本应有着一座连通了天地的雪山。 此时已经崩塌了。 四周的天空, 也不时出现了黑洞一样的黑色斑点。 且这些黑色斑点, 还在不断地扩张。 等到它遍布了整个天空的时候, 这一小世界, 也将归于虚空, 化为一片虚无。 那时候, 就算是精通空间系巫术的巫师, 也得小心翼翼, 免得被时空乱流扫过, 直接给打得灰飞烟灭了。 大竹宰想了想, 很确定自己没有躲避时空乱流, 然后回到迷失大陆的信心之后。 他握紧了手中的水晶球, 念叨了一声黑龙护体后, 黑龙王的虚影冒了出来, 环绕在了这大竹宰身边。 也是同时, 大竹宰的身上白光一闪, 带着他消失在了这一处即将崩溃的小世界。 大竹宰身穿来自遗迹的黑色法师袍, 左手握着法杖, 真空试管之中。 自信满满的笑容, 一下子凝固在了他的笑脸上。 什么鬼? 这是什么怪环境? 大竹宰注意到了真空的古怪, 更是察觉到了玻璃外的叶弹 以及更远处的漆黑一片的牵绊。 不过这一切的一切诡异, 都比不了那突然间莫名其妙出现的揪心的危机感。 怎么可能, 我的直觉竟然告诉我, 我在害怕。 这不无数。 大竹宰愤怒了, 对这一番古怪无比的恼怒。 他举起法杖和水晶球, 立即发出了大招。 顿时狂暴的冲击波炸裂了试管, 而后挡住了那些汹涌冲来的叶弹, 并顷刻间轰破了玻璃柜子。 玻璃柜子被砸破的瞬间, 连锁反应出现了。 不知在地面之下的高爆炸药瞬间被点燃, 而后, 轰, 轰轰。 几乎同一时间, 一整个萧宇眼里, 篮球场范围的地底都在火药的尾立下, 被门得掀了开来, 说是来了一个小人国版本的天翻地覆, 也一点都不夸张。 而在这一番猛烈爆炸之下, 哪怕是大主宰, 也在短暂的时间里陷入到了混乱之中。 他的领域以及护盾都来不及撑开到极限, 就被这股距离给破掉。 所幸他的本命天赋神器水晶球里释放出的黑龙王虚影极为厉害, 这等复杂恶劣的环境下, 已然护住了他周全。 然而, 在爆炸开始后, 大主宰深深陷入到了这极度恶劣的爆炸环境之中, 别说感知了, 就是他的双眸, 也看不到被火光和掀开的尘土遮蔽的四周, 究竟有着什么危险。 大主宰可以说化身为了一个笼子, 一个瞎子, 再加上爆炸波及范围极大, 超出了瞬移等空间巫术的移动距离, 且造成的四周空间波动极为剧烈, 也变相限制了大主宰这种等级的强者的瞬移。 他此时等同于成为了一个不能移动的固定靶子。 军际战裂剑神纪号虽然还在天边地平线上, 充满能的电磁步枪却是已经到了射程内。 发现布置起效的萧宇, 毫不犹豫地便按照当初布置真空试管的方位, 扣动了扳机, 射出了足以击破真正陈兴巫师领域结界的一击。 萧宇对时空传送之时进行的多重布置。 到了今天实战之时, 总算有了回报。 萧宇和那些巫师们的一番努力和苦心研究没有白费, 从时空传送之时归来的大主宰, 在这一瞬间确确实实地被限制住了行动力。 尽管对于现在的大主宰来说, 他也是已经今非昔比了, 虽然说还不是陈兴巫师, 得不到迷失大陆的承认, 从而动用整片天地之力。 靠着这次的收获, 他也算是跨过了陈兴极力量的门槛, 有了傲视陈兴以下生灵的资本。 这一番布置, 最多一秒。 大主宰自信自己就能压制住四周空间波动, 从而离开这片鬼地方。 已经足够电磁炮弹飞出小人国, 看来千里的距离, 来到这位大主宰的面前了。 不可能, 怎么会有物体飞那么快? 不好。 大主宰在消雨开枪的同时, 就已经察觉到了危机以及危机来源所在方位。 只是他没想到的是, 还不等他调整好姿势, 激活防御巫术, 那攻击已然从千里之外打了过来。 这样的超音速打击手段, 对大主宰来说, 别说第一次遇到了, 就是听也不曾听闻过。 是已, 在这样的有心算无心之下, 大主宰悲哀的只能依靠着自身领域的防御力 和那黑龙王虚影来进行护体。 这两样防御手段, 按照常理来说, 是绝对足够了。 无论是哪一系的三级巫术, 都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击破这种防御巫术。 然而, 对于那来袭的电磁炮弹而言, 这远远不够。 尤其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这枚电磁炮弹相对于大主宰那两厘米的体型而言, 可是要比它整个人还要稍微大一圈的呀。 在面对这样体积笔的电磁炮弹下, 大主宰的劣势要比当初萧宇操作的那具米迦勒天使雕像 还要糟糕得多。 哄! 当电磁炮弹命中了目标, 制造出恐怖的冲击波横扫四周, 巨响传到了四面八方时候。 大主宰的领域以及黑龙王虚影早已经被轰击的灰飞烟灭不说, 便是那大主宰本人, 也由于被炮弹直接命中。 而整个身子化作了碎片, 被电磁炮弹带着砸入到了高原之中, 硬生生轰炸出来了一处不亚于小人国繁华城市范围的大坑。 这也算是一击轰出一处盆地, 改变了一处地形了吧。 萧宇站起身来, 俯视着下方的那一处大坑, 双眸凝聚超凡灵光, 很快就看到了自己这一击带来的结果。 大主宰的肉身被自己毁灭了, 看起来超乎想象的容易。 这在意料之外, 却也是情理之中。 毕竟就刚当的感觉, 结合乌图鲁巫师告知的陈兴巫师相关知识来看, 这大主宰强归强, 却还不是陈兴巫师。 既然不是陈兴巫师, 这样的结果才是正常的。 不过, 大主宰应该得到了奇遇了吧, 生命力还真是顽强啊。 萧宇注意到, 杂处的大坑里, 那停在中央的冒着滚烫白气, 已经变形的铁球旁边, 大量粉末碎片正在自发地聚集在一起。 同时, 在这些粉末上方, 大主宰的人形虚影正耸立在那, 气急败坏地看着自己脚下的神迹号星际战烈剑。 他这虚影四周更是凝聚起大量的元素光芒, 显然是在准备一个大型巫术。 以灵魂状态施法, 除非有灵魂生物天赋, 否则会大打折扣吧。 萧宇低语到此, 就见下方冒出了红光, 旋即看到, 一头烈焰组成的双头龙张大嘴巴, 扑向了自己所在的神迹号。 是元素系的三级巫术烈焰双头龙。 乌图鲁巫师作为随行参谋, 看到这巫术之后马上提醒了萧宇。 殿下, 需要启动神迹号的防御巫术吗? 有着殿下提供的神奇发动机提供能量, 神迹号完全能抵挡住这种程度的巫术, 不需要浪费能量。 萧宇倾笑一声, 下令菲亚舰长立即加速。 于是, 在四周巫师和那大主宰差异的目光下, 他们眼里750米长的钢铁战舰赫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飞了出去, 直接与那烈焰双头龙巫术拉开了一段至少数十里来算的距离。 令得这烈焰双头龙再冲到了高空之中悲鸣一声, 轰然炸开, 让得天空出现了一朵盛开的烟火。 还? 还可以这样操作? 哨塔上, 几位年轻巫师看着那比风还要快得多的钢铁战舰, 喃喃自语, 这是不给我们巫师活路了吗? 那样的庞然大物, 竟然还能跑得那么快? 大部分巫术都压根追不上那艘战舰吧? 幸好, 幸好这样的存在不是我们的敌人, 不然我们也只能跑了吧。 年轻巫师们做出结论时候, 大主宰虚影也在呆了呆之后, 内心深处大骂了一声, 这不可能。 玄机, 他好似不服输一样释放出大量的巫术。 连锁闪电, 风龙召唤, 强化龙雷术, 简直数不胜数。 萧宇却是嘴角轻轻一笑, 抵语道, 哪怕到了这样的境地, 还想着靠巫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从而忽视了他正在重组的肉身。 可惜, 你遇到的是一位身经百战的神之子, 我可是深得从心流的作战心得的。 神技号? 对准那大主宰虚影开火。 萧宇号令之下, 神技号星际战列舰安装在背上炮台快速转动, 锁定目标之后, 由英都的军工厂采用禁防炮结构改装而成的双管火炮, 喷射出了两道恐怖火蛇。 这双管火炮采用的炮弹, 是现实世界里面的12.7毫米口径的穿甲弹头。 在小人国后, 配以乌图鲁巫师的附魔巫术, 进行了一次升级强化处理后, 破甲破魔属性大增。 加上本身的高射速以及超高速动能, 每一发, 都比萧宇以前带来的那些长管炮的威力, 要丧心病狂得多。 毕竟层次上就完全不同, 一个只是民间的节日庆典用品, 一个虽然算不上尖端, 却也是实实在在的军用武器。 而这种军用品, 在小人国的此次实战, 看起来也是相当成功的。 那大主宰虚影所在位置, 被短时间里, 其悄悄布置的数十层防御巫术, 加起来, 也就抵挡了十来发炮弹, 就全被击破。 而后接下来, 双管火炮在短短两三秒里, 就倾泻出去的两百发炮弹, 将大主宰虚影所在地面, 直接削去了一层又一层, 带到这一轮炮火, 覆盖结束。 萧宇就愕然发现, 这大主宰, 似乎已经不行了。 萧宇倒是对此, 没有那种我还没热身结束呢。 你怎么就不行了的不爽快感。 他又不是至死都要热血战斗到底, 还偏偏要和自己打不过的家伙, 战斗才爽的少年漫画王道主角, 一定要在生死之间, 才能突破自己心中枷锁, 然后暴肿反杀。 那样虽然看起来很燃, 但萧宇绝对不想去做。 他怕疼, 且, 还没活够呢。 还是从心流战术, 更得他心一些。 战斗结束, 谨慎为主的萧宇 也没急急忙忙跳下去查看现场。 而是一声令下, 令四周聚集过来的巫师们 释放了各种召唤物 先一步过去查看情况。 乌图鲁巫师 更是和马法巫师 一起现场绘制了一个大型的探查法阵, 对现场进行异常扫描。 这样一番布置下来之后, 巫师们已然确认, 在被神纪号的火炮肆虐过后的现场, 已然没有了任何生命气息。 只有不会被摧毁的世界奇物 时空传颂之时, 遗留在了现场。 看到这枚时空传颂之时的那瞬间, 萧宇心中不由一动, 正想要马上飞过去, 把他拿走。 却是忽然间神魂一颤, 竟是脑海里突然间想起了 威炎王座的青铜身子。 萧宇不由双眸, 瞬间恢复清明, 意识到了不对。 刚刚, 是被这件世界奇物给诱惑了。 还好威炎王座又帮了我一次。 萧宇低语了一声, 看向乌图鲁巫师, 你们当真确定没有问题。 是的, 殿下, 乌图鲁巫师察言观色技能早就点满了, 点头至于道, 就我们掌握的巫术来说, 确实发现不了异常。 那大主宰的生命气息也确确实实消失了。 不过, 乌图鲁巫师想了想到, 到了我们这个级别, 底牌手段层出不穷, 有我也不知道的底牌, 刚刚察觉到了异常。 听到乌图鲁巫师的询问, 萧宇点了点头, 还是决定派人前去。 至于自己嘛, 则是静些不明嘛。 很快, 一队写了遗书的黑衣卫便冲进了大坑之中, 靠近时空传送之时候, 把他捡了起来。 确实依旧什么都没发生。 于是, 一个胆大的黑衣卫巫师还出手尝试激活这世界奇物, 结果也没有任何异常出现。 嗯? 莫非刚刚那是错觉? 不, 不对。 错觉的话, 王宗那么大反应。 萧宇深呼吸了下, 开始回想起整个过程的每一处细节。 乌图鲁。 很快, 萧宇便有了头绪, 再次问道, 有没有巫术只会在遇到特定生灵时候才会发动。 这, 自然是有的。 乌图鲁巫师微微皱眉, 旋即也明白了萧宇的意思, 殿下是怀疑那大主宰在世界奇物上的布置是针对特定目标。 所以, 黑衣卫们的接近才没有发动吗? 嗯, 仔细想想, 如果换成我全胜七的话, 那么短的时间这样的布置也很难做到吧。 不过, 换成天赋巫术的话, 却不是不可能。 乌图鲁巫师点了点头之后, 重新看向萧宇, 殿下觉得, 那位大主宰的目标当然是我。 萧宇对此深信不疑。 在他看来, 整个小人国恐怕也就自己会那么招那位大主宰恨了吧。 对方想要报复, 社套, 最有价值的也只有自己。 我明白了。 乌图鲁巫师微微欠身, 秘语告知了萧宇如何破解之法。 哈, 那么简单。 我明白了。 萧宇点头, 而后让神纪号星际战猎剑降落在了周边, 跳了下来。 萧宇让黑衣卫暂且离开那处大坑, 自己找来了一位亡灵巨人, 再次施法, 将他改造了一番, 却是让他变得和自己一模一样。 而后, 萧宇拿出了九色假面, 将他戴在了这亡灵巨人的脸上。 心意相通之下。 世界奇物九色假面启动了, 把这亡灵巨人彻彻底底化作了萧宇。 如果不是衣服不一样。 两者站在一起, 一时间就是那些一直和萧宇朝夕相处的侍女们, 恐怕也分不清谁才是真身。 搞定了, 接下来看你们的了。 萧宇微微一笑, 让化作自己的亡灵巨人走向了巫师们。 爱诺迪亚巫师带着一对王室巫师靠前了一步, 琪琪对着亡灵巨人施法, 虚假外表。 画假为真。 谎言术。 断断续续下, 这些巫师给亡灵巨人附加上了几十个相关巫术, 以便他通过可能存在的陷阱检测。 然后, 萧宇让化为自己的亡灵巨人跃到了大坑里, 来到了那时空传送之时的旁边。 眼看着, 亡灵巨人的大手就要伸向时空传送之时。 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看了过去, 生怕错过一处细节。 终于, 亡灵巨人的大手碰到了时空传送之时。 然后, 下一瞬间, 一便突起。 时空传送之时的四周赫然出现了无数的空间裂缝, 密密麻麻遍布了四周。 那亡灵巨人高达一百八十多米的身体, 竟然在这一瞬间被空间裂缝给撕裂得, 好似一片片碎布条组成的拖把一样。 而后, 亡灵巨人破碎的身体, 随着这些空间裂缝一起消失在了这片空间之中。 显然, 这陷阱不仅仅摧毁肉身那么简单, 更是会在最后关头带着这些肉身和其中存在的灵魂 一起拖入到时空乱流之中去, 非要将之飞灰湮灭不可。 顿时, 下一秒半空之中, 还存在的也就是那时空传送之时 以及不受任何因素影响的酒色假面了。 让肖宇看得倒歇了口冷气, 恶狠狠地按道了一声, 我就知道总有刁民想害阵。 这是借助了时空传送之时的力量引动的陷阱。 乌图鲁巫师感知着前方发生的一切, 微微摇头, 也就是那大主宰融合了这枚世界奇物, 配以他的天赋巫术技能, 这才得以不下这样的陷阱。 不过, 这也是他最后的手段了吧, 这样的布置一出, 他更没有能力从刚才的攻击里逃生了。 我附魔的武器, 对灵体的杀伤, 不会逊色于那些专业的灵魂系巫术。 乌图鲁巫师对自己这猜测颇为自信, 肖宇却是更相信自己的世界奇物。 他观察了会儿毁灭了亡灵巨人之后, 和九色假面一起落在了地上的时空传送之时, 确认了威严王座不再给自己提醒之后。 肖宇派出是神学女, 捡起了两件世界奇物, 将之交到了自己手中。 呼, 时空传送之时, 这件世界奇物, 我总算到手了。 还真是, 不容易啊。 世界奇物时空传送之时, 再次被肖宇握在了手中。 心随意动, 肖宇当即尝试着, 融合这一世界奇物。 顿时, 这枚曾经属于大主宰的时空传送之时, 这一次只是挣扎了几下之后, 便似乎认命了, 没再反抗肖宇的侵入。 且整个过程里, 肖宇还察觉到自己的双头龙手镯 以及时空传送之界都在发出欢呼, 并与之共鸣。 看起来这件世界奇物时空传送之时, 还能增负我的其他两件世界奇物, 是因为都是涉及了空间之力的缘故吗? 肖宇心中一喜, 加快了融合速度。 数十秒之后, 随着肖宇浑身一抖, 整个人一下子神清气爽了许多后, 这枚时空传送之时, 彻底与肖宇融合为了一体。 细细体会了一番, 这枚新世界奇物给予自己的好处, 肖宇忍不住露出了笑颜。 还好肖宇此时戴着头盔, 四周巫师也不曾有人有胆子, 向神之子大人进行探测。 不然, 他们定会因为肖宇此时露出来的欢喜而惊议不定。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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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我也是大人物了, 当喜怒不兴于色。 深呼吸, 赶紧调整好心态。 肖宇身子摇晃了几下, 重新恢复了身为王者的威严。 不怪肖宇, 实在是这世界奇物时空传送之时带给肖宇的好处, 实在是太好了。 作为一件空间系的世界奇物, 时空传送之时的作用除了可以进行超长距离乃至不同世界点的传送外, 自身自带削弱空间时空乱流的被动特性, 这特性下能让宿主的空间传送能力大增。 比如基本的一级顺移术, 正常情况下距离也就100米, 冷却时间则需2秒。 而成为时空传送之时的宿主之后, 顺移距离将超过200米, 冷却时间也能降低到1秒半。 同时消耗方面, 更是会减少至少2分之2。 此外, 这时空传送之时, 还有着许多使用者也没机会体会到的作用, 它有着增幅宿主, 本身空间系, 世界奇物的能力。 肖宇的双头龙手镯提供的随身空间, 获得了这时空传送之时的增幅后, 直接从40公斤翻了一倍, 达到了80公斤。 而时空传送之界更是产生了质变。 先是顺移法阵的布置点, 由三个增幅为了六个。 然后距离方面, 因为时空传送之时带来的被动特性, 也对其起效。 等于获得了多重增幅, 以下提升到了1500公里支援。 这意味着肖宇的六个时空传送法阵点, 要是设置合理。 理论上, 肖宇是可以轻松在一分钟里, 传送到现实世界的任意位置的。 太妙了, 以后在樱花之国的樱都布置一个传送阵, 然后棒子国设置一个中转点后, 我以后不需要靠着秦明阴阳师的身份, 开着飞机两地来回飞了。 毕竟飞多了也就罢了, 要是时间一长, 给人发现秦明阴阳师待在东方古国, 比待在樱花之国还要久, 仔细想想也是有点不太好。 肖宇微微点头, 认可了心中这一想法。 然后回想起来, 自己可是还在诸神峡谷外高原现场呢? 诸位! 大竹仔已灭, 他的世界奇物也已经被我成功融合。 黑衣卫留下对现场进行分析整理, 其他人都散了吧。 肖宇下了命令后, 便与巫师们一起, 乘坐着神迹号星际战列舰, 飞上了高空后, 靠着发动机喷射出火焰, 加速回去了神迹之城。 肖宇让星际战列舰停在了工坊里进行检修, 而后召集乌图鲁巫师等人一起, 研究起世界奇物时空传送之时的新用法起来。 乌图鲁, 或许我找到没有诚心巫师, 也可以入侵其他大陆的方法了。 肖宇让马法巫师等人, 布置好多重防御侦察巫术之后, 这才得意地拿出时空传送之时, 告知了众人他的能力。 殿下的这件世界奇物, 理论上确实有跨越大陆之间时空乱流, 直接越制对方大陆上的能力。 乌图鲁巫师听完肖宇介绍之后, 微微点头表示了同意, 不过时空传送之时的传送尽管可以实现大陆之间, 世界之间的传送, 确实需要标的物进行定位吧? 殿下打算怎么做? 肖宇看向了马法巫师, 我记得一集巫术里面有一个名为时空之瓶的法术吧? 是的, 那是一个基础的空间系巫术, 能制作出随着时空乱流, 随波逐流的溶积物。 马法巫师说到这, 瞪大眼看着肖宇道, 殿下是打算用这巫术? 可是, 恕我直言, 时空之瓶的成功率很低的, 说不定一百个瓶子, 也就一个能抵达一大路。 而且抵达之后, 那篇一大路是否符合要求, 也未可知, 质量不行, 可以数量来凑吗? 肖宇对此表示淡定, 一千瓶子不够, 那就放住一万个, 一万个不行, 那就十万个。 百万个? 数量上去了, 总能找到的, 不是吗? 肖宇看着马法巫师提出自己的建议。 这, 马法巫师不得不承认, 肖宇说的理论上确实行得通。 只是, 殿下, 制造时空瓶需要大量的珍稀材料, 有些得不偿失吧。 珍稀材料? 肖宇微微一震, 旋即释然了下来。 他看了看爱诺迪亚巫师之趣的送上来的清单, 呵呵一笑道, 不就是黄金提炼的金金, 白银提炼出来的亮银和一些松绿石吗? 放心吧, 这些材料包在我的身上。 马法巫师, 你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带着你的团队为我制造时空之瓶, 制造得越多越好。 是! 听到肖宇不容置疑的命令, 马法巫师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 乌图鲁巫师有些惊疑地看了看肖宇, 他没想到, 眼前的这位神之子大人, 还未获取脚下这片大陆的认可, 就已经把目光放在了一大陆的身上了。 还真是野心勃勃, 目光长远之辈啊。 我, 乌图鲁, 这次没看错人。 想到这里, 乌图鲁巫师正打算开口建议一番时候, 忽然看到肖宇转头看向了自己, 并开口问道, 对了, 乌图鲁, 以你之见, 矮人一族可是广泛存在于一大陆的。 嗯, 矮人一族和我等人族一样都是数量最多的种族, 分布的也最广。 那就好, 那样的话, 我们得到的一大陆坐标附近, 有矮人工匠的可能性也会大增吧。 乌图鲁, 等着吧, 我会带来尽可能多的矮人工匠来为我们的新战舰效力的。 啊? 乌图鲁巫师虎躯一阵, 目瞪口呆, 没想到神之子大人那么着急寻找一大陆, 竟然, 是为了更多的矮人工匠。 小人国的大陆间的战争, 除了少数如深渊这种级别的存在, 是为了把那片大陆给吃干抹尽, 充实自身。 又或者是为了某间特殊奇物或者某神秘遗迹传承而引起的争斗。 更多的大陆战争还是为了满足统治者自身的野心以及权力而发生。 好比荒兽大陆的荒兽大帝, 实力达到他这样档次的沉心巫师。 一片迷失大陆的那点产出, 对他的手下而言或许珍贵无比, 代表了未来晋级的可能。 对他自己来说这些却都是可有可无, 给不了他更进一步的机遇。 而他之所以还是费那么大的力气, 也想要占领迷失大陆。 一开始, 为的自然是满足自己的权力, 让自己的称号从荒兽大陆之主更名为荒兽与迷失大陆之主。 剩下的从迷失大陆获取珍稀材料产地, 还有大量宝贵人才什么的, 那都是附带的让手下们能开心的收获罢了。 乌图鲁乌师以前的思维, 也与那荒兽大陆的荒兽大帝一样。 事已, 他才会对肖宇入侵一大陆的主要目的, 竟然是抓矮人工匠的想法, 而感觉到那么惊讶。 不过惊讶之后, 稍稍分析他又明白过来这是情理之中。 毕竟他的主上, 那位巨人事实上还只是一个一级巫师罢了。 哪怕很快就能晋级了, 也离陈兴境界还差得太远太远。 他的心境依然停留在了诸多外物和少许得失上。 还做不到他乌图鲁当年, 身为陈兴巫师之后的那种是苍生如草剑, 看珍宝如粪土的淡然风范。 殿下心中, 更加看重的还是外物, 还是那暂时只停留在纸面上的新一代浮空战舰啊。 想到这, 乌图鲁巫师善意提醒道, 殿下手中已经有了赤月金石, 切莫忘记了秦家修炼, 以便早日突破为二级巫师。 赤月圣体下, 二级巫师已可具备多种巫术天赋能力, 且潜力也能再度增加, 可以再次大量服用月华玉露药剂 来把潜力化作自身根骨与添姿。 萧宇文言点了点头, 放心吧, 我每日的修炼功课从来不会错过。 而后, 萧宇回了一趟老家, 在回来之时, 已然带回来大量时空之品所需材料。 这些金银以及宝石, 都是萧宇所画秦明阴阳师在印度坑闷过来的。 萧宇回到现实世界之后, 便重新布置起传颂法阵。 除了老家地下室这个没有改变外。 第二个法阵, 布置到了健康室。 第三个, 则是以秦明阴阳师身份, 趁着专机停留棒子方机场时候布下。 第四个, 自然是在印度郊外的神宫之中。 还剩两个位置, 萧宇留着, 以便平时可灵活安排。 他所画秦明阴阳师, 靠着在花旗国之行里积累的大量威望。 在印度上层人士面前, 俨然已经成为人上之人。 一个指令下去, 立即有大把人抢着完成。 不仅小人国麻法巫师们想要的材料被轻松解决。 萧宇这次更是顺便把印度一大型财团提供的两款特制电动机带了回来, 交给了巫师们研究。 这两电动机的功率还是很强的。 萧宇希望能装到神机号上去作为备用能量系统使用。 另外, 以他们发动的电力作为补充, 萧宇觉得自己或许可以把小口径的电磁炮安装到神机号上面去, 使得他可以具备发射电磁炮弹的能力, 从而也能对三级巫师以上的超凡存在产生威胁。 做完这些之后, 萧宇也不偷懒, 在几位老巫师的教导下, 开始修炼起来。 神机之城外的事件。 原千语帝国的一座要塞里, 曾经因为水太浅而没自杀成功的海兰公爵, 在自家庄园里, 听到了了大竹崽降临然后被巨人消灭的消息。 尤其是得知大竹崽的世界奇物时空传颂之时都被巨人成功融合。 说明大竹崽肯定是灵魂都灰飞烟灭之后。 海兰公爵悲痛欲绝地再次嚎啕大哭起来, 令得四周家人和那些亲信们也不得不陪着他干嚎。 我…… 大竹崽啊, 你怎么就这样去了? 哎,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表现出痛苦不堪表情后, 海兰公爵掩面而泣, 随即在两位孙子辈的搀扶下, 离开了会议室, 回去了卧室。 卧室里, 海兰公爵的长孙小声问道, 爷爷, 我们要为大主宰报仇吗? 啊? 海兰公爵已经抬起头来, 双眸虽然红肿, 脸上却已经没有了半点悲痛之意。 他听到长孙的危险想法, 狠狠瞪了对方一眼, 少和那些富国派的来往, 那些家伙身后的老家伙, 一个个都是老奸巨华之辈。 别被卖了, 还帮人数钱。 爷爷, 我们家不是世代接栋梁吗? 孙子, 别忘记千语帝国已经亡了。 海兰公爵, 觉得自己必须惊醒自己的家族之人, 以免误事。 我们海兰一族, 现在是神迹之城的栋梁。 别忘记你妹妹, 可是上月刚刚进了神之子的侍女团预备业。 表现得好, 下个月就有机会转正, 得到神之子恩赐的白元业了。 则则则, 听闻那些侍女之中有得到神之子宠爱的, 还能获得月华玉露药剂这类可遇不可求的珍惜药剂, 从而改善体质天赋, 具备冲击第二级甚至第三级超凡的可能。 说到这, 海兰公爵也不由有些羡慕那些侍女起来。 她堂堂一个大功, 待遇还比不上一个侍女。 这样的状况必须要改变。 她虽然因为水太浅, 误了一点明节, 可那也是因为神之子殿下威名太甚的缘故吗? 实在是非战之罪。 怎么就得不到神之子大人的青睐了呢? 他们海兰一族, 可是也朝思暮想地希望为神之子大人出力的呀。 海兰一族必须要立下功劳, 引起神之子大人注意。 海兰公爵满脑子都在这样想着。 事已, 当负责千语帝国地区的黑衣卫统领找到了他, 希望他这位影帝级演员能配合演出一场的时候。 海兰公爵尽管一再表示自己真的不是一个演员, 却也当仁不让地接下这一任务, 并在刚刚完美演出了一个忠诚的悲痛出来。 按照计划, 海兰公爵亲信里存在的某位间谍将把这消息告知那些富国派。 而后, 以海兰公爵的尊贵身份将极有希望被那些富国派拉拢, 并因此找到富国派的内部情报出来。 这其中, 最重要的无疑是富国派的首领, 一位前千语帝国元老院的元老的下落。 据闻, 这位元老在大乱之时, 不仅把飞兰王国的前国王秘密带走, 更是卷走了皇室的大批秘宝和奇物。 其中不乏强大的巫术奇物不说, 根据大量相关资料推测, 更是有着最少一件世界奇物在这位元老手中。 这就让当地黑衣卫们不由对其重视起来了。 要知道, 伟大的大陆守护者, 神迹之城的神之子大人, 对世界奇物的喜爱态度可是裸的呀。 在神迹之城的官方公告上, 对世界奇物的收购需求一直都被排在首位。 事已, 在小人国, 一个谣言已经流传到了大陆的每一片区域。 拿世界奇物来神迹之城吧。 你将可以面见神之子, 并亲自对其提出任何一个要求来让神之子帮助自己实现。 财富, 权力, 美人, 增强实力的药剂。 只要你有世界奇物, 这些都可以到手。 嗯? 那位水泰浅公爵当真是这样说的。 一间偏僻屋子的地下室里, 一位戴着面具的贵族听到了密探带来的消息后, 诧异地问出了声。 贵族男子旁边, 一位留着三寸长黑胡子的巫师不懈地冷笑了起来。 水泰浅公爵的话也能信。 别到时候把我们都给卖了个好价钱啊。 这, 其余几位文言也无不默默点头。 这些秘密聚会之人, 自然都是千语帝国的余孽, 心怀复国救梦的他们, 哪一个不对那位海兰大公不懈到了极点? 想当初, 这位海兰大公的那一句, 非我不为帝国尽忠, 实乃此水太浅, 污我鸣节啊。 可是流传得颇为深广的。 许许多多贪生怕死之徒更是以此为榜样, 面对着巨人的大军在荣耀扑死, 还是苟且偷生中果断地选择了苟且。 尽管认真想想, 哪怕那时候海兰大公选择英勇就义, 对大局其实也没有什么卵用。 但是对这些只能躲在地下的余孽而言, 没什么比找一个靶子来抛锅, 显得更能发泄他们心中对神迹之诚和那巨人的恐惧与不安了。 够了, 水太浅也好, 水太良也罢, 海兰大公既然为大主宰而悲痛, 就说明他的心中还是有着千语帝国的。 贵族男子举起手阻止了众人的低语, 扫尸了众人后, 与众心肠的道。 我们的兄弟姐妹们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现在应该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 至于以前的事可以先放一边, 等我们成功了, 到时再计算功过也不迟。 不错。 听到这话, 几位贵族纷纷点头, 并露出了对巨人的仇恨表情起来。 他们这些贵族能活到现在, 事实上也是在巨人面前选择了苟且的那一批人。 只是这些参加叛逆活动的贵族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背景, 他们同时也还是千语帝国的大农场主。 当战争结束, 正准备发一笔国难财的这些贵族, 惊讶地发现, 他们囤积的海量粮食竟然卖不出去了。 不仅卖不出去, 事实上面对来自神迹之城清销的价廉物美的粮食, 他们的农场价值一夜间贬值到了最低点。 种植农作物成为了无力可图之势。 偏偏, 随着萧宇升级为了大陆守护者之后, 颁布了新的守护者法令, 规定了种种律令来规范大家的经济行为。 贵族身份本身也再也不能免税以及垄断各种贸易了。 就是在自家地段上设卡收购路费这样的最基础的手段。 赫然也因为移居不合法令而遭到废除。 千语帝国没了, 不要紧, 可以苟且。 粮食卖不出去了, 你也紧裤腰带, 人人也就罢了。 这, 连设卡收费都不能做了, 这可就不能忍了呀。 那神迹之城的巨人分明就是暴君之中的暴君, 贵族的死敌。 是想要逼死他们这些帝国最后的余晖啊。 海兰大宫的许多粮食庄园, 听说都改种红偶了, 起码亏了一百万金币吧。 一位贵族想了想, 开口为相信海兰大宫找起了理由。 而且我记得最近一段时间, 来自神迹之城的钢铁也随着商队运过来了吧。 嘖嘖嘖, 神迹之城的钢铁比我们的白铁还要便宜两层。 又一个贵族开了口, 海兰大宫的炼铁工坊可是有名的, 这次恐怕也要关门了。 是啊, 海兰大宫也与我们感同身受, 一样感觉到了来自巨人的恶毒了吧。 戴着面具的贵族男子微微点头, 双手按在了桌面上, 倾下身子道, 那好, 我们表决吧, 同意接触海兰大宫并传递我们的善意地请举手。 说完, 这位面具贵族男子率先举起了右手。 很快, 这地下室里三分之二的人都举手表示了认同。 唯有那巫师冷哼了一声, 倒也没有继续出声阻止。 这巫师有着皇室血脉, 属于正宗的帝国余孽。 是以他极为痛恨那位水泰浅的海兰公爵。 不过, 现在毕竟是大局为重, 巫师听了这些贵族的话后, 倒也觉得海兰大宫很可能和那些可恶的贵族一样, 都因为利益受损而开始重新考虑起立场起来。 他却不知, 那位海兰大宫虽然在一系列的神迹之城法令下损失不小, 可人家的嫡系女性可是已经进了巨人的侍女团了的。 哪怕是预备役, 接触到的事物, 看到的警官都已经大不一样。 那侍女眼界开阔之下, 连带着也让海兰大宫跟着沾光, 知道了天外有天。 光明的未来正在等待着自己。 迁与帝国的这点基业, 与伟大的神之子侍女团的侍女身份相比, 又算得了什么? 稍稍立功, 人家赏赐下来的超凡材料的价值, 就可以摆备于自己这点基业了吧。 跳出了帝国框架的海兰大宫, 下定了决心要成为神迹之城的栋梁。 是以, 在得知了有秘密结社的人来联系自己之后。 海兰大宫再次表现出了惊人的演技, 和对方周旋, 并在对方亮出身份之后立即痛哭涕零, 一副中的不能再中的模样, 让得监视这次会面的那位黑胡子巫师也不得不承认, 帝国人心依然在啊。 好, 很好, 非常好。 贵族男子拍了拍手, 看着投影里的海兰大宫表现, 点了点头, 有了海兰大宫加入, 我们可以发挥的空间将大上许多, 对不少物资的收购也不用现在这样困难了。 帝国人心依然在。 黑胡子巫师也激动地摸着胡须泪眼模糊, 我决定了。 我马上给老师消息, 告诉他这好消息。 海兰大宫的领地上有着一处重要的藏宝地。 老师一直担心海兰大宫通风报信, 这才没有动手。 现在海兰大宫也是我们的人了, 也是时候去那儿开起宝库, 为我千语帝国复国做准备了。 贵族男子文言虎曲一阵, 连忙认可。 不错, 我千语帝国人心依然在。 我也会联络其他人赶来筹备启事大宴, 务必要让那巨人知道。 我千语帝国数百年的鸡眼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被打倒的。 数小时之后, 神迹之城的宫殿里, 刚刚和马法巫师一起学习完毕如何正确绘制复合法阵知识点的萧宇, 接到了黑衣卫的消息, 得知了遥远的千语帝国, 一群蝼蚁般的家伙竟然在搞事。 本来, 萧宇只是打算派出一对神卫军的神迹骑士团去碾灭对方的。 没想到消息里却提到这批愚孽带头的可能是一位伪三级巅峰状态的大巫师, 且手中可能持有世界奇物和大量帝国留下的巫术奇物后。 萧宇改了新意, 决定走上一趟, 以雷霆之势告诉这片大陆的生灵。 他, 才是这片大陆真正的主宰者。 萧宇心中有了想法, 便立即行动了起来。 于是, 戈基菲亚再次换上了亮丽整齐的舰长服, 带着一千多侍女们客串了神迹号星际战列舰的成员后。 随着一声发动机的轰鸣声, 神迹号星际战列舰带着坐在上面的萧宇, 以及挂在了下方的无限正义号机甲, 还有被拉来活动活动身子的大黄狗, 一下远离了神迹之城的上空。 又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了吗? 街道上, 许多人都看到了那神迹号星际战列舰的离去, 并为此而窃窃私语了起来。 这也是没法的事, 神迹号星际战列舰在小人国看来 可是长达750米的超级浮空战舰。 哪怕萧宇考虑了影响, 一直提升其高度到了4000米的高空, 这才飞走。 产生的余波依旧令许多人注意到了 这庞然大物的存在和动向。 这其中, 一部分来自各大势力的密探, 纷纷离开了神迹之城, 一直跑到了安全区域, 这才胆敢拿出通讯奇物进行联络, 把消息告知他们的主人。 这些势力之中, 自然有和帝国余孽勾结 或者存在交易行为的存在。 他们一听神迹号星际战列舰离开的方向 是千语帝国所在, 立即心中一跳, 意识到事情恐怕没有简单。 有胆小的势力立即开始自我清洗, 将一批又一批和千语帝国余孽有勾结之人 送去了火葬场, 并斩断了所有和这方面有关的联系。 在海澜大宫的领地里, 一队披着斗篷戴着各色面具的神秘人 之中,为首的正是那黑胡子巫师。 他让众人止步之后, 让手下几位巫师出列, 开始在山谷会置其法阵起来。 这是在做什么? 你的老师呢? 为什么还没看到那位大人过来? 一位贵族皱眉看着镇幕, 不越问道。 不要着急, 我的老师已经来了, 只是时机位的, 还不能来见你们。 黑胡子巫师安抚着这些人说道, 可惜海澜大宫为了不被监视她的巨人探子怀疑, 只能私下里给我们援助。 不然, 我们要是能得到大量魔石的话, 需要那么麻烦了。 说到这, 黑胡子巫师拿出了一柄小巧的短杖, 轻轻地对着虚空一点。 顿时, 一头和成年天鹅差不多大的火鸟被召唤了出来, 扑腾了几下之后便冲向了天空。 这火鸟冲到山谷上空约莫五六百米处后, 发出了一声鸣叫, 向着四周喷出了大量的火焰。 然后奇迹出现了。 这些等候在原地的神秘人们仰起头, 惊讶地看到山谷上方的天空, 赫然因为这火鸟的喷火而浮现出了一面由大量火红色符纹构成的大型法阵。 这法阵遮蔽了整个山谷, 并隐隐间和山谷里绘制出来的那些法阵暗河。 这是, 开启藏宝地的秘密法阵。 有贵族吃惊问道, 不错, 这是当年大主宰亲自布下的法阵。 黑胡子巫师颇为自豪, 我的老师, 一位真正的皇室元老从古老的文献里知道了这儿的秘密。 诸位, 这里面有着大量可以增强我们实力的巫术奇物, 很快他们就会属于你们了。 黑胡子巫师的许诺, 让不少神秘人都激动起来, 获取力量和得到金钱一样, 都能让他们感到开心, 感觉到自己这才是真正活着。 随着地面上法阵绘制成形, 黑胡子巫师露出笑意, 走到了法阵中央, 旋即启动了这一法阵。 于是, 这片山谷的一片空的突然凹了下去。 而后, 一条通往地下的通道出现了。 诸位, 快, 快下去吧。 哦, 这里面就是大主宰留下的宝库。 为了帝国的荣耀, 大部分神秘人激动欢呼了起来, 运转起了超凡灵光在身之后, 纷纷冲了进去。 只留下了黑胡子巫师和两位看起来级别颇高的贵族还在原地。 52位一级超凡骑士, 两位二级超凡战士。 这已经是我们能找到的大部分战力了。 贵族男子看着没有了人影的地下通道口, 深呼吸了几下后看向黑胡子巫师。 你的老师真有把握, 可以控制住那个怪物。 放心吧。 黑胡子巫师显然对那位老师颇为迷信。 这些超凡骑士都被我们吓了咒。 配合老师得自皇室的那件奇物, 一定能成功的。 至于这些牺牲, 为了帝国, 这是值得的。 黑胡子巫师说到这, 舔了舔嘴唇。 等那怪物出来了, 还需要你说服那海兰公爵, 为我们准备一千头赤毛牛作为食物。 一千头赤毛牛? 贵族男子嘴角抽动了下, 也明白过来为何海兰大公对他们那么重要了。 这片土地上还有势力提供那么多血食的, 也就海兰大公了吧。 否则真要他们去找, 这动作也太大了。 真以为那神迹之称的黑衣卫们都是傻子不成。 而黑胡子巫师口中的怪物虽然是这些帝国余孽的王牌, 他们却也不敢保证这一王牌能在饿着肚子的时候就能战胜问讯赶来的神迹之城讨伐军。 很好, 成功了。 黑胡子巫师感觉到了地底的波动, 听到了隐约传来的惨叫。 数秒后, 黑胡子巫师忍耐住了心中激动, 口中念出了一段咒语。 顿时, 大地崩裂, 一头巨兽毫不费力地挣脱了大德对他的束缚, 张牙舞爪地从地底爬了出来。 其余几人看清了这头巨兽全貌, 不由纷纷倒吸了口冷气。 这头巨兽在他们眼里约某有五十多米长, 浑身披着翠绿色的鳞片, 双眸血红, 四肢粗壮有力。 尾部长有一根好似蜥蜴的尾巴, 只是尾端却是长有双刃, 一看就是一件可怕的破坏戾气。 天啊, 我看过这种怪物的图签。 这是陈星级生物狂魔巨蜥。 贵族男子忍不住后退了树步, 颤抖着身子惶恐道, 难怪当年大主宰会选择囚禁, 这样的怪物根本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不要慌, 一切都在老实掌握之中。 黑胡子巫师张开了双手, 却是走向了这头狂魔巨蜥。 狂魔巨蜥刚刚吞了五十多超凡, 勉强恢复了点精力, 又刚刚重获自由, 正处在极度饥饿状态之中。 看到黑胡子巫师出现, 第一时间就想要张口将之吞走。 然而, 这一瞬间, 一道白光忽然间从黑胡子巫师身后 冒出的白色虚影射出, 命中了这狂魔巨蜥的脑门后, 令得狂魔巨蜥刚刚张的嘴停在了半空。 了, 老师, 我们成功了吧? 黑胡子巫师身后虚影逐渐凝实, 成为一个人形, 温和声音传来, 成功了, 他已经被我控制住了。 不过这头狂魔巨蜥只是一头普通的成年体, 比起三级超凡骑士只有体型优势。 想要用它来作为让巨人妥协的筹码, 还需要进行多次强化才行。 老师请放心, 帝国人心依然在, 海兰大公这样的水泰浅公爵也已经发现了巨人的恶毒, 站在了我们这一边, 我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希望吧。 比起黑胡子巫师的自信, 他的老师, 那位帝国的元老反而颇有些信心不足。 对此, 黑胡子巫师倒也理解。 毕竟大主宰陨落的消息, 对帝国余孽们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让不少大巫师当即就信仰崩溃, 一蹶不振。 能如他老师这样, 坚持的已然不多了。 黑胡子巫师却是觉得, 大主宰的陨落肯定是因为意外所致, 是巨人设下了陷阱的功劳。 他们只要按计划行事, 还是有机会成功的。 狂魔巨蜥和星海雄鹰一样, 都是这篇大陆上有记载的陈兴级族群。 他们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 使得他们一出生就具备了强大的超凡灵光。 巫师们需要千辛万苦才能爬到的高度, 他们却好似吃饭饮水一般, 自然而然的就可以一气呵成。 待到成年之后, 这些族群里的最强者, 往往也是这族群的王兽, 具备的力量, 甚至远超三级巫师, 就是遇到陈兴巫师出手, 往往也能凭借天时地利抵挡。 是以, 人们在评价这些生物族群的王兽时候, 会把他们称作陈兴级生物, 又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巫师, 全靠天赋和身体吃饭, 得不到天地的伟力加持。 因此, 在一些上层巫师圈子里, 又会把这些能短时间抗衡陈兴巫师, 却又没得到大陆承认, 持久力不足的家伙们, 统一分配了一个超凡等级, 伟陈兴巫师级。 平常, 为了方便, 则多是直接以陈兴级和陈兴巫师来进行分别。 山谷里的千语帝国余孽组织, 费尽了苦心后, 总算控制了狂魔巫师, 知道这些知识的他们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他们打算恢复这头狂魔巫师的实力, 并尝试让他进化为王级魔兽。 假如失败了, 那也没事, 在黑胡子巫师和他的老师眼里, 一头比普通三级超凡巫师强得多的狂魔巫兮, 作为和巨人的谈判资本, 怎么想, 也该是有的。 毕竟在他们的印象里, 巨人还停留在当初入侵千语帝国时候的模样。 一头比黑龙王差不了多少的狂魔巫兮, 应该能让巨人忌惮, 从而为他们争取到更好的条件。 至于计划成功了? 这些人的野心可是非常大的, 一旦手中有了一头真正意义上的陈星级生物作为战争兵器。 他们可不仅仅想要复国那么简单, 更是企图建立起一个一统整片大陆的大一统王朝。 海兰大宫那边联络好了吗? 黑胡子巫师和老师虚影交谈了少许后, 转头看向旁边贵族男子。 那贵族男子微微欠身, 口中刚刚道了一声都交代好了。 身影却是在同一时刻猛地退避开了数十米远, 躲开了一道从地底冒出的尖刺。 你居然是叛徒! 黑胡子巫师看到巫术没命中对方, 气急败坏道, 要不是老师刚刚告诉我, 你刚刚发出了讯息到外界, 我还在被你蒙骗呢? 为什么还要像这那巨人? 难道你没看到, 我们这边已经有了狂魔巨蜥吗? 那位一直在余孽组织担任高层的贵族男子, 掀开了面具, 露出带有一丝邪气的清秀容貌后, 看着黑胡子巫师耸了耸肩, 因为你们都是一群井底之蛙, 不知道殿下真正的伟丽与背景是何等的深厚啊。 啊? 黑胡子巫师诧异了下, 旋即举起短杖指向了这贵族男子, 我看你是被巨人的邪术给迷了眼了。 狂魔巨蜥, 给我吃掉它。 好。 狂魔巨蜥得令后立即兴奋起来, 刚刚准备爬过去。 忽然, 天空突然间暗淡了下来, 巨大的气流从高处扑了下来, 令得众人无不微微缩了缩身子, 双脚钉在地面以免被气流带走。 狂魔巨蜥也直觉感到了恐怖, 仰起头静怡不定地看到了那遮蔽了山谷上方天空的金属战舰。 这……这是什么? 老师啊, 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金属浮空战舰? 黑胡子巫师也抬起了头, 看到了那750米长的神纪号星际战列舰的舰船。 因为高度够低, 其带来的震撼效果被从没体会过神纪之城奇迹的黑胡子巫师造成了会心一击一样的震撼伤害。 他身后的虚影, 那位元老也在目睹了这幕后, 气势变得更弱了一些。 没办法, 现实世界的科技产物放在了小人国实在是太威武霸气了一点, 那代表了现代工业艺术美感, 足以让任何智慧生灵都不明确立。 更不必说肖宇还在这艘战舰上砸了海量的, 让他想起来都会心疼得无法呼吸的资源了。 不要怕, 不要慌, 只是, 只是一个大一点的铁皮盒子罢了。 我们有狂魔巨蜥在手, 我们能赢。 对吧, 老师。 黑胡子巫师为自己鼓起了勇气后, 转头却发现那老师释放出的虚影竟然消失了。 这是什么情况? 老师, 你忽悠我为帝国的复兴而战斗时候的勇气呢? 还好, 让黑胡子巫师欣慰的是狂魔巨蜥没有跑, 反而在强大压力下被激怒了, 爆发出了雄魂无比的血色超凡灵光包裹了浑身。 而后他一跃而起, 扑向了神纪号星技战烈剑。 好。 狂魔巨蜥率先发起了攻击, 他的吼声产生的声波攻击抵达了神纪号星技战烈剑的护盾, 而后让护盾产生了点点波纹。 随即, 狂魔巨蜥的本体也迅速靠近了过来。 眼看着, 他的力爪, 他的双刃尾巴就要打在这战舰的护盾上的时候。 啪。 一具三百米高的钢铁巨神兵从战舰上跃了下来, 大手一挥, 比狂魔巨蜥整个头还要大一圈的钢铁手掌, 直接拍飞了靠近的狂魔巨蜥, 将他整个身子都砸入到了山谷之中的泥土里, 引得四周山峰一阵摇晃, 飞沙走时间如同地震来袭。 而后, 在黑胡子乌尸目瞪口袋之中, 身穿着无限正义号机甲的小羽跃了下来, 双脚踩在山谷的两边山顶上后, 伸出右手把那被拍得超凡灵光碎了一地的狂魔巨蜥抓了起来。 如同提一只小技一样, 提起这狂魔巨蜥之后, 萧宇按照马法巫师等专业人士的建议, 左手一动, 信仰神器天从云剑出现, 修一下刺穿了这狂魔巨蜥的左肩上, 而后神力涌入, 令狂魔巨蜥猛的浑身颤抖了一下后, 一下子昏迷了过去。 破! 萧宇抽出了天从云剑, 把狂魔巨蜥甩到了星际战裂剑的背上。 立即有麻法巫师带着一批王室巫师冲了过来, 为这极为难得珍贵的超凡魔兽直血保住了他的小命, 而后开始施展一系列巫术起来。 很快, 这些巫师就忍不住议论了起来, 这控制符文看起来至少也是三级巫术, 应该是大主宰亲自练制出来的玉兽奇物。 这东西很有研究价值。 厉害, 大主宰不愧是这千年来不是出的天才, 最接近诚心巫师之人。 可惜了, 如此天才依旧得不到我们脚下这片大陆的认可。 这究竟是怎么了? 巫师们对大主宰遭遇的迷惑不是没有原因。 尤其是接触到了金戈大陆, 有了真正的诚心巫师、 乌图鲁巫师的经验之后, 巫师们更是意识到, 自己脚下这片大陆到现在都没有产生新的诚心巫师, 是何等的不正常。 这里面猜测, 自然是五花八门, 什么都有。 乃至还有人提出是不是前任陈兴巫师没有死这样的疑问出来。 确实都苦于没有证据, 一切猜测也都紧紧停留在猜测之中。 萧宇对此也有关注, 不过随着长时间没有实际收获, 也就淡了心思, 只是让黑衣卫有空留意一下这方面的小道消息罢了。 萧宇通过无限正义号的监听法阵, 听到了那些巫师们惊叹, 他笑了笑看向了山谷里呆若木鸡的黑胡子巫师开口道。 你们既然那么好奇, 那就快些抓到那位神神秘秘的老师吧。 听说他是帝国的元老, 应该知道不少秘密才对吧。 至于这巫师, 萧宇看着那黑胡子巫师释放了天赋巫术虚实之手。 顿时, 这已经放弃了反抗的黑胡子巫师便被抓了起来交给了赶来山谷的黑衣卫。 数分钟之后, 海兰大公的庄园内, 得到消息, 得知神之子大人竟然亲自赶来处理此事, 并已经把狂魔巨犀给抓住了。 海兰大公立即向着使者痛哭流泪, 感谢神之子对他的信任, 并一再表示要好好接待这次出征的人员。 只是这些早就在神迹之城养掉了嘴的人员, 哪里稀罕海兰大公的接待? 这海兰大公如今自家吃的所谓美食, 还都是从神迹之城那边流出来的呢? 嗯? 那位帝国元老没有过来? 这岂不是没能够一网打尽吗? 海兰大公了解了其中更多的细节之后, 得知这余孽组织最重要的那位元老人物, 竟然没有亲自出场, 他不由有些害怕起来。 他可是知道的自家式的, 自己投靠神迹之城再次向黑衣卫通风报信的事, 是瞒不住的了。 虽然说起来, 这组织本身就是一个篓子, 被黑衣卫渗透的千疮百孔, 搞得连高层都有了黑衣卫的探子。 可是真报复起来, 这里面最弱小, 最容易报复的, 不就是他海兰大公吗? 这可不妙啊, 或许我明天, 不, 今晚就安排人手, 全家一起去神迹之城看望孙女。 大公不必如此紧张。 来访的使者看到海兰大公的错愕与惊慌表情, 连忙说道, 那元老虽然小心谨慎, 为了启动奇悟, 毕竟还是露出了马脚。 我们神迹之城的巫师团已经抓到对方的跟脚了, 一定能抓住对方的。 当真? 当然是真的。 我们的巫师团里, 伟三级巫师不下五位, 哪里是那单枪匹马的元老可以抵挡的? 海兰大公连忙点头附和, 心中却还是下定注意, 只要太阳落山后还是没听到好消息, 那晚上就收拾好东西离开这片土地。 比起百年基业, 海兰大公深深觉得还是自己和家人的安危更重要一些。 就在海兰大公琢磨着是不是要赶紧搬家的时候, 萧宇得到了乌图鲁巫师亲自出手抓到的线索, 立即启动了无限正义号机甲的最大功率, 一跃几十米地横跨了山谷, 几步就跃出了一片山地地前往了一条小河旁。 这在萧宇眼里也就一米多宽的小河, 养育了大片大片绿油油的田地。 当萧宇驾驶着机甲轰一声落在了地平线的山顶上时候, 正在耕作的农民们都感觉到四周一阵地动山摇, 他们耕作的作物更是齐刷刷地低头。 农民们仰起头看到了钢铁巨人, 立即慌张地大喊大叫了起来。 村庄之中听到嘈杂声的一间小木屋里, 走出来了一个年轻的金发男子。 他刚刚走出房门, 就看到远处的钢铁巨人似乎心有所感, 扭头看了过来。 这青年立即心中一紧, 浑身汗如雨下起来。 老,老师, 比,比我们帝国巨神兵, 还要高得多的超大巨神兵出现在了东方。 我敢知道了。 木屋里, 帝国元老院元老出身的白发白袍大巫师, 轻叹了一声, 对此并不意外。 从他施下的术实道, 反侦查巫术, 虚假情报巫术, 都被对面的强大存在短时间里一一破解。 这位元老就已经意识到了这时候的到来。 只是没有想到, 对方会来得如此的快罢了。 欧拉罗, 元老握紧了法杖站起身来, 我会使用顺一束将你传走。 你身上的巫术奇物, 有着恒定的虚假情报巫术, 加上你从来没有施法气息落在敌人手中, 这能让你顺利逃走。 老,老师, 你不和我一起走了。 金发青年文言, 诧异地看向了屋子里那位老人。 我要是一起走, 就两个都走不了了。 可惜了, 据我所知, 这巨人对世界奇物极为贪婪, 一旦得知此物, 就会穷追不舍。 事宜, 我不能把世界奇物留下给你。 好了, 那怪物行动了, 欧拉罗, 快走。 还有, 记得, 别再为我报仇了。 金发青年欧拉罗还要说一些什么, 却见双眸突然一阵模糊。 随即, 他被传送到了水底。 咬了咬牙, 这位被元老看作继承者的年轻人憋着气, 带着泪光游去了下游。 而在河边, 随着萧宇锁定了那位老巫师所在, 虽然相隔了小人国眼里的十多公里远, 萧宇依然拿出了白银之锤, 这件世界奇物当武器。 而后一招破灭斩便挥了出去, 直接命中了那木屋, 把整个屋子都打得粉碎。 哄, 一道白光从木屋里飞出, 横在了半空, 正是有些狼狈的那位元老巫师。 只见他空着的左手五个手指, 好似蝴蝶飞舞一样乱动了起来。 而后, 一件件五颜六色的巫术奇物被他释放了出来, 包围了他四周。 这些巫术奇物有的是一面盾牌, 一座雕像, 还有的则是一些半透明的神奇符文。 让他通过萧宇无限正义号视野, 看到这木的乌图鲁巫师也不由惊讶地移了一声。 赞叹这元老巫师的天赋很可能与玉物有关, 不然, 以他一人的灵魂底子, 是不可能驱动那么多的巫术奇物的。 厉害, 一共有22件防御型巫术奇物和15件攻击型巫术奇物。 不过最值得注意的还是这巫师藏在身后的那一块石碑。 那上面的符文极端复杂, 不是世界奇物, 也会是一件至少第三等级的巫术奇物。 第三等级的巫术奇物, 那就是至少和亡灵之书一个等级了。 呵呵, 希望他不会被毁掉吧。 萧宇听了乌图鲁巫师的提醒, 微微汗手之后, 尽管有些不舍这些宝贵的巫术奇物, 为了谨慎起见, 他还是决定要把从心流战术进行到底。 悟求可以在安全距离之外, 将之消灭, 面对着准备决死一战的帝国元老。 萧宇决定也要拿出真本事来对付这家伙, 倒也不是啥敬重, 纯粹就是担心阴沟里翻船。 全弹发射! 萧宇操作者无限正义号机甲悬在了半空, 大吼一声之下, 这机甲外挂的装甲背包上, 改装的突击步枪喷出了火舌。 同时, 来自现实世界军方的火箭弹, 也从机甲肩部发射装置上点火射出。 自然了, 最大的火力来源并非萧宇, 而是来自萧宇身后的那一艘神纪号星际战列舰。 主炮骑射的轰鸣声之下, 连大主宰都不能正面硬挡住的炮弹, 也后发先制, 越过了萧宇的所谓全弹发射的弹幕, 先一步覆盖了目标空域。 哄哄哄, 顷刻间就是一朵朵大型火团盛开, 狂暴的烈焰风暴席卷四周, 甚至相隔数百米远, 也点燃了那些田地里的农作物。 只是, 帝国元老虽然不如大主宰, 却没有当初的环境限制其移动。 事已爆炸刚刚响起, 萧宇就微微皱眉到了一声, 这家伙的加速度奇快无比。 刚刚的骑射只有余波影响到了对方。 嗯? 隐身术吗? 这家伙的气息消失在我的感应范围内了。 启动热成像和生命探测仪, 这可是英都财团给的最新款式。 可恶啊, 这隐身术比我的还要高明吗? 竟然连生命探测仪都抓不到它的位置。 等等, 又出现了。 这是, 巫术反应。 说到这, 萧宇猛的驾驶机甲, 一个侧翼机动, 便远离了刚刚站立的那片高空。 数秒后, 说到看不见的攻击系巫术呼啸而来, 扫过了这里。 却是不出所料的蜈蚣而返, 到最后, 只能伤害到一片无辜的花花草草。 躲起来的帝国元老, 看着提前躲开的钢铁巨人, 喘着气, 心中气闷无比。 他当然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 毕竟这巨人实在是太狡猾了, 和自己这样的老头子作战也要相隔万米以上。 以至于他这边施法之后, 再快的巫术也要数秒才能飞抵过去。 这样长的时间, 别说巨人这样的高手了, 就是这位元老自己不用巫术辅助, 有办法呀, 帝国元老很清楚, 自己稍微过激一点, 立马就会被发现, 然后就会被急火秒掉。 帝国元老看了看刚刚施法的位置, 那儿被一发快的不可思议的炮弹贯穿了空气后, 落在了地上, 竟是砸出了一个村子那么大的深坑。 这样的威力, 哪怕自己全部防御系的巫术奇物都用上了, 也抵挡不了吧。 不过, 这样的窘境, 不是早就已经猜测到了吗? 然, 一个伟大的帝国, 哪怕注定要玩, 也总得有人出来为之牺牲吧。 不然, 这样的帝国, 何其可悲可怜? 帝国元老想起了当初千语帝国被群雄瓜分时候, 那些帝国贵族们丑陋的丑态, 一时间胸口重新燃起了怒火。 贪婪成性的巨人啊, 看看吧, 帝国人心依然在。 哪怕你变得更强了, 这片大陆依然有不会屈服于你的勇者存在着的。 反抗巨人暴政的火焰, 也一定会在今日一战之后, 继续传承下去。 肖宇靠着乌图鲁巫师改造的品质过硬的收音法阵, 得以听到了对方传来的怒吼声。 肖宇不由微微一震, 巨人暴政。 我觉得我对这片大陆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够好了吧, 也就对超凡相关的稍微苛刻了一丁点。 另外传火什么的, 我觉得还是传不了居多吧。 因为, 这场战斗我已经赢了。 肖宇低语到这, 心中意念一动。 顿时, 那片帝国元老所在空域的高空上, 安帝斯神鹰展翅飞来。 安帝斯神鹰的背上, 举起手中的农药喷枪, 发出汪汪汪的叫声同时, 喷洒出了海量的农药。 同时, 在安帝斯神鹰两旁, 挂在了小型农药喷洒系统的无人机, 也转着圈子, 扩大着农药弥漫范范围, 使得躲在里面的那位帝国元老, 出现了朦朦胧胧的身影。 好臭! 这是毒系巫术! 不过那么大范围, 这居然是怎么做到的? 帝国元老身上, 闪耀着巫术奇物的光芒, 这光芒挡住了四周那些明显有害的空气和溶液, 却也因此将它暴露了出来, 破解掉了它的隐身术。 隐身术被迫瞬间, 萧羽那千里之外可一发入魂的打击手段, 自然是立即启动并释放了出去。 帝国元老靠着提前施展瞬移巫术, 躲开了萧羽手持的电动步枪射出的第一次攻击, 却很快被来自神纪号星际战列舰的速射炮给淹没了。 在炮弹接触到这位帝国元老的身子瞬间, 萧羽可以明显感觉到有数十道白光猛地爆发了出来。 这让萧羽有些心疼, 她能感觉到这每一道白光的爆发, 可是都意味着一件巫术奇物被毁掉了。 虽然说起来, 绝大部分巫术奇物对萧羽而言都没有什么卵用, 可就算没用, 收藏起来看看也是好的啊, 再不行也能赏赐给手下提升自己势力的战斗力吧。 忍住了心疼, 萧羽看到被炮火覆盖之后跌落下去, 好似一块破不一样的帝国元老身子再次发令。 于是, 正在空中的安帝斯神鹰不敢怠慢, 连忙聚集起来一道雷霆轰一下劈了过去。 这道雷霆命中了帝国元老已经不成人形的尸体, 使得其四周地面都出现了焦痕。 巫术奇物的光芒没有再次出现。 通过安帝斯神鹰的视觉共享, 更是能看到那已经焦炭化的身体旁边跌落下来了一块石碑和一块竹片。 这两东西可以在宿舍炮的爆炸下安然无恙, 定然不是反凭。 大黄! 上! 望! 萧宇一声令下, 大黄狗立即从安帝斯神鹰背上跃了下去, 而后四肢着地震动了大地后却是安然无恙。 习惯性的张嘴舔了舔舌头, 大黄狗立即双眼一瞪吐出了一口的白沫。 确实他忘记了这片区域刚刚被他直接喷的农药洗刷过一遍。 虽然不至于让超凡狗立即倒闭, 却也让他颇为不舒服, 十二分地怀念老家。 他赶紧按照萧宇的要求抓住了那两件物品, 而后对着地面张嘴喷出了烈火, 待他再次跃起扑到了降低高度来接他的安帝斯神鹰背上时候。 下方之地已然化作一片火海。 老师! 极远处, 金发青年欧拉罗从河流爬了出来, 喘了会儿气的他似乎想到什么, 连忙爬上了旁边的一处山峰。 站在山顶举目遥望, 欧拉罗看到了远方的火光, 并听到了慢了鸡拍传来的仿佛连环雷鸣引起的一阵阵轰鸣声。 胸口一热, 感觉到某件物品开始发烫。 欧拉罗不由意识到自己的老师这次是真的死了, 不免有些伤心欲绝起来。 此时还不等他流干眼泪, 然后起来。 只觉得四周空气猛然凝固了起来, 一股滔天一般的压力刷一下压在了他的身上。 而后, 随着三位黑衣人飞了过来, 降临到这欧拉罗头顶。 为首的黑衣人不懈地看了看欧拉罗的身子, 冷声道, 区区一个一级正是巫师罢了, 谁给你的勇气反抗神之子大人的守护。 你们这些, 欧拉罗面色一白, 一听这话就意识到, 自己是遇到神迹之城的强者了。 他仰起头, 刚刚要出口咒骂, 吸引对方注意力, 同时好启动巫术奇物救命。 却不想话刚刚脱口而出, 那为首黑衣人已然一闪身来到了欧拉罗的面前。 而后一拳打散开了欧拉罗的护体巫术, 击中了其胸膛, 令他剧痛之下, 刚刚凝聚起来的法力也刷一下散去。 这黑衣人熟练地把身子软下来的欧拉罗提起, 而后取出了一小瓶绿油油的药剂, 捏碎了欧拉罗的下巴之后, 把药剂倒入了漆口中。 顿时, 一股子花露水的奇妙味道充斥了欧拉罗的嘴巴, 让他的味觉饱受刺激之余。 精神力再也集中不起来, 巫师本事等于被废。 这巫师是从河流上游过来的, 很可能与殿下要抓的人有关, 我去与殿下会合, 你们继续监视四周。 是。 随着这黑衣人提着欧拉罗登上了一架无人机, 欧拉罗趴在冰冷金属机身表面上, 双眸紧量睁大, 看到了那黑衣人正在查看的投影时的画面后, 他意识到为何自己刚刚出来就被抓住了。 原来这片广阔的土地, 无时无刻都在被这巨人的手下监视着。 他们似乎掌握了某种神奇的巫术奇物, 又或者有着高人相助, 竟然可以高空视角拍下地面大范围的图像。 且这图像上每处细节都是那么的栩栩如生, 宛如投影巫术一样, 但是涉及这样大面积的投影巫术, 先不说需要多少巫师, 单单巫术引起的法力波动就会引起他们的反应吧。 而且, 他身上的虚假情报巫术可是还在的, 偏偏还是被发现了, 只能说明他的行踪, 一样,在自身没有反应的情况下, 就被对方用这手段看在了眼里。 这让欧拉罗不由觉得, 或许那巨人真的有他们不曾了解的监察神器, 一直悬于天上, 掌握他们的行踪。 一如神话记载里, 真实主神的真实之眼, 看破万物, 看尽一切真实。 想到这, 欧拉罗不由有些凄凉一笑, 对未来无比地悲观起来。 他却不知道, 他恐惧的神器, 其实只是消雨挂在了无人机上的英都牌高清动态摄像机。 这些摄像机拍摄的图像, 被消雨投影出来之后, 经过巫师们简单处理, 便发给了下级的领队, 由他们观察各自负责区域的图像, 以方便他们寻找可能出现的敌人。 这些摄像机的拍摄, 不会引起巫师们的巫术反应, 但是事实上, 想要克制他们也很简单, 往往一个隐身术或者迷雾术, 就能让其抓瞎。 只是, 欧拉罗绝对不是有资格了解这些摄像机弱点的人。 他也就只能陷入自我脑补之中, 难以自拔了。 如果无人提示, 欧拉罗恐怕一辈子都不会相信, 一样拍摄范围那么广, 那么大, 那么清晰的神器, 竟然会连最简单的巫术都无法破解。 嗯, 抓到了一个小巫师? 交给兰斯吧, 他最近不是学会了新的技巧吗? 消雨得到了抓获欧拉罗的消息, 想了想, 决定让兰斯去处理。 作为黑衣卫的后起之秀, 算得上迷失大陆半个天命之子的兰斯, 如今也属于消雨心中的好手了。 动用他, 说明了消雨对欧拉罗的重视。 当然, 后者肯定是一百个不希望被巨人这样重视的。 消雨重新把注意力放在了大黄冒着农药毒气污染拿来的两件宝贝上。 这两件宝贝, 一件是三级巫术奇物玉寿石碑。 那位帝国元老正是使用了这件巫术奇物的能力, 方能控制住狂魔巨蜥这样的怪物。 消雨使用精神力感知了下, 发现这东西对自己来说还是勉强可以移用的。 他消耗使用者的法力和精神力构建御兽符文, 然后使用这御兽符文来控制魔兽。 当然, 限于他的等级, 他最多也就能控制住三级超凡魔兽。 并且, 魔兽越强大, 自然也需要消耗越多的法力和精神力。 而且, 在控制成功之后, 也并非宠物契约那样可以高枕无忧。 这种御兽符文控制的魔兽, 是有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脱离控制, 自行其事的。 且一旦出现这样的行为, 必将反噬施法者本身引起危及灵魂的后遗症。 可以说, 那帝国元老的所谓复兴计划, 一开始就是在拿自己安全玩火。 萧宇相信, 一旦狂魔巨蜥恢复实力, 这位帝国元老将随时处在危险之中, 说不定啥时候就被反噬了。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却不得不说是一个好东西。 关键是我拿起现实世界之后, 也能起效果。 至少伪装成一个大德鲁一啥的, 是没问题了。 以我的精神力和法力, 来个白鸟嘲讽, 万寿跪拜啥的, 都不算事儿吧。 只要记得善后, 取消玉兽符文就不必担心反噬的事了。 萧宇想到这里, 默默地把在他看来, 不比五毛硬币大的玉兽石碑收入了随身空间之中。 而后萧宇看向那竹片, 看到这竹片的第一眼, 萧宇就知道, 这就是自己想要的世界奇物。 只可惜, 他此时正处在漫长的冷却时间之中, 想要再次使用, 需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 知识竹片 萧宇握住了这世界奇物, 笛声念叨, 这是一件可以沟通知识圣殿的世界奇物, 把需要破解的难题写在竹片上, 并启动它。 只要满足按照难度提出的要求, 便能得到知识圣殿的帮助, 获得相关知识, 或者解题思路, 解除难题。 传闻里, 前任陈星巫师炼制巨神兵的技术, 就来自知识圣殿的恩赐。 还有更加古老的文献里, 有过一笔带过的记载, 提及过一位传奇骑士, 靠着知识圣殿, 得到了有望晋级陈星级的骑士修炼法, 并最终成为了陈星骑士。 当初看的时候, 我本以为这些不过是后来者的虚言。 现在看来, 恐怕都是世界奇物知识竹片, 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 可恶啊。 萧宇嘀咕到此后, 晃动了下手中竹片, 不满道, 为何冷却时间会长达一年? 而且还刚刚被使用过了一次。 我本来还很期待着, 这小人国的知识圣殿, 能不能解除现实世界的数学难题来的呢? 可惜, 可惜, 一切猜测都得在一年之后才见分晓。 也不知道, 小人国里是否还有着让世界奇物冷却时间减少的世界奇物? 如果有的话, 我当务必得到。 收好此次的丰厚收获, 叫上了巫师们, 萧宇登上了神迹号星际战列舰返回了神迹之城。 他还有着不少订好功课没有完成。 为了未来的美好幸福生活, 萧宇现在可不会继续浪费时光。 当然, 劳逸结合很重要, 是以萧宇也是有专门预留时间给自己娱乐放松的。 一边享受美食和侍女们的服务, 一边看心翻什么的, 那可是相当美妙的体验啊。 在萧宇离开之后, 一对黑衣卫巫师留了下来, 辅佐兰斯寻找留下来的蛛丝马迹, 从而尽可能多地把帝国余孽给抓出来。 萧宇对没有世界奇物的余孽兴趣不大, 但是他的属下们对此却都颇为重视, 认为将他们抓起来进行审判, 是很有必要的一件大事。 海兰大公在得知那位帝国元老被神之子亲自出手磨灭后, 庆幸自己再次站对了队。 不由兴高采烈地宣布要举办了一场酒会, 用来自神迹之城的烈酒来一场不醉不归的盛大宴会。 而后海兰大公发表了一系列声明, 表示要响应神迹之城的号召, 哪怕是在这片远离神迹之城的地方, 也要全心全意地为神之子大人服务。 这一声明, 无疑让海兰公爵一族都彻底地, 无可挽回地倒向了神迹之城, 上了巨人的大船。 一旦未来大船轻浮, 这就是其他势力对其发难的把柄。 也是一开始许多海兰公爵一族老人们担忧的地方, 但在亲眼目睹了神之子的伟丽之后, 这些担忧全都烟消云散了。 他们更加担心别的家族也注意到了这点, 抢在了他们前头向神之子大人表忠心。 这可就很麻烦了, 须知这片海兰公爵目前控制的土地虽然够大, 却是容不得两个大家族在这里竞争。 兰斯对欧拉罗的审问倒是很快取得了成果。 这位被帝国元老认为是传承者的金发青年巫师, 天赋异禀是自然的。 某种意义上, 其在巫术的修行上甚至要比兰斯这天命之子还要高一点。 也难怪能够被那帝国元老看重, 不惜自我牺牲也要让他逃走。 不过, 很显然他还是太嫩了, 也太年轻了。 面对着兰斯等在人生经历上经验丰富的长者, 在被迫接受了兰斯的少许人生经验之后, 这位金发青年巫师很快就连自己幼儿时候偷了隔壁家大婶内裤做恶作剧的事也吐露了出来。 令得黑衣卫们得以轻松了许多, 结合其他渠道得到的情报互相对应, 一下子就找到了十多家证据确凿的家族或者商会, 判定了他们是有支援过帝国余孽的邪恶组织, 需要受到正义的铁拳给予的问候。 于是, 不出意外的, 这些家族和商会都在黑衣卫调动的力量下被一一连根拔起。 且这整个过程都相当地顺利, 以至于黑衣卫内部许多人都十分诧异。 因为许多犯人家族为了避免被灭族, 避免牵连太多族人, 这些人在看到黑衣卫登门之后, 竟然一个比一个老实地束手就擒并提供了罪证。 倒是另借了肖宇神兽安蒂斯神英帮忙作证好, 不愧是神迹之城的黑衣卫, 威势之大, 前所未有啊。 看到了吗? 这保罗沃克商会, 只是两位黑衣骑士带着一队城防军罢了。 有着二级大巫师坐镇的保罗沃克商会就自己宣布解散了, 且商会的董事们一个没跑, 全都乖乖投降。 他们当年为了郊外铜矿, 可是连二级巫师组织都敢得罪的。 没想到, 在这关键时刻, 却是这样的德行。 这儿离神迹之城, 少说也有两万里路吧。 那么远, 打了就跑也不敢。 一座元谦与帝国所属的矿业起家的大城市里, 来自冒险者工会的精英们本以为能得到雇佣, 以便帮忙黑衣卫对付这城市的敌人。 毕竟这城市里, 黑衣卫的实力实在是太弱了, 综合战斗力连那商会十分之一都不如。 他们本以为黑衣卫在这城市的统领聪明点的话, 不等自身支援到来, 那也会接受他们的建议, 雇佣他们这些工会精英帮忙才行。 难想到, 这些黑衣卫一登门, 得了。 预想的埋伏偷袭都没发生。 黑衣卫的名头看起来比当年的大主宰名牌都还要好用得多啊。 这些商会里的强者们居然就都投降了。 可恶啊, 他们的强者气度呢? 全没了? 都忘了。 精英冒险者们纳闷没多久, 工会的新的消息总算到了他们手中。 刚刚疑惑的冒险者看到这消息立即变了颜色, 按道了一声, 原来如此。 却是他们得知了不久前那一战的专家分析结果出炉了。 神迹之城的那巨人, 不对, 那位神之子大人, 竟然是乘坐了一艘750米长的钢铁浮空战舰来。 根据推算, 他们惊恶地意识到这艘浮空战舰的速度超乎想象, 只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就从神迹之城跨越了上万里之遥的山川荒野, 抵达了海澜公爵的领地。 这样的移动速度, 是当年的大主宰也做不到的。 且看起来这样的高速移动之后, 对方依然保持着相当恐怖的战斗力, 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有着大量底牌的敌人轰杀成炸。 这, 就极为恐怖, 让有时之势, 无不细思极恐了。 在他们看来, 那艘750米长的钢铁浮空战舰, 哪怕本身没有战斗力, 只是其体型和这移动速度本身, 就俨然成为了挂在了他们头顶的裁决之间。 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出现, 并落下来, 给予他们制裁。 想想也就能明白过来了, 750米的战舰, 少说也能塞进去五六万军队吧。 这就等于神迹之城, 有能力把五六万的精锐大军, 配合数千强者与巫师, 随时都可以, 不知道任一地点。 各大势力以前针对神迹之城地方势力的所谓的局部优势, 毫无疑问, 也在这样的现实面前, 变得可笑了起来。 以前的那种天高皇帝远, 大不了打了就跑的想法, 也在意识到对方随时可以在极短时间里把海量强者运来这一现实面前, 烟消云散了。 难怪, 那保罗沃克商会那么轻易就投降了。 他们恐怕也是讨论过的吧。 是啊, 然后意识到, 面对十分钟内, 差不多能横跨整个大陆的浮空战舰, 压根就没有抵抗的能力吧。 嘶, 神迹之城的统治力, 在机动力如此恐怖的浮空战舰加持下, 怕不是会比大主宰还要稳固得多。 这是肯定的。 面对同伴们的惊讶, 这地方的分会长走了出来叹气道, 这消息传开之后, 水不担心自己与神迹之城冲突的下一个十分钟, 那钢铁浮空战舰就已经抵达自己老巢头顶。 所有大势力, 在这样的大势下都会低头服软了。 或许, 不久的将来, 当神之子大人想要当大陆之主的时候, 也可以轻易地达成目标吧。 神迹之城, 刚刚结束了忙碌的一天的爱诺迪亚巫师, 正准备回去家中服用神之子大人恩赐的灵业修炼, 以弥补处理杂物而耗费的时间所落下的进度时候。 爱诺迪亚巫师忽然心有所感, 仰起头看向黑夜。 这是, 血月当空。 看到天空出现了一轮血色满月, 把大片天空都照成了血色的这一天地异象, 爱诺迪亚巫师不由喃喃自语了起来。 古书记载, 这是不祥之兆啊。 爱诺迪亚巫师不由皱眉低语出声。 屁的不祥之兆, 却是身后冒出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反驳了这话。 乌图鲁巫师从灯火通明的工房飞了出来, 忙于和工匠大师们研究新飞船特殊部件设计图的他, 双眸此时还挂着几道红丝。 此时脸上却洋溢出了兴奋之情。 你们这片大陆的记载实在是缺失太多, 这异象是因为这片天地因为殿下的晋级而在共鸣啊。 啊? 爱诺迪亚巫师微微一正, 有些不解, 晋级共鸣, 能产生血月当空这样的异象? 哈哈, 寻常人的晋级当然不可能如此, 可你不要忘记了, 我们的神之子大人乃是使用了赤月经这样的圣物来进行的晋级啊。 乌图鲁巫师有些感慨地看着远处神之子雄伟壮丽的宫殿道, 殿下这是炼成了赤月圣体了, 且靠着圣体成功的瞬间引动天地伟丽共鸣加持来让他一步到位地晋级为二级巫师。 殿下成为了大巫师了, 实在是可喜可贺。 爱诺迪亚巫师听到这, 眼前一亮, 兴奋起来。 在他心中, 完全没有想到, 按照常理而言, 萧宇这样的晋级速度已然相当吓人了。 且萧宇还不仅仅是大巫师, 他更是早了一步成为了一名超凡大骑士。 魔舞双修听起来很美, 实际上真正做到的寥寥无几。 更别说还都如此之快了。 不过这样的特例放在了萧宇身上后, 爱诺迪亚巫师等人却是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之事。 毕竟萧宇的修炼消耗了何其多的资源, 其中更是不乏月华玉露药剂、赤月经这样的天才地宝。 要是还不能帮助萧宇那么快成长, 反而不合情理。 轰隆。 照亮了天空的红光忽然闪烁了一下, 亮度提升了起来的同时, 隐约有巨像从神之子宫殿里传出。 爱诺迪亚巫师和乌图鲁巫师连忙飞了起来, 靠近了宫殿旁边的围墙后停了下来, 紧紧等待萧宇出关。 宫殿里, 今晚的功课是萧宇借着赤月经的修炼身体, 只是没想到这次修炼似乎特别顺心。 各种修炼关卡都好似水稻渠成一样的被一一破解。 是已在修炼到了目前的巫师等级上线之后, 尽管原计划, 萧宇还没打算今晚晋级, 却也顺从了自己的心意, 在赤月经能量的催动下, 顺其自然地选择了立即晋级二级巫师。 接下来一切发展都如了萧宇的意, 别人口中的晋级过程里会遇到的种种危险, 萧宇那时一处都没有遇到。 以至于萧宇都有了一种, 我才是天命之子的错觉。 还好萧宇内心深处还是很清醒的, 知道自己能够如此, 完全是因为自己使用了大量的珍稀修炼材料的缘故。 按照小人国的巫师修炼晋级的流派来看, 自己是最纯正的课经修炼流。 能有此刻的成果, 靠的都是自己的小钱钱啊。 呼! 萧宇晋级成功瞬间, 张嘴呼吸之间, 一股饥渴从内心深处涌出。 旋即, 一缕危机感在萧宇心中产生。 萧宇愕然发现, 四周涌来的灵力压根跟不上自己的吸纳转化速度。 小人国灵力环境竟然不足以支撑我的境界。 不行! 萧宇很快意识到这点, 眼里闪过一丝心疼之后, 他从随身空间里取出了得自现实世界莫斯卡大帝赠送的两枚星辰之类魔石。 随着直接吞噬, 转化这两枚魔石的法力。 萧宇的身体状况总算稳定了下来, 并完成了二级巫师最重要的灵魂强化以及二级天赋巫术构建。 二级天赋巫术, 虚实之手进阶版, 元素之手, 生成! 萧宇睁开双眸, 意念一动。 他前方空处突然冒出来了一双烈火元素组成的大手。 少许, 这烈火大手忽然变色, 化作了银白色的冰雁之手。 而后又起变化, 向萧宇演示出了雷霆之手、 飓风之手以及大地之手。 火、 冰、 雷、 风、 地。 我选择的这五元素足以应付大部分情况了。 而且我也感觉到了赤月圣体带给我的增幅。 它让我还能施展出变异版本的元素之手, 空间之手。 萧宇意念在动, 大地之手忽然间消失不见, 变为了无形的空间之手。 这空间之手可不是巫师之手那样的戏法。 萧宇得知, 这空间之手不仅能顺移自己方圆千米范围, 更是连巫术屏障都能直接穿透。 只有空间系或者领域型的巫术才能阻止它的窥测。 再加上, 它的隐蔽性要比巫师之手高明得多, 不是同等级的侦察巫术压根察觉不到其存在。 结合萧宇耳精的实力, 一招空间之手轰出去, 千米之外, 轻松就能捏死那些伪三级的超凡骑士。 至于巫师的话, 要是被偷袭从而反应不及时, 一样能被这空间之手阴死。 实乃居家杀人之利器, 让萧宇颇为满意。 可惜, 没了两枚磨石。 萧宇看了看双手握着的, 已经变成透明时的星辰之泪, 有些心疼地摇了摇头。 旋即萧宇收拾起心情, 站起身推开了门, 上万的超凡者们的祝贺。 殿下, 恭喜你晋级成功。 爱诺迪亚乌施率先飞来, 真诚地伴跪在地上, 献上了自己的祝福。 为殿下的晋级献上祝福。 乌拉, 为了神之子, 荣耀归于神之子。 四周的超凡者们, 也在此时纷纷挥舞有力的手臂, 发出一阵阵的欢呼声。 这声势是如此的盛大响亮。 以至于神迹之城全城, 没有一处地方, 不能听到这些超凡者们的欢呼。 那些大势力的使者们, 一个个在这欢呼声里瑟瑟发抖, 恐惧不安。 各色人等, 都忍不住心中暗响了起来。 怎么会这样? 那巨人居然又晋级成功了。 他, 变得更强了。 完了, 帝国复兴的希望, 这次是真的完了。 我, 父亲啊, 那巨人晋级为大巫师了, 还引起了天地一向。 我这一辈子, 真的还能报仇吗? 在小人国, 巫师绝对是最神秘, 最强大的超凡者。 同样的, 他们的晋级也是公认最困难的。 这片大陆上的每一位正式巫师, 都是公认的天才。 在萧宇出现之前, 从无例外。 要知道, 在小人国的巫师组织里, 一级正式巫师, 往往已经是该组织的中间力量了。 当年操控术国的幕后势力, 那不幸遇到萧宇的超凡巫师势力之双叶巫师学院, 院长也不过是一级巅峰状态的巫师罢了。 而放眼全大陆, 二级超凡巫师已然得称一生大巫师, 可以作为中大型势力的元老乃至领袖了。 至于伟三级巫师以及以上的三级超凡巫师, 整片大陆千年时光下来, 那也是屈之可数。 当年以一己之力建立起横跨万里山河的千语帝国大主宰。 认真算起来, 其境界也只是三级超凡巫师罢了。 可以说, 在小人国万千超凡者们看来, 这位来自诸神峡谷的神之子大人的晋级速度, 不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那也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存在了。 萧宇对此倒也没怎么骄傲自满。 他在接受了万人敬仰之后, 便退回了宫殿里继续冥想, 以加深自己对新生力量的感悟。 然而, 就在这萧宇晋级引起的天地异象, 那一轮血月就要淡淡消失的时候。 突然, 好似在众人耳畔响起的咔嚓的一声脆响之后, 巫师们惊讶抬头, 纷纷发现那一轮淡淡雪光之中的天空, 赫然裂开了一条漆黑的裂缝。 这裂缝令艾诺迪亚乌施等人第一时间, 想起了当初在庇护之地时候, 遇到的荒兽大帝制造出来的天之痕。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莫非荒兽大帝想要再次降临? 艾诺迪亚乌施看到这黑色裂缝之后, 忍不住出声喊了出来。 不过从资料上看到过上次入侵情报的他摇了摇头, 这明显是具备了空间天赋的诚心巫师的手段。 那位荒兽大帝要是有这样的手段, 还用特地在你们预设战场入场。 乌图鲁巫师说到这, 和其他巫师们一起仰起头, 看着那天空的双眸带起了慎重之情。 很快在裂缝再次扩大了一圈, 连萧羽也惊动了, 走出宫殿之时, 裂缝忽然停下了扩张。 而后, 众人惊恐地看到那黑色裂缝里出现了一只天蓝色的眼睛。 这眼睛布满了整片裂缝, 如果不是巫术效果的话, 简直大的简直不可思议。 很快, 这眼睛位于裂缝中央的眼人突然动了, 透过裂缝扫了一眼神迹之城。 只是这一眼的微小动作。 便令的神迹之城全城的所有超凡者, 都感觉到了无边无际的恐惧, 一下子涌上心头。 好似下一瞬间, 这天就要他下来了一样, 令他们无不憾如雨下, 浑身颤抖不安, 差点就要跪下来求饶。 在这瞬间, 萧宇也感觉到了一丝不舒服, 不过很快脑海里, 世界奇物威严王座的青铜王座身影一闪而过, 令得那丝不快立即消失。 咦? 空中的巨眼发出了惊疑之声, 旋即说出了一串晦涩难懂, 偏偏众人听在耳中就能明白一丝话语。 本以为找到的只是一处有着赤月金矿脉的大路。 没想到, 竟然还有世界奇物威严王座和有趣的巨人种族存在。 且, 还是修炼成为赤月圣体的巨人, 果然有被无族征服, 统治的价值。 下面的智慧生灵呢, 聆听无族对你们的战争通告吧。 你们这片大路, 已经被无族是做了猎物, 带到无族大路靠拢。 你们都当准备好, 成为无族的可口食物。 所以, 为了能更加可口, 你们要多多努力, 变得更强才行啊。 黑色裂缝的巨演说道, 这里没多久, 天地之间一阵颤抖, 显然萧羽脚下这片大路的空间法则开始反抗起来。 这裂缝顿时很快消失, 仿佛刚刚发生的一切都不曾存在过一样。 然而巫师们打尸的衣衫却都在提醒着众人, 刚刚发生的一切都不是梦。 所有正式巫师都召集来我的宫殿开会, 再把学者以及明月女神的使者叫来。 萧羽说到这时候, 忽然看到,明月女神的使者已经恭敬地站在了自己宫殿门口, 等待着自己的召见。 哄! 人员到齐之后大门关闭, 大量反侦查法阵被启动, 七彩光芒从萧羽的宫殿里溢出。 数十分钟之后, 会议结束。 萧羽看向一旁整理好的资料, 再次阅读了一遍。 从明月女神的使者口里, 萧羽得知了明月女神得到的情报。 刚刚制造了天空裂缝的存在, 是不亚于荒兽大帝的陈兴级存在, 且很可能有着荒兽大帝也没得强大空间天赋, 是以能直接越过空间屏障, 出现在神迹之城的上空。 不过, 即便对方有着直接出现在任意地点的能力, 想要突破大陆限制直接降临, 一样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这也是为何对方这次只是来进行战争通告, 示威, 而非入侵。 但是, 很明显对方的威胁绝不是虚言。 他们表现出来了对赤月经和世界奇物威严王座的浓厚兴趣, 为了得到这两物品, 跨越重重障碍, 时空万流而来, 并非不可能。 尤其是乌图鲁巫师找到了金戈大陆园图书馆的管理员, 让他找到了关于这些怪物的资料。 这是一群来自十大禁地之一混沌魔域的一群贪婪恶魔。 数万年前, 自从这群在混沌魔域争霸失败而被驱逐的贪婪恶魔入侵了一座迷失大陆, 并机缘巧合地获得了那迷失大陆的统治权之后。 这群贪婪恶魔便开始了四处出击烈食其他大陆的捕猎之路。 这群贪婪恶魔天赋一柄, 只要吞噬足够的魔石和强者灵魂就能晋级。 是以他们好似蝗虫一样, 入侵并清扫每一处大陆的强者和珍稀材料。 就记载来看, 除了不少没有陈心巫师庇护的迷失大陆遭殃外, 某些有着陈心巫师的大陆一样遭遇到这些贪婪恶魔的入侵, 损失惨重。 毕竟这些贪婪恶魔也是有着陈心巫师撑腰的, 面对其他大陆的陈心巫师同样不虚。 且只要拖住了对方陈心巫师, 双方下属的实力差距却是相当的不平衡。 因为天赋原因, 贪婪恶魔一族虽然一样只能出一位陈心巫师, 成长到陈心级实力的恶魔长老却绝对不会少。 至于二三级以上的恶魔, 那更是多不胜数。 毕竟, 混沌魔狱在等级上也是跟深渊平级的恐怖之地啊。 哪怕贪婪恶魔是被扔出来的败犬, 那也是曾经能在混沌魔狱立足的败犬。 萧宇想了想打开了万界紫禁。 消耗能量放大了四周范围之后, 萧宇注意到了一个小泡泡正在直线向着自己所在移动。 点开一看, 注意到这群家伙还真是不怕死, 被助理赫然自称贪婪魔族。 这就是贪婪恶魔们控制的大陆吧? 果然, 他们也有着万界紫禁。 就是按着移动速度来计算, 这小泡泡想要靠过来怎么也得一百多天吧? 可惜我不能操控脚下这片大陆, 否则, 我这边也移动起来, 还能拖得更久一些吧? 嗯? 这是荒兽大陆吧? 离我所在最近。 给他发个消息好了。 萧宇摸了摸下巴, 使用万界紫禁给了荒兽大帝一句流言。 贪婪恶魔们来了。 离萧宇所在迷失大陆时空乱流外, 颇为遥远的被改名为贪婪大陆的最中央处。 一座由挖空的死火山从内部修建而成的, 燃烧着幽明火光的雄伟城堡, 屹立于这。 威额如月同时, 这也是这片大陆最重要的建筑之一。 这座雄伟之城靠着布满整个死火山的法阵, 吸取着这处地底熔岩河流的地热并不断将之转化为一种可供贪婪恶魔食用的魔精。 城堡深处足以容纳十个宵羽躺着着的广阔大厅之中。 身高超过五十厘米的贪婪恶魔君王稳稳端坐在高台处的铁王座之上, 看着眼前漂浮的水晶球露出满意笑容。 他挥了挥手, 把水晶球里的内容投射到了大厅上空。 正是他的魔眼看到了神迹之城那一幕。 达罗图斯? 这位相对于贵者的贪婪恶魔臣子们高大得多的君王, 在等待投影播放了鼠遍之后, 这才换出了一位亲信名字。 你是我族最聪明的族人, 分析分析, 那片大陆如何? 无主, 这是一片没有沉心巫师的迷失大陆。 换作达罗图斯的贪婪恶魔, 身高三十厘米, 浑身不满蓝色龙铃, 头上却有着两对羊角。 他看着上空投影露出一抹贪婪神色, 舔了舔嘴唇道, 但他既然能让无主的世界奇物生出感应, 定是有大量赤月经存在, 那体型颇大之巨人也能明练出赤月圣体, 就是明正。 呼呼。 听到这话, 四周贪婪恶魔们都呼吸一下子急促起来。 赤月经对无族至关重要, 不仅我等服用后, 都有同化出沉心及器官的机会。 无主如能拥有赤月圣体, 结合无主空间天赋, 我们将再也不怕混沌魔狱地追杀了吧。 这是命运主宰赐予无主的天赐良机。 绝对不能放弃。 达罗图斯最后做出了总结, 立即得到四周贪婪恶魔们的一致认同。 于是在全体一致的意志下, 这次会议通过了对这片大陆四处大型地热法阵的全功率开动, 以减少绝大部分贪婪恶魔的配给为代价, 让这贪婪大陆在时空乱流之海的移动速度提升了至少一倍。 不过, 散会之后, 贪婪魔君私下再次召见了达罗图斯。 这次, 他们没再自信满满挥持方球, 而是按照已知情报无比认真地分析对方的底蕴和可能有的底牌。 显然, 这只贪婪恶魔并不因为自己强大就自满。 他们的形式方针很是符合一句名言, 战略上要藐视敌人, 战术上却要重视敌人。 一番分析下来, 他们从魔眼看到的大量建筑以及周边工地上的工程机器, 错误地认为, 那片大陆是一炼金技术颇为发达的机械炼金文明。 于是, 身穿作战服带着头盔的萧羽本人, 这不合常理, 实在是太高大一些的巨人。 也被他们自行脑补为了某种超级炼金技术下的人形巨神兵。 也只有这种人形巨神兵, 才符合情理。 能那么高大之鱼, 还能成为赤月圣体。 毕竟巨神兵没有灵魂, 只是成圣, 靠着特殊的炼金技术需要的赤月精, 将比预计的少许多。 也符合赤月精在贪婪恶魔心中极为珍惜, 极为稀缺的一致影响。 综合来看, 无疑是我们占据绝对优势。 不过, 贪婪魔君心中还是有些疑惑。 他当着达罗图丝面打开了万戒子径, 放大界面后, 他看着标注为猎物的泡泡, 沉声道, 我很疑惑, 一个没有沉心巫师的迷失大陆, 凭什么启动万戒子径? 不管是对方炼金术做到的, 还是对方有我们不清楚的世界奇物在其中作怪, 这些都是意外, 都是麻烦。 或许, 我们可以去问问深渊。 达罗图丝看出了魔君的迟疑, 不由小声问了一声。 没想这话倒是给贪婪魔君提了一个醒, 让他颇为心动地点了点头。 深渊势力遍布各个大陆, 他们是情报渠道是最全最广的势力之一。 准备好鸡品吧, 我会亲自问问我的深渊好友的。 贪婪恶魔们商议之时, 最靠近萧羽所在迷失大陆的荒兽大陆上。 服用了大量天才地宝, 勉强维持住了荒兽大帝外表, 重新稳固了统治的荒兽大帝, 例行开启了万界紫禁。 第一眼, 这位荒兽大帝就看向最近的泡泡, 双眸含着怒气, 暗暗发誓定要学耻。 下一秒, 荒兽大帝看到了流言, 贪婪恶魔叫来了。 荒兽大帝猛逼了半秒钟, 旋即想起来了刚刚晋级为了陈兴巫师之后, 得到万界紫禁, 从某禁地势力交易来的大陆之书。 那上面记载了这几千年来各大势力的悬赏, 以及四处肆虐的恐怖势力。 这其中, 贪婪恶魔们自是榜上有名, 臭名昭著。 尤其是荒兽大帝如今情况, 荒兽大帝倒是不怕被吞, 陈兴巫师除非大陆轻赋或者寿命到了, 不然是不死的。 然而, 问题是, 目前正处在虚弱期的他, 压根无力庇护自己的族人, 臣子。 一旦贪婪恶魔入侵, 他只能眼睁睁被压制住, 然后看着自己的大陆被贪婪恶魔们吃得千疮百孔, 子民族人成为对方的可口食物。 这样的惨状, 是荒兽大帝所不能接受的。 这家伙, 在炸我。 荒兽大帝眯起双眸, 回神之后, 立即猜测萧宇这话含义。 他挥了挥手, 展开了一个巨大的结界, 罩住了皇宫。 而后这才调动体内诚心巫师之力灌输给了万界子敬, 以便开阔周边视野。 没有, 还是没有异常移动的大陆。 那巨人果然是在炸我。 可恶, 肯定是当初抓到了我族高层俘虏, 从那叛徒口中知道了我荒兽大陆的特产荒食, 正是贪婪恶魔一族的上好食物, 这才故意说来乱我军心的。 荒兽大帝这样想着, 正打算关闭万界子敬。 忽然, 最后一次扩展的视野边缘处, 一枚相对起来移动极快的泡泡落入了荒兽大帝眼里。 等等, 这时, 荒兽大帝打开了这泡泡被注, 进入眼帘的赫然是贪婪魔族四字。 是贪婪恶魔? 嘶, 这一动诡计, 可恶啊, 果然是朝着我来了。 荒兽大帝很快算清楚了对方移动诡计, 可不就是朝着自己所在跑了过来吗? 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 这群混沌魔语出来的贪婪恶魔, 就是一群不讲道理的害虫。 逃? 是的, 一定要马上逃走。 不仅要马上逃离, 还得布置一番陷阱, 拖延住对方才行。 想到这, 荒兽大帝有些心疼起来, 在时空乱流里布置陷阱, 需要花费的精力物力都不是小数目。 不过, 比起被贪婪恶魔入侵, 这些代价还是值得付出的。 这期间, 这荒兽大帝当然有猜测, 贪婪恶魔一族目的地是消于所在迷失大陆。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现在的行为。 没办法, 按常理分析, 比起珍稀材料产出一穷二白的迷失大陆, 荒兽大陆无疑要更加可口一些。 就算贪婪恶魔先登陆了迷失大陆, 荒兽大陆也会理所当然地成为对方的第二目标吧。 所以, 在得知了贪婪恶魔就要来了这一消息, 并验证了正确性那一刻起。 荒兽大帝就清楚知道, 比起沉心巫师都没有的迷失大陆。 贪婪恶魔这口黑锅, 自己是不背也得背。 萧宇还不知道自己一时兴起, 出于好心给予荒兽大帝的提示, 让荒兽大帝方寸大乱, 不得不以大出血的方式来争取时间逃离贪婪恶魔的劣食。 他在发现, 贪婪恶魔短时间里来不了之后, 就把这些家伙的威胁放在了一边, 转而去专心熟悉自己的新本领起来。 以赤月圣体的资质, 萧宇如今已经不比小人国大陆上的那些妖孽天才要差多少了。 学习起来自然是得心应手, 如鱼得水一样顺利。 不过三天时间, 萧宇已然能熟练使用自己的二级天赋巫术术元素之手, 并能让变异的空间之手瞬间出现在千米之外对敌进行偷袭作战。 二级巫师境界已然稳固, 比我预计还要快上三天, 这让我可以提前开始学习中级炼金术以及低级附魔术了。 萧宇很清楚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人高、力大、法力多。 自己一旦进入工作效率, 不管做什么都是小人国巫师的千倍万倍。 要是熟练掌握了其中关键点, 某些工序便是十万倍, 也不是什么问题。 一旦自己可以学会炼金、附魔等技巧, 将极大的减轻自己神迹之城巫师们的工作量大大提高视力的生产力。 可惜了, 矮人一族的合成强化金属是天赋技能, 不是我能掌握的。 否则, 我要是也会这一招, 岂不是一人产量就能相当于一百万矮人总和。 萧宇想到这, 空闲之余还真的跑去问了问见多识广的乌图鲁巫师, 想要知道自己能否掌握矮人一族天赋技能。 结果倒不是绝对不行。 按照乌图鲁巫师所言, 他曾经接触过来自知识神殿派来的神使, 从他口中知道了许多奇奇怪怪之事。 这其中就有一件巨文被混沌魔狱掌握的世界奇物, 可以掠夺别人的天赋技能为己用。 萧宇听了有些无语, 这不是等于没有吗? 混沌魔狱可是不逊色深渊的境地, 是灰月级的超凡大势力。 便是沉心巫师, 面对这样庞然大物, 稍不注意也可能被其给吞噬殆尽, 一如倒霉的乌图鲁巫师那金歌大陆, 直接被深渊给吞到了肚子去了。 嗯, 当然了, 由于自己的加入, 似乎也给深渊一方造成了一丁点微不足道的小麻烦。 自己想要跑去对方地盘, 借走一键一听就吊炸天的世界奇物, 怕不是痴人说梦呢。 行不通啊, 至少现在是行不通的。 或许等以后自己晋级沉心巫师了, 可以靠着以礼服人的姿态, 去好心说服混沌魔狱的掌权者, 让他们把那世界奇物借给自己用一用。 在这之前, 强化金属还是得省着点用啊。 肖宇叹口气, 不再寻思洁净。 尽管神迹之城的用度上强化金属一直稀缺, 在和现实世界的大势力们继续打交道的肖宇, 却是没打算断掉交易出去的强化金属份额。 毕竟肖宇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些强化金属, 对各大势力, 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科技能不能出现超时代产物是何等的重要。 肖宇还是很期待 现实世界的科学家们能早点拿出成品出来, 让自己的投资获得丰厚回报的。 为此, 肖宇学习了两天炼金术之后, 在麻法巫师的指导下, 亲自炼制出来了一批炼金药水出来。 这批药水名为专注药剂, 可以暂时提升普通人的感知和精神力。 但是对肖宇这样的二级巫师并没有什么卵用。 不过肖宇也没浪费。 趁着下次拿货的时机, 找到金家, 让他们帮忙将这批药剂给了他们, 在赠送了几瓶给朝廷尝试了下妙用之后。 肖宇让金家用这些药剂为筹码, 向朝廷换取更多的物资和技术支持。 现实世界里的东方古国, 也在得到了这批神秘力量的产物之后, 终于又在关键科技上得以突破。 第一台自主生产制造的重型高燃气轮机被他们拿了出来, 并在实验室里取得了极为优秀的实验数据。 天哪, 最麻烦的高温高压都被克服了。 这是完美状态了吧? 不可思议, 这样的发动机真是我们制造出来的。 一位验收的老专家在基地里看到这幕, 激动不已, 同时有些疑惑。 我记得, 院里专门为这机器研制的母合金的5万小时数据测试还没完成吧? 这就拿来用了, 真不会出问题。 老专家旁边, 一位官员拉着一个腼腆的技术人员来到专家旁边道, 我们用的是老款合金, 新母合金确实还处在5万小时测试过程之中。 不过这电动机的金属都被我们的国宝们做到了无偏差的工艺极限境界。 你看, 官员说着提供了几张显微镜下的金属照片。 正常情况下, 金属表面会出现一块块农田一样的图纹, 这是被称作经界的一种现象, 也是金属脆弱的地方。 平常使用这没什么, 但是在国之重器上, 这样的金属就是弱点, 就是缺陷, 是不能容许的存在。 如这款电动机的叶片, 就必须保证没有这样的金属存在。 偏偏这在现实里是极难做到的, 不仅是工艺上, 更是基础材料上都有技术差距。 技术不足, 工匠来补。 无论是哪个大势力, 目前制造这种精密设备, 事实上都是靠工匠来精修, 靠工匠来进行补差的。 只不过技术越好的, 对工匠要求就稍微低一些, 技术不够, 自然就要对工匠要求更苛刻一些。 验收专家很清楚这点, 是一看到没有金属的显微镜画面, 差一看向那腼腆的工匠代表。 不可能啊, 所有大师级工匠不都被蒸掉了吗? 怎么还给你们留下了一个? 不,不对, 这种工程需要好几个大师一起携手才行。 外国没有那么多能人, 我们,也缺得紧。 专家知道, 外界一直对这些目前的高尖端设备有误区, 总觉得靠3D打印, 数据化打印才是最精妙准确的工艺。 好比某些视频上自动化叼一个头盔或者一个框架, 总能引起一群看客大呼溜溜溜。 然而, 事实上, 真正的国之重器需要的工艺已然碰到了多物离场偶合这一现象, 这绝非自动化操作机器就可以解决。 至少, 现在的科技水平还做不到靠机器来克服这一困难。 必须要大师级的工匠携手, 靠手上功夫, 方有机会克服这一切。 然而, 大师们都是要天赋的, 哪来的那么多? 少数几位, 哪个不成任务排成排? 也因此, 这重型燃机轮项目攻坚才会拖到如今都没解决。 现在却靠着人力一下拿出成品, 不由让验收专家好奇兴起来, 非要弄明白。 还好, 上面早就意识到随着成果频出, 保密是不可能保密的了。 因此, 对相关圈子也都默认了消息流传。 于是, 这位验收专家的三观一下子被事实给颠覆了。 他得知, 那些完成这款产品的工匠, 其实都是一群高级技师。 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产品, 靠的是建仙门青云建仙交易给他们的一款药水。 这种建仙门出产的神奇药水, 可以让高级工匠也能完成大师工匠才能做到的活。 这等于, 只要这种药水足够, 那么现实世界里就可以多出许多大师工匠出来。 反映到相关行业, 便意味着许多以前因为工艺不行, 人手不够的关键项目, 现在都可以一下跨越难关, 拿出可喜的成品出来。 有了最核心部件的成品, 自然就能引来一系列的改变, 以至于另一些迟之不前的科技, 也可以得以再次重新前进。 当然了, 如同许多第一次了解这事的人一样, 那位验收专家了解越多, 也越发严肃了起来, 立即认真询问起来, 这种药水, 他们能否密相出来? 接待官员对此自然是知之甚少, 只能摇头表示不知。 这位专家却对此颇为不满, 回去之后便利用自身渠道, 申请进去了相关的专家组。 而后他便得知, 当建仙门的药水被证明有用之后, 上面的大人物对此那是无比的重视。 因为专注药剂的效果不只是工匠上, 一切涉及专注的领域都可以靠这药剂来提升效率和工作品质。 是以上层人士们不仅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更是不惜代价请来了专业大牛级的人物来主导相关课题。 然而, 他们很快发现, 以目前的科技想要解析神秘之力, 似乎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罢了。 他们的技术离着目标明显有着一层看不见的鸿沟。 别的不说, 单单这些药水里的成分, 明明分析出来之后, 化学结构就是水和糖分, 偏偏人喝进去之后能有那么大的变化。 这让研究人员们完全摸不清楚头脑, 以至于大半天了连研究的突破方向也只能靠大家极思广益的脑洞来补。 如此研究, 别说能不能成了, 就是进度究竟每年能多少也是一个未知数。 就和研究那些如今已经是天价的强化钢铁合金和强化青铜合金一样, 明明显微镜下成分都是一样的。 偏偏各种性能就是能突破金属的上限, 做到让专家们瞠目皆舌大呼这不科学的事。 这就是神秘的归于神秘吗? 专家认清了现实之后, 苦笑摇头, 内心却是并没有对科技失去了信心。 毕竟仔细想想, 那些修行者们对神秘学的研究从上古神话传说时期算起, 少说也有几千年了吧。 科学呢? 哪怕从文艺复兴算起, 也不过几百年罢了。 几百年的科学发展起来的科技, 能做到让凡人也能拥有蔑视之力, 已经是无比的了不起了。 何必抢求科学无所不能呢? 这样可是很容易陷入科学及神学的陷阱中去的。 在给科学百年时间, 未解之谜一定能解开大半。 或许那个时候, 神秘之力也就能被科学所理解, 并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科技的一部分。 这位老专家想通这些之后, 更是立即行动起来写信告知了上层人士他的这一看法。 无独有偶, 这位老专家的想法, 事实上也是目前科学界里权威人士的主流想法。 他们并没有因为神秘之力表现力比科学更强, 就被打垮了。 而是燃起了雄心壮志, 坚信一切神秘之力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 现在不能不是科学没用, 而是他们的科学发展的还不到位罢了。 上面的人大半也是一样认同的, 只是比起科学界着眼于未来, 他们更加在意当下。 既然仿造是不可能仿造的了, 那就只能找建仙门买了。 这些年经济发展起来了, 虽然财政依旧紧张, 但是这些涉及国之重器的资金, 上面咬咬牙还是拿得出来的。 建仙门通过金家给的报价也不算贵。 一人奋一次的药剂, 报价也就十万一瓶。 花上一千万买的药剂, 足够几位工匠完成气动机最麻烦, 也是最关键的叶片加工的工序, 解决多物理偶合等困难了。 而这样一台重要的机器, 在国际上的卖价, 从来不会低于十个亿。 且很多时候, 还有价无事, 倒不是不能买卖。 而是你要排队等着厂家把货生产出来了, 才能得到现货。 乃像现在, 不仅不需要多花钱, 让外人赚走, 还能自己把这机器给生产出来要爽。 只是建仙门拿出了药剂, 给了甜头之后。 转头却也想要拿自己贩卖药剂和金属得到的资金, 来购买一些敏感的物资。 除了各种宝石, 各种珍贵木材, 形形色色的昆虫动物植物外, 调查组的人员们突然发现, 那已经成为建仙门外门直视的金家, 除了收购这些东西外, 竟然还希望得到一些军用品。 且不仅仅是轻武器, 更是希望能获得如步轮战车, 主战坦克等重武器。 这不由让调查组难办了起来。 调查组的副组长更亲自打了报告上去, 向上面说明了情况。 本来, 这位副组长还以为上面可能会选择拖延战术, 又或者只是自己想方设法弄明白建仙门是要做什么。 结果, 上面却是很快传来了消息, 竟是认可了这一交易, 并表示可以派出军工厂专家与建仙门之人接触, 谈论装备的具体细节。 调查组的副组长目瞪口呆之余, 轻轻揉了揉眉心, 暗暗猜测, 上面乐意开这个头, 恐怕是已经证明了一些情报是正确的了。 早在花旗国事变发生之后没多久, 就有留言从当地传了出来。 说是花旗国与超凡势力里的黑暗圣堂成功结盟, 双方不仅互相交易了情报, 更是有涉及到绝密集项目的军火贸易。 同时, 在樱花之国的情报人员也察觉到, 英都的许多军工厂的订单去向上, 有当地情报部门插手留下的痕迹。 结合诸多蛛丝马迹, 他们也大胆猜测樱花之国的国师, 那位名气已经颇大的情名阴阳师代表的超凡势力, 很可能也在向印度方面索取现代化的军火。 为此, 哪怕是出于平衡考虑, 身为剑仙门所在国, 上面的人哪怕在忌惮剑仙门, 也不愿意剑仙门在军火上吃亏的。 毕竟剑仙门怎么看都是东方人种, 形式方针虽然有些霸道, 却是手续的一方, 也一直没有涉足到大家担心的行业。 而要是剑仙门出了问题, 再次如当初青云剑仙那般收缩了回去, 在封山三百年。 那这片大地的超凡, 岂不是要面临一国超凡者的入侵? 那些家伙, 可是有许多一看就不是好家伙的存在啊。 还是那座郊外别墅区, 金家翻新的别墅里。 金家大少接待了来访的调查组副组长, 看到对方递来的厚厚一叠各色武器的宣传化和报价, 有些猛逼。 哪怕如今的金家大少靠着吃削与提供的白萝卜药丸, 多多少少也算是成为了大力士级别的猛男子。 得知剑仙门的要求那么快就被对方通过, 还主动送来了可以出售的商品单。 他还是有了那么一丝这不真实的感觉。 原则上, 我们还同意接受剑仙门提供的定制要求, 比如这款坦克, 除了五种改进行选择外, 我们是可以提供改装服务的。 另外, 我必须说明一点, 我们的兄弟单位的报价都只是案内购价上涨10%, 绝非外面经常提到的单位换算为花旗币作为售价。 金家大少擦了擦额头冒出的汗珠, 苦笑着点头, 他抖了抖手中厚厚一碟武器宣传单道, 下次遇到联络, 我一定转告贵方的善意。 那就好。 哦, 对了, 你手中的这些宣传单只是我们乐意出售的武器的一部分。 我身后这箱子里放着的也都是。 你等会儿可以慢慢看。 金家大少默默点头, 暗叹一声可惜了自己不是军迷, 要不然还不为此兴奋到死。 手中这些精美的武器宣传单上的数据和可改造的相关描述, 可是比起外面论坛上的要详细得多啊。 且最重要的是, 这些东西都有食物, 还都能被他幕后大佬买到。 调查组副组长离开之后没两天, 萧宇又炼制成功了一批药剂, 化为了青云剑仙之后, 记起来了, 上次对金家吩咐, 便联系了金家。 于是, 在金家这别墅里, 萧宇所化青云剑仙也在看到了满箱子的宣传单之后, 眼里闪过一丝差异。 看来, 我在花旗国和英都的布置影响到了他们了。 在他们看来, 黑暗圣堂和阴阳师得到了现代军火支持之后, 配合神秘之力一定可以实力大增, 从而对剑仙门产生压力吧。 加上这敏感时候, 剑仙门又突然主动一改平常超然姿态, 跳了出来送药, 然后提出给钱买军火。 这无疑更加令他们觉得剑仙门这是迫于外部压力, 不得不也向他们求助了吧。 萧宇想通这里, 淡淡一笑, 如此也好, 他们要是觉得剑仙门对他们也有迫切的需求, 也会更加心安一些吧。 青云道长 看到萧宇所化青云剑仙看到宣传单之后, 带着笑意, 金家大哨大胆地开口问道, 那个, 最近除了调查组等势力外, 还有其他国家也来联系了我们, 希望能得到专注药剂。 哦? 萧宇微微一正, 回神来后, 随口问道, 他们怎么联系你的? 都是外交官亲自上阵, 光明正大做足了姿态。 金家大哨叹气道, 调查组不敢限制我们的行动, 更怕引起我们的误会, 只好让他们找到我们。 他们想要, 我们还是可以卖的。 但是专注药剂, 生产条件苛刻, 如果要加大产量的话, 会让我见仙门长辈消耗过多。 是意, 多出来的, 卖给外面势力的价格, 得涨。 萧宇想了想, 脸不红心不跳地, 把自己的新手炼金作品, 吹得特别稀奇。 然后, 他为这原料是海水、 白糖, 以及少许使用炼金束法镇 凝聚而成的灵气结晶, 成本可能不会超过一块钱的专注药剂, 给定了一个很合理的外贸价格, 一百万一人份的量, 对了, 后面单位得是花旗币。 嗯, 没错, 一百万花旗币一瓶, 就这价了, 不二价, 且每周限量销售, 售完即止。 好的, 我都记下来了。 金家大少看到萧羽所画青云剑仙说完了话, 连忙点头答应了下来。 而后金家大少发现, 青云剑仙挥了挥手, 把一批专注药剂放在了桌面上。 同时, 金家大少还发现了, 有一批不同颜色的药剂在其中。 新药剂? 金家大少虎躯一阵, 惊叹道。 可嗨嗨, 这是本道长亲自出手炼制的强化药剂。 萧羽故意露出一丝尴尬表情, 旋即看向金家大少一脸认真道, 他们要单独销售, 得到的钱你另外找一处地方放起来, 可懂。 懂, 这个我明白。 金家大少一听, 哪里不明白这是青云剑仙在为自己搞小金库呢? 看来青云剑仙来城市混久了, 也是有了点自己的小心思啊。 不过这样才对啊, 否则, 剑仙门从老到少真的都是那种无欲无求的剑仙, 也太让人怕了。 道长, 这些强化药剂效果如何? 他们啊, 可以暂时激发一个人的潜力, 让人跑得更快, 跳得更高, 跃得更远。 我最近可是饿不了许多体育知识的, 我相信许多足球队, 一定很需要这东西吧。 这, 金家大少张大嘴, 就想要问一声, 这不就是吃药作弊吗? 却听青云剑仙开口补充了一句, 我这要看起来是水, 喝起来还是水, 起作用的是里面的灵力, 普通人的科学仪器是不可能分辨出来的。 查不出来? 哦, 那就不是作弊。 金家大少摸了摸下巴, 认真考虑了会儿之后道, 这样的话, 这药剑效果稍微好点, 就能卖出高价了吧。 我怎么突然间觉得足球队有希望了? 或许, 还有可能夺取下一届的世界杯。 萧宇听到了金家大少的嘀咕声, 无辜的仰头望天。 萧宇觉得自己这药剑用到长短跑, 还有游泳等项目上效果更好。 毕竟是新手药, 还是自己这刚刚当上练金术师没几天的人练制的。 效果堪忧啊。 夺取世界杯什么的, 恐怕得用上再上一个档次的强化药剑, 才有机会吧。 你说什么? 东方足球队的人和金家秘密接触, 还有高达千万的资金流动, 健康市的调查组总部办公室里, 刚刚接待完那一群嗅到了商机后, 主动跑来的军工厂代表, 调查组的副组长立即被新的消息给震了一下。 难道金家还把专注药水卖给了足球队? 不应该啊, 那些人买这些干嘛? 莫非准备好好学习, 然后转行? 调查组的副组长揉了揉额头, 吐槽了下后, 立即拨打了电话, 直接联系上了东方队的幕后大老板。 而后, 这位调查组的副组长得知了金家卖给这些人的药水, 还真和他们有关。 且, 都不需要调查组提醒, 球队的经理人觉悟还是很高的, 在验证了药效。 完成了交易后, 立即将一部分药剂奉送给了上面, 以供上面研究测试之用。 调查组的副组长猛了下, 玄机发现自己的专用手机上传来了电子短信, 正是上面机构对东方队事件的说明报告。 这样的话, 挂掉了电话。 看完了报告的调查组的副组长, 在身子一个机灵之后, 忽然想到了按照日程表, 即将要开始的几次与国际友人的球赛。 按照常理, 这样的球赛是少不了赌盘的, 且这些盘口里赌东方队赢的赔率肯定很高。 自己是不是可以让亲戚朋友们小赚一笔? 这念头才冒出来, 调查组的副组长立即感觉到一阵寒意席卷了浑身, 让他连忙摇头否决了自己这愚蠢大胆的想法。 超凡吴小事, 这是调查组的宗旨, 也代表了上面对此部门的重视。 调查组的副组长很清楚, 自己真这样做了, 绝对不可能不被发现, 虽然未必会让自己坐牢。 未来前途恐怕就要无望了。 我岂能捡起芝麻丢了西瓜。 调查组的副组长深吸了口气, 重新进入到了工作状态之中。 然而, 他这样层次的人虽然忍住冲动, 东方队的却是有人目光没有那么长远了。 比赛还未开始, 国际足球赌盘的赔率就因为大笔资金的进入而下降。 由于这些资金基本是买东方队赢。 国际间顿时流言评出, 甚至于有流言有鼻子有眼的指出, 是因为东方队最近一段时间表现乏力, 惹怒了喜爱足球的超凡者, 于是那超凡者准备亲自下场踢球了。 也有的大胆猜测是球队求到了超凡者来当教练, 让足球员的体能得到了至一样的改善。 随着比赛将近, 这些流言越来越烈, 也因此流传到了国内, 引起网民的热议。 以至于肖宇再次回到老家, 联系上了中介, 告知了对方自己因为灵感缺乏, 需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事已要无情断货之余。 也对于在论坛上, 新闻里看到了这些相关新闻, 令得他不由耸了耸肩, 轻轻摇头, 东方队啊, 我能帮的也只能到这里了。 毕竟我还是一个新手练金术士, 我练制的强化药剂增幅的属性也是有限的, 最多也就是让你们的体能每一个都达到目前运动员的极限水平罢了。 但是这样水平的球队究竟能不能踢赢比赛? 还是要看你们自己啊。 肖宇心中是真的没底, 毕竟足球运动不是谁力气大速度快, 谁就百分百能赢的。 还好这些只是可有可无的日常罢了, 肖宇略过了这些琐事, 直接进行了这次回来的正式, 联系金家, 然后向调查组那边提出自己的要求。 肖宇这次准备拿出卖金属卖药剂赚取的30个亿出来, 向军方订购一大批军用品。 除了军用的稳定性好的高燃高压发动机之外, 肖宇还直接买了一辆加强版的轮式步兵战车, 和一辆目前还没正式对外公开, 号称次世代科技捷径的最顶配龙式主战坦克。 这些单价虽贵, 却也只能是小头。 大头方面, 还是以军方价廉物美的各种军火为主, 尤其是最新款的能拼装的多功能手榴弹, 肖宇更是直接下单, 要了30多万枚各种炮弹、子弹以及轻重步兵用武器, 那更是不计其数。 令得金家大少看向他所画青云剑仙的目光都有些不自然起来。 显然是怀疑剑仙门是不是要进行一场战争。 这样一笔军火, 说实话, 拿来颠覆黑非地区的小国政权, 应该都够用了。 不过金家大少自然不会那么蠢提出来。 他已经认清了自己家族的定位, 知道现如今他们只能紧紧抱住剑仙门这大树, 才能更好地活下去。 他们的生死已经与剑仙门息息相关。 肖宇在把要求都说给了金家大少听, 让他去和调查组的人联络后。 脚步不停地使用了传送阵, 直接传送去了樱花之国的樱都。 来到了樱都。 肖宇此时的模样自然是变化, 为了让整个樱花之国人都崇拜敬畏不已的勤明阴阳师大人。 有了自己国家的更好的军火打底, 肖宇对樱都的那点武器自然不怎么看得上眼。 但是, 勤明阴阳师的身份还是很好用的。 靠着这身份, 同样用了一部分强化金属换取了海量资金。 肖宇却是让这笔资金都以英都某财团的名义, 投资给了花旗国的一家科学院。 这科学院有着花旗方背景, 同时更有着肖宇当初伪造的黑暗圣堂大人物的重视在里面。 加上勤明阴阳师几乎公开的资金支持, 顿时引起了现实世界几乎每一个稍微大点势力的关注。 玄机, 他们愕然发现, 这科学院的研究项目赫然是登陆月球。 当然, 他们研究的要比几十年前只是在月球上做做实验什么的要强得多。 他们的目标是在月球上建立起开采矿石并进行精炼的工业基地, 而后再通过成熟的可复数次往返地月之间的宇宙飞船来实现交通运输。 没想到啊, 就连超凡者们也有着星辰大海的远大目标。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不支持人类飞出重力圈? 意识到这里后, 许多人不由感慨起来。 当然了, 也有和超凡势力打了不少交道的势力成员, 则是颇为怀疑超凡者们在意月球, 恐怕主要目的不是星辰大海之类的梦想。 而是在意月球上几亿年来未成开采的各种珍稀矿物吧。 他们接触超凡者多了, 也多多少少知道超凡者们不是神仙, 也是要吃喝拉撒, 且吃喝的东西比普通人更加精致难求, 修炼所需更是现实世界也难寻的神奇宝石和各种稀有材料。 在他们想来, 现实世界的超凡者们既然存在了那么久, 那肯定和他们开采石油黄金一样, 都遇到了资源枯竭, 资源供不应求等困难。 随着他们融入城市, 接触网络和时间时间越来越长, 月球自然而然会被他们之中有事之事看在眼里吧。 只是, 许多专家和上层人士对此却是并不看好。 登月开采这项目看起来确实不错, 很有诱惑力。 但是事实上, 这里面涉及的难题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如核聚变一样, 还不是现如今的技术就能成熟实现的。 就算有大量资金支持, 搞出了设计图和各种模型出来, 最后搞出实物成品。 而后再用上去, 这里面所需的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 且, 一旦这过程某处出了问题, 比如基础材料不达标, 那么需要单个的实验时间将需要用十年来作为计算单位。 我知道, 肖宇在给了大量投资之后, 安培康夫得知了后, 自认为是勤明阴阳师家臣的他也立即赶来告知了这些风险。 却没想到, 勤明阴阳师竟然自信一笑告知了他, 但我有办法解决那些问题。 莫要嘀咕了超凡之力的, 我寻思之术啊。 在成为一名光荣的二级巫师之后, 肖宇跟着马法巫师等优秀导师学习了炼金术以及附魔术, 期间更是听从乌图鲁巫师的建议, 对傀儡结构术、 法阵改良术等也有所涉猎。 于是, 肖宇意识到小人国因为有着巫师这样的不科学超凡职业的存在。 小人国的大型机械工程其实相当地扯淡。 比如金属傀儡、 巨神兵等同比例换算下来能让现实世界的工程师都投大的机械工程。 本应该无比精细, 对工艺要求无比苛刻才对。 可事实上呢, 巫师们在制作这些东西的时候, 大多也就靠着几张只描述了大小尺寸以及如何安装、 性能如何的部件图, 然后他们就可以开工搞起了。 一般来说, 他们会先搞出一个外貌看起来和成品差不多的框架出来, 而后在里面鼓到各种差不多的零部件出来。 这些零部件要是同比例扩大, 误差绝对能让现实世界普通加工厂的师傅也大发脾气。 可是在小人国, 靠着巫术法阵以及各种炼金术加持, 他们就是能硬生生靠着这些差不多的东西, 在他们寻思的一个个看起来不靠谱的土办法下, 把成品给鼓到了出来。 虽然这期间, 步伐有失败品刚刚动起来就爆炸, 但是爆炸的原因, 在巫师们看来绝对不会是什么图纸错了, 他们寻思的方法没用的原因, 只会是他们炼金术等级还不够, 自己还太年轻, 寻思的法阵设置得不完善, 难度过高了, 才导致失败。 反正一句话, 炼金术士们的寻思之力, 是绝对不会错的。 像现实世界里搞宇宙飞船, 要是发现某零部件合金材料在实际环境里不达标, 现实世界的科学家们要是不修改图纸, 就只能换其他合金材料来制造零部件, 然后还要一样样进行测试。 而后要是都没有合适的, 嗨嗨, 那就只能等新合金或者新工艺的出现了。 这项目的进度便会因此一下耽搁下来。 可是在小人国的世界观里, 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零部件不达标? 没问题, 快用炼金术给强化一下。 还不行, 那就设置一个巫术法阵对会引起问题的地方打一个补丁好了。 如果一个补丁依然不够, 那就来两个。 反正不管何种因素, 巫师们总是可以靠着巫术帮助将之解决的。 这其中影响他们进度的。 不过是遇到难关之后, 我寻思之术要等多久才能寻思好的问题了。 事宜, 肖宇对自己投资的宇宙飞船项目那可是相当自信的。 肖宇甚至觉得, 如果这项目因为材料原因搁浅了, 自己或许能光明正大的把半成品和图纸要过来, 然后自己出手。 靠着整个小人国的巫师们的我寻思之力加成, 怎么也能把半成品搞成为成品的吧? 那时候, 不仅自己拥有了一艘能上九天揽月的宇宙飞船, 吸取的经验更是能回到小人国之后, 也复制出来用在那些星际战略舰的身上, 或许可以令它们成为真正意义上能翱翔于星海的宇宙战舰也由未可知吧。 肖宇觉得自己内心深处还是有那么一个星辰大海梦的。 以前还小, 也没啥本事, 这个梦也就只能在做梦的时候想想罢了。 然而现如今, 自己已经成为了一名二级巫师, 且赤月圣体, 再深的自己, 晋级三级巫师的道路实际上也已经平坦了。 肖宇觉得星辰大海之梦, 自己不仅可以做梦的时候想想, 也可以在现实里尝试一下了。 肖宇留下一句自己要闭关, 便又一次消失在了阴都。 安培康夫作为唯一听到了肖宇那句话的人。 回到了家里之后, 关在卧室里, 想了整整一天一夜, 我寻思之力, 到底是什么意思? 最后他决定, 无条件相信伟大的秦明阴阳师大人。 既然秦明阴阳师大人认为现在的科技解决不了的麻烦, 他们可以解决。 那安培一族为了主人拼一把, 不也是应该的吗? 于是, 安培康夫以秦明阴阳师加成名义, 召开了家族会议, 在会上通过了安培家族以后的经济重心向宇航领域转移的决议。 同时, 更是抽掉大量资金, 耗费家族人脉, 搞出来了一个半官方的飞船研究所出来。 这项目一冒出来, 立即引起其他大势力好奇。 他们在迷惑之余, 也纷纷组建或加强起自家的宇航团队, 以便在未来当真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出现之后, 可以立即行动起来去奋一杯羹。 于是, 萧宇自己都没想到, 自己当初的意识兴起。 赫然让现实世界已经熄火了快30年的航天领域, 再次热了起来。 且这一次, 可不是因为科幻片或者炒作起来的新闻引起的一时关注, 而是真正地带来了大量真金白银与优秀人才。 这样的盛况, 自然令不少老航天人泪流满脸了起来, 暗暗感激超凡势力对宇航的重视。 若非如此, 就算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东方古国, 也会在不断的内外质疑声之中, 支持力度越来越弱吧。 萧宇回到了老家之后, 也从网上发现了现实世界对宇航业重新燃起来的重视。 觉得这是挺不错之后, 萧宇带着这自豪感开始在老家地下室里继续挖坑大业。 为了能放得下, 接下来会拿到手的海量物资。 萧宇也是发了狠了。 大黄小白不说, 就是还没正式超凡的白银大白也被萧宇抓了撞钉, 拿着工具一起挖坑, 扩大地下室的范围和深度。 两天后, 交易时间到了之时, 萧宇这才满意地让手下们稍作歇息, 并给了他们一大盆白银叶。 当然, 为了表示他们干得不错, 萧宇还是有给奖励的。 萧宇在这一盆白银叶里面加入了一滴万花蜜。 于是, 白银叶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令大黄和大小白都忘记了刚刚的辛苦疲惫, 加入到了抢食之中。 美味的白银叶一下子让他们忘记了被萧宇抓撞钉的恐怖, 一道道感激的意念不断传递到了萧宇脑海之中。 萧宇也嗅到了白银叶此时的味道, 暗暗吞了吞口水, 而后悄悄给自己塞了含有一滴万花蜜的一口地灵药剂, 这才重整气骨好精神, 离开了地下室。 没多久, 萧宇从布置好时空传送法阵的一处仓库, 把军方送到现场的大量军火给传送回去了地下室。 看着一下子塞满了大半个地下室的军火, 尤其是是那一辆黑色涂装, 怎么看都充满科幻史诗美感与金属质感的龙氏主战坦克。 萧宇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而后环顾四周, 眉头微皱了下后道。 我家地下室还是有点小了。 大黄大小白, 等会我们继续挖坑, 这次不扩大一倍, 大家都不许吃饭。 如果只是把地下室的空间扩大一倍, 对于有着超凡力量的萧宇而言, 其实不算太累。 泥土什么的都可以装车后, 塞入诸神峡谷旁边高原上堆砌为山。 让萧宇和那超凡猫狗疲惫的在于如何加固地下室, 这才是真正为人的地方。 不仅要留下承重强获柱, 且发现不对时候, 还必须要借助小人国的我寻思之术, 赶紧用巫术, 法阵打补丁。 减轻压强术, 防止受潮术, 灭杀害虫术什么的都需要用上去。 再考虑到, 还需要应付可能出现的人类不一定能感觉到, 但是地底建筑却不得不防的小型地震活动影响。 这工作量一点也不轻松。 索性萧宇已经是二级巫师了, 又有世界奇物贪婪者之湖炼化出来灵气供应他施法所需。 这才能在一晚上把地下室的体积又扩充了一倍。 当然, 这一倍体积不只是平面上的扩张, 萧宇主要打的还是地底的注意, 在原来的地下室里面多挖出来了两层用于存放物资, 也算是构建出来了一个地底王国的原型出来。 总算搞好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用担心, 买来的东西不够空间放了。 萧宇做好之后, 没有理会趴在地板上奄奄一息的大小白和大黄, 环顾四周后颇为满意地点了点头。 而后萧宇把目光看向了停靠在旁边不远处的龙氏主战坦克。 这辆黑色涂装的龙氏主战坦克是军方的改进型试验机之一, 号称次世代主力装甲单位。 其重达35吨的车体上覆盖了一层 相当于1100毫米厚标准钢板防御力的特殊合金装甲。 炮管口径为120毫米, 使用的是为其定制的一批穿甲弹。 此外, 两侧还有两个小型黑色圆球, 可以发射出激光狙击敌方单位。 可惜了, 哪怕是次世代坦克, 维护方面依旧是一个大麻烦。 开动方面虽然能让亡灵巨人上场保证最低要求的三人组, 效率却肯定比不上真正的机组成员。 且它的武器系统放在小人国也并不适用。 加上哪怕发动机更新换代了, 每行驶500公里都需要进行维护修理, 耗油量还大, 然后武器系统越高科技越需要经常修理, 说实话, 一辆这样的主战坦克并不实用。 但是, 它帅气啊。 但不就是2530万吗? 还不是花旗变。 买一台那么帅气的坦克, 买不了吃亏啊。 就是运去小人国有些麻烦。 萧宇绕着龙式坦克走了一圈, 先用浮空石板将它拖起, 而后在其下方挥制起了一个复杂的巫术法阵。 做好这一切之后, 萧宇这才双手伸出, 放在了炮台和车身的焊接位置后。 萧宇深吸了口气到低语, 还好我已经是二级巫师了, 又靠着赤月圣体, 有了空间天赋, 可以释放二级空间巫术虚空水炮, 不然还真运送, 不进去时空门。 说到这, 萧宇双手微微抖动了一下。 一大团水膜忽然出现, 包住了这辆几十吨重的龙式主战坦克。 数分钟之后, 奇迹的一幕出现了。 这龙式主战坦克被水膜包住了之后, 形成了一团大水炮。 这车体竟然随着水膜的缩小扭曲, 而跟着缩小扭曲起来。 仿佛它从一个存在于三维的物体, 变成了在水炮里的, 其实只是一二维投影一样。 可以随着水炮的变化, 跟着产生扭曲, 变动却不会损伤自身。 水炮恢复正常, 它也就跟着恢复原来形体。 去吧。 萧宇推了推着包裹住龙式主战坦克的巨大水炮。 顿时这水炮拖着龙式主战坦克飘了起来, 飞向了时空之门后, 多出来的部位立即凹了下去, 使得其勉强能塞进去时空之门内。 小人国诸神峡谷。 萧宇越了过来, 使用浮空石板拖起了这龙式主战坦克水炮, 放在了高原上后, 这才解除了水炮。 碰! 顿时, 龙式主战坦克落在了高原地上, 履带立即陷入了一部分进入地面, 引起四周监控这儿的巫师们一阵惊呼。 伟大的神之子大人又带来新的战争机器了。 是啊, 又是恐怖的全金属制品, 看起来有些类似我们的战车。 那是履带构造吧? 我曾经在一些炼金术式著作上了解过, 这种结构可以更好适应地形。 就是, 那么巨大的战车, 这得耗费多少金属才能制造而成。 我琢磨着, 怎么也得三四千万吨吗? 巫师猜测着同时, 得知消息, 第一时间赶来的乌图鲁巫师在传送到空中后, 第一次第一眼不是看见 萧宇这180米高的巨人, 而是注意到, 萧宇身边那停在大地上之后, 明显比萧宇更加显眼, 更加抢劲的龙氏主战坦克。 殿下, 这是什么神剑? 竟然如此的雄伟威武? 乌图鲁巫师赶紧加快速度, 飞到了萧宇身边, 好奇问道, 这是我从朋友那里拿来的战争机械, 全名是龙氏主战坦克。 萧宇敲了敲这龙氏主战坦克, 黑色涂装下的金属装甲, 颇为得意。 乌图鲁, 你的团队有必要多看看这装备, 它的很多系统还是很值得参考的。 我后续可能会为我的神卫军军团参照这龙氏主战坦克, 请朋友帮忙打造一批符合你们体型的坦克过来。 到时候, 还需要你们帮忙改装强化。 乌图鲁巫师文言点了点头, 同时也明白自己的团队改装强化成功的研究成果, 很快也要给神之子一份。 而后这辆明显相对于乌图鲁巫师的团队体型 实在是太大一些的龙氏主战坦克, 便会成为神之子的魔改对象。 对了, 乌图鲁, 这几天下来, 我们的新式星际战猎剑构想完成多少了? 小宇拍了拍龙氏主战坦克的炮管, 忽然想起了这事, 便随口问了一声。 这一问, 乌图鲁巫师立即苦笑道, 我们按照神机号的模样, 寻思着完成了图纸。 只是我们很快又意识到, 很多东西扩大十倍之后, 就不一定能用了。 所以我们一直在解决这其中的困难, 采用了许多寻思道的新办法。 小宇微微一正, 想到伟大的寻思之力的代价, 他明白了为何乌图鲁巫师会苦笑, 新办法代价不菲吧。 嗯, 是的。 乌图鲁巫师点了点头, 宝石, 金属方面, 我倒是没为殿下你担心。 那些分量还不够殿下, 你堆砌的钢铁扇风的十分之一。 只是新办法需要用到更多的强化金属和更多的炼金素材。 这些, 是殿下你一直没能提供给我们的。 我不免有些担心, 最后完成的设计图会不会因为预算太高而被殿下你取消了。 小宇闻言尴尬咳嗽了下, 好气道, 放心去做吧。 我推动的计划岂会因为这点原因就取消? 强化金属, 炼金素材的产量总能解决的。 实在不行, 进度缓慢, 我也不会怪罪下去。 说完, 小宇让乌图鲁巫师退下之后, 跑进去了龙氏主战坦克里面, 亲自驾驶着这一辆帅气的坦克, 哐当哐当地从高原上开走, 向神迹之城而去。 小宇回到了神迹之城, 那辆龙氏坦克自然是引起了神迹之城又一波热议。 停靠了这龙氏坦克的郊外较长, 更是吸引了数不清的看客, 远距离参观。 这其中不少人都在悄悄猜测, 这主战坦克究竟有多么厉害。 有的觉得, 这东西和当初三条腿的金属怪物做起一样, 就一具人的代步工具, 不然为何这物体一样没有超凡之力? 也感觉不到半点炼金术的气息。 估摸着就和以前一样仗着体型优势, 欺负他们这些弱者罢了。 对此观点, 也有不少人反驳。 理由自然是这主战坦克看起来要大得多, 且还是拳风避世的颇有贵族拳甲骑士的感觉。 且那根长长的炮管, 以及两旁的古怪黑色圆球, 根据知情者爆料, 都是神奇的武器系统的一部分。 这等配置下的这庞然大物, 绝非代步工具那么简单。 这玩意, 肯定是那诸神峡谷深处的 异世界巨人异族的大杀器。 两派互相辩论, 却是谁都没能说服谁。 没办法, 他们没人敢出头跑去询问萧羽真正答案。 嗯, 考虑到这些蛋疼人士的地位, 他们似乎没啥办法接近萧羽。 毕竟萧羽又不是皇帝, 还搞一个招文谷来接触民间。 说实话, 萧羽以前可能还有兴趣插手小人国凡人俗物。 现在嘛, 随着他在巫术上了解越多, 便意识到自己无知的越多。 有着玩耍时间, 还不如拿来学多两个巫术模型来得好。 啊? 国库只剩下那么点空间系施法素材了? 萧羽在宫殿里稍作休息, 便招来麻法巫师继续学习。 由于这次使用的空间系虚空水泡术帮了他大忙, 是以萧羽这次便想要学习更高深更好用的空间系巫术法阵。 结果, 萧羽却尴尬发现, 随着他为了练手而浪费了几次相关材料之后, 他的库存里拿来给空间系法阵布置的施法材料赫然缺货了。 是了, 我布置的法阵虽然威力是巨大化的, 消耗却也是巨大化的。 在别的巫师眼里足够他们学满整个二级空间巫术一百遍还多的材料。 在我手中, 可能就是一次练手的消耗而已。 看来, 只是一片大陆, 果然是不能支持我正常的修炼方式的。 萧羽叹了口气, 放弃了继续学习空间系巫术。 不过很快就传出了消息, 让小人国的各大巫师势力, 根据势力大小都需在一周内上交一千到一百不等的时空瓶。 萧羽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这也是被逼急了, 只能再次扩大抛洒时空瓶的数量。 希望能够有幸运的瓶子, 能够运气好飘到新大陆上去。 好为萧羽打开一处新世界的大门。 两天后, 萧羽找了时间把一部分军火运来了小人国。 刚刚回到神迹之城, 就听闻了艾诺迪亚乌斯的报告, 说是某处荒野发现了一处磨石矿。 只是这磨石矿一直在地底深处, 靠着目前的人力物力很难开采。 艾诺迪亚乌斯想到了亡灵巨人挖出来的运河, 想到了开采的可能性, 于是找到萧羽提出了请求。 磨石可是好冻下午, 哪怕小人国磨石太小了不经用。 萧羽也从来不会觉得多的。 事宜当即同意, 遥控了几个亡灵巨人开着单人挖掘机就去跑了一趟。 对小人国的人们而言, 三千米深的地底, 在挖掘机眼里也就正常的三十米深工作量罢了。 没多久就给挖出来一个大坑, 还顺带填土修出了一条宽敞的斜坡出来, 以方便以后运输磨石。 这期间倒也稍微出了点意外。 有些石头特别坚硬, 以至于挖掘机都没能碾碎。 但总得而言, 工程还是顺理完工了。 挖掘出来摩石矿脉之后, 挖掘机便毫不留念地离开了这里。 毕竟这里的许多工人都不是来自人人超凡, 人人如龙的神迹之城内城区只是强壮一点的凡人。 亡灵巨人的气息停留太久, 对他们并不太好。 挖掘机消失在地平线不久之后, 这些工人们进场了, 进场的工人们一边清理一边感慨巨人机器的伟丽。 忽然有人在矿区边缘发现了一处类似巨人的大石头。 这大石头在工人们看来有差不多二十米高, 五六米宽。 巨人模样栩栩如生, 甚至连口耳鼻都有。 尤其是表面出现的凹痕, 明显是被刚刚离开的钢铁巨兽给碾压过。 但是让工人惊奇的是, 这石头真够硬的, 那样的庞然巨物压过后赫然只是表面有些擦痕。 也不知道那么硬的石头, 当年那些人是怎么雕刻出来的。 于是, 这意向引起了工人们好奇为观。 摩石矿的监工属于巫师团下属组织的一员, 哪一位出任务的三级巫师学徒, 比起工人们见识多得多得他。 看到这会影响进度的事发生, 立即微微皱眉, 拿起一枚水晶球在右手轻轻念了几声。 顿时一团黑雾冒出, 拖着这巫师学徒从坑边飞了下来小人国的三千米高度后, 停在了围观群众中心。 散了,散了, 都在这看这石头做什么? 莫要忘了, 你们身上都有监视之眼, 表现如何, 上面的大人们可是都能看到的。 你们都不打算拼一个优秀评价, 拿到一份白元叶了。 工人们听到巫师学徒的提醒, 纷纷想起这次的报酬可是有机会超凡的白元叶。 他们连忙散去, 生怕引起作为监工的巫师学徒不快。 这石头还真栩栩如生。 巫师学徒挥手让工人们散开了之后, 重新转身打量起身后的巨猿石像起来。 气息检测。 情报获知。 巫师学徒出于谨慎, 对着没有半点生命气息的石像发出了巫术。 结果气息检测没有反应。 情报获知却是反馈了一个奇怪的讯息。 嗯? 不明物体? 不应该是某种石头吗? 巫师学徒微微一正, 迷惑道, 莫非这石原的石头非常特殊, 没有被构建这巫术模型的巫师大人所收录。 或许上面的大人会有喜欢这东西的。 要是能换点材料, 我差不多也能尝试冲刺正式巫师了吧。 意识到这东西特殊性的巫师学徒胆大了起来。 他拿起水晶球, 正打算释放巫术, 召唤几头元素生物, 帮忙拖走这石原。 忽然, 这二十米高石原的表面, 一下子出现了一道又一道的裂缝。 不可能。 石原出现裂缝的同时, 超凡气息从他身上一出, 瞬间充斥满整个矿坑。 巫师学徒手当其冲, 脚下黑雾更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冲击而失去了控制。 碰! 巫师学徒跌倒在了地上, 摔了一个屁股平地落雁式。 不过不等他慌乱地挥舞双手, 想要爬起。 哄! 一声巨响突然从石原所在响起。 好似一声原地惊雷响起。 巫师学徒瞬间被这爆炸带来的冲击波掀了起来。 而后如同一片被风暴卷起的败絮一般, 直接飞了出去, 砸在了矿坑那新鲜出炉的墙壁上, 化作了一片乌黑的不可名状物。 而在矿坑离那石原稍微远一点的工人们, 也同样没有讨到什么好处。 在爆炸响起之后, 许多人傻傻地待在了原地, 只来得及转头看向爆炸方向。 而后下一刻, 冲击波同样横扫了他们, 将他们比起三级巫师学徒脆弱得多的身体, 直接横扫了出去。 顿时坑边还没来得及下坑的工人们, 看着已经被掀起来的烟尘覆盖的矿坑, 一个个害怕地浑身无力地坐在了地上, 不断颤抖着身子, 擦着额头冒出的冷汗。 这是怎么回事啊? 如此大的声响, 自然吸引了更多超凡者们注意。 负责工人营地的一位二级巫师学徒, 连忙骑着骏马赶来现场, 看到这块一满神之子的使徒驱使的神兽, 挖掘出来的矿坑的烟尘。 他可没胆子下去一探究竟, 一边开启通讯时把消息传给了最近的黑衣卫据点, 一边他招来了几个领队, 贺问他们究竟出了什么意外。 究竟是怎么了? 莫非是某个巫师势力为了这摩石矿脉偷袭我们? 不, 应该不可能, 这摩石矿脉存量虽然丰富, 但是现如今, 哪个巫师势力还有胆子向神之子要的东西出手? 等等, 这烟雾怎么那么快就吸引起来了? 这位二级巫师学徒问了领队, 那些普通人却也说不出过所以然出来。 石原的爆炸事实上发生得很快, 距离又那么远, 这些人顶多知道负责矿区的那位巫师学徒大人飞了下去, 又接近了一大块石头。 剩下的, 他们也搞不清楚。 于是, 二级巫师学徒只好靠自己脑补, 不过很快他就注意到矿区的不对劲。 正常情况下, 爆炸引起的烟尘是没可能那么快消散下沉的。 二级巫师学徒拿出了魔杖, 心中默默回想自己学会的唯一的一个毁灭戏巫术戏法。 烟尘在一股无形的力量吸引下, 渐渐地下沉到了矿区的地面。 一具高大的身影也随之得以被众人看见。 随着烟尘越来越少, 这身影也越发清晰。 令得二级巫师学徒很快瞪大了眼睛, 喉咙里发出了带着惧怕意味的咯咯声。 由不得他不惧怕, 尽管他见识少, 认不得下方那怪物的真实身份。 然而, 身为超凡, 哪怕只是入门而已, 却也不妨碍这位二级巫师学徒 从底下那具至少十九米高的石垣身上 看到这头怪物是何等的恐怖。 和一开始看起来, 还有点像石雕的模样不同。 爆炸发生之后, 这屹立在原地的石垣浑身上下 仿佛脱下了一层石头铠甲, 显得更加生灵活现。 或者说给人的感觉, 这就是一头由石头组成的有生命的猿猴。 他的四肢强壮有力, 看起来就知道充满了爆发力。 他的双眸本是与身躯同样颜色的灰白色, 只是随着他仰起头看到了矿坑边缘那些看着他的人类。 突然间, 这石垣的双眸竟然化为了纯白色, 并冒出了白燕散发出刺目的光芒。 呼呼呼。 随着光芒冒出, 石垣的身子开始小幅度地活动起来。 他的双手开始震动, 且幅度越来越大。 不一会, 他已然可以举起右臂, 捏掌为全。 而后, 这石垣裂七嘴, 仰起头深呼吸之后。 呼呼。 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从他口中呼出, 直接冲破了这矿区, 让四周之人都被这声音吓了一跳不说, 更是觉得脑袋昏昏沉沉了起来。 天啊, 这怪物至少也是大巫师级变, 非我能够立敌? 我得赶紧走。 二级巫师学徒也被这一声, 呼, 自己破掉了脑海里构思的巫术模型。 大惊失色的他当即决定先走为妙, 就打算耗费代价使用一件巫术奇物逃跑时候。 却只听东的又一声巨响从那矿区里响起。 旋即, 二级巫师学徒仰起头绝望地发现, 那头高大石原赫然一跃而起, 从坑洞里跃出之后, 悬停在了他的头顶上空不足一米的距离处。 完了。 恐惧之下, 又受到石原近距离气息压迫, 这二级巫师学徒吓得当即昏了过去。 石原似乎不愿伤到这巫师学徒, 在缓缓下降, 离地半米之时又减了一下速度, 这才稳稳地落地。 然后这石原没理会四周那些被他气息影响, 或者昏迷, 或者发疯的普通工人, 伸出右手, 小心翼翼提起了这二级巫师学徒在他的双眸之间后。 随着一句晦涩的咒语响彻四周天空, 二级巫师学徒猛地身子一抖, 翻了白眼。 石原也同时放开了这二级巫师学徒, 并打了一个喷嚏, 将他喷了出去七八十米远。 旋即着石原重新站起身, 看到了地平线上来自附近一处巫师学院的一对巫师正在快速飞来。 他赫然对着那方向开口吐出了人言, 秘法之塔学院的巫师。 比起千年前, 你们还真是弱小得太多了。 看来, 那小学徒的记忆没有出错, 这片大路确实已经容光不复了。 这对巫师们正在空中飞行, 忽然听到怪物声音, 不由放慢了速度。 为首的二级大巫师, 学院的院长更是微微皱眉回道, 阁下你知道我们? 不知道, 阁下你如何称呼? 我? 石原宁笑了下, 大大方方展开双臂, 露出了胸口上浮现出来的一枚白燕组成符文印记。 我乃这片大路真正主宰的仆人, 盘元一族的勇士。 石? 石? 秘法之塔学院的院长, 微微一正, 停了下来。 这个名字确实让他有一种莫名熟悉感。 他连忙使用秘术通知了留守在秘法之塔学院境地的大长老, 请求他动用奇物查询资料。 而那自称石的石原, 在看到秘法之塔的巫师们停下之后, 得意的大吼道, 以无上陈兴主宰最勇敢仆人的名义, 秘法之塔的巫师们, 遵从你们的誓约继续为我服务吧。 神迹之成。 斜靠在堂椅上的萧宇, 刚刚从冥想里醒来, 就因为矿区的突发事件而召来了一群巫师, 一起看向了前线的监视之眼提供的图像。 看到石原跳出来并自称什么陈兴的仆人之后, 萧宇总算有了一点兴趣, 看向了右手边最博学的学者们。 学者们低声讨论了一番后, 很快得出答案。 殿下, 我们猜测这头矿区苏醒的石原, 很可能是这篇大陆前陈兴巫师的异味面召唤生物。 异味面召唤生物? 萧宇对此并不陌生, 那些被自己抽血的笔蒙巨兽, 还有正养在郊外湖泊里留作纪念的咸鱼王, 虽然是用贪欲者之壶召唤出来的。 但是本质上, 它们也一样是异味面召唤生物。 所以, 这算是前任陈兴巫师留给我们的礼物了。 萧宇摸了摸下巴, 看着头影里的石原道, 那他应该不介意被我研究研究, 看看他能不能帮助我的大白进化了。 对了, 这头石原刚才那是什么咒语, 竟然能获取巫师学徒的技? 是天赋的话, 看看能不能融合给别人, 是巫术咒语的话, 务必要他吐出来。 这个, 自当如此学者们尴尬了下,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石原显然是不这样认为的。 不过, 能为伟大的神之子服务, 还能活着, 也算是这石原的荣幸了吧。 四周巫师们听到这话, 也纷纷点头附和。 艾诺迪亚巫师和马法巫师 更是觉得自己马上又要忙碌起来。 等石原被抓过来之后, 研究工作肯定得他们这些老资格的来主持。 至于说, 这石原有没有可能逃脱神之子殿下的抓捕? 哼, 从得到消息神之子殿下 就把神纪号星际战猎剑 以及黑衣为金锐派了出去那一刻就知道了。 区区石原, 岂能逃过殿下的魔爪。 当萧宇在会议上决定了 如何对付这头突然冒出来的石原之时, 被石原要求履行试约的密法之塔学院的院长 也得知了大长老传来的消息。 不由松了口气, 这石原所言不虚, 他确实是陈兴巫师的仆从, 是那陈兴巫师手中 稳固底下统治的一张王牌。 密法之塔学院在千年前, 也确实有一段时间为这头鸣为石的石原 做后勤服务, 以便保障其占领。 不过试约什么的, 约束的对象一直都是当年的密法之塔学院。 一切都是当年的情况了。 现如今, 密法之塔学院的成员 事实上早就换了两三遍了。 不少巫术传承更是早就遗失。 这其中, 就有被长老们怀疑和试约有关的巫术传承。 还好, 还好, 确认自己没有把柄的密法之塔学院的院长 放松了下身子, 正打算套一下话。 忽然, 他看到了远处的天空上出现的神迹号星际战裂剑 那巨大的钢铁之躯。 于是, 这位密法之塔学院的院长 立即大意凛然的昂头挺胸 对着石原喝道, 大胆魔兽。 我密法之塔学院上下 都早已是神之子的忠诚仆人。 岂容你在这儿胡言乱语? 石并不是这片迷失大陆的土著生物。 它来自另一个异为面里, 名为磐石大陆的地方, 乃是那儿不起眼的一员。 但是, 作为小人国世界里公认的陈星生物, 在不起眼的石, 在被陈星巫师召唤来了这片地方之后, 靠着天赋, 很快就如鱼得水, 成为了这片大陆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存在。 加上石的智力, 与普通人并无二致, 令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石甚至觉得自己被召唤过来, 感觉真好。 否则哪里能得到那么多珍惜资源变强, 又哪里能享受无数人的伺候。 可惜, 石唯一惧怕的存在, 他的主人因为一次变故, 赫然选择了僵尸封存起来。 让石的美好原生才享受了没多久呢, 就又被强迫着陷入到沉眠之中。 当时因为感觉到了巫术的气息而醒来时候, 还以为自己只是沉睡了几十年而已。 只是随着感知渐渐恢复, 却依旧察觉不到 陈星巫师冥冥之中的联系, 这让石不由心中奇怪了起来。 好歹也是和巫师们混了上百年, 石很清楚, 这样的状况意味着自己的主人, 那位自己唯一惧怕的大人肯定是出世了, 说不定还陨落了。 这让石在惊惧之余, 心中却也暗暗窃喜。 如果主人不在, 他岂不是恢复了自由身? 这样的话, 他就有机会施展天赋能力, 沟通磐石大陆的铜族了。 一旦沟通成功, 让磐石大陆的铜族占领这个新世界, 踏实一定能得到王的奖赏, 获得神圣的交配权吧。 身为雄性, 石想到这里时候, 甚至都有些迫不及待, 想要马上尝试着进行布置了。 还好被诚心巫师调教过的石用理智压过了自己的本能, 在察觉到有巫师反应后, 便飞了过去抓住了对方。 而后使用当年学会的巫术, 得知了那位二级巫师学徒眼里的迷失大陆新常识。 诸神峡谷高达180米高的神之子, 有着数十万超凡者聚集的神迹之城。 神迹之城还具备了驱使, 还有着200米以上长度和高度的钢铁巨兽。 在阅读了这二级巫师学徒支离破碎的世界观之后, 石不由摇了摇头, 一脸的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 巨人或许是有, 但是肯定没那么高。 神迹之城也可能掌握了某种廉价的强化药剂配方。 超凡数量或许能破万, 但是这些科要晋级的家伙, 想要再晋级, 肯定千难万难。 这二级巫师学徒听到的那些传闻, 不过是人云云云罢了。 倒是钢铁巨兽, 这二级巫师学徒有亲眼看过, 有留下影像记忆让石得知。 不过, 石却也为此找到了理由, 认为这只不过是包了铁皮的超大型炼金机器罢了。 类似金属傀儡的扩大版, 却是以牺牲了战斗力为代价的。 在石看来, 自己打算干掉这几台钢铁巨兽, 最多也就十分钟。 只要没有诚心巫师存在, 这天下任我翱翔。 坚信着这一点的石, 靠着记忆对比, 很快意识到当初为自己服务的秘法之塔学院就在附近。 而后他就看到了这秘法之塔学院的巫师们赶来。 事实上, 石第一眼就看穿了这些秘法之塔学院巫师们, 都已经不是当年的传承一脉了。 虽然服装文章还保留着, 修行的冥想法却是石没见过的。 是以, 所谓誓约就是石自己也没当回事。 但是在人类世界混久了的石, 不介意拿出来给对面那些巫师一个台阶下, 让他们名正言顺地臣服自己, 为自己服务。 虽说这片地区秘法之塔学院巫师只有少许自治权, 大权都已上交到了神迹之城。 但是石相信, 自己此时媲美三级巅峰超凡魔兽的气息, 绝对能让对面的巫师们看清现实。 然而, 随着那秘法之塔学院的院长言辞严厉地呵斥出声, 石在愕然了一下后立即暴躁愤怒地吼出了声, 是谁给了你们胆量, 敢如此质疑一位诚心的仆从? 啊, 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巫师, 我要给予你们惩罚, 说到这, 石双脚猛地绷紧, 下一瞬便已带起残影的高速冲向了前方那些巫师。 好快! 这怪物的速度比沼泽九头蛇之王还要快! 快节阵防御! 秘法之塔学院的院长没想到这石垣那么急躁, 都不知道回头看一下的吗? 他在催动法阵之余, 不由心中哀叹起来, 为何神迹之城的浮空战舰的气息隐藏法阵要布置得那么好? 以至于不是肉眼看见, 便是他都察觉不到这一艘庞然大物已经到了附近空域。 哄! 石带着残影撞在了秘法之塔学院巫师们齐心合力制造出来的护盾上。 只是一击, 已然让那淡黄色的护盾咔嚓一下, 四分五裂开去。 而后那十多个巫师不分等级都因为反噬而吐血倒飞了出去。 使得石看在眼里之后得意地咆哮道, 我还没有使力呢? 你们就顶不住了。 泽泽, 就这样的本事也敢惹我生气。 你们这是在自寻死路。 嘿嘿, 不要得意, 你这头石猿。 秘法之塔学院的院长喘着气, 仰起头看着高空道, 伟大德神迹之城不会放过你这种魔兽的。 神迹之城? 又是神迹之城? 听到这个在记忆里不断出现的名词, 石很生气。 他大吼道, 我乃盘族勇士时, 这片没有沉心巫师的大陆, 谁能败我? 刚刚吼完, 石忽然发现天空一下子暗了下来, 大片阴影浮现在了地面, 遮住了自己的影子。 那么快变天啊。 石微微一震, 突然感觉到不对。 不对, 我苏醒时候, 明明万里无云, 难道是浮空岛屿? 石察觉到异常, 赶紧仰起头了, 看向了帮助自己, 遮住了毒辣阳光的神迹号, 星际战烈剑。 发现不是浮空岛屿的石, 此时的内心, 却是一丁点都开心不起来。 对于石来说, 七百五十米长, 看起来通体都是金属合金锻造而成的神迹号星际战烈剑, 实在是让它陌生, 却又紧张啊。 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大的浮空战剑? 石记得很清楚, 当年召唤自己的陈星巫师, 也是一位浮空战剑爱好者。 只是当年他轻心打造的那艘浮空战剑, 也不过两百米长罢了。 和眼前这艘一笔, 简直就是, 连当小朋友的资格都无。 蛤? 石浑身绷紧, 一抹油光浮现在他那石头一样的灰白皮肤上。 他双脚落地, 踩着了大地后, 为自己打气咆哮道, 不过是装了一堆辅助法阵的浮空盒子罢了。 我石下一刻, 就要打他打碎。 让你们记起来, 这世界超凡境界与天赋的差距, 才不是区区炼金造物, 能够抵消得了的。 然后, 每等时发出主动的叙事一击, 确认了炮机不会误伤之后, 神技耗星技战猎剑的速射炮对准了这头石原后, 随着远程监控的肖宇一声令下, 率先开火。 在看到了石原刚刚突袭密法之塔学院巫师们那一幕后, 肖宇就已经意识到, 这头石原在速度上还是很厉害的。 所以为了避免出现错漏, 加上乌吐鲁巫师研究了一番石原后, 认为这生物生命力很强, 没有使用附魔炮弹的情况下, 一轮炮火下来大概率死不了。 所以肖宇觉得来自神之子殿下正义的惩罚, 还是别废话那么多了, 瞄准之后开火就是干便行了。 于是, 在石原还在嗷嗷叫着的时候, 神技耗星技战猎剑的速射炮二话不说就喷出了灼热的火蛇。 炮弹的速度何其快? 几乎是看到火蛇的同时, 那地面上便瞬间多出来了几朵高温火团形成的火焰之花。 哄哄哄。 震耳欲聋的巨响下, 密法之塔学院的院长很庆幸自己等人 见到神技号星技战猎剑之后, 立即选择了有多远滚多远的策略。 不然大家都有内伤的, 现在被炮火生给镇成重伤了, 可怎么办? 院长大人可是没胆子跑去找神技之成要医药费报销的。 而在那炮火覆盖地区, 一连串的轰炸之后, 原地居然没有出现石原的身影, 令得旁观的密法之塔学院的一位老巫师大惊失色。 那么快的攻击都被躲开了。 是顺一数。 不过就算是千年前的陈兴巫师仆从怪物, 一样是没有反应过来啊。 他的瞬移是在爆炸产生之后才释放的。 学院的院长镇定许多, 看向了远处一处眷缩在地上, 远看起来如同卧食的石原, 松了口气, 他还是受伤了。 石原时此时状态确实不大妙。 他没想到天空上的浮空战舰竟然那么地不讲道理, 竟然直接开火, 赢了他一把。 还好他在当年得到不少好处, 领悟了瞬移天赋, 得以躲过了大量后续伤害。 只是, 哪怕不是被炮弹正面击中, 那些炮弹爆炸瞬间产生的冲击波和高温高压, 还是有些出乎意料啊。 千年而已, 这片大陆的炼金术室已经进化到这等程度了。 连我这具被陈兴巫师强化过的身体, 也受伤了。 时缓缓爬起, 正准备站直, 看到那神纪号星际战列舰的炮台转动着指了过来, 他心中一惊, 急急忙忙又瞬移了数百米。 而后似乎觉得, 这样的自己好丢脸, 石咬牙双手一拍大地, 顿时地面鼓起一张巨大的泥土锁化手掌, 把石给高高拖了起来。 哄! 神纪号星际战列舰转动的炮管, 瞄准了这在消雨看来, 直径有五十厘米的巨手, 一炮轰出, 砸碎了这巨手, 让地面上迎接了一波历史雨。 那时缓却是趁着这瞬间瞬移, 躲开了爆炸范围不说, 更是更进一步地靠近了神纪号星际战列舰。 就是现在! 石缘费尽心思, 冒着被炮击风险接近了目标, 他双拳紧握, 一套烂熟于心的超凡战机眼看着, 就要从他双拳轰出时候。 忽然, 神纪号星际战列舰尾部发动机启动了, 冒出了蓝色火焰。 顿时, 咻的一下! 神纪号星际战列舰庞大身躯, 以惊人高速一下飞离开了石缘, 让这头石缘石一下将在了半空, 僵硬扭头看向一秒, 就跑出去数万米远的神纪号星际战列舰, 小声地嚷了一声, 这他马的是在作弊吧。 看到远处神纪号星际战列舰的炮台快速移动, 生怕又被轰击的石缘石不得不再次顺移。 几次顺移下来, 石一下难以为继。 只是意料之中的炮击却没有出现, 反而是这时候, 石忽然察觉到天空一暗, 赫然是附近空域来了一头近三百米长的超凡猛情, 高速冲向了自己。 随着距离拉近, 石看到这头超凡猛情的背上还站着了一头, 体型看起来和自己有点类似, 却要大得有, 估计至少也得有120米高的白色巨猿。 这种体型, 比起石忌一里的盘元之王都要高大, 不免让他瞬间有了那么一丝错愕。 带到他立马回神, 准备躲开之时, 安蒂斯神鹰的天赋巫术雷电术已然劈了过来, 好似绳索一般缠绕到了这石缘身上。 虽然没能够伤害到这防御力变态的石缘, 却至少短暂地限制住了他的行动。 好, 配合着高速飞行的安蒂斯神鹰的英明叫声。 大白发挥自己的体型优势, 举起电锯开动开关之后, 如同一名空中的鹰骑士一样。 吼叫着, 在与那错愕的石缘空中交错之时, 一电锯披在了对方胸口。 哄, 交错之后, 石缘好似一颗流星一般飞坠了下来, 砸在了地上, 砸出一处大坑。 大白双手微微发红, 手臂因为用力过猛有些红肿。 手中的小型电锯更是冒出浓烟, 电锯上的锯齿出现了许多损坏。 这结果令萧宇默默记在心中, 暗道下次得买点军用的电锯过来。 不过电锯如此, 石缘下场显然也不会好受。 坑内的石缘此时皮肤开裂出大量裂痕, 一丝丝鲜血正从这些裂缝里慢慢溢出。 让萧宇得以看到这石缘的鲜血, 却也是红色的。 要进行捕获作战了吗? 再削弱一下吧, 顺便也等等我的机械化军队。 随着旁边巫师询问, 萧宇想了想, 决定了下来。 于是, 大白骑着安蒂斯神鹰再次翱翔过石缘附近, 大白摸出了一枚手雷, 抛头了过去。 这手雷准确地按照抛物线, 落入到了石缘所在坑内。 碰! 这是一枚鹰爆手雷, 它爆炸之后产生的瞬间高频音波, 甚至比当初萧宇用上的响天, 扎伤力看似没有高爆手雷那么华丽, 对付许多硬目标, 却要好用许多。 在小人国, 除非对方提前知晓, 预先准备好了相关领域防御巫术, 不然被这超高音波一扫, 不死也疯。 石缘皮很硬, 内脏也极为坚韧。 被这鹰爆手雷一炸, 却也立即受不了, 赶紧惨叫一声, 快速爬了起来。 它刚刚爬出自己砸出来的大坑, 正是头昏脑胀之时。 它忽然看到, 神纪号星纪战裂剑赫然降落在了不远处。 上万的全副武装的神卫军官兵正截阵从那出来, 并截阵向前。 这上万超凡者组成的超凡铁军, 配合军法行走, 宛如移动中的大型法阵, 行动之间自有一股气势涌出, 令得石缘竟然都隐约有些声位。 这不可能。 重伤的石缘看清了那些截阵的神卫军, 发现这些人类每一个都是货真价实的超凡者后,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这次恐怕是要栽了。 可恶啊, 我还没得到交配权, 还没有真正成为一头真正的雄性。 不甘心, 我好不甘心啊。 想到这辈子自己还没有交配过, 未来怕是没希望了, 石身子不由摇晃了下, 竟是有些悲从心来。 想到自己算上沉眠的岁月, 怎么也得有一千两百多年之久了。 恐怕是族里最老的单身员了。 石不由起了死意, 鼓起最后的力量, 让浑身的机体都一下子膨胀了一圈。 碰! 石一脚踩出了一片小坑, 身子化作残影, 撞向了前方神卫军。 愚蠢! 指挥神卫军的军团长当先月初, 借着一万三千名神卫军的超凡灵光, 靠着神迹之城, 从那千语帝国世家借来的结阵战绩, 竟是在军阵前方凝聚起一柄, 在小人国看来, 至少也有百米长的骑枪。 这骑枪闪耀着耀眼的白光, 且在军阵影响范围内几乎能快如闪电。 石原石刚刚冲了过来, 便和这骑枪撞在了一起。 据响之后, 骑枪崩裂, 爆炸成为一团直径超过百米的白色光团。 神卫军一万三千超凡者, 人人同时闷哼了一声, 后退了半步, 却也因为分摊了冲击力, 而没有人真正意义上受伤。 石原却没有这样的好事, 整个人都承受了骑枪的冲击力, 和最后的爆炸冲力的他, 以来时更快的速度倒飞了出去, 轰一声滚落出一道深深的勾曲出来。 咚! 军团长举起长剑, 连忙大吼了一声, 顿时天空再次凝聚超凡灵光形成的骑枪。 而后这骑枪脱离军阵范围, 刺到了那石原胸上, 硬生生破开了石原的皮肤, 刺入到他胸膛。 随着超凡灵光, 随着这缺口如洪水一样涌入石原体内。 这石原躺在地上, 几次想要挣扎爬起, 却是都以失败告终。 很好, 可以捕获了。 从监视之眼看到这幕, 萧宇微微点头说道。 于是, 大批黑衣卫涌了过来, 把附魔加粗的铁锁套在了这石原身上。 同时, 密法之塔学院的巫师们也被临时征用, 对已经没有了反抗力的石原施展巫术禁止他的超凡力量。 密法之塔学院的院长刚刚施法完毕, 看着石原巨大的身躯。 他本以为会是天空之上的那艘浮空战舰来把这石原带走。 却没想到, 随着地面上震动越来越小, 他和他的属下们看见了地平线上出现了大量的钢铁战车。 这些钢铁战车目前还有大半是萧宇买来的小型玩具车改造而成。 不过其中为首的一辆, 却是萧宇刚刚从现实世界带来的步兵用轮式战车。 威慑力虽然比不上龙氏主战坦克, 却同样够资格对这些小人国土著们产生极大的威慑力了。 这辆轮式战车很快靠近了石原所在。 驾驶的亡灵巨人打开舱门走了出来。 这亡灵巨人全副武装, 浑身都包裹在全封闭且插满了防弹板的特战符里, 背上背着自动步枪, 作战腰带上放着手雷、电击棒等武器。 下来之后, 这亡灵巨人伸出套了一层防刺手套的右手, 把在他眼里也就二十厘米不到的石原给提了起来, 放在了车顶上后, 按照萧宇的指挥绑了一圈又一圈。 看着亡灵巨人做好这一切后回到车内启动了战车。 说起来, 还是第一次亲眼目睹巨人的秘法之塔学院的院长瞪大眼睛, 不放过这亡灵巨人的一丝一毫动作。 看着步兵战车与那些机械化部队一起离开, 神卫军们也重新上了神纪号星纪战烈剑后升空。 这位院长才擦了擦满头冷汗叹道, 还好, 还好我们一开始就站队正确, 不然后果不敢想象啊。 是啊, 院长老师, 神纪之城的底蕴比我们预估的还要高好多。 院长旁边的一位年轻巫师也是用快哭的语气道, 还有刚刚那巨人, 那应该是已经快超凡的亡灵战士吧? 能驱使那么高大的身躯, 那亡灵战士的灵魂品质绝对不低。 是啊, 并且你们不要以为那亡灵战士没有超凡就小看对方。 院长也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而后继续道, 如果资料没错的话, 那位神之子大人刚刚来时候可也不是超凡者, 却一样征服了多个王国, 灭掉了巫师学院并让千语帝国吃扁。 神之子一族的神器没有超凡气息, 威力却绝对不会比巫术奇物要差。 考虑到我们之间体型差距带来的力量差异。 院长摇了摇头非常不自信地道, 或许刚刚那位亡灵战士, 靠着那一身装备就能够团灭我们秘法之塔学院了。 很有可能, 其他巫师们纷纷点头附和。 尽管他们对萧宇亡灵巨人的夸赞脑补, 让萧宇自己听了可能都有些不好意思。 却也正说明这些人已经被萧宇展现出来的种种武力所折服。 他们正为自己找理由来说扶自己等人投靠神迹之城, 服从神之子大人的安排。 迷迷糊糊之间时从昏睡中醒来, 立马感觉到自己竟然还活着。 虽然浑身乏力还被绑成了十字形立在地板上, 他却暗暗庆幸自己还没死, 那就说明自己还有机会结束已经千年的单身员身份。 而后努力睁开双眸后, 石看向四周, 发现这应该是一处巨大的地下室。 旁边木桌上盛放的玻璃仪器里面的鲜红液体, 似乎是自己虚弱的原因。 那些都应该是自己的鲜血吧? 醒来了? 马法巫师的声音吸引了石的注意力。 他转头, 看到了坐在自己对面的小老头巫师。 这样的巫师放在平时, 他一根小指头就能碾死。 现在, 却被对方操控了生死。 不回答的话, 你体内血可是会不断减少呀。 马法巫师笑了笑, 动了动手指头, 顿时插在石原石两臂血管的吸管被打开, 两道鲜血马上涌出流入容器。 这种看着自己体内血液不断离开身体的感觉, 让石浑身都因为恐惧而打了一个冷战。 快停下! 再抽我就要死了! 你们没杀我, 说明我还是有点用的吧? 石苦着脸吼着, 声音沙哑无力。 加上体内法阵作怪, 半点超凡之力都运转不能。 石觉得自己除了配合, 似乎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马法巫师观察着这石原反应, 发现对方如此作为, 不由摸了摸下巴, 暗暗觉得这石原要比自己预想的还要简单。 看来当初诚心巫师很自信, 无人能越过他控制这头石原, 所以才没调教他这方面吧。 可惜, 他没有考虑到千年之后他死了, 誓约力量也消散了的情况。 我问, 你答? 马法巫师打起了精神, 开口道, 回答全部通过, 你将能活下去并得到为神迹之城服务的机会。 只要一向被证明你在撒谎, 我们会淹了你, 然后只保留你清醒意识。 然后让你一直待在这里, 成为我们的血库工厂。 所以, 回答时候, 请务必注意细节的准确性。 在诸神峡谷高原不远处, 利用一处地底遗迹改建而成的地下审讯室里, 马法巫师看着自己说出淹了对方时候, 那自称时的石原出现了明显的剧烈颤抖反应。 马法巫师不由心中移动, 和负责用心的专家黑衣为指挥使专尔对视了一眼, 便开始在这上面做起文章作为突破口。 专尔指挥使用, 他那一听就阴郁低沉的声音道, 石, 从资料看, 你是我们这片大陆唯一的一头石原。 来石也未成年, 一定很寂寞吧。 单身很久了吧, 后代什么的大概率没有吧。 石原石对此无言以对, 只是觉得心中有一句问候于梗在喉咙处, 不知该不该说出口。 在找到了突破口之后, 石的秘密很快就在这些专业人士的盘问里, 吐露了出来。 从石口里, 萧宇得知了千年前这片大陆的盛况, 那是陈兴的荣光依旧笼罩在这片大陆的时候。 巫师这一尊贵职业无比的昌盛, 对巫术的研究热情无比高涨, 并成为了潮流。 超凡巫师总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万之数, 这其中更有十多个三级巫师辅佐陈兴巫师处理各种杂事。 各种新兴巫术, 兴起法阵层出不穷。 百米高的巨神兵, 这等奇迹造物, 也正是在那时候被制造出来。 比起萧宇刚刚来诸神峡谷时候的迷失大陆, 撑得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差距了。 哪怕是来了之后的现在, 或许超凡者数量上远远多于那个时代。 但是大师没那么多, 积累的知识和各种创新也没有那么多。 那不是单纯课经就能做到的, 还需要时间来沉淀。 以至于马法巫师也恨不得能够生在那个时代。 可惜就是识自己也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变故, 从而倒塌这样的强大武力, 被陈兴巫师师法浸置在了三千多米深的地底深处。 自神迹之城主导的挖掘开矿导致封印解除, 这才得以苏醒过来。 然后一醒来, 就发现沧海桑田不说, 陈兴巫师与他之间的心灵联系也早已消失无踪。 对此, 萧宇也颇为遗憾。 说实话, 他对当年陈兴巫师的遭遇还是很有兴趣的。 不只是心中八卦之火在熊熊燃烧, 更是因为萧宇和小人国学者们研究历史时候总会觉得奇怪。 自己脚下这片大路, 有时候各种势力出现, 奇物登场, 合了点吧。 深渊出现也就罢了, 这些害虫哪个大陆都有可能遇到。 可是, 存在着王者峡谷的亡灵大军目的是什么鬼? 这片大路凭什么能让一位亡灵大军入侵并陨在此? 以前萧宇觉得是大陆的巫师们抵抗入侵干的, 了解的多了后萧宇才意识到, 想要亡灵大军这样的陈兴巫师存在陨落, 只有其他陈兴巫师的力量参与了进来才有可能。 也仅仅只是可能。 陈兴不死可不是一句玩笑话, 而是形容词。 再加上许多在禁地级也关注着的世界奇物, 如威延王座、星夜宝树等都遗失在了这片大陆上。 然后最最重要的是, 那连通了现实世界让萧宇得以得到如此机缘的时空之门, 赫然也是在这片大陆的诸神峡谷深处。 这让萧宇总有种莫名感觉。 自己脚下这片迷失大陆深藏着的秘密, 绝对不简单。 很可能有着超越了陈兴巫师的力量出现过, 插手过, 也未必不可能。 可惜,当年的变故恐怕只限制在了极小的超凡圈子里。 外人对此支支甚少, 以至于如今所有能找到的记录文献, 对此都言语不详。 各种遗迹也都要么荒芜, 要么就没记载当初情况,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看到这里后, 萧宇到了一生可惜, 直接询问其审查重点。 爱诺迪亚巫师连忙汇报萧宇想要得知的成果, 让萧宇听了不由满意点头。 时虽然不知陈兴巫师为何封印了他, 却还是记得许多当年死记硬背下来的巫术模型 以及许多秘密资料的。 此外, 巫师们也从石口中得到了他吸取巫师学徒记忆的巫术。 这是一种异级巫术, 名为记忆阅读, 可以观看到被施法者脑海里的记忆片段。 每一个正式巫师在掌握了相关模型之后, 都可以对目标施法, 但是目标一定要比自己弱小两到三个境界, 才能保证绝对安全。 否则一旦遇到反噬, 那可不是好玩的, 将会使自己灵魂本源也受到创伤, 直接影响到一位巫师的前途。 除了这一巫术外, 萧宇更得知识的原计划, 赫然是想要连通磐石大陆, 让自己一族降临于这没有诚心巫师的大陆成为统治者, 从而得以获得足内神圣的交配权。 啊? 神圣的交配权? 萧宇眨了眨眼, 听了巫师们的分析报告, 轻叹一声, 原来是一头千年的单身员啊, 难怪如此。 爱诺迪亚乌施汇报完毕, 听到萧宇低语了这一声, 他不由开口笑道, 磐石大陆的石园们, 因为雌性生育困难, 数量又颇为稀少, 是已一直被他们的王毅人独占。 按照他们传统, 除了王外, 只有立下大功劳的石园, 才有几乎得到赏赐, 获得与雌性的交配权利。 说到这, 爱诺迪亚乌施顿了下, 继续道, 且按照石自己痛诉, 这种交配权也是分档次的, 一般的交配权只有数次, 能否得到后代全靠运气。 只有最高等的神圣交配权, 才能够保证得到一位专属雌性, 为自己怀孕生子, 消与微微一正。 倒是没想到, 石的种族被生育权的控制会如此丧心病狂。 他眨了眨眼好奇问道, 那时, 可有告知我们磐石大陆的具体情况? 当然有。 爱诺迪亚乌施点头, 拿出一份标注详细的大地图, 铺在了他站在的桌子上。 而后他指着地图讲解了起来, 这磐石大陆作为能被异卫面召唤巫术影响到的大陆, 说明其空间屏障相当的脆弱, 能被各种空间系巫术影响。 而通过石的说明, 他们也得以知道, 磐石大陆是属于强者大乱斗的世界。 那地方广阔无边, 地大物博, 却也有着数十磐石大族在那乱斗。 石元一族在这只是小族, 且几千年来从没陈兴巫师诞生于该族。 小日子过得一直艰难, 对新的大陆一直颇为渴求。 是以石才会觉得自己让族群迁移过来, 会立下大功。 石全部招供之后, 被安排住在了靠近神迹之城的舒适窝棚里。 除了被限制自由, 监视居住外, 吃喝用度上都按照最好的配契去弄的, 倒是要比石当年在陈兴巫师的时候还要舒服。 尤其是巨纹乃神之子提供的本族食物, 回锅肉, 麻婆豆腐, 鱼香茄子等, 对石来说都是非常棒的美食。 每一口咬下去, 都是享受。 再配上一杯红酒, 嘖嘖, 感觉就差一个雌性十元, 这辈子就这样过下去, 也不差了。 更不必说, 以前只能小心翼翼慢慢吃的名贵水晶, 现如今, 却能想吃多少吃多少了。 想起当初提出这无理的请求之后, 那位神之子大人竟然能拿出比石本人还要高得多的水晶石出来, 实在是颠覆了石对富有一词的想象力上限。 总的来说, 石对目前奢侈生活还是很乐意的。 每天需要抽取的一罐血, 他也基本能适时补充回来。 外界, 马法巫师专门派出德义门生组建团队研究石原的血液。 靠着对许多魔兽血液研究打下的好底子, 一切都很顺利。 很快, 马法巫师的德义门生就从石原的血液里分解得到了石原异族血液里深藏的秘密。 石原族的陈兴血脉, 蕴含了陈兴之力的上谷石原之血。 含量虽然只有千分之一, 却正是靠着这些上谷祖先的血液, 那时才能得到那么多的天赋技能并具备那么强悍的肉身。 这样的上谷血脉被分离了出来之后, 立即被巫师们视若珍宝。 在递交了说明报告得到萧宇的同意之后, 巫师们胆大的把这些上谷血脉制作为了真剂, 并注射给了两位志愿者体内。 这两位志愿者都是黑衣卫里的一级超凡骑士。 原铁卢城小贵族家庭出身, 意志坚定, 体质强健, 人类血脉纯洁, 适合变异。 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 他们都有家人朋友, 且就住在神迹之城居民区, 使得组织上信赖。 在注射了来自石原的上谷血脉之后, 这两位黑衣骑士浑身冒起了滚烫的热气, 情不自禁嘶吼起来。 同时, 巫师们观察到海量灵气从四周涌来, 进入到了这两位黑衣骑士的体内, 为他们脱胎换骨。 不愧是上谷血脉, 蕴含有诚心之力的遗则。 抽空前来观察整个实验的马法巫师, 惊叹这些黑衣骑士的变化, 赞叹道, 这是在为他们脱胎换骨吧。 如果能坚持住, 我神迹之城, 又能多出来两位二级超凡大骑士助阵。 嗯? 这是强度过大了吗? 很快, 马法巫师注意到, 黑衣骑士皮肤开裂, 有鲜血从双眸和鼻子里流出。 他连忙让人, 珍稀药材的木盆里, 为他们补充营养。 只是到上谷血脉激发结束。 实验只能说成功了一半。 两位黑衣骑士, 一个脱胎换骨成功, 成为了具备上谷石原血脉的魔骑士, 但是经过测试, 激活天赋几率却很小, 或许要几十年积累, 才能激活上谷石原的空间系天赋。 一个却是没能挺过去, 成为废人。 还好如今白云叶够多, 在巫师们疗养帮忙下, 或许三个月后就能恢复成普通人。 发现上谷血脉对人体效果不高后, 剩下的上谷血脉一部分 用于药剂和附膜材料等研究, 一部分则是被大白这现实世界的猿猴所享用。 或许是因为外貌类似, 所以适配性也类似的, 我寻思之理由。 大白来了之后, 被注射了不少沼泽巨猿的血脉, 都没有什么不是。 虽然奇怪的, 一直没能够正式超凡进化, 体力、力气和速度却是一直在增强, 仿佛不曾有过上线一般。 这次使用了来自上谷石原的血脉后, 注射之后没多久, 却是立即有一项出现。 萧宇从事后的投影看到, 自家宠物大白注射了上谷石原血脉后, 浑身上下都充斥起滚滚白气和醒目的白光。 同时更惊人的是他背后赫然出现了一头顶天立地的白猿虚影。 那白猿形如科幻电影里涂了白色涂装的金刚。 威武霸气, 一看就不是一语之辈。 经过巫师们推测, 这头白猿极有可能便是实体内血脉追溯到上谷时期曾经诞生过的诚心巫师的模样。 大白能够激活出这白猿虚影, 意味着他非常适合融合这种上谷血脉。 巫师们不由贺喜萧宇, 手中神兽又有一头得以晋级为诚心生物。 萧宇开心地点了点头, 而后招来负责这块巫师询问道, 需要多久可以让大白完成融合血脉, 然后方便我们让其晋级超凡。 那巫师闻言算了算, 诚恳道, 回殿下,至少也需十年时间。 十年? 萧宇微微皱眉, 觉得这时间有点长了。 殿下, 主要是上谷食源血脉, 需要提纯等一系列步骤, 才能从食的血液里提取出来, 比例仅有千分之一。 想要食着血源能够可持续供血不难, 但是我们发现让血液保质却很麻烦, 想要质量那抽血绝对不能太多, 十年已是多方计算过一切顺利时候的数据。 似乎察觉到萧宇不满, 那位巫师连忙低下头解释道, 萧宇听到这, 忽然心中蹦出来一个大胆的想法。 自己的大白要十年才能完成血脉融合, 最大的原因是食源一族的血液不够, 自己手中只掌握了十这一头食源来供血。 那要是多来几十头上百头食源, 自己不就可以靠着数量加快大白的晋级速度了? 进化成功为成星生物的大白, 实力立马就能超过大黄小白, 成为自己手中头号打手了吧? 更重要的是, 给上一套装备之后, 也能带去现实世界浪一把了。 嗯, 或许可以考虑让乌图鲁帮忙附魔一根铁棒。 萧宇想清楚之后, 摸了摸下巴, 环顾四周属下厚道。 我记得食说过, 他有天赋技能, 可以开通链接一大陆的时空门, 让同族定位到这里, 然后迁移过来吧。 殿下, 确实如此。 爱诺迪亚巫师, 微微欠身, 点头确认这一说法。 按照食所言, 食源一族不过一小族, 没有诚心巫师庇护, 一直想要迁去其他地方避难。 那时也是存了这一心思, 指望借此立功换取交配权。 呵呵, 食源一族的制度, 实在是太邪恶了。 那个独霸雌性的食源王, 罪恶滔天, 罪无可恕。 萧宇微微汗手, 正义凛然地伸出右手捏成拳头, 身为大陆守护者, 对这样的恶行, 我不能坐视不管。 我们当以正义之名, 为可怜的食和千千万万蛋, 这样的无辜食源, 讨回公道。 以正义之名, 为食等食源讨回公道。 听到神之子正义凛然地说出, 这样画风突变的口号。 四周的巫师们, 在猛逼了一下后, 很快反应过来, 纷纷欠身行礼, 并称赞萧宇, 不愧是宅心仁后的神之子大人。 食源一族, 能被神之子大人给注意到, 并出手主持公道。 这是被命运主宰垂青了, 才能如此啊。 那是食源王, 竟然霸占所有雌性, 果然是罪恶滔天, 罪大恶极, 罪不容赦。 萧宇看着下方众人里, 没有一个人反对自己的提议, 反而纷纷附和。 他满意地挥舞了下拳头, 当即拍板通过了这次提议。 神迹之城, 就是要做正义的使者, 为食源一族主持公道, 让全世界都知道, 神之子心中功力长存。 嗯, 当然前提还是需要你有价值, 能吸引到伟大正义的神之子注意才行。 比如意大陆的矮人族, 巫师们就深深地怀疑, 他们的殿下, 要是能够入侵过去, 一定会主动跑去为那些矮人族主持正义的吧。 当然了, 顺便把那些被不公正待遇的矮人一族, 全体打包带回神迹之城什么的, 也会是应有之力。 于是乎, 石刚刚习惯了, 待在窝里享受美食, 努力长肉的日子, 就又被招呼了过去。 这一次, 石站在一辆消防玩具车改装而成的战车车顶上, 在一万多精锐神卫军的护卫下, 从神迹之城目前唯一还没扩建, 是以最为完整的南门进入到了神迹之城。 神迹之城, 急与石的第一印象, 便是这座城池真的好大, 比当年诚心巫师的王斗还要大许多。 那高达百米的城墙上虽然没有多少巫术气息, 却通体装配着厚厚的钢铁装甲。 简直是好无人性可言。 进了城门之后, 第一次看到神迹之城内部景象的石虎区一阵, 目瞪口呆了起来。 他, 还是第一次看到原来道路也能那么地宽敞。 原来两旁屋子建筑, 可以修建得那么密集。 原来超凡者的数量, 真的可以有那么多。 神迹之城的传言, 原来都不是虚言, 都是真的。 石恍恍惚惚之下, 在数十万看热闹的路人注视之中, 进入了神迹之城的圣地萧宇居住的宫殿之中。 而后石看到了高坐在那高台王座之上的萧宇。 萧宇掀开头盔露出真容, 以便配合威严王座伪装出来的皇者气质, 让自己能威慑住这时。 石一直被封印住超凡之力, 无法感知。 再看看两旁的巫师, 他立即知道, 这就是那位来自诸神峡谷的巨人。 那位鼎鼎大名的神之子。 不用紧张。 萧宇双手交错握紧, 下巴靠在手背上后, 看着石温河道。 我便是这片大陆的守护者, 神迹之城的主人。 我从马法巫师那儿听说了你的故事。 我想问你一声。 石啊, 你渴望同族雌性吗? 渴望, 雌性吗? 石听懂了巨人对自己的询问, 猛逼了一下后, 张了张嘴, 急促呼吸了几下后才展开双手, 在半空吼道。 当然, 我一直渴望着神圣的交配权。 我想要成为一头真正的雄性石渊。 萧宇微微汗手, 嘴角挂起了笑意。 很好, 我看到了你心中的渴望。 所以我决定要为你主持正义, 为你讨回公道。 雌性石渊是属于所有石渊族人的。 怎么能被石渊王独占? 交配权这东西, 压根就不该存在。 萧宇使用了巫师之手, 让那石渊时站了起来。 打量了几番这不超过二十厘米的石渊后, 萧宇汗手道, 石, 与我一起打倒石渊王, 把你渴求的雌性石渊都接回家吧。 傻眼了会儿的石渊时, 很快明白过来了这位语出惊人的神之子大人究竟在想什么。 想到这几天自己被抽取的血液。 不是傻子的石, 立即明白过来神之子的势力肯定是从自己的血液发现了有意思的好东西。 而自己一人的血液肯定是不足的。 好东西别人也是不会觉得多的。 所以他们打起了石渊异族的主意。 这些人类, 巨人, 还真是贪婪啊。 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异族的可怕。 能在磐石大陆生存下来的种族, 就没有不能打得。 不过这未尝不是一个机会。 对雌性的渴望, 让石无比心动地思考起来, 我只需要负责开启时空门, 请求石渊异族定位即可。 到时候, 如果石渊王取胜, 我可以借此大功得到神圣的交配权。 若是神迹之城一方巨人取胜, 我也能期望对方履行承诺, 让我能带回几个雌性石渊。 想明白后, 这石渊时仰起头看向萧宇, 沉生道, 我可以使用天赋技能, 让我族定位成功。 但是我不愿意与同族交战。 另外, 还请殿下, 莫要骗我。 我乃神之子, 言出法随, 从不骗人。 萧宇看得出来实小行思, 不过他不在乎。 只要石渊肯上钩就行。 当然, 为了保证石渊一族能上钩, 许多细节还是要处理的。 也需要石的一番配合。 这些细节方面, 萧宇交给了经验丰富的巫师们去处理。 他只需要满足他们提出的物资需求即可。 萧宇和石当成协议一天之后, 遥远的磐石大路上, 纷争四起, 战乱不息。 已经当了1500年石渊王的石渊凯撒, 盘袭在一大群肤白貌美的雌性石渊之中, 不悦地听着巫族的特使提出的要求。 我知道了, 那片矿区我会让孩儿们离开的。 石渊王凯撒已经老了, 早就没有了雄心壮志。 最近百年, 他更是没能让任意雌性石渊怀孕。 已经让不少新一代石渊虎视眈眈, 只等着在王者挑战里夺取他的王冠。 在没有得到更好的恢复健康和续命材料情况下, 凯撒没有心思再与外敌纠缠。 尤其巫族乃最强的磐石飞禽一族之一, 综合实力比石渊强悍得多。 哥哥, 算你知确。 那如同黑色鸟人一样的巫族微微点头, 展翅高飞离开了这处营地。 凯撒阴沉沉默送了对方离开。 挥了挥手, 让四周雌性石渊都离开帐篷。 他今日没了继续的兴致。 雌性石渊们刚刚离开没多久, 正打算冥想的石渊王凯撒, 却是忽然睁开双眼, 兴奋不已地嘶吼道, 这是我族的时空呼唤。 太好了, 这千年来, 我族被召唤出去的120名战士里, 终于有那么一元得到机会与我联系了。 我石渊一族, 复兴有望啊。 在得道时传来的讯息那一瞬间, 石渊王凯撒就意识到, 自己一族复兴的机会就要来了。 自己严寿续命, 恢复青春的机会也藏在在其中。 因为石传来的讯息里明确提到过, 召唤他的那位陈星巫师已经陨落了。 正缺少一位新的陈星巫师的领导。 石渊王的巫术奇物有着分辨谎言的能力, 可以肯定那时没有说谎。 石渊王自问自己也算得上一代天骄, 不仅是陈星级的超凡生物, 更兼修巫术, 并且也达到了三级巫师水平。 再加上各种秘术, 天赋技能加持, 石渊王除了陈星巫师, 短时间对抗中他单挑方面还真不需其他同级强者。 也是靠着自身过硬的实力, 石渊王凯撒这才能稳坐王座那么久。 不过出于一位王者应有的谨慎, 他还是暂且压下心中妄念。 拿出了石渊一族王者传承下来的一件巫术奇物, 施法激活了他, 制造出一具可以穿梭时空乱流的投影。 这投影只有石渊王一半大小, 实力则是只有五分之一。 但是, 哪怕只有五分之一的实力, 石渊王投影依然相当于小人国里的三级超凡骑士。 不管是在哪片大陆, 这等级别的超凡者本事都够得上高端武力了。 就是石渊一族里面也称得上骨干精锐。 去! 石渊王挥了挥手, 立即让这自身投影入虚空漩涡之中, 消失不见。 数分钟之后, 小人国消雨所在迷失大陆靠近诸神峡谷的高原之上, 约莫十二厘米高的石渊王投影从突然裂开的一处黑色漩涡里跃了出来。 好! 刚刚跃出, 脚踩大地, 这石渊王投影便忍不住兴奋地仰起头发出了一声欢呼。 他能感觉到这片大陆确实不存在沉心巫师。 不然, 空气对他而言不会那么地清新自在, 舒服。 隐隐约约之间, 这石渊王投影有了那么一丝错觉, 或许自己真有机会成为这片迷失大陆的新主人, 成为无上伟大的沉心巫师。 到那时候, 以自己的种族天赋, 自己的全盛期至少也能续上过两千年吧。 石渊王投影急速呼吸了几下, 看向一旁跪在泥土里深深埋着头的石, 满一点头。 石, 你做得很好。 我, 石渊之王凯撒记住你的名字了。 待我足征服这片大陆, 我许你神圣的交配权, 并容许你更换三次。 谢, 谢王上。 神圣的交配权终于出现在了眼前, 石要说不激动, 那绝对是骗人的。 只是真的得到了石渊王的许诺, 石渊时却忽然发现自己竟然没有预想得那么开心。 石作为智慧生灵, 一样有着野心, 有着七情六欲。 更不必说时, 还在人类的世界耳濡目染了那么久。 对石渊王的畏惧在时间的流逝下, 也已经消失了许多。 想到取代石渊王可以得到的地位和好处, 石身呼吸了口气, 鼓起勇气不断磕着头道, 伟大的王啊! 这片大陆是我们石渊一族的天赐之点。 这儿虽然其他资源贫乏, 却盛产我们修炼所需的水晶。 当真, 石渊王投影早就从本体记忆里知道实体记过, 他曾经在这片迷失大陆看到了海量的水晶。 尽管巫术奇物没有测到是谎言。 然而, 谨慎的石渊王却还是担心这里面有可能事实, 这头小石渊遇到了幻觉影响。 毕竟测谎术又不是预知术, 真相术, 他只能保证测谎者说的都是真心话罢了。 真心话, 从来不等于真话。 石渊王投影很清楚这些。 这才要再次确认。 他只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真实。 石停止磕头, 趴在地上道, 当然是真的。 离我们不远处, 就有一处当地土著的水晶仓库, 里面存放了开采出来的海量水晶原石。 石渊王投影听后, 立即迫不及待提起了石, 便在他指路下, 飞去了一处已经无人的营地。 这营地到处都是石和人类巫师战斗过的痕迹。 石渊王投影扫了眼, 立即对这些留下战斗痕迹的巫师, 不懈地冷哼了下。 在他眼里, 这些巫师里虽然有着一两个二级超凡巫师, 可是那些巫术痕迹却出卖了他们的底欲。 这些巫师的传承错漏百出, 巫术模型的输出效率比起磐石大陆的巫师实在是太低了。 以小见大, 看来这片大陆就算有几个三级超凡巫师, 也不过是群空有蛮力的野蛮种。 石渊王本就是陈兴级战力里面很能打的那一类, 见此他不由觉得自己征服这片大陆会比预想的更简单一些。 哼! 石渊王投影落地之后, 粗暴的一拳轰碎了仓库大门。 旋即, 哪怕是磐石大陆见多识广的石渊王, 此时此刻也忍不住陷入到尸神之中。 这仓库在小人国里面也算大了, 高约百米, 长宽则是各有一百五十米。 此时这仓库里堆满了萧羽从现实世界里买来的水晶原石。 大量的水晶原石堆砌在这仓库里占据了至少三分之二的空间。 以至于石提前知晓了, 这儿会有神之子大人的布置, 依然跟着石渊王投影一起陷入震惊与尸神之中。 这是磐石大圣的保佑。 突然, 石渊王投影双手激动地拍打起胸膛, 张嘴咆哮出雷鸣一样的巨像。 若非如此, 怎么会有大陆能产出那么多的水晶? 这些, 这些, 可都是真正的水晶原石啊。 石渊王投影扑了过去, 用身体亲自感触到了这些水晶原石与自己体内天赋力量的感应。 少许, 想起什么的石渊王投影, 缓缓转头看向石, 你有提及, 此地的主人乃是一百多米高的巨人。 是的。 石连忙露出惶恐表情, 那些巨人应该与我们一样, 来自外界大陆, 每一个都比我们高出百米, 力大无穷, 且擅长使用威力巨大的炼金武器。 你打不赢? 是, 是的。 石低下头, 带着一丝对当初神迹号星际战猎剑的恐惧道, 我根本不是对手。 感觉到了, 石此时几句话, 依然不是谎言。 石元王投影内心稍稍松懈了下, 心中对石干麻布偷偷靠着水晶修炼到极限状态, 再联络自己, 也有了理由。 显然石被这片大陆的新主人收拾了, 还败得很惨。 不然, 他也不会再有着大量水晶矿产的地方, 那么早就联络上自己。 不过, 石这小鬼, 如今也是三级超凡巫师了, 还真是想不到啊。 虽然他没得到磐石大陆的巫术模型, 综合实力却不会弱太多。 这片大陆的敌人能够打赢石, 还是需要自己认真对待才行。 想到这里, 石元王投影刚刚让石准备好与他一起开启时空漩涡, 以便把这些水晶原石带回磐石大陆。 震天的战鼓声忽然从远方响起, 带着杀气的超凡灵光更是冲天气, 冲斥天地之间。 令得石元王投影这等强者, 也不由心中暗暗吃惊。 他一跃冲破仓库屋顶, 来到了高空举目遥望。 立即看到在那地平线上, 赫然有着数十计的密集方阵重步兵, 正节阵徐徐而行。 如强而立, 纪律言明不说, 更是人人超凡, 气势如虹。 四, 这是至少十万超凡者组成的军阵吧? 我本以为实在这上面有夸打, 没想到, 却还是小看了这片大陆。 只是, 太不可思议了。 那么多的超凡者军队, 竟然也是真的。 这怎么可能? 他们从哪来的超凡资源, 培养那么多的超凡者士兵? 十元王投影惊恶地嚷了几声, 心中却是早就掀起惊涛骇浪。 他暗暗盘算了一番, 自己与十万超凡者组成军团之间的实力对比。 偷袭游击或许能有战果, 正面对抗则必败无疑。 所幸军阵构成大部分是一级超凡者, 这导致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移动速度, 受到极大限制。 十元王投影想了想, 选择了走为上纪。 只是在这十元王投影带着石离开之时, 他却也不忘记消耗投影大半法力, 凝聚出一道大范围的强力巫术, 一瞬间释放出一大片好似暴雨一样, 气势汹汹的灰白色能量飞弹, 砸向了远方军阵。 显然, 哪怕亲眼目睹了十体级的超凡军团, 也感知到了他们的真实。 十元王投影内心深处, 依旧怀疑这是高明幻术, 最后也还是忍不住想要试探一把。 哄哄哄, 大片能量飞弹靠近了军阵正前方上空, 立即与超凡者大军截阵形成的超凡灵光护盾撞在了一起, 引起一连串的空中暴鸣巨响。 还真不是幻术。 十元王投影眼皮猛跳了几下, 更是发现在那地平线上, 大军身后赫然有高达两三百米的钢铁战车雄伟壮观的身影登场。 那巨大的战车, 哪怕相对于十元一族, 依旧是恐怖的庞然巨物。 尽管没有巫术气息, 只是牧师的钢铁外壳本身已然令十元王投影感到了沉重压力。 十元王投影终于不得不承认, 这片迷失大陆, 哪怕没有诚心巫师, 依然有着独到之处, 不好惹啊。 然? 十元王投影想到了还在仓库里没能收回去的大量水晶原石。 他不由感到心疼得难以呼吸。 那些可都是上好的水晶原石啊。 是他们十元一族在磐石大陆求之不得的好东西。 是, 我要先回去了。 带着十元石快速和敌人拉开了一段距离之后。 十元王投影对着十元石说道, 我已经确认了这片大陆的价值, 确实值得我们一族为之拼死一搏。 待我本体降临, 统帅十元一族大军, 必将横扫千军, 一统这片大陆。 那些超凡军团, 那些钢铁巨兽, 都拦不住我们。 王上! 我必定竭尽全力, 维持住时空坐标。 听到十元王投影真的要举足而来, 十再次说出一句货真价实的真心话。 好, 等我降临, 先记你一大功。 说完这十元王投影也不单个功夫, 立即顿入了时空漩涡之中, 消失不见。 十确认十元王投影离开了这片大陆, 这才恢复了正常模样表情, 主动接近了来袭的军队。 踩在了龙氏主战坦克头顶的小白猫, 在消语的控制下, 一跃离开了龙氏坦克, 来到石面前。 猫嘴张开, 露出锋利尖牙, 盯着这石问道, 十万神卫军, 没吓破那位使者的胆子吧。 殿下英明神武, 只是动用了神卫军和战争机器, 就将我足过来的十元王投影给吓跑了。 石露出笑脸, 低着身子回答道, 报告殿下, 计划很顺利, 那一仓库的水晶原石完全吸引住了十元王的注意力, 虽然后续出现大军令他忌惮, 却又因为没有真正的顶尖超凡者, 让他觉得只要举足而来, 必能胜在我。 殿下, 就要能为我祖主持正义了? 这也是使你演的好啊。 哪里, 没有殿下支持, 哪有我的戏份, 且扑制眼界, 都亏殿下提显, 一切荣耀都归于殿下。 神迹之城里, 萧宇和一群巫师一起看着石的表演。 爱诺迪亚巫师有些失神, 我有些明白, 为何这头石垣当初 能够在陈兴巫师挥一下混得开了。 是啊, 可惜他不是王, 可惜石垣一族需要交配权, 否则雌性什么的应该不会缺吧。 麻法巫师也认可这点, 看着那屏幕里羡媚的时, 狠狠点了点头。 萧宇笑了笑, 却是对这些不甚在意。 石内心如何想, 萧宇都不在乎。 萧宇目的明确, 就是想要石垣一族提供多点上股血脉罢了。 其他人先散了吧, 你们都有要事在做。 八部将军, 让神迹之城的军队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吧。 石知道的也只是一千年前石垣一族情况。 谁知道一千年后, 石垣一族起了什么变化。 我可不希望到时候阴沟里翻船。 遵命! 自从大陆被萧宇纳入统治势力范围, 存在感就越来越薄弱的八部将军, 听到萧宇点明了自己, 连忙激动地站起身, 拍着胸膛硬道。 所有战士都愿意为了神之子而战。 乌拉! 八部将军说到这, 他身后那些将军们纷纷拍着胸口高呼起神卫军口号起来。 还好野蛮人们大多聚集在了群山之中锻炼身体, 也就女野蛮人沙哑作为代表待在这里。 不然还不立马响彻一片吧, 扎黑出来把话锋一下子给突变了。 很快, 正在神迹之城的居民们就感觉到了战争气氛正在破镜。 许多商人不由私底下窃窃私语, 讨论着大陆上哪一个势力又成为了被神迹之城讨伐的倒霉蛋。 他们这些商人又是否能从这里面谋取到一点神迹之城师剩下的汤汤水水。 而在大陆上名义上臣服神迹之城的神之子守护者地位的各大势力的顶层圈子里, 讨伐石渊王已经不是秘密。 神之子发誓要为石渊一族讨回公道正义的诗约书的润色完毕版本, 早在萧宇开会时候就已经送到了他们面前。 黑衣卫的使者更是站在他们旁边等待着, 就等着这些上层人士们签字画押表示支持, 然后出力帮助神迹之城大军讨伐那罪恶滔天的石渊王了。 各大势力对此内心自然是纠结的。 知道实存在的他们本能地认为石渊一族不好惹。 可是神之子的讨伐盟约岂是能够拒绝的? 真不怕那艘钢铁浮空战舰来天降正义。 无可奈何之下。 各大势力为了能够在危机之时能够自保。 都咬牙派出了自家精英, 并派出了真正的强者作为领队, 以防不测。 磐石大陆, 石渊一族驻地所在。 石渊王投影破开空间顿入本体之中, 所见所闻都归于了本体, 令得石渊王凯撒猛地眯起双眸。 仔细回想所见种种细节, 石渊王凯撒总觉得那支军队出现得有些巧了。 不过考虑到测谎术反应, 以及水晶原石做不得假, 看来对方与石有过接触, 并且已经在石身上留下了印记。 这样的话, 石岂不是危险? 他粉身碎骨无所谓, 一旦坐标丢失, 就是我族天赋再好也过不去啊。 偏偏, 那片迷失大陆表现出来的力量, 非全族之力难以征服。 石渊王凯撒想到这, 不再浪费时间, 发出了召集令。 他要召集全族一事。 出于对那片大陆的担心, 石渊王凯撒为求稳妥已经做好决定了。 下次出击, 第一波就是自己最强的一击, 他将亲自带领石渊一族的勇士迎杀过去, 然后马上修建筑地, 让更多的族人过去。 一旦石渊一族一万三千族人全都抵达对面大陆, 石渊王凯撒相信, 那片没有诚心巫师力量的迷失大陆, 将再无能力阻挡自己。 便是人海战术, 他也不会再像上次那样了。 不就是节阵巨能之术吗? 他石渊王凯撒又不是不会。 磐石大陆的战争艺术比起那些穷乡僻壤,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石渊王有信心靠着一千勇士赢的石渊战士结阵, 打败上次看到的所有敌人。 数小时之后, 凭着当了千年王者的无上威望, 再加上拿出的水晶原石碎片的蛊惑, 以及石渊王凯撒一直以来的杀手锏, 神圣的交配权作为奖励。 石渊王凯撒很轻松地就调动了全族的情绪, 并让最强的一批石渊战士组成了勇士营, 听候他的拆遣。 石渊王凯撒打开了宝库, 将自己千年来珍藏的兵器铠甲分配了出去。 又利用自己不多的人脉, 找到了磐石大陆有名的炼药部族, 用仅存资源换取了一批作战用的临时强化药剂, 以及恢复药剂。 一切齐全之后, 石渊王凯撒不再留念 这一不能再让他有机会晋级的磐石大陆, 带着全族和全族之力开启了一个稳定的时空之门。 新世界的大门已经打开了。 勇士营的诸位, 与我一起杀进新世界。 立功最多的石人都可得到神圣的交配权。 磐石大胜之血, 与我等同在。 好。 震天的吼叫声下, 二十五米高的石渊王凯撒, 头戴紫色王冠, 身穿白色锁甲, 手握一柄特制的三叉戟, 率领着同样穿戴了大小布衣铁甲, 兵器也各不同的同族战士们冲入了时空门中。 门外, 便是那迷失大陆。 石渊王凯撒第一个冲了过去, 正打算施展绝技击杀敌人, 却愕然发现这是一处盆地。 盆地四周是连绵起伏的雪山。 感知下这盆地方圆千里范围, 都没有半点敌人踪影。 不应该啊。 我们那么大的时空反应, 对方竟然没有察觉。 难道上次真是巧合? 放下了三叉戟, 石渊王凯撒看向了跪在一旁迎接自己的事。 石连盲一脸兴奋地道, 吴王, 不久前这片大陆的巨人统治者们 和深渊的堕落者们打起来了。 哦? 石渊王凯撒对深渊并不陌生, 心中知道这禁地势力的难缠。 你亲眼所见。 为求保险他还是追问了一句。 石连盲点头, 他确实见到了深渊堕落者。 就在一天前, 萧宇亲自带着石参玉剿灭了一只潜伏过来, 正好在预选战场附近的深渊堕落者势力。 探测邪恶。 石渊王凯撒双眸发出白光, 看向了十念初咒语。 很快得到了反馈, 石确确实实出现在 有深渊堕落者出没过的地方。 石渊王凯撒按照常理分析, 深渊堕落者们正大光明出现时候, 往往是他们发展得差不多, 开始收割一波的时候。 和这样的势力对抗, 也难怪那巨人势力无暇顾忌他们。 或许这些新统治者们 还以为只会来一两百石渊形抢劫之事吧。 石渊王凯撒一时间只觉得 这片天地之间天命在身。 他就是这片大陆的命运之子。 否则为何深渊危机早不爆发, 晚不爆发? 偏偏等到现在? 环顾四周, 看着永世营的一千弹元战士 都已经从时空之门出来, 并立即扩建四周, 而后稳固起时空传送门稳定性, 以便全族都能源源不断进来。 石渊王凯撒不由觉得自己这一波已然妥了。 哈哈! 他不由兴奋地仰起头, 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这片大陆, 果然是天赐与我族之地。 族人们, 抓紧时间稳固时空门, 让全族都过来。 好! 在萧宇看来, 离那盆地数万米远的空中, 安帝斯神音锐利的双眸, 借助军用高倍望远镜帮助, 观察着石渊异族的动向, 并将这些图像通过蓝牙, 同时链接到了萧宇的电脑上, 而后投影了出来, 供大家参考。 艾诺迪亚巫师看着时空门里不断走出来的妇孺, 低声道, 不如都来了, 看来真的是全族迁移过来。 不难理解, 毕竟名为鸡头不为凤尾嘛, 更何况磐石大陆可不好混, 朝不保夕。 且, 乌图鲁巫师对此倒是理解很深, 那头石渊王凯撒已经老了, 继续待在磐石大陆, 他要不了多久就会陨落。 在我们这片迷失大陆, 至少还有成为陈兴巫师续命的可能。 不要小看成为陈兴巫师的带来的冲动。 当然不敢小看, 若非这些冲动, 现如今的局势也不会发展到这样地步。 萧宇听到这想起了千语帝国大主宰等天骄遭遇。 为了成为陈兴巫师, 他们算是把什么都扔下了, 却还是不够, 还是没能成功。 萧宇看向投影画面, 看着石渊一族来的人已经越来越少, 估摸着差不多了。 他站起身来, 先是让地面装甲部队行动起来, 然后便召唤了神纪号星际战猎剑飞过来, 准备搭乘他出击。 忽然, 投影里的石空门出现异状。 在短暂地出现中断状态之后, 石空门突然间出现剧烈波纹, 而后竟是两个石渊惊慌失措地冲了出来, 并嘴里大叫, 这让四周石渊奇奇变色地叫声。 不等萧宇好奇发问。 石空门没有平息下来的波纹, 哗啦一下炸开。 一只布满黑色鳞片, 差不多有萧宇胳膊一半搓的爪子, 突破了石空门来到了这个世界, 并一把抓住了尖叫着逃跑出来的两位石渊, 并将它们硬生生拖回了石空门中。 整个过程极快, 也就石渊王凯撒或许有时间反应。 只是这王显然极为惧怕那爪子主人, 第一时间反应便是冲过去破坏石空门四周节点, 企图将之关闭。 只是, 刚刚开始缩小地变成圆形了的石空门漩涡里, 一双利爪却是突然伸出, 硬生生扒在了那门缝边, 竟是企图重新把石空门拉开。 同时, 一串响彻云霄, 以至于萧宇这边都能隐约听见的古老语言, 从那爪子主人口中传了出来。 这是龙语。 乌图鲁巫师微微一正, 第一个反应过来开口喊道, 这怪物是一头上古黑明龙, 陈星及生物之中的佼佼者。 上古黑明龙是磐石大陆食物链的最顶层, 便是拥有陈星巫师的统治者一族, 对待他们也颇为客气。 没办法, 上古黑明龙虽然数量稀少, 却每一头都格外强大不说, 更有着深厚背景。 传闻里, 他们与禁地及势力圣龙岛的皇族牵连颇深。 真有屠龙者出现, 一定会遇到来自圣龙岛的报复。 得着禁地及势力的这报复, 是陈星巫师也不愿意接受的。 眼前出现在小人国迷失大陆的上古黑明龙, 自然是因为石渊异族的大规模异动而引来的。 在磐石大陆, 他一直享受着石渊异族 以及其他几个有着上古血脉种族 每周献上来的幼儿供奉。 有着特殊炼化天赋的黑明龙, 可以将这些种族吞噬后, 炼化出他们的上古血脉之力为己用。 最近几百年里, 他最喜欢的就是石渊异族的供奉了。 是以对他们颇有关注, 以免哪天不小心被战争波及人口减少, 那就影响他的可持续进食计划了。 石渊王凯萨知道他的存在, 是以哪怕有了全族迁移过去迷失大陆的决定。 为了避免被这怪物察觉, 他依旧选出了一幼年石渊作为贡品, 送去了上古黑明龙的巢穴。 那上古黑明龙一直有眼线布置在石渊异族驻地, 注意到了石渊异族的异动。 是以得到贡品后, 上古黑明龙没有着急吃掉对方, 反而弄醒这幼年石渊后施展龙与巫术, 直接操控了这幼年石渊的大脑, 让他把知道的全都说了出来。 虽说这幼年石渊知道的东西都很偏面。 上古黑明龙还是明白过来, 这石渊异族这是想要跑啊。 这让上古黑明龙很生气, 他自认对这石渊异族已经仁至异尽。 为了可持续发展, 每周要的贡品都压到了最低要求了。 没想到他都如此钟爱对方了, 对方居然还想逃。 此风绝不可掌。 上古黑明龙暴怒之下, 立即动身前往石渊异族。 石渊异族此时也是生怕有变, 果决地开启时空门。 上古黑明龙来到石渊异族驻地时候, 驻地里只剩下最后一批老弱病残 和维护秩序的一小队石渊战士。 上古黑明龙的神威自然不是他们能够抵挡的, 很快就被其制服。 便是那两个趁乱逃进石空之门的石渊, 也被上古黑明龙顺着石空门路径抓了回来。 关键时刻, 上古黑明龙更是发挥自己 那可以抗衡石空乱流的肉身, 企图重新把石空之门拉开, 好前往那处目的地 教育一番不听话的石渊异族。 不能让这怪物过来。 这片大陆, 有我们磐石大圣的后人已经足够多了。 容不下你, 这头黑明龙。 石渊王凯撒举起本族神器三叉戟, 率先冲向了黑明龙的双爪。 然, 他的三叉戟撞在了龙爪上, 却是如石沉大海。 那幅在三叉戟里, 如同实体的超凡灵光, 还有那股带起阴暴的蛮力, 似乎都是假的一样。 吼吼。 数十弹元战士跟随着石渊王凯撒, 也对着龙爪发起反击。 确实唤来一声龙鹰嘲笑。 你们在跟我捎养吗? 愚蠢。 随即一声冷哼, 一股带着恐怖龙威的黑色龙溪从门缝里喷出, 寝客间将那几十个来不及躲避的石渊战士 化为黑白相间的灰烬。 不要怕, 只是物理攻击无效罢了, 使用巫术攻击他。 石渊王凯撒躲开了龙溪, 后退几步后大声疾呼出声。 他身后, 不知何时已经聚集起数百弹元一组里的施法者, 正将自己的法力都传输给了石渊王凯撒。 下一秒, 在上古黑明龙双爪拉开了时空门, 巨大龙头露出半截出来之时。 石渊王凯撒双手高高举起的三叉戟上, 刺骨的寒冰凝聚在了枪间。 四周地面上受此影响, 赫然覆盖了一层白茫茫的冰霜。 整个盆地有如一瞬之间进入冬季。 好。 石渊王凯撒将三叉戟对准了上古黑明龙的鼻尖, 而后如同投标一样, 把这三叉戟抛投了出去。 哄! 三叉戟顺利地命中了上古黑明龙。 这头怪物赫然压根没为自己的要害不知什么防御护盾。 任凭这三叉戟命中它的鼻尖并立即爆炸开来。 而后整个石空门四周方圆千米范围,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凭空形成的冰山。 这冰山在小人国看来高达两千米就那么突兀出现于这盆地里尤其明显。 散发的寒意便是盆地外的萧宇等人 也明显感觉到气温在下降。 好, 好强的巫朔! 哪怕是在现实世界, 这样的破坏力也非常惊人了吧? 如果放大百倍, 称作奇迹也不是不可能啊。 萧宇目光炯炯有神看着安蒂斯神音传来的现场直播图像, 他心中轻叹一声之后, 看向乌图鲁巫师如此威势的一击, 乌图鲁啊! 你却说十元一族的攻击没有用。 乌图鲁巫师微微欠身, 表情凝重到, 上古黑明龙最主要的天赋技能名为伤害吸收。 所有针对他身体的攻击, 不管是时空乱流, 还是纯粹的力量打击, 又或者巫术之力都可以被他们吸收。 四, 还有这样的天赋能力? 艾诺迪亚巫师听到这微微一震, 忽然有种自己的天赋真垃圾的感觉。 一些自认是天之骄子的巫师, 也脸色微白, 意识到种族之间如海沟一样深的差距。 萧宇也听明白这天赋之后, 思考了起来。 数秒后, 随着远处冰山突然间粉碎, 而后气化出大量遮蔽天空的雾气。 上古黑明龙已然趁着这点时间怕了出来, 立于上万十元一族之中。 上古黑明龙体长接近120米, 爬行的时候, 配上那壮实的身子, 看起来一点也不比现实世界里的成年大型犬要小多少。 十元一族, 迎接来自你们主人的怒火吧。 听着上古黑明龙带着嘲笑味的宣言, 十元王凯撒浑身都在发了。 刚刚那一击, 已然是他结合一族之力释放出的全力一击, 是足以改变地形结构的惊天一击。 却, 依然无效。 这让一只自我感觉良好的十元王凯撒, 三观都在崩塌, 不明白都是陈星级生物, 为何差距会那么大? 乌图鲁, 你确信上古黑明龙的天赋技能是伤害吸收, 而不是伤害无效化吗? 看到上古黑明龙竟然真的通过十元一族来到了自己的地盘上, 萧宇不由微微皱眉起来, 他可不喜欢这种不请自来的恶客, 尤其对方目的还是和自己一样打着十元一族的主意。 萧宇就有一座自家东西被别人窥视的不爽感开始积累。 在十元一族来到这片迷失大陆之后, 他们虽然还不自知, 萧宇却是已经把他们看作了自己的所有物, 岂容他人染指。 乌图鲁巫师肯定地点头回答道, 殿下, 我确信是伤害吸收。 若是无效化, 那上古黑明龙一族早就是圣龙岛的统治者了。 哪还能沦落到诸多大陆里当山大王? 萧宇微微点头, 伸了伸双手, 站起身来。 那么, 我回来神迹之城那么久了, 也是该运动运动了。 萧宇淡定一笑, 为自己换上了无限正义号机甲。 事实上, 真要对付那上古黑明龙是用不上精湛的。 大规模覆盖是远程炮火, 无疑是最优的解决方案。 只是, 那上万十元一族可是还在上古黑明龙四周的。 要是自己这边全力开火, 要达到上古黑明龙的伤害吸收上限, 在这之前会有多少十元一族陪葬? 恐怕会不计其数吧。 特别是十元一族里面珍贵的雌性十元以及小孩们, 他们可是特别脆弱的。 萧宇想了想去, 也只有自己亲自出阵吸引住那头大蜥蜴最为适合了。 危险当然有点, 但是不大。 上古黑明龙的肉身虽然强悍, 却未必是无限正义号机甲对手。 作为超凡大骑士的自己, 已有赤月圣体在身, 论力气, 应该不逊对方。 而且最最关键, 还是萧宇有着太多保命底牌。 八尺镜, 龙龟守护, 八尺勾玉都能起保护作用。 实在不行, 大不了动用新叶宝术好了。 新叶宝术面前, 陈兴巫师都要吃扁, 总不至于不能用来定住一头, 不是陈兴巫师大蜥蜴吧。 盆地里, 随着上古黑明龙的强行挤入, 时空门已然在其突破之时, 崩裂消失。 十元一族, 除非磐石大陆, 还有族人觉醒空间天赋, 并使用这一天赋。 不然, 他们是回不了磐石大陆了。 十元王凯撒, 看着自己一族后路已断, 又看看那一尾甩来, 先飞扑过去十多弹元战士的上古黑明龙。 他脸色微变几下, 大吼了一声, 黑明龙一反。 你不看看四周状况吗? 这儿, 可是迷失大陆。 而我, 是最有希望继承为新一代陈兴巫师的天命之子。 啊? 上古黑明龙抓住了一对十元柚, 听到这话, 微微用力捏碎了他们。 张开爪子摩擦着手中污尽的他看着十元王凯撒, 就好像在看一头傻子缘。 几千年没出过陈兴巫师的种族, 就是可怜而无知啊。 上古黑明龙用龙语继续道, 十元一族的王啊, 看来你们的典籍没告诉你, 成为陈兴巫师一般都不会超过八百岁吗? 年龄越大, 希望就越渺茫。 你太老了, 是得不到这片大陆承认的。 上古黑明龙, 微微摇了摇头, 看着心神恍惚的十元王凯撒。 按到了一声, 时机到了之后, 他张嘴就是一口龙溪喷了过去, 打在了十元王凯撒的身上。 啊! 十元王凯撒身上的古老铠甲救了他一命。 这铠甲在十元王凯撒超凡灵光抵挡不住, 瞬间生出了一道金光, 不断抵消龙溪对十元王凯撒的侵蚀。 也让十元王凯撒得以回神过来, 连忙一个瞬移, 躲开了龙溪覆盖范围。 只是十元王凯撒刚刚瞬移到空中, 便觉得身子一沉, 浑身空气一下消失。 竟是上古黑明龙跟上了十元王凯撒的瞬移, 在他身后出现并一爪子拍在了其身上, 把他好似一枚棒球一样击飞了出去。 哄! 十元王凯撒落地成坑, 靠着身上铠甲倒是没有受到重伤。 只是等他刚刚站起身时候, 十元王凯撒猛然发现自己的铠甲突然碎裂了开来。 这让正打算反击的十元王凯撒一下子失去了勇气, 只能仰起头看着那细耍四周扑去战斗的十元战士一阵咬牙切齿。 弱, 太弱了。 听说你们连巫族都不如, 我本来不信, 现在看来却是果然如此。 上古黑明龙摇了摇头, 斩翅仰头, 发出了一声龙吼。 当即, 震飞了四周的十元战士, 让他得以靠近十元王凯撒, 宁笑着提出建议, 继续当我的奴隶吧, 十元的王。 我会留你一命, 并保证会稍微控制下胃口, 不把你的种族吃绝种的。 看着越来越近逼近自己的黑明龙的硕大龙头。 十元王凯撒陷入纠结之中, 不知道改如何回答。 他的内心深处自然是不愿意的。 他还做着成为诚心巫师的美梦, 要是答应了, 以这头邪龙的手段, 自己哪里还能有机会反抗。 可要是不答应, 死亡威胁就在眼前吧。 我很仁慈, 会给你时间思考。 上古黑明龙上下打量了下十元王凯撒, 眼中闪过一丝细血, 而后又找虚空一卧, 竟是把两个年轻十元吸向自己的右肘。 但是, 我饿了, 先要吃点零食。 说着, 上古黑明龙正要加大吸力。 忽然, 动, 他听到了大地传来的轻微震动声。 地震, 动, 震动声越发清晰。 上古黑明龙不由仰起头, 看向了声音来源方向。 很快, 他看到那片连绵山脉之上, 一个高大无比的黑影在太阳照射下跃了出来。 每一步踩在地面都会引起刚刚那样的震动。 这片迷失大陆的前代陈兴巫师留下的巨神兵。 不对, 里面操作的生命体, 有一百八十米高。 是传承知识里, 不曾提及过的超大型巨人。 体型上第一次成为烈士一方的上古黑明龙, 本能地感觉到了一丝担心。 他习惯性地捏爪, 想要把那对十元小孩抓住然后吃掉。 却是猛地感觉到爪子一空, 赫然是那对小孩消失了。 嗯? 上古黑明龙和十元王凯撒同时看向气息波动最活跃的不远处, 而一对十元小孩不知所措地跌落在了地上。 空间之首, 那巨人也有时空相关天赋。 上古黑明龙微微一震便打算一尾巴带起风墙, 碾碎那对逃生的十元小孩。 以保证自己威严, 却忽然发现大地之中突然出现了一双泥土构成的巨手, 抓住了他的尾巴。 是大地之手? 不过这种体型也太夸张了吧。 十元王凯撒说到这时候, 看到上古黑明龙的前方同样有一大地之手从地面冒出, 并捏紧了那一笔气龙头还大一圈的泥石组成的拳头。 轰的一声, 砸在了上古黑明龙的脸上。 刹那间, 泥石拳头粉碎为了半空之中的暴雨。 上古黑明龙没有受伤, 却在距离之下倾斜了身子, 同时刚刚张嘴准备好的巫术也被中断了。 巨人? 你和十元一族是一伙的? 萧鱼使用自己的天赋技能就下了十元同时, 加快速度也来到了盆地内。 看着四周慌乱之中四散逃离的十元。 他驾驶着机甲高高跃起在高空之后, 对着上古黑明龙飞落过去, 同时大声喝道, 涅龙! 我乃这片大陆的守护者! 为十元一族带来公道与正义的使者! 接受天降正义的审判吧! 萧鱼身穿无限正义号机甲之后, 化身小人国眼里三百米高的超大型巨神兵, 一出现在这战场之中, 立即化为全场焦点。 便是许多逃跑的十元一族残兵败将们, 也情不自禁回头关注这一幕动静。 高空落下的萧鱼, 让上古黑明龙错愕了下, 他那中二宣言更是拎着投名叫伊凡的黑明龙, 怀疑这巨人信奉了某位教义为正义的神灵。 当然, 反击是必须的。 堂堂食物链顶端的巨龙, 岂会被一个三百米高的铁疙瘩给吓住。 算好对方落下轨迹的上古黑明龙, 一口龙吸喷了过去。 刹那间, 世界奇无风之领主硬章启动, 令无限正义号机甲落下速度瞬间变快, 得以和上古黑明龙的龙吸交错而过。 然后, 哼! 萧宇施展的一招强力阴踏舞技, 一脚直接踩在了上古黑明龙的脸上, 巨大的力量落入到这巨龙身上同时, 一声爆炸一样的巨响也同时传出。 那四周空气只是受到鱼波冲击, 便已产生阴暴, 掀起一圈气浪, 吹飞了靠得近的那些石垣。 可见, 萧宇施展武技之后, 借助机甲加持有多厉害。 萧宇占据了先手, 不过脸上却是没有半点轻松神色。 萧宇看到自己的一脚, 上古黑明龙却是头都没有摇晃一下, 他赫然把那股惊人冲击力全部给吸收了。 当然, 也不是完全没有效果。 近距离的萧宇能明显感觉到在吸收自己造成巨量伤害的同时, 他身子明显僵直了起来。 刚刚的龙溪也哑然而止。 加速类的世界奇物。 感觉到被打脸的黑明龙伊凡咆哮了一声玄同时, 他身后的尾巴突然弹起, 砸向了眼前这超大型巨神兵。 萧宇连忙举起了左手, 以手臂上的臂甲部位挡住了这一击。 反阵力却是让萧宇不得不从半空倒飞了一小段距离后, 双足落在地上, 令得四周地面一阵晃动。 这就是黑明龙天赋技能伤害吸收。 连冲击力都吸收干净, 实在是厉害。 就是力量差了点。 萧宇看了看臂甲上的白色硬痕, 松了口气道, 如果赤龙有你这样的体型和超凡之力, 刚刚那一击我绝对站不起来。 上古黑明龙眯起眼, 恶狠狠看向萧宇。 萧宇使用的迷失大陆本土通用语言对于接受过知识传承的成年巨龙毫无压力。 却也正因为听懂了, 他才越发愤怒不爽。 赤龙那等低级龙族, 也配合自己相提并论。 自己可是高贵仅次于圣龙的黑明龙啊。 他微微捏爪, 身上浮现出一道道光芒。 确实把一种又一种增幅巫术, 施法在自己身上。 欲战欲勇, 强效是血术。 瘟疫传染。 败血咒术。 不过一秒, 身上多出来了二十多种增幅状态的上古黑明龙, 主动展翅扑向了萧宇。 萧宇沉声一鹤, 成为超凡大骑士与赤月圣体后, 他第一次火力全开, 进入到了旋之右旋的权力模式。 每一拳都是百分之百的出力。 甚至于在5G加持, 以及这具机甲内部法阵和发动机催动之下, 出力可达百分之一百二三十。 轰隆。 轰隆隆。 上古黑明龙与萧宇的每次接触, 产生的爆炸声都能震动云霄, 让四周观战之人都能感觉到那扑面袭来, 刮得人脸颊生疼的风压。 精灵龙一家此时都飞来观战。 为了不被上古黑明龙发现, 精灵龙母亲这一次可是大出血了一把。 在看到萧宇和上古黑明龙混站在一起后, 精灵龙母亲教育女儿道, 看出来什么了吗? 啊? 精灵龙母亲看了看猛逼的女儿, 叹了口气道, 没有使用那些威力巨大的炼金火炮, 是为了避免误伤十元一族。 上古黑明龙没有使用大型巫术, 反而选择不擅长的近身肉搏, 除了她对自己天赋技能颇为自信外。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便是, 她也同样不希望波及到十元一族。 原来如此。 精灵龙少女猛地点了点头, 她们都在担心着十元一族在为她们着想。 正确的说法, 是她们已经把十元一族看成了自己的所有物吧。 一直不喜说话的精灵龙父亲抖擞了下身子道, 但是上古黑明龙的伤害吸收天赋, 一直是输出为主超凡者的克星。 巨人一直以来无往不利的优势被拉下来了, 胜负难料吧。 精灵龙母亲扑斥一笑, 尾巴轻轻摸了摸精灵龙父亲眉头道, 你获知的讯息已经落伍了。 现在的神之子殿下不仅是赤月圣体, 更已经得到了诸多神奇的武器。 哪怕不用那些波及范围太大的兵器, 我依旧觉得, 上古黑明龙哪怕有着伤害吸收天赋, 一样会吃别的。 精灵龙母亲说到这时候, 竟是和另一边观战的乌吐鲁巫师说出了同样的话语, 因为, 你看, 殿下跟上了她的速度, 盆地之中被硬生生削平了一层层地皮的战场上, 驾驶着无限正义号机甲的肖宇在看似挨打了数十秒, 在臂甲和外壳出现了不少明显裂缝后, 终于适应了上古黑明龙的移动速度, 第一次伸手抓住了这头黑明龙的尾巴, 并一个过肩摔将其砸在了地上之后, 提起右脚运转, 全力踩了下去。 哄! 这一脚踩在了上古黑明龙肚皮上, 令上古黑明龙乱动身子出现了短暂僵直。 趁着这一瞬间, 萧宇从随身空间之中取出世界奇物白银之锤, 把他当作一把坚固武器, 就是一通乱锤。 白银之锤有着特殊之力, 无物不遂。 然而, 这能力需要消耗使用者的法力, 要是法力不足, 更是会强行反噬使用者的身体。 萧宇不敢保证, 上古黑明龙的天赋技能会让自己付出多少, 自然不会动用这世界奇物能力。 然作为武器它也是合格的。 不仅因为萧宇融合了它, 从而可以放大到现实世界的两米半那么长。 世界奇物的坚固特性, 也让它成为了不怕任何敌人手段的武器。 上古黑明龙被砸了几十下, 一直僵直的它不得不起动了身上的巫术奇物, 撑起来一道黑色护盾挡住了萧宇的白银之锤。 这才连忙抽身和萧宇拉开了距离。 摇晃了下脑袋, 上古黑明龙飞了起来, 对着萧宇使用它用过的语言发出咆哮声。 可恶的巨人, 不管你如何努力, 对我而言也是没有用的。 高等天赋与你们之间的差距, 不是低等巨人能拉平的。 不就是伤害吸收吗? 你知道, 那你为何还敢与我为敌? 哈哈。 萧宇仰起头, 看着那正在提升高度的上古黑明龙。 摇了摇头道, 伤害吸收又不是伤害无效化。 既然是吸收, 那肯定有一个上限吧。 而且, 我刚刚和你交手时候也发现了, 仅仅只是短时间的吸收过灾, 也会让你不是吧? 这样的话, 我觉得, 我让你的天赋无效化, 是可以做到的。 上古黑明龙感觉到, 自己被那下方的巨人给鄙视了。 他愤怒了, 他决定不再去管什么十元一族了。 他一定要拆了下方那具神兵, 然后把那巨人拉出来, 一口一口吞掉他的肉身和灵魂。 上古黑明龙伊凡虽然愤怒, 但身为高等龙族, 心中却是依旧保持着一丝亲民的。 他在刚刚那几十秒的交手里, 也已经意识到下面那铁疙瘩的难缠。 在刚刚的近身肉搏战之中, 黑明龙伊凡至少命中了那铁疙瘩五十下, 且次次都成功地用牙齿和利肘破开了对方铠甲。 按场里破甲之后, 接触到对方肌肤那一刻, 黑明龙伊凡增幅的各种邪术力量立即就能传过去, 这场战斗也就赢了。 然而, 这三百米高的铁疙瘩却不按场里出牌, 让黑明龙伊凡的肉搏显得并没有什么卵用。 因为随着几次接触, 黑明龙伊凡很快发现, 这具巨神兵绝对不是包了一层铁皮那么简单。 他分明就是拿着一块块石心钢铁板组装起来起来的金属怪物。 黑明龙伊凡非常无奈地发现, 自己的指甲也好, 牙齿也罢, 哪怕破开了甲, 捅到了底, 依然离这具神兵真正的内部驾驶区有好长一段距离。 这让黑明龙伊凡有些尴尬。 够得着的武器破不开对方的甲。 能破甲的武器偏偏太短了, 够不着对方真正要害。 这真是糟糕透顶的事。 令黑明龙伊凡第一次觉得某些新一代的巨龙提出的违背了高等龙族传统的巨龙专用武装奇物的构思, 也不是不可以考虑考虑。 军部剑现如今因为武器太短, 搞得自己这战具主动的攻击者一下子那么被动, 反倒是让那巨人渐渐适应了战斗节奏, 并爆发出让黑明龙伊凡都不得不承认一声厉害的爆发力, 将自己给抓住, 摔在了地上。 虽说, 靠着天赋技能伤害吸收, 黑明龙伊凡并没有大碍, 却也因此在听到了巨人的豪言壮语之后, 心中掀起一阵惊涛巨浪。 在这瞬间, 他想起了古老传说里流传在族群里的屠龙者的传说。 虽然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很多传说故事里的屠龙者图得多是亚龙, 但是屠龙者却是真实存在过的, 且还和一种名为勇者的特殊血脉息息相关。 黑明龙伊凡就记得自己的父辈赶自己出去之前, 便提醒过自己, 遇到勇者千万别大意, 那是一群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命运, 主宰私生子。 黑明龙伊凡怀疑那巨人就是一位巨人族的勇者, 有着突然暴肿, 然后力道暴涨, 从而化不可能为可能, 真的突破了自己的天赋技能, 伤害吸收的上限。 想到这, 黑明龙伊凡甚至于在脑海里都忍不住浮现出, 那巨人驾驶着巨神兵飞扑过来, 浑身冒出刺目金光如同小太阳一样的震撼一幕。 这场景差点没影响到黑明龙伊凡的施法, 黑明龙伊凡连忙让自己意志集中了起来, 并暗暗决定要和那巨人保持安全距离。 身为一头高等龙族, 一头觉醒了上股血脉的黑明龙。 伊凡决定要用自己最擅长的龙语咒术, 直接轰杀掉那巨人。 哈? 怎么又跋升高度了? 萧羽仰着头, 看着这头黑明龙的古怪动作, 心中怀疑着对方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 而要是知道黑明龙伊凡的想法, 萧羽恐怕会脸色古怪地哼哼几下巴。 她萧羽虽然喜欢看热血王道动画, 却绝对不觉得自己可以如主角那样 在生死之间大吼一声名台词, 然后就各种不科学不合理地增幅, 最后帅气地击败敌人, 让大家都燃起来。 萧羽自从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发现自己再努力也打不赢初中生后。 就已经把自己能暴肿, 这中二念头从脑海深处给划掉了。 暴肿热血啥的还是留给主角好了。 我需要的是尽可能地利用好可用之物, 然后将敌人击败即可。 嗯? 总算停下了吗? 这个高度离我约一百五十五米高吗? 换算到小人国的单位, 那就是名副其实的万米高空了吧。 对一头龙来说, 足够谨慎了。 对我而言, 却也足够远离石垣一族所在了。 黑明龙伊凡盯着巨人, 生怕露下对方一举一动。 他的四周展开了一个巨大的灰色领域。 领域内, 数百头灰色气体所化的九头龙 正不断对着肖宇所在嘶吼。 金灵龙一家看到这, 不由有些担心。 金灵龙母亲犹豫了下, 还是决定向肖宇发出提醒。 这是黑明龙一族的陈星及巫术之中, 唯有觉醒了上古血脉的黑明龙 才能释放的高级龙语咒术。 待到他完成咒术, 结合了其领域力量的那些九头龙虚影, 就会半实体化成为实体投影冲下来, 摧毁四周一切他们所见之物。 这领域范围覆盖了整个盆地上空吗? 肖宇听到了金灵龙母亲的传讯, 微微一正厚道, 难怪他一开始不用, 是担心十元一族吧? 现在却使用了, 这是被我给刺激了。 肖宇耸了耸肩, 对此表示, 这锅自己背就背了。 因为? 评书出, 身为神之子, 有着整个现实世界做后盾的自己。 怕过谁? 殿下, 炮击准备已经完成。 殿下, 锁定目标已经完成。 随着耳朵里来自艾诺迪亚巫师和设置的巫术奇物传来了消息。 肖宇彻底放松了下来, 从随身空间里取出了处在充能完毕模式下的电磁步枪。 而后, 随着背部十多枚乌图鲁巫师和炼金术士们联合改造的魔改版闪光弹在巫师之手作用下脱落引爆。 刷! 刹那间, 比太阳还要耀眼的刺目之光瞬间出现, 并包裹了以萧宇所在为中心几乎三分之一的盆地范围, 不仅隔绝了这范围里的视线, 也让超凡感知和各种巫术在这范围里受到莫大限制。 这样的突变也令一下子看不到萧宇的黑明龙伊凡紧张起来, 连忙为自己布置出了一道防御护盾。 对于有着伤害吸收天赋技能的黑明龙伊凡来说, 这样的做法在他成年之后还是第一次。 碰! 闪耀的光团之中, 一枚电磁炮弹撕裂空气呼啸而出。 速度之快, 令黑明龙伊凡意识到之时, 赫然穿透了护盾, 命中了其腹部。 哄! 巨响之下, 一朵鹰暴云瞬间成形。 四周观战的巫师和精灵龙们看到了无数光芒破碎的景象。 一些巫师眼皮直跳, 暗暗为那些破碎的巫术奇物而可惜。 看那光芒色泽, 被那头巨龙启动保命的巫术奇物品质都是很不错的。 但是拿来承受殿下连诚心巫师都能击破的一击, 恐怕拿回来也只能回炉重造了吧。 黑明龙伊凡整个身子弯曲成了弓形, 双爪握在腹部死死抓着那已经扭曲为麻花状的铁球。 黑明龙伊凡的身子此时出现了严重的僵直, 但是他的嘴角却是扯出一丝微笑。 还好, 始终还是我的天赋技能更胜一筹。 刚刚那危险一击, 经过我的防御护盾和启动的大量巫术奇物削弱之后, 并没超过我的吸收上限。 巨人, 受死吧! 不清楚, 巨人是怎么出招的, 黑明龙伊凡本能觉得施展刚刚那穿透力逆天一击的巨人, 此时肯定无比虚弱。 事宜, 哪怕他现在也处在防御巫术和相关巫术奇物几乎都在冷却的状况, 却也第一时间继续催动那咒术, 打算将之完成。 然, 下一瞬间, 黑明龙伊凡忽然发现在自己头顶上空四面八方的天空之中都笼罩在了各色炮弹形成的暴雨之中。 这些炮弹, 每一枚都和那巨人一样特别的大, 速度更是奇快无比。 以至于黑明龙伊凡立即意识到, 在这片空域里, 自己竟是上天入帝都, 逃不掉了。 如此密集的炮弹火箭弹不下千枚之多, 萧宇自然没可能拿出来那么多的现代火炮。 但是, 萧宇有着从军方采购来的鼎鼎大名的107火箭弹。 这种价廉物美的杀器如果有需要, 可是连炮架炮筒都不需要, 直接点火就能射出去覆盖范围内目标的本事。 这可是萧宇预设好的战场, 是以萧宇早就提前准备好了几千发这样的火箭弹, 并调试好了方向和目标空域。 这本来是准备给十元一族的礼物, 让他们一辈子都印象深刻的见面里。 是萧宇拿来以礼服人的正义的工具, 却不想此时, 却是拿来给跑到高空的黑明龙给先试用了。 上千枚107火箭弹从不同方向一起飞上天的壮观景象, 就是现实世界之人看到也不免感觉到震撼。 这小人国里四周观战之人, 自是无不受到强力的视觉冲击的心神恍惚起来。 更不必说正在火箭弹覆盖范围内, 无处可去的那头上古黑明龙伊凡了。 面对此情此景, 他此时的内心是崩溃的。 他只是想要把十元一族抓回去, 继续圈养起来荡口粮。 就这样一淳朴的需求而已, 怎么就遇到这样倒霉的事情了呢? 都是那横插一脚的巨人的错。 尤其是随着下方闪光消失减弱, 上古黑明龙伊凡看到那发出惊天一击的巨人赫然毫发无损地正端着一件奇怪长兵器瞄准自己。 他不由的眼里闪过了一丝畏惧。 但比起四面八方而来的飞弹, 他最终还得决定向下方冲击那巨人。 在他看来, 一切不利局面都是这个巨人带来的。 无论如何, 也要把对方留下。 上古黑明龙刚刚动起来, 空间之手已然在他身后冒出, 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 阻止了他的下落。 同时, 萧宇再次举起电磁步枪, 射出了一发没有完全充能的电磁炮的炮弹。 这炮弹威力自然比刚刚那一击逊色许多, 然而依旧足够命中那上古黑明龙的身子后, 让他停滞在半空, 从而难以摆脱那拉扯住他身子的空间之手。 下一瞬间, 不等上古黑明龙从不良状态之中恢复过来。 哄哄哄。 数十枚107火箭弹逼近了其四周空域, 而后在远处巫师们的操控下爆炸了开来。 数十夺火团形成, 包裹住了上古黑明龙的身躯。 制造出的狂暴裂风呼啸而过, 将下方诸多十元都压迫得不得不跪倒在了地上。 这却不是结束。 第一波飞弹刚刚爆炸, 第二波, 第三波的飞弹已燃入其中产生连锁反应, 出现了更多的爆炸火团。 火团们重重叠叠在一起, 形成的内部高温高压环境, 令观战的金灵龙一家奇奇表情严肃。 金灵龙父亲有些迟疑, 上古黑明龙的伤害吸收天赋, 应该还能撑得住吧? 那头黑明龙的气息强度没有减弱。 金灵龙母亲身上悬浮着一颗毒眼法香, 让她得以看到更多细节。 但是她的气息却混乱了, 她开始害怕了。 而且, 我们都知道, 殿下的手段不只是这些。 不断产生在近距离的爆炸, 让黑明龙一凡感觉到自己的身躯好似不再属于自己。 虽然她的天赋技能伤害吸收正在全力运转, 配合着身上每一片龙鳞上的抵抗巫术保证着安全。 这样的被动局面, 无疑让黑明龙一凡很是担心。 那巨人的豪言壮语该不会, 真的能够实现吗? 自己的伤害吸收天赋当真会被打制, 上线。 萧宇看到上古黑明龙被火箭弹包围后, 意念放在了身后。 很快, 大白的操控下嘶吼着, 好似一匹钢铁猎马一般随着蹦蹦跳跳地飞跃到了这片盆地之中。 许多食员看到这头六个轮子的钢铁巨兽以惊人速度扑面来, 都本能地四散躲避。 而后用慌乱的眼神看着这钢铁巨兽一路烟沉地来到那巨人身边后, 才发出巨响停下。 碰! 大白和大黄小白纷纷下车。 而后, 大黄与小白这一猫一狗熟练地爬上车顶, 操控起车顶上的一柄高射机枪, 对着上古黑明龙的位置后便哒哒哒射出一条火蛇。 大白也从车厢端出来了一柄火神加特灵出来, 熟悉地为自己披上一圈弹药腰带后, 双手握着这庞然大雾端起枪口也喷出火焰。 小宇来到车尾箱, 打开后用巫师之手直接操控着车厢里的零部件拼接了起来。 少许, 小宇便完工了手中利器, 一柄来自印度方面提供的特别版双管火神炮。 这武器哪怕减化了许多结构, 依然重达1.5吨。 这件武器的双炮管各自长达3米半, 炮管口径高达37毫米。 弓弹式分别挂在背包两边, 比家庭用大煤气罐都大一圈的方形弹壳。 如此厚重弹壳提供的炮弹多达130发, 每一发都足以动穿普通的装甲战车或者击中3000米高度目标。 按照当初的技术图纸来说, 这根本不是设置来给单兵用的。 毕竟想要命中高速目标人手操作, 显然是不靠谱的, 需要数据化电脑化的支持。 研究员们希望他可以布置在固定防御设施或者舰船上 和预警系统一起协同作战。 直到超凡者出现之后, 一切才有了变化。 随着萧宇所画秦明阴阳师提出了超凡军队、 超凡武装的构想。 英都一部分研究员意识到将这款武器 简化为可背负式的背包化之后, 或许能被超凡者使用。 至于瞄准和预警系统, 超凡者不是有着感知可以代替吗? 而拥有了这一武器的超凡者, 相当于成为了一个重火力平台, 足以短时间火力大增, 破坏力成倍增加吧。 萧宇尝试过亡灵巨人批挂这款背包武装, 结果已失败告终。 却不代表萧宇就没有了。 亡灵巨人只是因为等级太低, 实力不足才不能背负这武器系统带来的负担。 换成萧宇却是不一样了。 操控这件武器让他大发光彩。 背负好火神炮背包之后, 萧宇双手轻轻一握, 轻松举起了炮管。 旁人眼前又粗又长的炮管。 萧宇驾驶着无限正义号机甲之后, 感觉和寻常猎枪没有多少区别。 双炮管对准了上古黑明龙之后, 萧宇却是没着急开火。 他等待着, 等待着上古黑明龙察觉到了不妙, 在炮火之中使用出了底牌, 撑开了一团黑色保护罩, 并想要降低高度躲开107火箭弹的爆炸区域时候。 萧宇才猛地一跃, 举着火神炮系统的双炮管, 冲到了从高空拼命飞下来的上古黑明龙面前。 而后这头黑明龙一凡撕声裂肺地怒吼声下。 萧宇先是空间之手, 全力一击轰在保护罩上, 令得其保护罩一阵抖动。 随即, 在半空的萧宇端起双炮管, 对准那正对面的上古黑明龙扣动了扳机。 砰砰砰。 仿佛坦克主炮开火的声音从炮管上发出, 一枚枚炮弹喷涌出, 打在了保护罩上。 闲时裂缝, 旋即不堪重负的保护罩破碎开来。 于是, 四周之人愕然看到天空之中。 那巨人端着两根神奇炮管, 喷出火舌, 发出火弹。 而后这火弹不断出现命中那上古黑明龙, 将这头怪物又给硬生生地顶回去了高空之中的爆炸区域。 至于巨人自己, 也在不断开火之中, 靠着这反作用力跌落在了地上, 并随着开火不断陷入泥土之中。 带到子弹打空, 发烫的炮管冒出一阵阵白烟。 高空之中的上古黑明龙, 也终于在又一波火箭弹的爆炸之中, 第一次天赋技能失效, 龙鳞在高温下冒出了白气。 啊, 疼, 很疼, 非常疼。 上古黑明龙伊凡自从觉醒了上古黑明龙血脉, 拥有伤害吸收天赋技能之后, 还是第一次感觉到疼痛的滋味。 这令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痛苦不堪的叫声。 而后, 再也顾不得什么面子了。 哪怕被童族知道他的窘迫, 他也不得不施展出最后底牌。 高空之中被爆炸炸开了一片片伤口和血痕的黑明龙伊凡, 意念一动, 一股澎湃神圣的力量从他身上冒出, 顿入虚空之中。 这让精灵龙母亲诧异地飞了起来, 几番确认后才连忙提醒萧宇, 这是高等龙族的守护巫术之一同盟援助。 他在召唤圣龙岛上的盟友投影来帮忙。 啊? 意思是说, 这头黑明龙再叫帮手了? 会有其他巨龙过来吗? 萧宇微微一震, 感觉到四周赶来的自己一方大军, 他镇定问道。 除非是圣龙一族, 不然他还没那么大影响力, 让其他巨龙甘心成为他的盟友。 说话间, 上古黑明龙身上发出的那股力量得到了回应。 很快, 空间出现了波纹, 而后一大群魔兽神兽出现在了天上, 地下。 这些魔兽, 神兽地面上以巨狼和猎豹为主。 天空之中则是大群一盏在小人国看来超过十米的大型龙鹰。 地上的还好, 只是被一爆炸巨响搞得有些迷糊。 天上的却倒霉了, 尤其是离得上古黑明龙境的那些龙鹰们。 他们刚刚降临, 正要询问黑明龙一凡敌人在哪里时候。 许多龙鹰就被火箭弹直接撞中, 发出凄惨叫声。 而后接下来一爆炸的烈焰和冲击波, 把他们打得七零八散, 令得那些在圣龙岛上的本体们一脸猛逼。 那头召唤了他们投影的黑明龙, 这是招惹了什么怪物? 深渊领主还是亡灵大军, 既然让他们的投影刚刚过去, 就立即回来。 空中勉强支撑的黑明龙一凡倒也对此有所心理准备。 随着巫术继续释放, 总能有龙鹰没被波及, 降低到了安全高度。 地面上巨狼和猎豹等体型的神兽投影也越来越多。 甚至已然有巨狼得知了巨人就是敌人后, 主动发起了攻击。 此时, 在又一轮火箭弹洗地不对, 洗黑明龙锁在空域之后, 萧宇终于停止了炮火覆盖。 而后萧宇就看到浑身冒烟, 血肉模糊, 惨不忍睹的上古黑明龙一凡闷哼一声后, 静止从高空坠落了下来。 哼一声砸出一个新鲜出炉的大坑, 而后一群巨狼连忙奔了过去, 身上冒出白光, 似乎在治愈这头上古黑明龙身上创伤。 萧宇耸了耸肩, 居高临下看着上古黑明龙的惨状, 叹气道, 你看, 我没说错吧? 既然是伤害吸收, 而不是伤害无效化, 那就有着那么一个上限在里面。 我果然把你天赋技能给破解了。 你, 黑明龙一凡气急攻心, 差点没一口龙血喷出口来。 还好他憋住了这口龙血, 稍稍让自己身子舒服了一些厚厚道。 巨人, 别以为我没看出来。 你刚刚使用的那些炼金造物, 用了那么多, 已经用完了吧? 没错, 你确实重创了我的身体, 但是, 高等龙族的手段, 岂是你这蛮族能理解的? 我的盟友会越来越多, 他们将以人海战术撕碎你。 人海战术? 萧宇古怪地看了看那上古黑明龙四周出现得越来越少, 频率也越来越慢, 估计快到极限的盟友援助之术换来的大军。 轻笑了一声, 实不相瞒。 其实, 我最擅长的, 就是以多打扫。 萧宇一脸认真严肃地说出了这话之时, 石原一族的石原王凯撒, 微微一正,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他四周寻找石, 忽然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石居然不见了踪影。 想到这处盆地位置, 就是石开启的。 石原王凯撒忽然意识到, 自己恐怕是被石这头叛逆给出卖了。 如此一说, 刚刚在空中爆炸的那些炼金飞弹, 岂不是为自己准备的? 想到连上古黑明龙都被打得那么凄惨。 石原王凯撒, 不由冷汗不停留下。 还好是黑明龙一凡这怪物当了替死鬼, 不然自己还有命留下。 等等, 如此说来, 这四周恐怕都已经布置好了那巨人的手下了吧? 那数万之多的, 需要我动员一族之力, 才能抗衡的超凡人族军团。 想到这, 石原王凯撒看到东方山脉里, 阳光下一队对身穿荧光闪烁全身铠甲的人族士兵正列阵而来。 人数之多, 比起上次还要多出一倍有余, 怕不是超过五万之数。 这让石原王凯撒有些蛋疼。 他要是上次发现敌人有那么多超凡者军队, 肯定会冷静下来, 选择其他方式来慢慢入侵这片大陆。 而后, 南方, 大片山林内, 一阵喧闹声下, 黑压压的一大群披着黑斗篷, 或者干脆赤着上身的野蛮人们手握各种武器, 乱哄哄的, 好似潮水一样用了过来。 这些野蛮人们不出意外, 也是人人超凡, 他们气势如虹, 看似阵形杂乱, 气势却又集中在了几十个领头的野蛮人勇士身上。 这些野蛮人勇士手中握着各种一看就是品质不凡的武器, 在五六万之多的超凡野蛮人拥护下, 明居而成的那股血气意志, 便是全盛期的上古黑明龙一凡, 也会不得不谨慎对待。 先是数万计算的人族超凡军团, 然后是数万的超凡野蛮人。 黑明龙一凡感觉到了四周盟友投影们的不安, 他也同样不安并迷惑地低语道, 这片迷失大陆凭什么养活他们? 这绝对不合逻辑。 这可是十万以上的超凡者啊! 哪来那么多超凡食物? 莫非他们能靠着吃土来维持战略? 上古黑明龙的不解与惊惧, 无法阻止消雨的大军继续破进盆地。 南方, 机械的轰鸣声咔咔咔响起, 体型比起无限正义后, 都要雄为许多的龙氏主战坦克一马当先, 跃落到了盆地之中发出沉闷巨响。 而后, 数百个全副武装手持防爆盾和大口径步枪的亡灵巨人, 排成散兵线, 在几十辆各色战车掩护下组成了新的战阵。 粗大的炮管, 钢铁的车身比城堡还要大一圈的车轮。 这方向的超凡灵光虽然极其微弱。 然而, 吃了那么多亏的上古黑明龙哪里还敢侵蚀这些炼金造物组成的大军? 三个方向都有了敌人。 最后的北方莫非有着强敌? 黑明龙伊凡和石元王凯撒心有灵犀, 几乎同时看向北方。 北方的地平线上除了消雨之巨人外, 似乎并无敌宗。 这让这两位心情都有些复杂地松了口气。 正当他们觉得或者这是自己的一条生路时候, 他们猛然看到, 北方巨人的头顶上空, 一艘超大型浮空战舰赫然飞来。 战舰两旁, 更有成百架站着大量巫师的奇怪的飞行物布满空域。 更高处天空, 更有一头展翅三百米开外的雷霆猛禽发出一道闪电, 在地面上划出了一道深深划痕。 消雨呵呵一笑, 在背后的星际战猎剑和大量无人机撑腰下。 走到这划痕处后, 对着上古黑明龙举起了白银之锤道, 无知身后便是界限。 界限之后, 不存一界之爹。 陷入包围的上古黑明龙伊凡深深地看了眼巨人。 再环顾了一下, 四周围住了自己的迷失大陆敌军。 他的嘴角忍不住抽动了下, 小声地嘟噜了一声, 这他马的分明就是在作弊啊。 什么时候起, 一片迷失大陆也能那么强啊? 黑明龙伊凡仰头望天, 看着天空之中那让自己望而生畏的 至少七百五十米长的钢铁浮空战舰。 伊凡不由四十五度斜对着天空, 龙眼闪烁起一抹不甘心的泪光。 吼吼。 相比上古黑明龙此时心虚表现, 那些受到巫术盟友援助而来的龙鹰 和上千头巨狼羽猎豹, 却显得要冷静得多。 当然了, 这也和他们都是一大陆的投影有关。 便是死了, 那就消失罢了, 不会影响到一大陆生活着的本体。 事宜哪怕面前已被十倍之敌包围, 他们依旧狂热地发泄起心中战意起来。 远处, 观战的金灵龙一家子里, 金灵龙母亲为上古黑明龙伊凡的遭遇 表示了同情, 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感同身受。 这头上古黑明龙伊凡, 如果不是遇到了殿下的话, 是不会那么被动的吧。 金灵龙母亲轻叹了一声道, 看看她召唤出来的那些盟友。 那些巨狼名为森林巨狼, 是受到了森林女神和木精灵之神共同祝福的种族。 有着种种天赋异能, 每一头成年体都不会逊色于一般的超凡骑士。 那几头狼王更是达到了超凡大骑士的水准, 加上体型优势, 就是遇到尾三级超凡骑士, 也不算不能拖一拖。 再看那些猎豹, 他们是来自圣龙岛最喜欢不种天下的赤龙一族某亚种的远青, 有着一丝赤龙血脉在身的他们, 是高等龙族们最喜欢驱使的仆虫种族之一。 他们的实力和森林巨狼不分上下, 且你看那里面的一部分体型特别巨大, 还有了龙角的猎豹, 便是觉醒了赤龙血脉的龙豹。 这种龙豹的战力, 一般不会低于尾三级超凡骑士的水准, 且擅长合击之术, 就是更高一级的敌人遇到了, 也会较苦。 最后是那些龙鹰, 他们可是高等龙族的宝贝, 身份远高于一般的仆虫, 属于龙族的士族一级。 龙鹰擅长巫术, 虽然大多只有一级正式巫师的水准, 可是几百龙鹰联合起来, 往往能够释放出高出自身一两个境界的超大型巫术, 算得上是高等龙族手中的火力担当。 这上古黑明龙伊凡, 要是遇到其他敌人, 一旦把他们召唤出来, 攻守之势便能立即逆转。 精灵龙母亲说到这里时候, 那精灵龙少女眨了眨眼, 扑斥一下笑声来道, 可惜遇到了殿下对吧? 殿下的军队比起那上古黑明龙伊凡的盟友援助术召唤来的盟军还要多得多。 人海战术, 依旧是殿下占据绝对优势啊。 是啊, 再没有动用到殿下本足人力的情况下, 能做到这样的程度, 也就殿下可以做到了吧。 不过这也是正常的, 意料之中的, 毕竟我们的殿下从修建起神迹之城起, 可不就是一直在做这些吗? 战场之中, 精灵龙一家谈话还未结束, 战争依然再度爆发。 一千五百多头巨狼, 一千头猎豹, 再加上幸存下来的三百多头龙鹰。 这两千八百上古黑明龙伊凡最后的兵力, 在嘶吼了一番之后, 忍不住主动出击, 如飞蛾一样扑向萧羽一方熊熊大火之中。 开火! 进攻! 为了神之子! 乌辣! 战争爆发, 四面八方的大军纷纷挥舞武器, 加快脚步并发出了呼喊声。 龙鹰们冲向了天空之中的浮空战舰。 还未冲出百米, 就被浮空战舰上的速射炮洗了一遍。 而后那些站在无人机上的巫师们, 使用巫术控制着无人机下方挂着的武器载具, 对准了目标区域, 喷出了火蛇, 射出了一枚枚体长不亚于那些龙鹰本身的高温穿甲弹。 更有熟练的巫师得以驾驶玩具直升飞机, 飞抵到了龙鹰的上空数百米处, 对着下方喷出了有着剧烈腐蚀性的熔液。 地面上, 奔跑的巨狼和龙式主战坦克撞在了一起。 就好似一头头刚刚出生的小猫, 硬要和龙式主战坦克的履带比头铁一样, 连阻挡住龙式主战坦克, 令它稍稍停滞一下都做不到, 就被这辆坦克给直接压了过去, 化作了履带离开之后泥土混合物的一部分。 有狼王飞起百米, 撞在了龙式主战坦克的前方装甲上, 发出筐的一声巨响之后, 厚厚的装甲被撞破了漆。 那狼王却是被反作用力反弹回了地上, 而后被撵了过去, 粉身碎骨。 猎豹们分成了两个部分对抗超凡野蛮人和神卫军。 结果也是一触即溃。 他们个体实力不差, 偏偏数量上太过劣势。 神卫军的方阵如墙而行, 猎豹们冲过去等同撞在了一片钢铁城墙上, 自然是只能投破血流。 而野蛮人那边更是简单。 在双方一起奔跑, 眼看着还差百米就要撞在一起的时候, 一声巴扎黑响起。 超凡野蛮人们熟练地掏出飞斧便扔了出去。 于是, 眼看就要来一场肉对肉厮杀的猎豹们先被几千把带着超凡灵光加持 与野蛮人集体血气抑制祝福的飞斧的偷袭, 瞬间倒下了大半。 幸存的几头也是各个重伤, 被领头的超凡野蛮人们呼喊着口号轻松斩杀。 超凡女野蛮人沙哑使用寒冰长矛捅进去了一头猎豹的后方要害, 在那猎豹不甘地发出了一声惨叫后, 她整个身子冻结为了冰块。 拔出了寒冰长矛后, 沙哑轻轻喘了喘气, 转头看向四周。 发现竟然是他们一方最后结束战斗, 不由有些生气。 在看向已经被他们包围起来的上古黑明龙伊凡。 沙哑重新燃烧起来战役, 举起寒冰长矛带着超凡野蛮人们就想要上前。 却见他看到最后一头召唤物也倒在了敌人戾气下的上古黑明龙伊凡, 忽然间嘀吼了一声。 竟是猛地浑身燃烧起熊熊黑色火焰起来。 而后他猛地一飞而起, 躲开了诸多巫术以及神卫军抛投出去的超凡灵光骑枪。 赫然瞬间飞抵到了千米之外, 徒留下一声不甘龙鸣。 巨人啊, 这次的仇我黑明龙伊凡记住了。 不得不说能把我逼迫到这样的程度。 你还是第一个。 但, 等着吧, 很快我就会来报仇雪恨了。 上古黑明龙伊凡在空中的速度越来越快, 眼看着就要消失在众人视线之外。 萧宇却是淡定的一跃而起, 踩在了神技号星际战烈剑之后, 白银之锤指向了前方后大声喝道, 神技号星际战烈剑听令。 发动机全功率运转。 结构稳固法阵处, 注意加力输出。 迎接蓄能系统的爆发加速度, 神技号星际战烈剑尾部喷出了天蓝色的火焰。 巨大的力量推动着这艘庞然大雾在空中开始加速。 很快, 神技号星际战烈剑就达到了现实世界6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 追向了那正在逃跑的黑明龙伊凡。 现实世界里, 音速也不过每小时1240公里每小时。 600公里每小时已经接近音速一半, 更远远超过了许多专业赛车的时速。 黑明龙伊凡在最后关头被逼无奈使用了龙族的禁术, 燃烧起了体内的龙血来换取一时的惊人速度。 此时的黑明龙伊凡已经没有考虑怎么击败巨人来赢回自己的尊严了。 他只想着赶紧走, 远离这片伤心之地, 远离那个巨人, 然后在想办法定位磐石大陆后, 回去找自己的亲朋好友来给自己报仇。 只是, 黑明龙伊凡很快发现不对劲, 他的身后不知何时竟然出现了一艘钢铁浮空战舰。 且最恐怖的是那一艘钢铁浮空战舰的身上, 坐着那让他一看就会心惊胆战的三百米高的钢铁巨神兵。 不可能, 这种体型笨重的战舰, 怎么可能跟得上我的速度? 黑明龙伊凡看到着幕后内心受到了莫大的冲击。 他目前的速度放在磐石大陆上都已经是数一数二了, 也就成心巫师借助天地之力作弊开外挂能够吻赢得了他。 却不想, 在这片迷失大陆上他看着越来越清晰变大的钢铁浮空战舰。 心中矩阵, 不只是跟上我的速度, 怕, 分明比我还要快上了一筹。 怎么办? 黑明龙伊凡大脑空白了下之后, 咬了咬牙, 决定使用长辈给予的保命龙鳞来强行脱险。 他的颈部早就被轰炸破烂的鳞片里, 藏着一枚毫无光泽, 却又没有半点损伤的鳞片。 这鳞片受到黑明龙伊凡的催动, 啪一声脱离了他颈部。 而后修一下, 竟是在天空逐渐浮现出一具体长超过两百米的巨型黑明龙虚影出来。 这是陈星级的法相, 必定是那黑明龙伊凡使用了某位陈星巫师或者某位龙神给予他的宝物临时召唤来的。 怎么办? 一旦法相成形, 我们也只能退避为妙吧。 萧宇身边, 艾诺迪亚巫师看到了那黑明龙伊凡上空虚影, 连忙提醒, 不能破坏吗? 萧宇问道, 除非马上给予黑明龙伊凡重创, 不然怎么阻止对方施法? 艾诺迪亚巫师微微一正连忙回答道, 但是我们的速度已经达到极限了。 再快, 战舰上的很多巫术模型也会崩溃的。 萧宇微微皱眉, 不愿意就这样放走这头价值极大黑蜥蜴的他做出了决定。 浮空石板不会崩溃, 战舰再糟糕也不会跌下去。 这次机会不能浪费了。 舰长, 保持方向对准那头上古黑明龙。 蓄能系统最大功率反转。 给我, 撞飞它。 大吼着下令的萧宇, 却是先一步从神技耗星际战裂剑上跃了下来。 神技耗星际战裂剑的动力系统里, 那由乌图鲁巫师精心打造的蓄能元轮猛地顿了下, 而后在巫术导引下, 开始反方向快速旋转起来, 把平时蓄能起来的能量一股脑的都给输出了出去。 于是, 神技耗星际战裂剑的尾焰瞬间暴涨了十倍, 喷出的烈火覆盖的空域差点超过了神技耗星际战裂剑本身。 刹那间, 神技耗星际战裂剑的速度随之暴涨了一倍, 达到了1200公里每小时。 这一速度已经接近现实世界的因素了。 放在小人国, 更是一个只有陈星级巫师们在特定条件才能达到的急速。 黑名龙伊凡双某猛地瞪大, 看着突然变快的神技耗星际战裂剑微微张嘴, 却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他头顶上空的法箱虚影正在凝聚, 眼看着就要成形了。 然而, 下一瞬间, 吉时下的神技号星际战裂剑已经带着残影和刺目的火光, 冬的一下撞在了黑名龙伊凡的身上。 双方的碰撞犹如鸡蛋撞石头。 瞬间, 黑名龙伊凡的身子就好似一颗被汽车撞飞的小狮子一样, 羞一下飞落了出去, 轰隆一声砸出一片小型盆地出来。 这小盆地四周正好有着地下河。 于是, 大量冷水不断渗透了过来, 等到黑名龙伊凡爬出去, 要不了多久, 这儿或许就会成为一个新鲜出炉的小湖泊。 呼, 呼, 黑名龙伊凡躺在地上, 只觉得浑身都仿佛不再属于自己。 骨头也好, 翅膀也好, 还有眼睛嘴巴也好, 似乎都烂了, 坏掉了。 黑名龙伊凡只能勉强使用感知术, 探知上空状况。 然后黑名龙伊凡看到, 自己使用鳞片召唤出来的法箱已经因为自己被撞飞了出去, 而重新归于虚空。 而那撞了自己的钢铁浮空战舰依然悬停在半空, 只是尾部可能因为用力过猛冒出了一股股黑烟。 完了, 注意到毫发无损的三百米高的钢铁巨神兵踩在浮空飞盘上摇摇晃晃地飞来。 已经连抬起手指都做不到的黑名龙伊凡, 心中苦笑了一声, 任命地在内心深处叹了口气。 碰! 萧宇双脚落地, 看着黑名龙伊凡的残破身躯, 伸出右手, 顿时火焰之手与寒冰之手同时出现, 扑到了黑名龙伊凡身上, 立即撕裂出黑名龙伊凡身上大片血肉。 没有了伤害吸收天赋的上古黑名龙, 失去龙龄后肌肉防御力居然那么差, 连一些同级别的亚龙都不如。 这就是有得必有失吧。 萧宇嘟啰了一声, 倒是确定了这头黑名龙伊凡已经没有了抵抗之力。 于是, 萧宇让神纪号星际战猎剑暂且悬停在原地, 进行紧急修理。 自己则是伸出左手, 提起了这头, 在萧宇看来也就一米二三的黑色蜥蜴, 快步跑了回去。 此时, 石元一族锁在盆地里。 随着黑名龙伊凡逃走, 石元王重新振作起来聚拢了族人, 一起抱团取暖。 至于离开这片鬼地方, 石元一族当然想。 可是, 看看四周虎视眈眈的神卫军, 口水都要滴落下来的超凡野蛮人。 还有那些停在地上, 只是看着都能让石元们头皮发麻的钢铁巨兽。 石元们就没有了主动离开的勇气。 便是石元王, 在认清了敌我差距之后, 也放弃了拼死一战的想法, 既希望于对方费了那么大力气, 来伏击自己一族, 应该另有所求。 石元一族瑟瑟发抖地聚集在了一起。 石元王凯撒把雌性们安排在了最内圈, 小孩却是放在了外面。 在石元王凯撒心中, 这些小孩就是他们一族能提供的最有价值的贡品。 他心中默默希望那位巨人胃口不要太大了, 希望他可以和那头黑明龙一帆一样, 知道什么叫可持续发展。 煎熬的数分钟在石元王凯撒默默技术下, 总算过去了。 随着远方的巨像越来越响亮, 石元们表情复杂地目视着震动方向, 看到了提着上股黑明龙尾巴将它拖行在地上后, 大不留心而来的钢铁巨神兵。 天哪, 磐石大陆顶级烈士者之一的上股黑明龙一帆大人, 竟然也没能逃躲掉。 这巨人究竟什么来头? 陈心巫师的长子? 不,不对, 一般的陈心巫师可能也凑不起这巨人的超凡势力。 莫非? 这巨人乃辉月及主神的神之长子。 石元王凯撒看到了上股黑明龙的凄惨模样, 心神巨震, 不知所措间脑子一阵乱捕。 只是, 我怎么会那么倒霉? 我怎么就遇到了这样的怪物了呢? 石元王凯撒颤抖了下身子, 环顾四周, 发现他们一族虽然还有上万族人幸存, 其中有一战之力的不下七八千。 然而这些族人似乎都被刚刚的那一番惊天动地的大战给吓破了胆子, 看到巨人走近后, 竟然都不等他这石元王的命令, 就擅自低下头腑身跪倒在了地上。 这些没用的家伙, 不知道此时示弱只会被别人得寸进尸吗? 石元王吐槽完自己的族人之后, 抢先一步越了到了圈之外, 看着一步一步走来的钢铁巨人。 石元王凯撒鼓起了勇气, 仰起头大吼道, 感谢你的帮助, 伟大的巨人。 石元一族都震撼于你的伟丽, 我们愿意奉你为主, 为你效忠。 萧宇停下了脚步, 这石元王凯撒的嗓门还是挺大的, 毕竟是陈兴级部落的王, 哪怕弱了一些, 也要比黑龙王什么的强一些, 声音响彻整个盆地四周, 还是可以做到的。 不过, 这头老圆也太快了点吧。 萧宇眨了眨眼, 他原先的打算, 可是等石元王凯撒大吼一声, 石元一族永不为奴, 然后自己果断出手将之打死, 而后让石出来上位的。 现在吗? 嗯, 身为神之子的自己, 怎么可以言而无信呢? 这石元王凯撒, 自己早就说了他罪无可赦, 那他就肯定是罪无可赦。 石元一族的苦难, 我早已知晓甚多。 萧宇使用了无限正义号机甲里的传话法阵, 把声音传播了出去, 好让每一个石元都能听见。 对了, 为了保证石元们不会领悟错了话语含义。 萧宇这几句话, 用的还是识着石元间临时突击交的石元一族的土话。 保证, 就是石元一族里面三岁幼儿都能无障碍地听懂萧宇在说一些什么。 我想说, 石元一族, 你们受苦了。 我, 来自诸神峡谷的神之子, 这片大陆的守护者, 神迹之城之主, 愿为你们带来迟到的正义。 啊? 石元一族们文言一个个都处在猛逼状态。 石元王凯撒则是明显意识到不对劲, 看向巨人的双眸一下子就红了。 浑身超凡灵光也重新好似火焰一样燃烧起来。 石元王凯撒? 还不认罪? 你这一生就是罪恶滔天的一生, 为了你的权势不受地位。 出卖了多少族人? 尤其是那所谓交配之权, 岂容你一旦缘独占? 今天起, 我就要代替石元一族被你枉死的冤魂们, 向你讨回公道, 让正义只光虫灵。 好。 石元王凯撒听不下去了。 他仰起头, 伸出粗壮右臂指向了巨人道。 你这分明就是胡说八道。 吴族的勇士们, 不要被巨人的谣言迷惑了, 与我一起为石元一族的未来而战。 石元一族的未来? 哈哈。 一直躲起来的时, 看到时机差不多了, 也跳了出来, 大声道, 是为了你石元王凯撒的未来吧。 族人嘛, 抛弃这个残暴的王吧。 你们需要新的王, 为你们带来一日三餐吃不完的食物的王。 许多正拿起武器的石元战士们, 看到石这个族人明显站在了巨人一方, 在恼怒之余, 却也纷纷对石元王凯撒的命令迟疑了起来。 勇士们, 等什么呢? 神圣的交配权在等着你们。 石元王凯撒明显极了。 石不屑吼道, 新王统治下, 源源都有这一权利。 我发誓, 我如为王, 必给所有雌性以自由。 承诺这时候, 石的内心其实在低血。 但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争取到石元一族的明星, 从而得以在巨人眼里有用, 石也是拼了。 最后, 他看着那些动摇的石元们, 更是动用了靠着巨人保障的大杀器。 我如为王, 每一头石元成年都可以获得一百斤水晶。 一, 一百斤水晶。 石元们虎去一阵, 许多石元手中的武器更是一下子拿不住掉落到了地上。 水晶石对于石元一族们而言, 相当于是巫师们眼里的高品质模石, 石元人手里可换取各种物质的黄金。 是无比珍贵之物。 磐石大陆的水晶矿脉 一直被几大同样对此有需求的彪悍种族占据。 石元们可谓是只有眼馋的份。 却不想, 在如今这陷入包围死地的环境下, 却有人突然告知他们未来的生活会很幸福。 这不会是真的吧? 那巨人真的那么好? 不要被蛊惑了! 那个叛徒说的都是谎话。 石元王凯撒着急了, 胆紧大吼起来, 并对准石所在, 便想要使用一招战计打过去。 石元王凯撒刚刚行动, 萧羽也动了起来。 石元王凯撒锁在地面上, 大帝之手轻易托举起了他, 空间之手凭空出现, 捏住他的身躯, 限制其行动。 而后, 萧羽猛地爆发出最大的加速度后, 飞起一脚, 施展出目前最强的一踢, 成功命中了这头石元王凯撒, 将他整个身子踢飞了出去, 化作一道流星, 直接越过了盆地范围, 落到一座山峰之中。 轰隆巨响之下, 那山峰从中间位置断裂成了两半, 整个崩塌了下来。 然后战斗并未结束。 知道每一头陈星及生物都是 打不死小强的萧羽, 把石元王凯撒踢出石元一族波及范围后, 意念一动, 空中的部队纷纷对准那片区域, 开始新一轮的地毯式洗地轰炸起来。 随着一架大型无人机摇晃着抛头下一枚重型航空炸弹, 让那片山地之中冒出了一朵硕大的蘑菇云。 石元一族纷纷感觉到石元王凯撒的气息哑然而止。 几个老一辈的石元犹豫了下后走出队伍, 看向巨人恭敬的低头跪下之后, 小声问道, 殿下, 石元一族愿意接受新王, 愿意臣服在你的伟力之下, 获取你的庇护。 很快你们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件正确的选择。 萧羽微微汗手, 挥了挥手道, 神之子从来都是一个掩而有幸的好人, 石成为了新的石元王。 他终于获得了得到幸福生活的权利。 至于接下来石要如何安排石元一族那么多勇士的幸福, 那就是他去烦心的事了。 萧羽只是找了一处山谷来安排石元一族, 并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一部分水晶原石来兑现自己的承诺。 至于收获, 自然也是要的。 在石的一番卖族演说下, 在大量的神卫军和超凡野蛮人们友好互助的目光鼓励下, 石元一族原则上通过了 每天献血一次更健康足约。 规定只要是年满十二周岁并身体健康的石元, 都有义务每天向献血点报到进行献血。 原则上, 献血点不鼓励频繁多次献血, 但是只要质量不下降, 巫师们是来者不拒的。 一开始, 石元一族的老人们还觉得这规定多此一举, 他们石元一族好歹也是陈兴级部落, 放在磐石大陆虽然不算什么, 去了外面这么也是属于食物链的高层了吧。 为了生存, 为了眼前的苟且, 每天留一次都够了。 还以为我们会多献几次? 天真的想法。 然而, 没多久, 这些老人也在完成每日任务之后, 小跑去了献血点, 咳嗽几声以老卖老完成了插队之后, 又献了一次血。 没办法, 不怪石元一族老人们没毅力, 实在是那巨人太狡猾了。 那献血点, 每天如果是第一次的话, 会给一瓶很好喝的加了香料和白原液的乳白色奶制品。 要是第二次, 第三次的话, 除了这样的一瓶营养品外, 还提供了一小块水晶原石作为奖励。 石元们虽然在搬迁那天按人头各自都得到了一些水晶原石, 可这点分量对于已经穷怕的石元们来说, 哪里够啊? 水晶原石这东西, 石元们是真心不嫌多的。 于是, 不仅他们主动排队献血, 一些老辈石元更是挥舞鞭子, 让组里的一群没上尽心的也都爬起来不得不去献血。 于是, 巫师们可喜可贺地宣布, 萧宇的宠物大白所需的上骨血脉, 是不愁没有原材料了。 且还有多余的上骨血脉, 也被巫师们拿来进行研究, 通过各种我寻思着这样做可能有效的方法, 搞出来了许多有着各种妙用的配方。 甚至乌图鲁巫师的团队靠着一位天才青年巫师的灵光一闪, 他寻思着把强化金属切片后放进去了这上骨血脉里进行升华。 没想到还真给他搞出来了一种新的材料。 这种新材料所需为磐石大胜血脉与二级以上强化金属片。 事已被萧宇寻思了一下之后, 命令为了磐石合金。 这磐石合金保留了原金属片的强度和良好的抗膜能力。 同时自带了名为隔绝的特殊能力, 只需一个小法阵启动就能激活。 激活之后的磐石合金可以根据需要开启隔绝能力来阻挡外来的辐射, 能量或者其他物质。 这让他得以一下子取代了许多必须要三级强化金属才能胜任的零部剑, 从而省下了许多矮人工匠的工石。 此外, 用这样的磐石合金制作的容器, 在启动隔绝能力之后, 似乎成为了稳定的蓄能器、约束器, 让萧宇不由对此想得远了一些。 潜意识里, 萧宇觉得, 这种磐石合金在现实世界里得到的重视, 或许会比目前扔过去的一级强化金属, 要受到更多重视。 此战的收获, 除了石垣一族外, 自然还有意外之喜的上古黑明龙这一节来客。 被萧宇打成残废状态的黑明龙伊凡, 一直被严加关押。 他被安置在了神迹之城的弟弟监狱之中, 由数百位黑一位严加看守。 且龙血一来就被先抽取了大半, 让他陷入严重虚弱状态。 加上乌吐鲁巫师, 好歹也是曾经的沉心巫师, 见识还是有的, 被他带队检查之后。 这黑明龙伊凡身上, 那是一点巫术奇物都没能剩下。 嗯, 也藏不了。 毕竟黑明龙伊凡的龙铃都早就掉下来了, 浑身光秃秃的, 没有半点能藏东西的地方。 萧宇出于好奇, 还亲自参与了几次对黑明龙伊凡的审问。 却发现, 这头黑明龙虽然被自己打得七七惨惨七七, 却是一直不服气不说, 更表示他肯定能报仇血恨。 萧宇思考了话, 召唤来了精灵龙一家。 精灵龙也是高等龙族, 萧宇觉得他们应该能提出好建议。 却不想, 精灵龙母亲一见面就开门见山, 给了萧宇两个建议。 每一头黑明龙都有着黑明龙一族圣帝的连接, 虽然无法通讯, 却可以让圣帝一直关注他的位置, 了解他的生死。 要么, 使用时空驱除之术, 把他封印在大号的乱流瓶子里后, 将他扔进时空乱流之中。 这样, 至少百年这头黑明龙才能爬出来。 到那时候, 我们这片迷失大陆的位置, 早就不知道随波逐流到哪里去了。 他想要报复, 也找不到坐标。 要么, 殿下找一位超凡者以承受黑明龙诅咒为代价, 杀掉这头黑明龙。 否则, 哪怕是极度虚弱的黑明龙, 依旧会为他的同族提供方向。 他们发现, 黑明龙一直处在虚弱状态之后, 肯定会好奇过来找他的。 萧宇听了, 倒是觉得这是情理之中。 毕竟黑明龙好歹也是高等龙族, 真的全族放养, 不为小辈撑腰, 以黑明龙的天赋能力, 早就被暗中极度的强大族群给偷袭灭族了吧。 就这样放了, 哪怕只是流放, 萧宇依旧是不甘心的。 而杀了的话, 萧宇微微皱眉问道, 黑明龙诅咒是什么情况? 精灵龙母亲回答道, 是高等龙族都会的一种秘书, 通常由陈星级的龙神 或者某位成为陈星巫师的长辈施法。 一旦黑明龙依凡死亡, 这蕴藏在他体内的诅咒之力就会被激活, 把黑明龙依凡死前五分钟的景象 和最后接触他的生灵讯息 传送回去黑明龙一族的圣地。 且那最后接触他的生灵体内 也会被种下黑明龙的诅咒之种, 成为他们前来寻仇的坐标。 这样的话, 我派出那位超凡岂不是万劫不复? 我有威严王座, 不怕什么诅咒印记, 不过, 我无法阻止讯息泄露出去。 这不大好吧啊, 虽然来得一两头, 我就当家餐了, 要是对方疯了一口气, 来上数百头, 我大要就有点跟不上了。 对了, 我寻思着, 我或许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那头黑明龙。 萧宇寻思了下, 忽然觉得自己的方法能更好搞定这头麻烦的黑明龙。 于是, 在精灵龙一家不解的目光下, 萧宇把黑明龙依凡重新抓了出来之后, 带着他回去了诸神峡谷。 倒不是直接利用诸神峡谷的力量杀掉这头黑明龙。 萧宇开着电动车, 直接带着这头黑明龙静直冲进了诸神峡谷尽头, 回到了已经扩展的笔篮球场有得一笔的地下室。 停下车之后, 萧宇把黑明龙依凡拖下了车。 看向他明显惊慌的眼神, 耸了耸肩后坏笑道, 欢迎来到我家, 来到属于炎黄一族的底盘。 在这儿, 哪怕是贵种族背后主宰, 一样卑微渺小。 别不相信, 小夕夜, 你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你, 是不是感觉到自己与圣地的联系一下子中断了? 顺便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在这里, 就算是龙神亲自出手的诅咒术, 也别想把讯息带回去。 毕竟, 这里, 可是深渊也无法注视之地啊。 深渊也无法注视之地? 不可能, 我长那么大, 都从没有听说过, 辉月极尽地里有过炎黄一族。 上古黑明龙依凡拼了全力, 这才勉强张嘴嘶吼了一声, 表达了自己的震惊不已知情。 只是很快, 她的表情就如萧宇所言, 深深出卖了她内心的不安。 她感觉得到, 黑明龙一族圣地对自己的庇护, 就在刚刚已经消失无踪。 这个脱掉铠甲之后, 也有一百八十米高的巨人, 竟然没有说谎。 可, 这怎么可能呢? 这样强大的一事件, 我黑明龙一族, 没可能不知道啊。 萧宇听到黑明龙依凡的喃喃自语, 不屑冷笑了一下, 看着她冷哼道, 不可能不知道。 井底之蛙, 还真自大啊。 不说, 我这炎黄大世界了, 我且问你, 知道传奇不如狗, 半神剑如草, 连主神都能陨落无数位的费轮大陆吗? 知道英雄级超凡职业者总数超过五百万, 比主神还要抢好几个档次的各大使徒 都被英雄们花式吊打无数次的阿拉德大陆吗? 知道, 啪啦啪啦一堆贺问之后, 上古黑明龙依凡目瞪口呆, 直觉上觉得有点不对劲, 却又发现不了其中关键, 却更是觉得这巨人绝非信口开河之辈。 从语气和微妙感之上可以肯定, 这位巨人是真正知道这些大陆存在和资料的。 这样一想, 黑明龙依凡不免想得更多。 他意识到, 这些听起来就比磐石大陆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的强大大陆, 他依然没有听过。 这说明了什么? 细思极恐啊, 有木有。 说明, 黑明龙依凡压根就没资格接触到对方圈子。 可, 以黑明龙依凡底蕴, 哪怕是圣龙岛这样的境地, 他们也是可以接触到的。 其余境地也多有联系渠道, 不至于真的两眼一抹黑。 偏偏这位巨人所在的炎黄大陆, 还有他口中的阿拉德大陆, 以及费伦大陆等无比强大的异大陆, 他们黑明龙依凡却对此一无所知。 看来, 真相只有一个。 上古黑明龙依凡颤抖起身子, 不敢相信自己挠不出来的那一个答案, 那巨人事实上是只存在于传说之中的昔日极势力的人员。 那些恐怖的大陆, 应该是与炎黄大陆同样等级的昔日势力。 是以他们黑明龙一族才会不知道这些大陆的消息。 毕竟双方的差距已是天地之别。 这巨人出身昔日极势力, 难怪能够轻松拿出那么多神器和炼金武器。 难怪他的抵御那么恐怖, 只是大气势急的超凡灵光就能伤害到我的肉身。 或许那些土著对他的称呼是真的, 他是神之子。 体内, 流淌了昔日极生灵那充满无限可能性的热血。 陈兴巫师伊凡想到这里, 乖乖地低下头闭目轻叹了一声, 放弃了无谓的抵抗。 萧宇思考了下, 还是不敢单独把这头黑明龙伊凡放在这里。 毕竟, 这可是一头上古黑明龙可以把十元王凯撒花式吊打的主。 自家的大黄小白都不会是这头黑明龙对手。 要是被他得知了真相, 现实世界恐怕会有危机。 所以, 还是灭杀了为妙。 只可惜不能可持续发展了。 我还是不够强啊, 不然就能圈养这头黑明龙当一栋血库了。 龙血什么的, 听说可是有着补肾氧气等好功能的。 面对失去抵抗之心的黑明龙伊凡, 萧宇直接施展出了空间之手, 咔嚓一声就探入他的身内, 捏爆了他的脑子。 顿时这黑明龙伊凡没了气息, 扑一声倒在了地上。 黑明龙伊凡的诅咒术立即启动了。 哄, 一道黑光飞了出来, 打向了萧宇。 确实被萧宇身上浮现出来的世界奇物, 威严王座拦住。 同时间萧宇感觉到, 一股无形波动出现在了时空门花纹那。 似乎随着一阵奇异波动出现, 那股无形波动一下子被撕碎后化为虚空。 这就, 解决了。 萧宇眨了眨眼, 看向地上黑明龙伊凡尸体, 有些可惜地再度摇了摇头之后, 提起他再次回去了诸神峡谷。 萧宇准备快点带现黑明龙伊凡尸体, 回去神迹之城。 好让自己的巫师们可以趁热对黑明龙伊凡尸体, 进行一番深入骨髓的研究。 随便也好把那些最有价值的, 比如龙星、龙晶等物, 取出来进行保存。 萧宇虽然也在学习炼金术和附魔术, 只能依靠经验丰富的老巫师们帮忙。 只是萧宇没想到, 自己刚刚回到了小人国。 就见自己身上突然间有一抹黑光顿出, 进入到虚空之中。 是那诅咒术? 入侵我失败后, 还能跑回去找主人? 这巫术不会成精了吧? 萧宇连忙找来其他巫师们研究这事。 道士分析出来, 这巫术携带的讯息量极为有限, 顶多让对方得知他被激活前一两分钟时候, 那黑明龙伊凡的记忆, 加上现场探测后发现没有空间印记生成。 可以确信, 这道临时顿走的残留巫术并没有留下空间坐标印记的能力。 只要黑明龙伊凡身上原印记没能逃走, 很长一段时间里, 黑明龙一族想要报仇, 也找不到仇家在哪里。 萧宇得知这些稍稍心安之余, 却也做好最坏打算时候。 磐石大陆的一处不在主大陆的秘境小世界里面。 黑明龙一族的圣地, 一座巨大的死火山内。 正在密室修炼的黑明龙一族大长老伊尔斯, 忽然顿了顿身子, 旋即睁开血红色的双眸, 发出了带着怒气的吼声。 是谁? 性敢杀死我族的天才! 是谁? 性敢拦截龙神殿下的神术! 咆哮之后, 这头不知符合了多少年的老龙很快从密室里冲了出来。 而后奔去了一座巨大的主体由黑曜石构建而成的巨神殿。 黑明龙一族的陈心巫师并不在磐石大陆。 但这不代表黑明龙就没有顶级高手在这圣地里了。 如同许多高等龙族一样, 他们的最强者往往会在发现争夺陈心巫师无望之后, 选择神系这条道路, 并靠着自身天赋, 比人族等智慧族轻松地多地成为媲美陈心及巫师的真神。 巨神殿里,这样的真神及龙神有着三位之多。 他们此时都已经醒来, 并与那大长老汉手对视。 大长老一开始的打算是希望借助三龙神的力量, 定为黑明龙一凡死前坐标, 然后派出金锐去复仇的。 没想, 对逃出来的那道黑光刚刚检查一番。 里面的内容让龙神和大长老纷纷赶到了正部。 可恶啊! 竟敢称呼我等一族是井底之蛙? 胡言乱语! 这巨人怕不是大长老读取着黑光里面 关于黑明龙一凡死前印象最深的记忆。 先是有点不满, 为何不是凶手详细情报时候。 大长老和龙神们读取到了消雨忽悠时候的话语, 不由一个个气地呼吸急促, 浑身冒出滚滚热气。 只是很快, 随着读取完所有内容, 龙神们和大长老反而陷入集体沉默之中。 他们之中, 最弱的大长老甚至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因为这里面的内容实在是太惊悚, 太恐怖了。 太令龙们细思极恐了。 传奇不如狗, 半神如草芥的费伦大陆。 英雄超过五百万, 主神都要被吊打的阿拉德大陆。 还有那什么瓦罗兰大陆, 竟然以大陆为棋盘, 让包括真神在内数百顶尖英雄存在, 都被封印实力在统一起跑线后, 被放在那片大陆里组队互相厮杀。 只是为了取悦一群名为召唤师的可怕存在的一大陆。 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一点都不尊重超凡强者。 以及那杀龙凶手是一位巨人所在的巨文, 有着八十亿巨人居住在一起的超大型一大陆, 炎黄大陆, 数他们见识浅薄。 难以想象出怎样巨大的大陆, 才能养得活八十亿巨人。 而且说实话他们, 真没有听闻过这些大陆的威名啊。 以至于他们第一时间的反应和黑明龙一凡如出一辙, 都觉得这是巨人的忽悠套路, 是假的, 骗人的, 不存在的。 然而, 更进一步地探查之后, 龙神和大长老们发现, 他们的沉心及巫术, 确确实实没能起到作用。 黑明龙一凡的龙之诅咒, 被巨人的世界奇物挡住, 没能制造空间印记也就罢了。 偏偏更糟糕的是, 他们甚至突破不了, 那炎黄大陆的空间屏障。 这不巫术! 要知道, 黑明龙一族龙神们施法的诅咒巫术, 可是连禁地也能来去自如的。 这是黑明龙一族的骄傲, 一族的底蕴体现。 现在, 却是被现实趴地打了一巴掌。 让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细思极恐的现实, 如果巨人说的是假话, 骗人的, 不存在的。 那么那处炎黄大陆 凭什么能挡住诅咒术的空间传送? 这是禁地及势力都做不到的事。 凭什么? 那处一世界, 却可以做到。 魔鬼藏在细节中。 这样细细一想, 黑明龙们一个个一身冷汗。 他们不得不重新回顾那巨人的话语, 回想那巨人提到的一个个可怕的大陆名字。 他们不寒而栗。 他们不肯相信, 却又不得不承认, 在细节的证明下, 他们必须考虑一个重要的问题。 万一呢? 万一居然所言非虚, 这些话语都是真实的呢? 毕竟, 黑光可是回到迷失大陆后, 才得以逃回来的。 巨术诅咒的本体, 可是直接被泯灭了的。 巨神殿里, 一时间陷入死一样的寂静无声之中。 直到黑明龙伊凡的长辈, 一头独眼的黑明龙有些等不及了, 悄悄爬了进来, 想要询问一声。 这才打破了神殿里面的寂静, 让龙神们齐齐发怒。 吼了一声滚出去, 将那独眼黑明龙 直接震飞了出去神殿。 而后龙神们和大长老一起对视了下, 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做出了决定。 出于安全考虑, 黑明龙一族将会把黑明龙伊凡的有关资料 列为绝密集。 然后, 也就没有然后了。 再没有弄清楚阿拉德大陆、 费伦大陆等陌生又强大的一大陆, 究竟在哪里, 属于什么等级之前。 黑明龙一族还没有伟大到, 为了一个族人就傻乎乎地忙过去。 如果那巨人身后也是辉月级势力撑腰, 那还好, 圣龙岛也是禁地级势力, 看那巨人也不可能是对方核心人物, 想来报仇什么的付出点代价还是可能的。 可是, 如果那巨人乃昔日级势力的族人, 圣龙岛铁定是不会出头的。 黑明龙一族靠自己想要报仇额, 还是杜亮大点为好。 凶手的定位因为诅咒本体缺失, 没能定位。 做出决定之后, 最强大的龙神开口道, 不过我们根据估算, 还是能找到有嫌疑的那一千多片大陆的。 只是, 只是不能由我们黑明龙一族的龙去打探。 另外一头龙神也出口补充道, 我们不能冒这样的风险。 得罪一个昔日势力, 就是圣龙岛也不会继续庇护我们。 没错, 其余黑明龙对此纷纷点头表示认可。 于是一番选择之后, 他们愉快地找到了一个T4鬼种族, 并引导他们前往了那些有嫌疑的大陆, 以期望知道更多详细情报。 在了解巨人底蕴深浅之前, 黑明龙一族是不打算报仇雪恨了。 他们的龙神们可不希望也被封印起来, 然后成为那些召唤师手中玩物。 当然了, 黑明龙一族商量妥当之后, 也没忘记利用下自己的靠山圣龙岛统治者圣龙一族帮助。 黑明龙一族在一大陆的某位陈兴巫师, 亲自拜访了圣龙岛的少主, 在一番卑微伺候之后。 旁敲侧击之下, 这位黑明龙的陈兴巫师终于得知, 这个世界上, 是存在有昔日极势力的。 尽管更多情报, 哪怕是圣龙一族的少主也知之甚少, 但只是证明了这样的超凡势力确实存在这一本身。 已然侧面佐证了黑明龙一族的猜测, 让他们为自己的谨慎而赞赏。 神迹之成, 萧宇恢复了日常修炼的日子, 反倒是有些不自在起来。 于是, 萧宇在修行了一日后, 拿出了万戒子径, 打开之后, 发现当初忽悠了一把的玄雀大陆赫然在线。 想到自己当初从乌吐鲁巫师手中捞取的陈兴及附魔子弹, 已经不多了。 萧宇不由把主意打在了玄雀大陆的玄雀女王身上, 那可也是一位伟大的陈兴巫师啊。 附魔点子弹应该能办到吧? 就是自己该用什么来交易, 才能得到对方的帮助这点。 这让萧宇有些琢磨不定。 毕竟对面可不是饥不择食的金戈大陆, 人家底蕴深厚着呢, 又没有深渊大患。 想要得到对方认可, 这交易物可不能清了。 上次萧宇靠着忽悠加矮人特产强化金属, 这才捞取了好处。 现在强化金属自己都不够用, 肯定是不行的。 这次交易需要更加上档次的货物, 才能显出炎黄巨人的风采。 对了, 黑明龙伊凡作为一头上古黑明龙, 她的身体材料应该够资格让陈欣巫师也心动了吧。 萧宇找来乌图鲁巫师详细询问了一番, 得到她的确认之后, 这才对那万界紫禁里的玄缺大陆发起了联系请求。 玄缺大陆上, 那玄缺女王正因为某些事件烦心, 希望得到别的大陆前辈的教导, 这才耗费资源启动了万界紫禁。 在联系上了那位前辈, 聆听了一番对方教会后, 玄缺女王就打算关掉万界紫禁, 节省资源的时候。 玄缺女王忽然注意到了来自萧宇的请求。 玄缺女王习惯性地打开备注, 看到自己写的备注后, 微微一正。 玄吉! 她嘴巴微微张开, 捂着嘴喊道, 快去请玄缺老祖。 告诉她, 那有着十四五个异族人的炎黄巨人异族代表, 又来联系我们了。 玄缺大陆, 玄缺老祖正在与熟人下棋。 得知巨人来了这一消息之后, 然后转身离开。 玄缺老祖快步来到了皇宫大厅, 便看到不可一世的玄缺女王此时正端坐在王座上, 表情保持着一丝微笑地对着万界紫禁汗手点头。 女王陛下果然凶有山川之险, 知道不可将自己傲慢本性暴露在尊贵客人面前。 毕竟按照上次的猜测来看, 这位炎黄巨人一族很可能是辉月级以上的超级势力。 就是不知, 这次这位炎黄巨人又打算来做什么? 玄缺老祖对着玄缺女王巍巍, 欠身行礼, 便站在了这位女王身后。 然后他看到万界紫禁里出现的, 果然还是上次那位炎黄巨人。 在得知这位炎黄巨人又提出了交易要求之后, 他内心不由有些不爽。 上一次, 为了讨好这位炎黄巨人, 他们可是出了不少写的, 玄缺原石等好东西都给出去了不少。 换来的强化金属说不上不好, 却不是玄缺大陆极用之物。 且以玄缺大陆的底蕴积累, 哪里看不出来这些强化金属的来历? 玄缺大陆虽然没有矮人, 却还是听别的大陆强者们提到过的, 古老典籍里与某些神秘存在交流得到的知识, 也有介绍过这些强化金属来历。 是已, 虽然上次的交易表面上大家是一团和气, 心底里玄缺老祖却并非没有一点波澜, 便是玄缺女王, 看萧宇的眼神深处也透着一丝深意。 他们还是有些担心, 这位萧宇不会是炎黄巨人一族里面的顽固子弟, 利用万戒子敬靠着炎黄一族的背景来给自己榨取好处的家伙吧? 这样的家伙, 玄缺大陆虽然不曾遇到过, 却还是有听闻过的。 传闻相当于辉月级势力的十大禁地之一圣龙岛, 就出了那么一场丑闻, 一头青年龙在得到了某处迷失大陆的万戒子敬之后, 靠着他联系上了许多异大陆, 然后以圣龙岛的龙皮炸取了不少珍贵资源。 虽然最后被捅破了天, 让圣龙岛的主宰大怒, 将那青年龙抓回去圣龙岛关押了起来。 被忽悠的那些珍贵物资, 圣龙岛却是不会替那青年龙还取, 令得那些一大陆的陈星们只能够自认倒霉。 毕竟陈星巫师在自己大陆上称王称霸还行, 跑去禁地那就是在找死了。 此时此刻, 毫无疑问, 玄缺大陆的两位大人物, 他在和玄缺女王聊了聊一些日常之后, 说出了自己这次联系的交易请求。 顿时, 让玄缺大陆两位微微一正, 对视了一眼, 似乎都在低语。 果然, 这不要脸的巨人又来打牙计了。 玄缺女王不由笑得很勉强地道, 实不相瞒, 尊敬的炎黄一族使者。 我们玄缺大陆人少地薄, 最近还因为几处矿区开采过渡, 引起了天变, 闹了饥荒, 我们实在是没有多少物资进行交易了。 说到这, 还是有些忌惮, 有着十四五个异的炎黄一族的可怕。 玄缺女王轻咬银牙, 忍着心疼道, 我的宝库里, 玄缺原始只剩下一千五百枚了。 这也是我们玄缺大陆, 能拿得出来的最大数目了。 啊? 萧羽微微一正, 没想到有着沉心巫师坐镇的大陆, 依然生活那么艰辛, 不由轻轻叹了一声, 感同身受一样地道, 我懂, 生活不易吗? 生活不易。 玄缺女王听到萧羽回复, 嘴角一直挂着的微笑都差点崩掉, 只能苦笑着点头。 是啊, 生活不易, 想要成为一位好女王, 也不是那么轻松。 嗨嗨。 萧羽咳嗽了一声, 觉得还是自己说清楚为好。 她好歹也是大巫师了, 也敏锐察觉到气氛有点微妙。 玄缺原始不愧是贵大陆的特产, 我这边的巫师们很喜欢, 尤其是修炼火系巫术的巫师们, 更是视若珍宝。 不过, 玄缺原始上次交易够多了, 我们这还有不少剩下, 贵大陆既然也不多, 我们自然无需交易此物。 嗯? 不用玄缺原始? 玄缺女王诧异了下后, 有些紧张道, 其他珍惜材料, 我们这里可也没有多少了。 毕竟我虽然是玄缺一族的天才, 为了让我成为沉心巫师, 整片大陆千年积累, 也所剩无多。 女王陛下不用担心。 萧羽淡然一笑, 发现紧张起来的玄缺女王, 容貌看起来不比戈基菲亚来得差。 如果能近距离接触的话, 身为沉心巫师的对方气质, 肯定会秒杀自己的侍女团所有人吧。 萧羽想到这, 忽然意识到自己歪题了, 连忙对着万戒子敬礼, 一脸紧张的玄缺女王抱。 我这次来, 是希望能够得到女王陛下你的帮助的。 我有一些小玩意, 希望能够得到女王陛下, 你使用沉心及巫术进行附魔。 当然, 传送和材料费用都有我这儿处, 拒绝了自己, 萧羽赶紧补充道, 另外, 玄缺大陆竟然闹饥荒。 我这儿有炎黄大陆的粮食, 虽然不算什么珍贵之物, 但是填饱超凡者, 肚子还是可以做到的。 说到这, 萧羽支付了大量的能量, 满足万戒子敬的要求。 然后, 玄缺大陆的皇宫大厅里, 突然间多出来了大量的约莫半米长的白色米袋。 这些米袋冒出来的数量是那么的多, 以至于很快就堆砌了半个皇宫大厅, 并一直堆砌如山, 触碰到这大厅的天花板之后, 才勉强停下。 碰! 数秒之后, 停止冒出来的米袋山脉之上, 跌落下来了几个米袋, 吸引了玄缺女王的目光。 在他授意下, 一位宫廷巫师走了过去, 小心翼翼地使用了探查巫术确认无问题之后, 这才切开了袋子。 而后着皇宫大厅里面的众人, 得以看到这袋子里, 是一颗乳黄色的玉米。 玄缺大陆没人见过玉米, 不过巫术的分析之力, 让他们很快就发现, 这体积颇大, 重量不小的玉米, 是可以吃的食物。 且营养丰富不说, 巫术还让他们发现, 这食物在装袋前应该浸泡过超凡药剂, 是以它蕴含了一缕超凡之力在里面, 足以填饱超凡者们的肚子。 这食物毫无疑问, 是名副其实的超凡食物。 难道说, 这堆满了皇宫的米袋里装的, 都是超凡食物? 不, 更重要的, 恐怕是我们一开始的想法出了问题。 要知道, 万界紫禁所需能量可不少, 这炎黄巨人传送那么多物资消耗的能量, 本身价值就远远超过这些超凡食物本身了吧, 会做出如此任性操作的巨人, 还真难相信对方目的, 是为了欺骗我们, 获取好处。 或许, 这次交易对我有利。 玄雀女王调整好了坐姿, 看了看这些物资, 眼神闪烁了下后, 转头看向萧宇, 感谢你的慷慨, 伟大的炎黄一族使者, 如果你能提供材料, 和承担万界紫禁的费用, 玄雀大陆的巫师们, 都会乐意为你效劳。 这是自然。 萧宇微微点头, 忽然想起一事, 拿出了来自上古黑明龙伊凡的一瓶心头血, 将之传送了过去。 对了, 这是你们乐意接受我提议的一点小礼物。 事成之后, 我还有重献。 玄雀大陆, 随着万界紫禁金光一闪, 装满了黑明龙伊凡心头血的玻璃瓶子, 碰一下冒出来后, 落在地上。 黑明龙伊凡, 好歹也有现实世界一米二, 心头血自然不少, 是以萧宇也大方地拿出了自己做实验的试管玻璃瓶, 装了那么一管, 并密封好之后, 拿来当作礼物。 只是, 玄雀老祖看着这突然出现的, 比他人还高一截的, 装满暗红色液体的大型玻璃瓶, 脸色却是一下子凝重万分起来。 这是, 龙血? 玄雀老祖在悄悄施展了一个巫术, 确认了这东西, 兴致之后, 虎去一阵, 竟是脱口而出。 而且还是, 上古黑明龙的心头血。 天啊, 这礼物不能烧啊。 玄雀老祖惊慌失措地站起身来, 黑明龙伊族的龙神精通诅咒神术, 他们肯定能顺藤摸瓜找过来的。 咦? 刚刚说完, 玄雀老祖忽然发现, 这一瓶心头血似乎很干净, 哪怕是玄雀一族的诚心及天赋, 也看不出有半点被诅咒过的样子。 这不黑明龙了呀? 按照黑明龙一族的习惯, 哪怕诅咒失败, 诅咒之力也会被龙神们遥控着, 扩散在死者全身的吧。 莫非, 这炎黄巨人有办法屏蔽掉龙神对族人的注视? 玄雀老祖想到这, 连忙是以玄雀女王微笑着感谢巨人的好意, 而后接受了需要附魔之物和材料后, 结束了这一次万界紫禁通讯。 老祖, 怎么了? 没有了巨人的目光, 玄雀女王整个人一直绷紧的身子, 总算重新柔和了下来。 他看到玄雀老祖拿着一面镜子不断施法, 不由好奇询问。 黑明龙一族的资料你记得吧? 玄雀老祖表情严肃地问道。 当然, 玄雀女王点了点头, 看向就在眼前不远处的试管有些恍然, 老祖在担心这龙血, 不是感知不到诅咒之力吗? 玄雀女王深吸了口气, 看着龙血道, 高等龙族一身都是宝, 却因为诅咒之力存在, 极少有材料流传下来。 这瓶上古黑明龙的心头血, 哪怕是对我也极有好处, 对老祖更是可以炼制出沉心及药剂, 促老祖能暂时恢复巅峰期。 但是要是老祖觉得风险太大, 我们将它扔去时空乱流之中便是。 我就不信, 黑明龙一族的龙神神通那么大, 可以找到我们玄雀大陆接触过这瓶 没有任何诅咒气息的龙血。 不是这样的, 玄雀老祖微微摇头, 身子有些激动, 我是在使用密法询问一位在圣龙岛的老友, 他刚刚告知我, 这一百年时间里, 没有发生任何高等龙族无故失踪或者死亡的报告。 女王啊, 我们都能感觉到, 这瓶龙血很新鲜, 这头可怜的上古黑明龙的死亡时间不会超过一周, 偏偏圣龙岛却没有报告。 你觉得这是为何? 玄雀女王微微一正之后, 皮肤因为兴奋潮红了起来, 因为黑明龙一族不敢报复, 甚至于不敢向圣龙岛报告。 这可是前所未有之事啊。 是啊, 前所未有。 玄雀老祖狠狠地点头, 能让黑明龙一族不敢报复, 让骄傲如他们竟然连圣龙岛都不敢报告,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他们觉得, 敌人是圣龙岛知道了都不敢招惹, 反而会怪罪他们的, 昔日极存在。 对, 没错, 肯定是这样的。 玄雀女王连连点头, 小脸通红地看着巨人传送来的一大堆 令人咋舌的庞然大物。 握紧拳头的她下定决心, 我这次一定要完美做好 炎黄巨人给予的任务。 唯有如此, 唯有如此, 我才能有机会一睹更高处的风采。 我玄雀女王, 绝不会止不成兴。 玄雀老祖看着玄雀女王, 轻轻叹了口气, 倒也没去提醒。 因为攀登至高, 是每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强者的本能。 尤其如玄雀女王这样的绝世天才, 区区几百年就成为陈心巫师的天命之子。 陈心巫师岂能满足得了他们胃口和野心? 可惜。 玄雀老祖心中清楚, 陈心巫师已是千难万难, 更不必说陈心巫师之上的辉月了。 这片有着无数大陆所在的世界都存续了多久了, 久都无人能够说清, 无人能知晓。 可辉月级势力也就十大境地广为人知, 除此之外, 算得上够着辉月级边的主神有那么几位。 然后就到此为止了。 在玄雀大陆有历史记载以来, 就没听过有新的辉月尊者出现过。 难度之大, 可想而知。 事已, 哪怕玄雀女王抱住了炎黄巨人这一条金大腿。 对巩固玄雀女王的权势方面, 玄雀老祖还是很看好的。 可要说玄雀女王能借此机会, 再登高峰。 玄雀老祖就觉得机会渺茫了。 老祖! 玄雀女王深呼吸, 让自己平静下来。 她挥了灰衣袖, 高声道, 附魔术方面还是老祖造诣最高, 这次需要你帮我。 玄雀老祖点了点头, 自当如此。 萧宇结束了和玄雀大陆的联系之后, 脑海里回忆起一幕幕细节。 她忽然发现, 最后关头, 那玄雀女王看自己的目光好似特别的, 热气。 萧宇不由摸了摸下巴, 眨了眨眼, 怀疑是不是自己成为二级巫师之后。 魅力气质再次增加, 果然更有女人缘了。 可惜现实世界的女人, 自己已经看不上了。 不然, 什么最强男公关, 最强小白脸啥的, 还不是手道擎来。 萧宇轻叹了一声, 默念了三遍女朋友哪里有小人果好玩之后, 重新振作起来, 学习起炼金术起来。 而在萧宇努力学习, 争取早日能够晋级超凡三级巫师和传奇奇事境界, 从而更进一步实现在现实世界和小人果都可以为所欲为目标时候。 现实世界之中, 东方古国最好的学府之一, 清北大学的一处实验室大楼里, 一阵欢呼声从底层传出。 旋即, 这实验楼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以至于不一会儿, 便有数百安全员抵达现场, 执行其保卫任务。 怎么了? 什么成果取得突破了? 竟然让那些年轻人那么激动? 清北大学的副校长一边走来, 一边询问着负责人。 负责人带着洗衣说道, 是李教授的项目得到了突破。 李教授? 副校长停下脚步, 回忆了一下之后, 这位面容古朴, 头发有点花白的六十岁老人, 一下子也洗漱往外起来。 这么说, 咱们的那款合金配方研制出来了。 是的, 研制出来了, 据闻各项指标都已经超标合格。 好啊, 这可是真正的大好事啊。 副校长喜笑颜开, 笑得就好像一个刚刚过生日的小孩子。 他欢喜得到, 这可是世界级的重点研究项目, 是停滞不前的基础科研的一大步。 有了这一大步, 我们国家也能有更多筹码和外势力进行交涉了吧。 是啊, 这样一来, 许多大型机械零部件, 我们也能批量生产了。 不会那么被动了, 李教授也能拿到科技一等奖了吧。 肯定可以, 这样等级的科研成果哪有那么容易, 今年非他莫属。 这是李教授的荣耀, 也是我们清北学府的荣誉。 副校长说到这, 迫不及待想要与李教授见面, 却被安全员告知, 整个团队都已经被转移。 在鲜合金量产之前, 就是副校长也无法见到对方。 正遗憾呢? 副校长电话响起, 一接之下, 副校长顿时得知, 今天的论文刊物上, 对手学府赫然冒出来了两个不科学的天才青年教授。 他们一个, 解决了某困扰了学者们百年的数学猜想, 很有机会获得菲尔兹奖。 另外一个, 更是同样在科研领域取得成功, 研究出来电磁方面的新合成材料, 使得目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电磁炮等系统, 得到了加强。 思学吧, 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多了? 副校长微微张嘴, 感觉到清北大学李教授的科学一等奖, 似乎没有那么保险了。 调查组大楼里, 校长的电话,嘴角挂起笑意。 这副校长给震惊到了, 看来小江和小陆的成果很厉害嘛。 是啊, 厉害过头了, 以至于上面对那些药剂的需求更加迫切了。 调查员身后, 一脸疲惫的调查组副组长叹了口气, 苦笑摇头。 事实上, 国内的科研之路哪里来那么多妖孽学霸? 这李教授也好, 还是那几位青年才俊也好, 他们都是有着共同点的。 那就是, 他们都被朝廷选中成为了百人计划的一员。 而这百人计划除了得到海量资金以及人力物力支持外,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些被选中者都有资格服用朝廷从剑仙门手中拿到手的那些精神强化药剂。 这也是上层圈子在开会研究之后发掘出来的这些数量倒多不少, 又不能复制的神奇药剂的最佳用法。 而成果看来也是相当喜人。 百人计划里面的一百个被官方帮忙开了外挂的天才们, 他们本就是天才之中的天才, 智力上的佼佼者, 被肖宇带来的精神强化药剂给一击发。 其思妙想那是层出不穷, 相当于一下把他们都从高级科学家这一境界动到了大科学家这一档次。 尽管药效很短, 却也足够这些人才们解决关键问题, 甚至提出新的思路了。 于是, 慢了一步, 花费重金和关系得到了不少强化药剂, 还在犹豫怎么使用的花旗国等超大势力。 很快发现, 那东方古国的科研界竟然突然间出现了井喷现象。 无数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被他们研究出来, 令得其他势力手中可打支牌无形之中越来越少, 也令势力之间对药剂的争夺更加地激烈起来。 随着各种科研难关锦喷一样的被解决, 在迟钝的科研圈子里, 也暗地里流传起种种有鼻子有眼的相关传说。 随着他们发现许多妖孽天才赫然都和官方某绝密及计划有关。 他们目瞪口呆之余, 一些自认为地位不差的牛人纷纷发动各自能力企图挤进去这个圈子。 各个地区稍微上档次的科研机构也都会打探一下这些神奇药剂消息, 并期望自己能够得到一点份额, 从而也成为出了成果享誉全球的知名科学家。 便是许多大企业的科研部门, 他们的管理者每次开会时候也都受托旁敲侧击企业老大, 希望能发动大企业的力量为他们弄来这种药剂好, 让科研部门快些出成果为企业带来丰厚利润。 名利双收! 只是对此, 那些一直看似无所不能的大企业的掌控者, 却是只能苦笑摇头拒绝。 他们势力强大, 人脉资源广是没错, 可是涉及到这种可以影响到异国之未来大企的资源。 他们还不够格去染指, 也不能去染指。 毕竟这东西太敏感太重要了, 以至于大家都在盯着, 都在注视着, 让分配之人也只能够按照大家商量好的规矩来分配。 唯一松一点的超凡之物, 便是萧宇炼制出来的那些半吊子新手强化药剂了。 在发现这些强化药剂, 只是相当于更强更隐蔽的兴奋剂, 于国而言用处不大之后。 上层人士默认了这些药剂的市场行为, 让他们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 被一部分砸了重金的势力获得。 以至于某些小国的体育部门得到消息之后, 连忙站出来呼吁大家要记得体育之精神, 莫要有侥幸心理, 依靠外务来取得好看的成绩。 然并没有什么卵用, 国际上知名的体育赛事相关赌盘都不约而同地调整了赔率, 令许多还以为自己要发财的赌徒们失望不已。 肖宇带着得到大白回到了老家, 让大白借着老家那比之小人国浓郁得多的灵气环境, 努力炼化体内上股血脉。 肖宇自己则是订购了大量零食以满足口腹之欲之余。 盘西在床上通过布置在外的大量监视之眼, 获悉最近世界深层次的变化。 分析, 了解了这段时间的情报之后, 肖宇微微点头, 觉得自己的决定果然是有先见之明。 在专注药剂的帮助下, 以自己祖国为首的科研小组, 紧喷式地出现大量成果。 这些成果又给了宇航事业的大发展, 打好了基础。 不过, 这还不够。 航天科技还需点得更快更好才行。 下次交易时候, 或许要给定义部分药剂限定使用范围。 嗯, 这个可以考虑。 肖宇微微汗手, 把注意事项都记在了脑海里面之后。 这才把注意力放在了正在大厅里的聚灵强化法阵里修炼的大白身上。 靠着十元一足上万十元的无私奉献。 大白这头猿猴作为最后一个跟着肖宇的宠物, 却是后发先制。 反而成为了肖宇手中实力最强的神兽。 以至于, 他便是超凡进化, 也需要那么的与众不同。 肖宇不由想起了, 在小人国, 当大白体内血脉都转化为了磐石大圣的上股血脉之后。 自己却从乌图鲁乌师的口中得知, 这迷失大陆灵气环境太差, 哪怕是最好的几个秘境, 依然满足不了大白这样的沉腥及超凡进化。 如果强行进化, 无疑会强行缩减大白获得好处的时间, 等于是浪费了十元一族的苦心奉献。 肖宇寻思了一下之后, 询问了大白可能产生的各种意外后, 这才决定让大白回现实世界来进行超凡进化。 现实世界的灵气环境虽然先天上因为太凝固而无法被吸收使用, 可一旦使用世界奇物贪欲者之弧将之转化, 生成的灵气浓度将可以远超小人国里面的那些所谓秘境。 按照乌图鲁乌师所言, 大白的超凡进化会让它极有机会成为陈星级神兽。 要是能完美激活上古血脉, 更是可以一举成为至少第三等级的超凡神兽, 可媲美传奇奇事, 且大有希望更进一步成为真正的陈星级生命体, 成为我最有力的左膀右臂。 可惜, 超净化需要的珍稀材料除了上古血脉之外, 很多辅助材料都是独一份, 不然我跑去猴山抓一堆猴子过来, 让猴猴皆觉醒十元一族上古血脉之力, 我的猴山势力可以立即取代剑仙门, 成为现实世界当之无愧第一大超凡实力了吧。 笑语摸了摸下巴, 却又忽然意识到这条路以后有机会还是可以试试的。 反正十元一族奉献出来的血脉一天天都会积累下来, 不用多可惜。 哪怕陈星生物没材料兑出来了, 能好运出那么几个一二级超凡猴子, 对自己也是一大帮助不是? 也算是为大白提供一些将来能用的猴兵猴将。 嗯, 或许还能有超凡母猴子来为他们生猴子, 让一大超凡种族诞生。 哦, 忽然, 正在修炼的大白身子抖擞了下, 睁开双眸爬起来向着笑语所在叫唤了一声。 笑语脑海里感知到了大白的意思。 微微点头道, 身体修复好了, 也已经熟悉了现实世界的微小差异嘛。 嗯, 倒是比预计的时间快一些。 笑语微微含笑, 身影一动, 抓起了大白。 而后心念一动, 便连同整个身子都隐形了下来之后, 这才飞出了老家。 离开了书城之后, 笑语提着大白仗着隐形巫术加持, 坐在了高速列车的车顶上, 搭乘着免费列车向着南方目的地飞驰而去。 笑语在列车顶上布置了屏蔽和幻象法阵, 让大白警惕四周避免意外之后。 他闭目, 一边感受着沿途自然气息变化, 一边默默运转冥想法, 借着这段时间修行起来。 列车沿途停靠了数个地方, 人流如潮, 却是没谁发现列车顶上还有着靠着特殊技巧逃票的一人一员。 那些无意之中靠近附近的飞禽和飞虫, 也会在法阵干扰下不自觉地避开这两位逃票者。 自然万物, 无人得知车顶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而这,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毕竟现实世界原本只是一个平凡的世界。 这整个世界, 笑语唯我独法。 高速列车抵达目的地所在站点, 缓缓停下之后, 车门打开, 终点站下车的乘客们连忙拖着大包小包的东西离开。 笑语睁开双眼, 踢着大白撤掉了法阵之后, 轻轻一点车顶, 整个人已然如同天外飞仙一般飘了出去, 落到了车站大楼的天台上。 可惜现在使用了隐形术, 不然我这配合漂浮术与大骑士体术的一跃, 一定能收获无数欢呼尖叫声吧。 笑语自言自语了一声, 却是想起了坐在车顶上时候听到的车内乘客谈话。 这次乘坐高速列车来这龙山城的乘客里面, 好几节车厢都属于一个团队。 这团队组织紧密, 分工有序, 且谈论的还和萧宇有关。 他们竟然自称是某修仙门派的外门弟子, 这次从千里之外跑来这龙山城, 目的就是为了来和师门所在的团队进行学习交流的。 根据里面几位大师反复提及的关键诉说, 能够得知他们这团队的终极目标就是通过学习交流, 让自己修为更进一步, 从而从外门弟子身份进击为内门弟子, 得获修仙功法, 从而化身超凡。 萧宇愤出了一丝心神, 很是认真的听了车厢里师傅们的讲课, 只觉得这些都是人才来的, 修仙理论说的那叫一个逻辑严密自洽, 层次分明。 要不是萧宇感觉得到这团队里, 都是一群睡眠不足精神违米之辈, 或许也会相信一二。 怀疑他们口中的大师傅, 是不是找到什么修仙高人的遗迹了? 不过他们依旧成功, 引起了萧宇的好奇心。 特别是得知, 这些修仙团队目的地, 赫然是龙山深处的龙渊山庄之后。 萧宇不由微微一正, 更好奇了。 因为萧宇准备让大白晋级超凡之地, 便是在那龙山深处, 一处按照卫星地图来看, 如同一天然聚灵法阵之地。 萧宇准备借助那儿的地理, 快速布置好聚灵法阵和结界, 然后使用世界奇物贪欲者之壶, 炼化灵气, 将其变成临时性质的洞天伏地来着。 却没想到, 这班子修仙团队, 也会跑去那附近开会。 嗯, 有意思了, 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呢? 萧宇站在天台上, 遥望着那些团队之人离去, 他轻轻弹了弹手指, 顿时有几眉监视之眼, 便打算离去, 忽然发现车站不远处的公园广场上, 也有一大群人正在打坐练功。 他们身穿各色练功服, 在几位师傅带领下, 盘膝在地上, 而后双手做着各种诡异动作。 嘴巴还颇有节奏的一张一合。 练功人群有男友女不说, 且不乏老人小孩。 车站离开的队伍来到这些人身边, 二者居然还是一起的。 看来这队伍已经是有点大了。 萧宇倾笑一声, 对此全民修仙热潮现象只能无奈耸奸。 好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比起宗教气氛浓烈的他国, 因为超凡现象引起了邪教崇拜这一连锁反应。 东方古国的修仙热潮, 引起了这种以榨取钱财为主的氧气修仙团体, 在作恶上还真算是小屋见大屋。 而且这些修炼动作, 倒也不完全是他们胡乱搞出来的, 多半来自正规门派的健身氧气教材内容。 炼不死人, 勉强算健身运动一种, 还能让部分精神敏感之人有异常感应。 功效却止步于此了。 出问题的多半是遇上有强迫症, 一天到晚不停修炼, 最后累出毛病来。 萧宇仔细看了看, 注意到在这些修炼团队四周赫然有熟悉的调查组人员出没。 萧宇立即意识到, 这团队已经随着规模扩大, 引起官府的注意了。 以目前官府的态度来看, 那些大师们的小钱钱是五热不了几天了。 轻轻摇了摇头, 萧宇觉得还是半正式要紧, 抓紧大白, 一个飞行巫术施法后, 便以时速七八十公里的速度离开了车站。 阿倩, 负责调查龙山城青云派修仙团队一事的调查组, 将组长忽然浑身发冷, 止不住打了一个喷嚏出来。 他有些不明所以地捏了捏鼻子, 快步离开了那群修仙团队后, 握紧手中通讯器, 向上级汇报了相关情况。 局长, 上面派的人调查清楚了吗? 他们当真没有超凡势力靠山。 汇报之后, 将组长挺着身子, 小声问道, 怎么? 你察觉到异常? 耳机里局长的声音也一下紧张起来。 没, 就是有点担心。 将组长连忙摇头, 他也只是刚刚直觉上觉得自己被某种恐怖至极的超凡存在钉上了。 不过这感觉稍纵即逝, 将组长也不敢肯定是不是太累了产生的幻觉。 局长听到不是, 语气柔和起来, 放心吧, 上面的人调查到这团队核心人物的档案了。 就是一群难派传销的残余分子, 趁着最近修仙热潮, 结合从典籍里抄出来的经典和修炼理论, 打扮一番之后搞出来的。 他们很谨慎, 最近可能也有意识到规模搞大了, 所以准备借着这次大会大捞一笔后, 就各奔东西。 小江啊, 盯紧他们, 可不要让这些诈骗犯跑了。 是, 听到上面把这群人底细都扒了出来, 江组长也放下心来。 只是, 无意之中视线扫过天空, 他忽然觉得四周环境好像有些不一样的变化。 偏偏他又说不清楚哪里不一样了。 毫无疑问, 这位江组长属于有着天赋的那一类人。 他感觉到的不正常, 来源于萧宇正在进行的大工程。 萧宇来到了龙山深处, 很快就找到了这群山之中被当地人称为画龙池的地方。 这儿景色壮丽, 环境优美, 群山环绕之下, 那处位于正中位置的深水潭, 波光零零, 尤其吸引目光。 只是由于这里是自然保护区, 连小路都没有一条, 是以这里的景色极少人能够亲眼目睹。 最近的能有人烟之地, 也有着一山之隔, 乃是那打着度假圣地旗号的龙渊山庄。 萧宇在原地感悟了一下, 按照乌图鲁乌师、 马法乌师传授的知识, 开始就地布置其法阵起来。 同时, 贪欲者之湖也被放在了水潭上空, 开始疯狂转化起四周灵气起来。 这儿的地力超乎我原先设想, 自然之伪力, 果然不容我小瞧。 萧宇布置法阵, 越布置越是心惊。 他发现, 这四周地势配合那深潭, 赫然是一自然形成的巨灵强化法阵。 大量灵力集中于那深潭之中沉淀洗练, 浓度质量都高得惊人。 以至于被贪欲者之湖转化之后, 这片山谷赫然成为绝地, 飞虫走兽, 无不感觉异常而逃走。 毕竟灵力浓度太高了, 对普通生命体也不是好事。 就如水喝多了也会水中毒一样, 灵力浓度太高也会引起不是反应。 不过, 大白需要超凡进化, 正愁灵力不足以支持到最后。 萧宇心中不由觉得 大白完美进化的可能性又多出来几层。 嗯? 布置好了法阵, 刚刚启动, 萧宇就感觉到四周身子一沉。 而后, 巨灵效果超乎想象, 以至于连方圆百里的灵气 都给源源不断地强行聚集了过来, 使得四周地区 不乏出现了灵气空洞现象, 引起了如江族长 这等天赋敏锐之人的注意力。 然, 对于现实世界 连灵气是什么都不知道, 也感知不出具体情况的他们而言, 察觉到了异常, 也说不出过所以然出来。 就是自身也多半会觉得 这是自己的心理问题。 夜深人静之时, 明月高挂天空, 正当龙山城官府 悄悄动员起大量人力物力, 准备一网打尽犯罪分子之时, 一道金光, 突兀间从远处群山之间直冲云霄, 破开了这片黑夜。 龙山深处, 位于半山腰的龙云庄园灯火通明, 将靠山吃山这一策略 进行到底的山庄主人, 此时正坐在办公室里, 看着放在手边桌子上的电视机画面冷笑。 电视机放着的是 龙云山庄一楼会场的监控画面。 此时此刻, 这会场里聚集了不下千人, 一个个都身穿白色练功服, 排列整齐, 如同坐早操的学生。 台上的师傅拿着话筒, 高声讲着修仙体会, 时不时还畅谈人生, 描述了一番修仙成功之后的种种美好生活。 尹德下方那些学徒们, 人人欢呼雀跃, 不断鼓掌。 一群智障。 山庄主人是知道这帮人底细的, 是以在他看来, 那些被忽悠过来的学徒, 都是一群被人卖了, 还给人数钱的蠢货。 唉, 要不是山庄这几年不紧切, 我就不该同意他们包场。 山庄主人揉了揉双眸, 自从这群疯子来了山庄, 他就眼皮子一直跳, 总让他放不下心, 事已那么晚了, 依旧坐镇在办公室里, 不敢松懈。 目前气氛越发热切会场内, 幕后操作了这一切的眼镜男白絮, 看着手机里显示的存款余额, 得意地笑了起来。 他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天才。 不然, 哪里能一手搞出那么大的阵仗出来? 还让那群想要修仙的学徒, 老老实实地交钱。 这次修仙大会的门票可不便宜, 每个人都要给一万八千元才行。 等到要散会, 白絮还打算出售一批 号称来自仙门能治百病的药丸, 最后再狠狠捞一笔。 这些药丸都加了兴奋剂在里面, 保证那群学徒吃了, 立马就能精神抖擞起来。 至于后遗症什么的, 白絮可不管这些, 反正到时候, 他早就一走了之。 且最关键的是, 就算引起官府重视, 准备抓人, 那也是被他推出来当靶子的大师傅等头目倒霉。 他不过一个中层干部, 等上面发现他才是煮饭。 那时候, 自己也早就出国改名换姓了吧。 白絮心中想了一遍, 觉得自己的计划完美无缺, 不由自得一笑。 而后, 他拿起一瓶白萝卜榨汁的天然蔬菜汁, 大口大口喝了起来。 修仙就得吃白萝卜。 这已经成为了全国修仙界的常识。 作为也算吃修仙饭的一员, 白絮的团队很好地把这一点发扬光大。 哪怕是在龙云山庄设宴吃饭, 吃的也多是用白萝卜做成的群鹰会萃宴。 而那些交了大价钱来开会的学徒们也很吃这一套。 你要是白萝卜里放点红萝卜, 他们还能给你结。 认为你们是在坏他的修仙大业。 自然了, 每日喝的饮料里, 白萝卜汁是最受欢迎的。 很好, 气氛调动得不错。 白絮注视着台上师傅们的表演, 看到要开始卖仙药之后, 他微微汗手, 有些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次能有多少油水入账了。 随着装仙药的桌子, 台上高台。 一位先锋盗鼓的倒是打扮的喝发老人, 缓缓走上台前。 学徒们看到这老道登场, 纷纷安静肃穆起来。 在他们看来, 这位老道就是大师傅口中的仙门内门弟子。 是他们得仙缘的关键所在。 白絮也很满意自己请来的这位职业骗子的化妆技巧。 觉得便是出国了, 以后也可以继续和对方合作。 毕竟国外一样大把人傻钱多的地方等着他去收割呢。 就在这老道简短的几句话介绍了下这些仙药来历, 并以青云派的名义保证这些药能够治疗好绝大部分绝症后。 下方布置好的托也开始起哄, 调动四周情绪时候。 忽然, 龙云山庄突然间地洞山摇起来。 地震了。 白絮就在应急通道口, 事已最快跑了出来。 只是一出大堂来到靠山走廊。 迎着山峰与月光, 白絮张大嘴目瞪口呆地看到不远处的群山之中赫然冒出了一道金光, 直冲云霄。 且随着那金光不断璀璨发光, 照亮夜空, 这四周也突然间挂起了大风。 大地也不断地发出了身影, 令白絮不由大汗淋漓, 第一时间拿起了电话, 想要报警。 这定是超凡事件。 天啊, 莫非花旗国的怪物也要出现在这里。 不行, 我得赶紧走, 我还不想死。 手忙脚乱间, 白絮就想要先离开这是非之地为妙, 却突然间再次挣住了。 同时, 许多同样跑出来的人们, 以及这山庄主人, 也都挣住了。 因为他们赫然看到, 那金光渐渐暗淡下来之后。 半空之中, 赫然有一金光闪闪的猿猴, 闭目悬浮在那。 这猿猴浑身冒着金光, 又在远处, 明明不可能看得仔细。 偏偏所有目睹了这猿猴之人, 脑海里都不由自主地挠不出来, 这猿猴样貌身材的每一份细节, 就仿佛这猿猴, 其实就在他们眼前一样。 而在群山之中, 萧宇看着进化之中的大白。 仰头看着他的变化同时, 也不是只看着, 也一直在维持着法阵的输出功率, 保持灵气浓度变化不至于太大。 并通过意识沟通, 努力让大白进化时候, 尽可能变得更帅气一些。 和安蒂斯神音进化之后, 头上长毛不再秃顶了一样。 大白不仅体型, 显得更加修长健壮, 也成功换毛成功, 有了一身亮闪闪的金毛。 这次超凡进化, 无疑相当成功, 甚至称得上超成功。 大白成功晋级超凡, 同时更进一步觉醒了 十元一族的上古血脉, 成为磐石大圣嫡系后裔一样存在。 现在, 靠着四面八方源源不断输入来的灵力, 靠着这地利下法阵的增幅, 大白更是只差一步就能跃及化作陈星生物, 称一生大圣了。 为此, 哪怕接下来会动静不小, 萧宇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这可是得到陈星级宠物的机会啊, 未来可未必还有那么好的天时地利, 绝对不可能放弃好吧。 大白, 坚持住, 我感觉到你的痛苦, 也感觉, 你体内的力量在呼喊, 在企图宣泄, 按照我的指引, 使用你的力量嘛。 萧宇感觉到时机已到, 大白体内血脉沸腾到了极限。 萧宇立即意念辅助大白, 开始再度进化。 这次进化一旦成功, 大白便等于是下一个没成为陈星巫师前的磐石大圣。 哪怕一时间没磐石大圣威震磐石大陆巅峰期那么强悍, 敌云那么深厚, 大道却已畅通, 未来进步直到陈星境界都再无障碍可言。 绝对能成萧宇手下第一站联。 只是, 突破三级超凡, 拥有领域之力后, 欲成陈星, 必先有法相。 大白对此, 自是一脸猛逼, 只能交给萧宇主导。 萧宇倒是提前有过预案。 法相还用选吗? 自然是那位斗战神了。 且, 萧宇能感觉得到? 陈星之路两条大道, 一是天地认可, 化为陈星巫师, 一是信仰成神, 化作真神。 萧宇不可能让大白走陈星巫师这条道路, 自然, 只能让他化作真神。 而真神所需之信仰。 这现实世界之中, 东方古国之内, 叫一声大圣。 谁人不晓? 好。 上古磐石大圣的血脉何其霸道, 尤其是其如此多地聚集在一起的情况, 恐怕就是当年的磐石大圣都没预料过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血脉沸腾, 令得大白四周空间自然起金色火焰起来, 也令大白感觉到了痛苦, 忍不住仰天嘶吼。 吼叫声下, 灵气暴动, 四周狂风大作, 乌云忽然而至, 遮蔽明月, 令得四周顿时间伸手不见五指。 而在旁观众人看来, 随着那金色猿猴出现, 这四周天地就好似突然间针对那猿猴一样, 狂暴的飓风吹向了他。 空中乌云更是不时电闪雷鸣, 似乎在叙事待发。 那猿猴成精了? 现在莫不是要杜劫吧? 许多人这样想着, 几个小年轻却是忍不住朗声道, 这猿猴看起来好帅气啊, 他会不会就是大圣? 扑, 什么大圣? 白旭听到这话不屑地笑了笑, 那只是故事书里面骗人的。 这世界哪里有什么? 齐天大圣? 话说一半, 白旭忽然仗红了脸。 因为他和其他人都看到了那群山之上, 悬浮半空之中金色猿猴的又一变化。 那金色猿猴突然展开双臂, 仰头对着天空发出了怒吼声。 随后他身后缓缓出现了一个虚影, 那是这一个身高至少两百米, 身穿流金甲, 头戴紫金冠, 脚踩流云靴的大圣虚影。 尤其是大圣虚影手中的那一根金灿灿的长棍, 更是作证了他的来历。 大圣虚影一出, 天地木然变色。 随着大圣虚影与那金色猿猴一同咆哮, 轰隆一声巨响从那群山之中炸开。 旋即, 吹过去的狂风已更快速度倒退。 空中正电闪雷鸣的乌云, 也赫然间烟消云散。 刹那间, 月明星熙之天空赫然重归了人间。 这一番比特效大骗不知道好多少倍的天地突变, 令得白旭等人傻眼了不说, 也让通过卫星和各种观察设备注意到这一项的调查人员择舌不已。 由于不清楚这头金色猿猴究竟是何来历, 又到底是敌是友。 龙山城已然第一时间戒严, 大批暴力部门都被连夜动员了起来。 以防意外, 除了派人通知真武山的道长们, 以便能让建仙门知晓外。 许多远程火力单位也被激活了起来, 已被不测。 调查组在龙山城的江组长此时正在山道上。 他们本是去抓龙渊山庄的犯罪嫌疑人的, 没想到却来了这么一出。 完全打乱了他们的思维逻辑, 让他们都不知所措起来。 直到一个命令下达了过来, 这才让江组长回神。 而后咬了咬牙, 带着队伍爬上附近一处小山的山顶, 并在那里架设了观察仪器。 也就是在这时候, 群山之中, 萧羽呼哧呼哧喘着气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法相已成, 大白成为化作陈星级生物。 虽然这只是暂时的, 毕竟它靠着的是地力带来的海量灵力和血脉沸腾相互作用下, 才成为的陈星级生物。 却足够了, 只要有了这第一步, 剩下的不过是时间问题。 且, 石元一族的陈星天赋, 还真是给了萧羽惊喜。 石元一族的天赋, 正常情况下是化石为泥, 然后更进一步可以化石为楷, 炼石为气。 而一旦成为陈星级生物, 陈星级天赋赫然是大地主宰, 具备了在一定范围内操控大地的能力。 这能力的用处可就大了, 哪怕只是一小话, 也足以来一番不亚于偷天换日的大变化了。 这让萧羽哪里能不激动? 时间紧迫, 萧羽也不矫情, 立即意念沟通大白, 开舍他的表演。 大白咆哮一声, 剑撞修长之声, 缓缓向上升空。 同时, 四周山顶突然有山壁破裂开来, 飞出不少石块。 这些石块旋转在了大白四周, 随着大白身上金色火焰不断将之吞噬炼化。 一套合身的流金铠甲和头盔, 战靴贴着大白身躯出现, 令得它越发与那法相虚影暗合。 好! 金色猿猴伸出左手, 轻轻一抖, 大量石块融化而成的金色溶液立即飞奔而去, 飞快地在这猿猴手中, 成形出一根比它体型稍长一些的金箍棒。 而后, 金色火焰暴涨, 竟是有一部分在其身后延长挥舞如同战袍。 同时, 众人更发现这金色猿猴的双眸也突然间冒出了金色火光。 一时间, 这猿猴之威武霸气, 竟是令得无数人为之动容。 便是千里之外, 隔着屏幕看着这金色猿猴变化的那些专家们, 也一个个心神俱正, 对这猿猴生出一股敬佩之情出来。 天哪! 不, 不可能! 容颜为假, 灰燕成袍, 身如玄铁, 火眼金金。 白旭精神恍惚, 靠着修仙赚钱的他, 看到了真的仙人出世之警后, 他竟是怕了。 大, 大圣! 在山顶吹着山风的江组长, 也看着那猿猴一脸迷茫。 不自觉之间, 他已经挠不出这金色猿猴就是那大圣归来了。 在紧张之余, 他却也忍不住有些激动, 有些蜥蜴。 千里之外的调查组专家们, 还有那些官员们, 因为不在现场, 没受到大白气势影响, 倒是冷静许多。 没有一下子就做出结论, 不过随着大白展露出变化, 他们的戒备等级也不断提高。 甚至于有些鹰派, 建议做最坏的打算了。 当然, 随着情报汇总, 也有收集了大量宗教知识的专家, 对大圣归来提出怀疑。 他们甚至认为, 这可能是某超凡门派在后面装神弄鬼, 企图以大圣在民间口碑, 为自己谋取某些利益。 这一猜测, 导演很快得到重视。 同时, 几架无人机也得到了指令, 被容许靠近那金色猿猴虚影, 以便一探究竟。 无人机很快飞抵了大白身边, 却是刚刚靠近法相影响范围, 还没抵达那猿猴百米范围, 立即受到法相力量影响, 随着咔嚓一声冒出火光后, 砰的一声便炸裂了开来。 好。 似乎是因为无人机的出现有些不满, 这已然全副武装的金色猿猴 再度跋升了高度后, 对着龙山城方向发出了不满吼声。 这吼声连带着法相也跟着张嘴。 刹那间, 就如同十二级台风肆虐一样, 这金色猿猴脚下所有树木 都被成片成片地拔了起来。 随即, 随着大白手握棍棒指向下方, 萧宇启动了大白的陈星 及天赋大帝主宰之力。 顿时, 这龙山深处的群山 开始剧烈摇晃起来。 一座座山峰拔地而起。 一处处高山突然间变沧海桑田。 巨响与烟雾弥漫之下。 不过数十秒光景, 人们惊恐发现, 一处室外仙境赫然出现在了 那金色猿猴棍棒所指之处。 这猿猴不对, 这大圣。 分明有着改天换地之伪力啊。 容颜为甲, 化石成冰, 灰燕为袍, 火眼金金。 萧宇操作之下, 觉醒了石渊一族上古血脉的大白, 已然在世人面前完美展现了 他们对那位斗战神的评语。 事已, 哪怕萧宇半个字都没有表露出去, 哪怕大白除了吼声外, 也就只剩下吼声。 世人心中, 依旧朝着那位战天斗地 无所畏惧的斗战神, 那位无人不晓的大圣形象靠拢。 哪怕是官府之人, 目睹此情此景, 谁没在心中喊一声, 大圣。 上层对此, 自然是颇多疑虑, 不过这些疑虑随着接下来发生的天地大变而产生变化。 当上层从卫星数据上分析得出 刚刚那一瞬间 整片山脉都出现了剧烈的变化后, 他们也不再纠结 这猿猴是否是那斗战神, 是那齐天大圣了。 他们只是知晓, 这大圣打扮的猿猴, 真实身份在其通天神通面前 已经不重要了。 他们都明白了过来, 从大局出发, 自己等人切不可与之为敌, 也不可明面上去质疑一些什么。 图找麻烦? 毕竟, 说实话这些超凡者做什么, 何时在意过民间的舆论了? 这猿猴看起来 至少也和莫斯卡地区 出现过的火凤黄铜等级, 想来也不会需要凡人的认可。 而在最前线, 目睹了整个山川 在那大圣一棍下 生出莫大变化的调查员们, 听到耳机里传来的要求 他们不可招惹对方的命令。 吴不在心中疯狂认同, 此时此刻, 恐怕没有几人能比得上 他们内心的震撼感触了。 尤其是那位江组长, 他更是整个人都坐在了地上, 嘴巴一直没能合拢地看着 原本还在眼前的高山 突然化作平原。 原来还是盆地支的地方 突然有山峰拔地而起。 且, 这拔地而起之高峰 不仅特别地雄壮麒麗, 高度也超出这片山脉的群山 至少五六百米, 以至于他赫然间 化作这片群山最显眼的地标。 沧海桑田 竟然不过大圣一念之间, 将组长此刻内心 不觉涌现出这样的念头, 也让他更加地敬佩起 空中的大圣起来。 变化完成之后, 空中金光闪闪的 大圣模样的猿猴 忽然飞去了那拔地而起的 最高峰处, 踩在了那最顶处的峭壁上 举目看向下方。 右手握着金灿灿的棍子 猛地对着下方再度一挥。 刹那间, 由大风呼啸而来, 吹散了大地一动时候 产生的大量烟雾。 更有小雨随着风下了下来, 打湿了山峰岩石, 也让尘土被洗刷了下来。 也随之, 令萧宇让大白使用了 晨星及天赋技能大地主宰 而制造出的人间仙境之地 展现在了众人面前。 原本只有足球场大小的 深潭所在盆地 被活生生扩展开来百倍, 数座山峰更是消失无踪, 硬生生给这盆地 开出了一条大道, 使得高空看去, 这儿的地形 呈现成一处明显的凹字形。 大白所在最高峰形成的 宽敞峭壁, 牢牢挡住了 群山环绕的凹字底部。 一处无数山峰小溪汇聚而成的河流 从这最高山峰的半山腰处流出, 形成了一道不大不小的瀑布。 瀑布位置正是那天然形成的深潭。 不过更关键的 却是后方的那些专家们 通过观察仪器发现, 这瀑布里面赫然隐藏了 一处深邃的山洞。 一处很显然是那大圣打扮之猿猴 故意设置下的水帘洞。 花果山, 水帘洞? 虽然只是星建, 还未有花草树木, 已经让我们惊叹这处地方的鬼斧神宫了。 等到春来花开, 这重新生长起花草, 想来又是一处人间仙境了吧? 有专家看着这片被大白开辟出来的山地, 心有不甘地探到。 可惜, 这地方恐怕要被这位大圣给占据了吧? 正说到这, 观察画面再次出现了 让这些专家们感觉到 意料之外, 又有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发生。 在那大圣打扮猿猴, 驱散了烟尘之后, 他站起了身子, 再度发出了一声吼叫。 然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龙山深处作为自然保护区里 生存着的大量飞禽走兽, 竟是纷纷不合常理地 从山林里面跑了出来, 并直奔向了这大圣打造出来的仙境。 野狼, 狐狸, 果子狸, 还有刺猬, 麻雀, 杜鹃, 花莓, 等等。 那是孔雀, 还是野鸡? 好大一头, 我第一次知道龙山深处 还藏着这样的野物。 山顶上的调查组成员们 也很快就得以用肉眼, 亲眼看见这些飞禽走兽 从他们身边经过。 而后进入到那片山谷之中后, 俯身在地, 好似在前程地跪拜那大圣一样。 快看, 是猴子。 天啊, 那么多猴子, 龙山深处的猴群 不会都来了吧? 江族长很快看到树林里, 一大群截对而行的猴群涌了过来, 让他一时间有些猛逼。 上面的人看到这一场景后, 却是有些担心起来。 这大圣该不会真要在这儿 做他的美猴王吧? 有联系到剑仙门吗? 还, 还没有, 不过我们已经通知了真武门了。 另外, 金家也被告知了这些消息, 还有那雷神赵莽的方言, 我们也利用网络定向播报了相关资讯过去。 唉, 只能希望结果不是太坏了。 群山之中, 隐身躲在了一边的萧羽, 喝了一口法力药剂, 稍微松了口气。 为了配合大白的表演, 萧羽使用了得自小人国的三级巫术奇物, 玉寿石碑, 激活了里面的玉寿符文, 从而短时间里得以给方圆百里范围的飞群走兽下达指令。 从而造就了这一出万寿朝拜的大场面出来。 目前来看, 效果确实不错。 从外人看来, 这就是大圣立于山巅一声吼叫。 立即得到群山之中万寿响应, 飞群也好, 走兽也罢, 无不纷纷赶来朝拜这大圣。 尤其是猴群们跑了进来, 看到了大白后, 受到了它的气息感染。 无不激动地手舞足蹈一番后, 纷纷看似自发地冲向了瀑布, 而后一个个一跃好几百米, 跃进了那水帘洞之中后。 更是令四周之人眼皮狂跳, 意识到这些猴群要鸡犬升天了。 而这猜测, 倒也没错。 这批被大白气息感染了大白做猴王的猴子们, 自然是萧羽手中多余的十元一族上股血脉的使用对象。 尽管珍稀材料不足, 大白这些完美进化的可遇不可求, 能多点有十元血脉天赋的超凡猴兵猴将当大手。 萧羽还是觉得值得自己去做的。 七百九十三章 那又如何? 对于那大圣打扮的猴猴可以让飞禽走兽齐聚, 且天敌之间居然能相安无事, 关注此事的众人们倒是不觉得意外。 毕竟流传下来的故事里面, 那位大圣在成为那位齐天大圣之前, 可是猴山里面的美猴王啊。 而美猴王, 某种意义上来说, 其实就是一代妖王, 也可称为一代兽王。 如那大圣打扮猴猴, 真是大圣或者传承者, 自然也是一代兽王, 统一万兽什么的分明在其职权范围之中, 万兽朝败在其情理之中。 许多专家在震惊之余, 分析画面上那些跃去了水帘洞的猴子们, 倒是有所发现。 他们指出, 这些猴子都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跃那么高, 飞那么远的。 他们的脚趾都有踩着食物, 看来是那大圣打扮猴动用了法术, 才令得他们可以轻易进入水帘洞。 不过即便是知道了那些猴子没有突然变成超凡, 对目前的状况确实没有什么卵用。 上面的人压根不知道这大圣究竟想要做什么, 他们又该如何去和这大圣打交道。 山谷里, 深潭边聚集了各种飞禽走兽, 其中不乏国家级保护动物。 不过此时, 他们不分跪剑都跪拜在地上, 随着猴群纷纷进入了水帘洞之后, 才颇有秩序地从内到外一批批的磕头之后缓缓退出山谷。 表现之人性化, 令无数动物学家都开始怀疑起自己一辈子的学术研究起来, 看着那些动物缓缓退出山谷。 龙渊山庄的白絮也在无意识地后退着时候跌了一跤, 摔倒在了地上的他整个人回神过来, 立即注意到了停靠在远处山道上的大批警车军车。 心中知道自己搞的修仙大会不能曝光的他, 立即意识到不妙, 便想要逃跑。 他刚刚挪动步子, 想要从早就暗地里记下来的山庄小道上离去。 却见不知何时起, 这山庄后山小道上有两块巨石落下堵住了去路。 没胆子从山腰跳下去的白絮一屁股坐在了石阶上, 按到了一声完了。 他知道, 等超凡事件一了, 这山庄必然被严查, 而自认为是天才的他, 也绝对逃不掉官方动真格的严查。 笑语忙完了手头的巫术, 瞟了一眼外面情况, 注意到了坐在山那边的白絮。 他不由会心一笑, 那堵住后山的落石自然是他利用大白天赋技能时候故意做的。 为的就是保证能把龙云山庄里面那群败坏修仙名声的家伙们给一网打尽。 做好了这一切之后, 笑语看了看全副武装, 霸气外露的大白。 摸了摸下巴, 觉得也差不多是时候收场了。 他深吸了口气, 身子一动, 消失在了这山峰之中。 数十秒后, 带到前来朝拜的万寿基本离开了这片山谷。 众人纷纷发现那立于山巅的大圣突然仰起了身子, 重新握紧了手中铁棒仰头看向天空。 众人不解, 纷纷顺着那大圣目光看向那明月。 赫然发现明月之上似乎出现了一片黑影。 那黑影越来越大。 逐渐清晰之后, 下方众人才发现, 竟是有一大团浓缩稠密的肉眼可见的黑气团, 仿佛黑云压城城欲催一般地, 渐渐逼近了那大圣所在山谷上空。 这黑云自然是消失斩巫术形成的伪装, 看起来唬人, 其实啥都没有。 不过, 为了保证演出效果, 消失也是拿出了真本似的。 他打开了得字亡灵巫师的那本亡灵之书, 以自己二级巫师的法力, 催动了其中的亡灵巫术。 顿时, 这方圆数十里范围, 一阵鬼哭神嚎之声传来, 让得正常人听了, 无不感觉浑身寒意上涌, 脊椎骨一阵冰冷。 同时, 随着这环境巫术不止完成, 消失拿出了海妖之类魔石, 以这高品质法力输出, 完成了亡灵之书上的三大三级巫术。 百鬼夜行术, 释放。 王者乐园术, 释放。 灵火炼狱法阵之术, 释放。 成为了二级巫师之后, 此次萧宇再度释放这三大亡灵巫术。 立即感觉到, 自己对他们的操控度, 比起当初在阴都, 要高出了数个档次。 王者乐园之术, 增幅了四周的阴影能量, 使得百鬼夜行之术召唤出来的百鬼, 无不增强了一个档次。 而百鬼夜行之术, 在增强之后, 集合了四周数十万人, 怨念形成的百鬼, 被萧宇操控着, 凝聚在了一起。 顿时对于在那高空之上, 化身出一头体长超过了两百多米长, 有着好几个脑袋十多对爪子的异形魔物。 魔物发出嘶吼声, 声音响彻四周天空, 令人一阵头疼眼花。 就在许多人感觉自己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突然, 只见那山巅上的大圣一挥身后金色火焰披风, 整个身子好似一道利剑飞上了高空。 一棍挥出, 打出一道百米金光。 顿时, 那空中的鬼物整个身子一下子都退回去了, 黑物之中不说, 四周的鬼窟神嚎, 更是哑然而止。 大, 大圣! 将族长大汗淋漓地松了口气, 仰头看向那空中金闪闪的猿猴, 忍不住喊出了心声。 猴! 那空中的大圣盯着黑雾里重新冒了出来的鬼物, 举起棍棒指向了对方。 聂处! 黑雾里, 萧宇运转起灵火炼狱法阵之术, 让绿色灵火刷一下, 覆盖在了那白鬼形成的巨大鬼物身上关节处, 更加增添了他几分威视之后。 用模仿自黑龙王的声音吼道, 不过一好运得到当年大圣传承的猴子罢了。 快快束手就擒, 将你所夺之物交出来。 黑雾发出吼声之后, 那鬼物也咆哮着扑向了空中的大圣, 却是一下扑了一空, 撞在了一片山峰之中。 顿时灵火竖起了作用, 直接炸出了好几处直径超过十米的大坑, 也让外人看到这幕后不会觉得这体积庞大的庞然大物, 其实是一头外强中干的魔物, 也让那些观战的众人不由为大圣担心了起来。 他们听了对话之后, 也顿时明了, 这大圣并不是他们心中的那位大圣, 而是其传承者。 既然是传承者, 那他能否百战百胜, 成为斗战神, 便就是未知之术了。 比起那一看, 就不是好东西的怪物。 大圣打扮的传承者, 无疑先天获得了这些人的好感。 也令后方观战的军方代表们, 悄悄讨论起, 有没有支援这大圣传承者的可能性起来。 很快, 军方代表们就发现这是他们多想了。 那空中的大圣躲了几次鬼物攻击之后, 立即加快速度, 一下子出现在了鬼物脑门面前。 而后挥起一棒, 砰一下, 就把这百多米长的鬼物砸了个灰飞烟面, 令得四周之人无不砸舌。 大圣砸灭了鬼物, 立即再接再厉, 又一棒挥出, 直接把那大片黑物形成的黑云砸散开来, 让得最后一丝遮住众人心中寒意的阴云也跟着消散。 大圣两棒砸灭了敌人, 表情却是依旧凝重, 仿佛印证了他的表情。 天空之中依旧传出了那讨厌的声音, 果然厉害。 不过, 大圣啊, 你的师父可是还在我们手中。 你, 敢来吗? 有何不敢? 大圣突然间第一次张开口, 吼出了人言。 不可上当。 突然间, 萧宇所化雷神赵莽从群山之中跃出, 着急地对着大圣吼道, 圣唐危险, 且传言与域外邪魔有染。 那又如何? 大圣看了眼赵莽, 突然咧嘴一笑, 如是大圣当年。 毕也如我。 一生若是大圣当年, 也当如此被大白说出口。 萧宇所化雷神赵莽顿时顿住, 立在了山顶最高层, 仰头望着玄于明月之下的大圣。 微微张嘴迟疑了下后, 这才再次发声, 大圣何苦非要如此。 圣唐发展至今, 早已在各大超凡门派之中有错综复杂之关系, 这才为恶无数, 偏偏稳如磐石。 大圣! 退一步, 便是海阔天空。 倒不如, 把圣唐所要之物给了对方, 换得一世平安。 如今剑仙门正在逐步入室, 不如再等一等, 待到剑仙门完全入室之时, 必定倾脚着圣唐势力, 到那时便是我们报仇之客。 哈哈! 空中的大圣听了这话, 忽然大笑了一声, 握紧了手中铁棒, 俯身用那火眼金金, 注视着那雷神赵莽, 咧嘴道, 报仇。 不, 我去圣唐, 可不仅仅是为了报仇。 更是因为, 一日不扫除, 这敢惹怒老孙的圣唐, 俺老孙就一日念头不能通打。 你说要我等一等, 却不知是要俺等多久。 莫不是剑仙门一日不正式入室, 与那圣唐开战。 俺老孙就要多等一日不得痛快。 说到这, 大圣脸色一正, 严肃起来怒斥道,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圣唐之恶, 天下皆知。 你却如此劝我, 果然是因我大圣传承失落了太久了吗? 天下, 都忘了我所传承的大圣之名。 哈哈。 无有, 且看我今日, 踏碎那圣唐, 告知这天下, 当年那敢敢占天斗地, 敢挑战无上权威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今日依然在吧。 大圣传承至今, 每代传人, 在我今日之境, 必也如我, 如此, 方不如大圣之名。 说到这, 大圣一挥身后金色火焰锁成战袍, 转身背对了山顶上的赵莽。 大, 大圣! 雷神赵莽呆了呆, 伸出右手揉着脸大笑了两声后, 却是再次仰起头, 抱起全形了一礼, 又是一礼。 空中, 大圣握紧铁棒, 便要离去。 忽然有一大鸟, 携带着雷光飞来。 赫然是一头体长五六米开外, 浑身长满了蓝色羽毛的大棚。 这大棚, 自然是消于宠物之一, 安蒂斯神鹰所画。 超凡进化之后的他, 体型本就膨胀了一圈, 在使用几个巫术伪装一番之后, 化作雷霆大棚鸟, 完全不会被四周那些已经看傻了的观众, 怀疑真假。 他们只会觉得这场景, 真令人感到不知所措。 一些专家们更是觉得自己等人是不是该支持雷神赵猛, 用说辞让那大圣放弃。 毕竟从对话内容来看, 这得了齐天大圣传承的新一代大圣, 去那圣堂恐怕会凶多吉少啊。 不等这些专家们琢磨好的时候, 那安蒂斯神鹰所画的雷霆大棚鸟, 赫然使用巫术制造空气震动, 发出了响亮的人声。 大圣, 此去何为? 踏碎圣堂, 扫灭邪魔。 若一去不返, 便一去不返。 大圣回答完那雷霆大棚鸟的询问, 一声长啸后, 背后那百多米高的大圣虚影再次出现。 而后, 它整个身子化作一道金光, 喷一声飞向了远方后, 一下子消失在了远空。 涂流下大棚鸟和那雷神赵猛, 一人一鸟默默注视着其消失方向, 漠然不予许久许久。 大棚鸟将落了下来, 落在了山顶后, 环顾四周, 发出耀眼雷光披在了天空, 让得这黑夜未知一亮, 吸引了四周目光后, 它再次发声, 今日起, 这花果山水连洞, 由我守护。 无关人的, 莫要来犯我边界。 说到这, 一道道雷霆顺着这大白造出来的地形, 四周劈了过去, 围了一圈以做警示。 雷神赵猛也轻叹一声之后, 对着那雷霆大棚鸟行了一礼之后道, 我会转告当地官府, 请他们同意这片山林成为大圣子孙修养生息之地。 多谢了。 大棚鸟看向雷神赵猛点了点头之后, 也做出承诺。 我会约束他们, 只在这片山林活动, 便是有成经了的, 我会将他们送去别处, 不会影响了这四周凡人。 那就好。 雷神赵猛听到这也点了点头, 这才一跃离开了这片山地, 走向了江组长。 看你气质, 应是调查组织人吧。 萧羽所画雷神赵猛走到了江组长面前, 看着这身子有些发抖的江组长, 弹出了一滴白原液, 灌入他微微张开的口中。 顿时这因祸得福的江组长 感觉到浑身从小腹开始一下子暖和了起来。 他不由道了一声谢谢之后, 看着雷神赵猛, 带着复杂的感情道, 我认得你, 赵猛同志, 很感谢你这时候能够赶来。 江组长道谢之后, 却看到雷神赵猛 露出了一丝落寞的表情后, 回答了他, 大圣, 是我不多的知己之一。 我却因还有钥匙没有完成, 不能陪他踏碎圣堂, 此事必称我一生遗憾。 大圣? 江组长迟疑了下, 好奇心让他大着胆子小声道, 那位, 真的是大圣。 他? 当然是大圣。 雷神赵猛说着, 看向了大圣离去的方向, 那儿明月依旧, 却是已经没有了那人的踪影。 赵猛嘴角扯出了一丝笑容, 每一代大圣的传承者, 都是当之无愧的齐天大圣。 孙悟空这个名字, 从没有谁, 辱没了他。 江组长有些感同身受的感觉到了, 鼻子有些酸, 更察觉到不知怎么了。 自己的眼睛, 竟是有一些不舒服起来。 似乎, 好想哭。 江组长连忙捏了下自己的大腿, 脱离了这糟糕的状态。 而后, 他看向那片大圣使用他的伟力, 硬生生改变地形, 制造出来的猴山。 低声道, 请放心吧, 赵猛同志, 大圣留下之物, 我们肯定会保护好的。 江组长说的这话, 倒不是一时情急, 而是在附数耳机里传来的, 来自上级深思熟虑之后的回答。 专家们, 一开始自然是担心大圣赖着不走, 搞一个大圣国的。 结果变化来得太快, 让他们没转弯过来, 这大圣便做了一个让他们都有些难受的行动, 一人独自去了那圣堂。 恐怕是凶多吉少。 而后又来了一头一看就不好对付的大鹏鸟, 表示, 要为大圣守护来猴山。 这让专家们, 一下子回味了过来。 他们纷纷意识到, 这次大圣归来看来, 不是随意而为之事。 他分明是早有预谋, 故意来了这龙山深处, 利用他的伟力, 重现了当年的花果山水连洞。 目的恐怕就是为了他独自去挑战那圣堂真的, 一去不复返之时。 能让他的猴子猴孙们, 能有一片休养生息之所。 这样一看, 这地方定然有着异常, 有着某种对大圣的族人很重要的地理环境。 而很快就被调出来的相关资料, 侧面证实了这些专家们的猜测。 他们虽然不知道天然聚灵法阵是什么样的, 需要什么地理环境, 又需要什么辅助法阵和材料。 可他们一瞧这高分辨率的高空拍摄照片, 立即就意识到这群山包围的深潭, 怎么看都是古书上说的福地或者绝地什么的特殊环境吧。 而从那大圣改变地形, 却偏偏没去改那深潭也能看出。 这深潭定是大有学问。 然后吗? 当地资料一查。 好吧, 关于这深潭的神话传说什么的, 虽然不算很广泛, 却绝对不少。 什么仙人宝物所化, 什么神人斗法而成, 那是相当的多。 且都有着很深的历史底蕴, 肯定不是当代人为了旅游或者某款美食而瞎编的。 要是超凡不出, 这种有历史底蕴的神话故事, 专家们自然把其当作古时候无聊人士蛋腾所编。 可是现在世界各地都有货真价实的超凡者冒出来, 更有大怪兽出没造成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影响。 专家们再为物, 也不敢随意质疑这些古人吹的牛皮是假的了。 毕竟这世界还没时空机器发明出来, 他们还真没证据去证明这是古人的胡言乱语。 事宜, 假的也好, 真的也好, 他们都当真的来参考, 来研究。 毕竟, 万一就碰到一个真的呢? 那不就妥了? 于是, 大圣早就准备要独自去圣堂了, 所以不惜出事, 暴露自己也要安排好族人的尾猴形象, 渐渐丰满了起来。 使得每一个看着西游记长大的人们, 不自觉地对这样有傲骨更有人情的大圣产生了好感起来。 加上大鹏鸟的承诺, 让许多人都松了口气。 如果只是那么小的一片, 位于龙山群山之中自然保护区里面的山林, 被列为禁地。 倒也不是什么不能接受之事。 且对方更是主动表态, 不会影响靠近这儿的龙山城了, 对官方来说, 更是减少了一个最麻烦的安全隐患。 此外, 随着事情看起来告一段落, 上面的人自然也有了讨好着大圣一族起来, 以便将来利用的念头起来。 更是不会在对方的要求上故意去卡对方了。 萧宇对此也是早有预料, 听到江组长的回答之后, 他所画雷神赵莽露出一丝笑意道, 那样便好。 大圣传承, 每一代都是与天外邪魔斗到最后的绝世大英雄。 某种意义上, 比起喜欢封山的剑仙门等超然门派。 大圣更像是这个世界的守护者。 说到这, 雷神赵莽在江组长面前轻轻叹了一声后, 轻轻摇头到了一声自己该走了之后, 便带着一丝落寞的背影, 消失在了江组长十一的目光之中。 江组长好想叫住那雷神赵莽, 好问一声那圣堂是什么? 大圣又为何惹了那圣堂? 偏偏, 直到萧宇所画雷神赵莽消失, 他都问不出口。 只因他在气息感染之下, 在萧宇布置在四周的亡灵之书上的法术催动之下。 脑海里, 一番对话环绕脑海, 怎么也挥散不去。 大圣! 此去何为? 踏圣堂, 遂邪魔。 若是一去不返, 那便一去不返。 数分钟之后, 随着大量军车开进了大道, 直升飞机飞抵了四周天空, 人们总算从最初的震撼之中清醒了过来。 龙渊山庄不出意外地成为了白旭等人的之地。 随着大量安全员对这些山庄客人们进行审问, 白旭的把戏很快被曝光了出来。 尤其是那些药丸被证明是兴奋剂, 甚至于能毒死白老鼠之后。 修仙美梦破裂的修仙学徒们, 一个个都大哭大闹了起来。 有大喊着要撕碎白旭等骗人的师傅的。 也有顽固不灵, 不肯接受现实, 认为是安全员们骗他们的, 嚷着要亲眼去见大师傅, 不能让官方的人把成为先门内门弟子的份额都给抢了。 让得不少安全员一脸蛋疼, 不知道要如何处理这群不肯接受现实的家伙。 最后还是见多识广地说出了办法。 这群家伙都是吃饱了撑的, 关小黑屋恶己顿也就回神过来了。 龙渊山庄的人全部被带走之后没多久, 这山庄很快就被官方名下的大公司给收购了。 而后整个山庄立即处在了停业状态。 随后,以那花果山为中心, 方圆十多公里范围都被划为了军事禁区。 为了避免某些就是眼瞎看不到路障和警告牌的脑子过热的旅友钻进去山林里, 官方更是在这儿专门驻扎了两个连队,以防止意外发生。 萧宇带着表演大成功的大白乘坐动车回到了老家, 查看了一番新闻。 立即发现,这一次因为没有直播, 又是在人际罕至的群山之中, 目睹的人又都被官方集中控制了起来。 大圣归来并没有引起热议。 只有某些小角落, 有人发帖声称龙山城外龙山深处出现了异常声响。 然后有极少人提到了是齐天大圣美猴王出世, 却也没引起什么人相信。 想想也是, 大圣的名号在这个世界实在是流传太广, 反而让大家不觉得它真的能在现实之中出现。 然而, 耀伦这个国家的人们心目中最希望看到的现实存在的大英雄。 无疑还得是大圣了吧? 萧宇摸了摸下巴, 寻找了国外网站, 立即注意到国外赫然有不少当时的卫星图片出现, 似乎证明了那时候龙山深处确实出现了异常。 不过这些图片都很模糊, 显然在遮盖这超凡事件上, 大家都形成了共识。 或许, 他们都误解了大圣的想法, 认为他不屑也不希望被公众知晓。 嗯, 这误解不科学啊。 萧宇轻轻摇头关掉电脑, 看向了大圣打扮的大白后, 微笑道, 大白, 不, 大圣。 从今以后, 你便是新的, 齐天大圣美猴王, 孙悟空了。 你就是继承了这一名号的新一代英雄。 等你适应了目前的身体, 要晋级为真正的陈兴之时。 看来还需要你在这世界浪几次。 好让所有人都记起来。 都回想起, 这世界曾经有那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 敢战天斗地, 敢挑战无上权威的大英雄, 齐天大圣, 孙悟空。 小人国, 神迹之城附近, 有不少新兴的庄园出现。 这些庄园, 以种植蔬菜花果为主, 靠着供应神迹之城居民的所需, 而渐渐地发展壮大了起来。 庄园主, 以及雇佣来种地的农民, 也随之发了一笔小财。 他们的子女, 也因此得以获得资金支持, 入学了神迹之城的学院学习知识。 从白鹿王国过来的一位破产商人, 在看到别人发了财后, 也狠下心带了一笔款子, 从神迹之城土地管理处分到了一片荒地后, 修起了一片新的庄园。 只是, 这位刚刚转行的农场主忽然发现, 他的新庄园有了土地, 也有了种子, 偏偏没有了劳动力。 在神之子大人垄断了粮食贸易之后, 从事农业之人大多转行成为了工人或者手工业者。 少数有天赋的更是直接当了兵, 吃上了神迹之城的饭。 还在从事农业的, 多是一些转不过弯来的老人。 随着提供副食品的庄园逐渐增多, 这些老人给他们一分, 也就带尽了。 以至于新入行的, 无不遇到了劳动力危机。 没有人力怎么办? 那就只能买了。 于是, 有需求便有供给, 一些雇佣兵们再次从事起古老的贩奴贸易起来。 他们前往了边缘山区, 将那些不符王化的野人和山民们抓了出来, 而后卖给了这些农场主。 得以解决了农场主们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自然也引起了巫师们的注意。 不过他们了解之后, 对这些奴隶贸易并不在意。 只要成为奴隶的不是那些城市居民, 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正常的贸易行为。 甚至因为有利于改善神迹之城居民的生活条件。 有巫师甚至觉得应该给这些奴隶商人发点奖励, 好刺激他们再接再厉, 多带一点奴隶过来。 毕竟, 奴隶们可也是上好的人力啊。 他们之中, 大多数只能成为普通劳动力。 可也有那么少许异常的, 培养一番之后, 可以成为巫师们的助手或者工匠学徒。 随着肖宇的各项计划指标越来越夸张。 神迹之城的巫师们已经意识到, 这个城市的人口再多, 人力也一样会不足的现实了。 肖宇让大白成功进化, 为了如磐石大圣一样的沉心及身躯后, 便留下了安帝斯神鹰在花果山照顾那些算是预备役的猴兵猴将。 而后, 自己带着大白回到了神迹之城。 自是立即引起了一阵轰动, 让得无数巫师们纷纷赶来, 就为了可以亲眼目睹一番沉心及生物的尊荣。 艾诺迪亚巫师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希望得到大白血液进行研究的建议。 肖宇想了想, 同意了下来, 不过怎么取, 则是由大白自己根据身体状况来决定。 肖宇让大白熟悉自己的新生区, 并在巫师们的专业规划下进行了各种测试。 结果发现, 现在的大白, 综合实力和顶尖的三级超凡魔兽差不多, 也就是黑龙王和混沌九头蛇的等级。 这还是加上了化石为兵, 容颜为假的天赋之后给出的评价。 看起来似乎有点低了, 却也是意料之中。 毕竟大白没有了天时地利的加成, 没有了上古血脉初次觉醒而产生的沸腾暴走增幅。 是施展不了沉心及天赋大帝主宰来帮忙的。 只是肉身, 只是靠本能来激发的超凡灵光, 能达到肖宇迷失大陆当前土著战力最高水准, 已经颇为难得了。 且, 最最重要的是, 大白这位未来的大圣, 他的沉心之路已然明朗。 只需积累足够, 一切都可水到渠成。 不会如那千语帝国大主宰那样, 一停滞便是数百年时光。 萧宇从大白的修炼场出来之后, 重新梳理了一遍这几天神迹之城的消息。 很快从黑衣卫的日常报告里, 得知了奴隶商人们的规模开始壮大的消息。 奴隶商人吗? 萧宇摸了摸下巴, 招来了学者, 从他们口中得知了这片大陆与奴隶相关的一切讯息。 萧宇得知, 如今的奴隶商人们多有各大超凡势力在幕后进行支持。 这才得以让他们可以有足够的武力保障他们在那些环境险恶之地, 把那些野人和山民给抓来充当奴隶。 至于野人、山民, 本质上都是如荒原野蛮人一样的人类种族分支。 他们通常居住在远离权力中心的偏远之地, 一向与世无争, 只会和少数商队有所来往。 虽然所住之地往往会被划分到某些领地境, 自成体系的他们自然也从来不会向当地的领主们交税。 而当地领主们对这些穷的叮当想害一个个暴力倾向严重的野人 或者山民聚集地兴趣缺缺, 也因此往往视而不见。 却不想随着神迹之成建立对奴隶需求的缺口不断扩大。 以至于这些无人问津的野人和山民们, 因为他们本身而变得有价值起来。 加上这些人长久以来都不被主流认为是有着基本权力的人类, 更是少了许多风险。 嗯,这样看来, 这些野人, 山民其实就是一群还没被开放的无主人口啊。 与其如现在这样被下面的人自发地吸收过来, 导致期间产生大量的人力浪费。 还不如由我这边亲自出手, 收了这些无主人口作为神迹之成的编外人员好了。 随着神迹之成发展壮大, 能成为神迹之成的居民已经是一种荣誉, 一种对有功之人的奖赏。 是以不希望赏罚不公的萧宇倒没打算, 直接把这些野人山民都给收作居民。 而是想出了编外这一招来收容这些新增人力。 可以预见, 在未来, 这些编外人口会渐渐成为神迹之成外围地区最多的一种人口。 他们将为了得到神迹之成的居民身份, 而拼命工作, 拼命努力把神迹之成建设得更加美好。 萧宇一向都是想到了, 就会去做。 是以马上招来了黑衣卫指挥使以及艾诺迪亚巫师等人。 第二天一大早, 神迹之成郊外自发形成的奴隶集市里。 许多奴隶商人们刚刚把奴隶们拉了出来, 洗刷干净摆在了过道两旁, 希望能卖出去一个好价钱的时候。 黑衣卫副指挥兰斯骑士带着一对非假骑士突然急迟而来, 让许多商人发出一阵惊慌声后。 兰斯骑士来到了集市的广场平台上, 拔出了骑士剑插在了台中央后, 大声道, 神之子有令。 今日起, 停止一切与奴隶有关之贸易。 所有奴隶商人所剩之奴隶, 城主府都将以市价赎买。 说到这, 兰斯骑士顿了下, 举目环顾四周不安之人后, 再次朗生喝倒, 一切野人、 山明、 虽然顽劣, 依然是我等脚下这片大陆之智慧中, 当有重获新生之权利。 今日起, 不可再有贩卖为奴之事发生。 一切已为奴之人, 也当恢复人身自由, 由城主府一并调配。 奴隶商人们虽然心中一阵妈卖劈, 却是无人敢说出口。 只是低头俯身, 随着某人起头后, 一起大呼神之子殿下英明慈悲。 而后,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手中奴隶, 都给黑衣卫之人带走。 虽然黑衣卫方面给的价钱, 事实上比起市场价, 都要丰厚不少。 他们这次生意行为绝对不亏。 然而, 一想到这一好不容易才发现的裁员, 立马又断了。 他们捏着手中钱袋, 确实都高兴不起来。 一些小型超凡势力, 得知这条财路断绝, 并从内部人士那里得知, 这是神迹之城打算亲自上阵, 把野人、 山明这些无主人口都给一网打尽之后。 他们哀叹连连之后, 高层赶紧连夜开会, 并殉疾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既然神迹之城 一下子断了他们这些快活不下去的超凡势力的活路。 那么, 他们这些超凡势力, 也就别再挣扎下去了。 大家还是合计一下, 解散了算了。 反正大家都是超凡者, 去神迹之城混一个居民资格, 还是绰绰有余的。 尤其是高层们, 哪一个不是学富武车, 经验丰富。 他们去了神迹之城之后, 过的日子, 怕不是要比在这小地方窝着, 要舒服得多。 起码单单神迹之城给那些神卫军小兵们的福利, 就好得让他们这些小势力的高层惭愧不已。 他们堂堂一派高层, 竟是还混得不如神迹之城一个小兵, 还真不如, 加入他们算了。 至于门派传承, 嗯, 赶紧找一个新人, 让他继承了便是, 也算是做到了不让传承在自己手中丢掉的承诺。 于是, 萧宇没想到, 自己心知所知, 起得收编野人山明和奴隶商人抢食的决定, 竟然让自己的势力再次迎来了一波投靠热潮。 虽说没有什么高手过来, 几十个经验丰富的正式巫师与上千巫师学徒的加入, 还是让乌图鲁巫师和马法巫师的团队都为之松懈了不少。 元千与帝国, 号称有着十万大山的千里山脉之中, 有着数百个分散在这十万大山里面的野人部落以山明村庄。 至少二十万野人和十万山明靠着大山的恩赐得以苟延残存。 没错, 确实是苟延残存。 很简单, 这些险恶的山地环境没有农业补助的情况下, 野人和山明压根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来满足增长起来的人口的需求。 是以大自然的残酷法则下, 只要没能成为超凡, 野人和山明都没有超过三十岁的老人, 也不会有不健康的用。 在遇到大饥荒的时候, 野人和山明们甚至会自发地互相争斗, 靠着战争将双方的人口数量都减少, 大半形成新的平衡之后, 重新相安无事数十年。 这样的轮回, 在这片大山里早就经历了无数次。 直到今日, 依然如此。 当神纪之城开始赎买奴隶的时候, 这片大山之中, 一处最大的山明村庄里, 继任了新的村长一职的山奥, 正站在村子的祭坛上公开杀死了一个雇佣兵。 山奥比起其他山明显得非常高大, 足足有着六米半高, 因为他是一名超凡强者, 且觉醒了体内一半的山丘巨人之血。 也是因此, 山奥才得以成为这处村庄的新村长, 成为领导者。 山奥! 山奥! 泥土堆砌而成的简易祭坛四周, 上千了上半身, 皮肤上用蓝色涂料绘制了许多奇怪纹身的山明们, 兴奋地围着祭坛, 挥舞强壮有力的双臂支持着他。 山奥张开了大嘴, 响应了族人的欢呼后, 他双手用力, 把手中已经死去的雇佣兵直接撕成了两半。 这就是入侵者的下场。 这就是挑战山神权威的下场。 吼吼! 山奥垂打着胸膛, 咆哮了会后, 转头看向了绑起来在祭坛上的一个瑟瑟发抖的巫师学徒。 这巫师学徒嘴角流着血, 他卷缩着身子看着同伴被撕裂, 心中无比后悔为了学院的积分奖励来参与着学院组织的兽奴队。 哪里想到本以为很轻松的一次行动, 却意外突起。 先是那些该死的山民们有了超凡者, 而后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那些山民们居然还有魔兽帮助。 以至于巫师学徒的队伍一下子就溃不成军, 连带着他这种本该被重点保护的核心人物, 也被山民们给抓了起来。 你不能杀我! 你们这些愚昧无知的家伙, 根本不知道外面已经起了多大的变化。 我的长辈在为伟大德神之子大人笑咧, 杀了我, 你们都会寝客间灰飞烟灭的。 哼, 你以为威胁能让山奥停手? 你这是在自寻死路。 山奥说着就要出手捏碎着巫师学徒的喉咙。 山奥, 等等。 忽然, 一头雪白的大鹏鸟飞落了下来, 一位浑身涂着白色涂料纹身, 戴着枯草帽子的男子从大鹏鸟上跃了下来。 副组长, 山奥停下了手, 他认得这位枯草帽男子, 他是山民一族为数不多的超凡巫师之一。 也是山民一族自古以来就有的松散联盟里, 不多的几个有号召力的族人。 最近兽奴队来得太平凡了, 这不正常。 我需要问问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莫非千语帝国的大主宰, 想要挑战伟大的山神? 这位副组长说到这, 靠近了那位巫师学徒, 伸出手按住了这巫师学徒的脸蛋之后。 他开始喃喃自语起一串晦涩难鸣的咒语起来。 不一会, 遥远的山林深处, 一座高耸的大山冒出了一道绿光, 呼应了这位副组长的巫术。 顿时, 副组长脸色微变地收回了手。 有些不敢相信的低语道, 怎么会这样? 山外的千语帝国, 竟然已经完了! 千语帝国的大主宰, 也被来自诸神峡谷的自称神之子的巨人给击败了。 山神在上, 这太不可思议了。 从这个巫师学徒身上得到的讯息, 让副组长脸色变得阴晴不定起来。 山奥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 仔细回想起副组长小声低语的几个关键词之后。 他也微微色变了下, 倒是很快就重新隐藏了下去。 只是看向巫师学徒时候, 双眸深处再没了杀意。 对于这些生活在千语帝国境内大山里的山民而言, 千语帝国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千语帝国的统治者大主宰, 更是山民们口口相传的传说故事里登场最多的大恶魔原型。 他们对那大主宰可谓是又恨又怕。 如今得知, 这已相当于大魔王地位的大主宰, 竟然被击败了。 尽管不知道细节, 也不清楚这里面涉及到的那位自称神之子的巨人, 究竟是靠着实力还是阴谋做到了这样不可思议之事。 他们心中也禁不住把神之子看作了与千语帝国大主宰相提并论的同等级怪物。 普通山民们或许自认为自己乃山神的子民, 不需要畏惧什么大主宰级别的怪物。 成为超凡者的这批山民之中的领导者们, 显然不会那么天真。 副组长抬起了头, 和山奥一个眼神交流之后, 立即发现对方与自己一样, 都有了对未来担忧的情绪藏在了心头。 我要带着巫师学徒去见山神大人。 副组长说了一声后, 得到了山奥的点头同意。 山奥也蹲下身子靠近副组长道, 我打算去一趟山丘巨人一族的秘境, 组里的长者或许会告诉我更多情报。 这样自然更好。 副组长勉强露出了一丝微笑道, 希望我的预感是错误的吧。 我很胆小, 我们会暴露在那个贪婪的巨人目光之下, 而后让我们一族遭遇灭顶之灾。 嗯? 山奥微微一震, 立即意识到副组长看来从那巫师学徒身上知道了更多的讯息。 且这讯息里表明了他们这些与世无争的山民, 似乎因为某些原因成为了敌人的目标。 山奥不由感觉身子有些冰冷起来。 他开始思考是不是在去山丘巨人秘境的时候, 顺便让家人跟着过去避难。 副组长微微汗手, 就准备带着巫师学徒离开着村庄之时。 忽然, 一阵震感强烈的地动山摇之后, 远处的群山之间赫然有一道绿光直冲云霄, 极为的显眼。 这是, 山神在召唤我们? 怎么回事? 有大事要发生了吗? 村庄的山民们纷纷注意到了这股绿光, 一个个激动地嚷了起来。 少数几个快满三十岁的老山民, 则是脸色微变地想起了什么, 苦着脸道, 我们与野人部落的战争又要开始了吗? 看来南边的村庄这几年收成也不好啊。 这几个老山民显然把这当作了与野人战争争夺实物的征兆。 山奥却是不由自主地再次看了看那巫师学徒, 然后环顾四周大吼了一声吸引回来众人的注意之后, 这才喊道, 我的族人们, 带好你们的武器和家人, 全部都准备好迁移去山神之城。 啊? 全村都迁过去? 有老山民诧异了下, 看了看身后明显还小的幼子有些迟疑, 按照以前的习俗, 身高矮过木床的孩子与怀孕的女人不适都可以不去吧。 这是山神的命令。 山奥大手一挥, 不容置疑地吼道, 我会把粮食全部带走。 这附近的山林早就没有了猎物。 想饿死的, 就留下好了。 副组长看着山奥与村庄山民们的对话, 轻叹一声后, 骑上了白色大鹏鸟, 飞上高空。 他知道这山奥村长是在假传命令。 不过, 这也是他准备干的。 在山民一族里, 村长往往也是祭祀, 理解并传递山神的命令是其最重要的职责。 山神的命令是召集所有勇士聚集山神之城。 把全村所有山民都认为是勇士, 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算错。 至于为何要全村都搬迁过去, 副组长心头明了, 如果他们的猜测是正确的, 真的有无可匹敌的外敌入侵大山深处。 山神之城无疑是唯一还有希望抵挡住对方, 或者与对方妥协的地方。 那些一盘散沙一样分散在山神之城外围广阔山林的村庄, 真有嫡妻, 恐怕就是第一波被殃及的炮灰。 稍微有点先见之明的村长, 哪个不会做出与山奥一样的决定? 副组长带着那巫师学徒, 也是先回去了自己的村庄, 下令要求他们全部迁移去山神之城之后, 这才带着巫师学徒前往了山神之城, 把巫师学徒交给了那些在城里的祭祀们。 山神之城说是一座城池, 更不如说是衣衫而建的一处山寨。 整个寨子里大部分都是木制建筑, 城墙也就是一圈约莫四米来高的木栅栏。 全寨子里唯一的实质建筑是背靠山崖的山神圣殿。 这圣殿没有雕像, 因为需要祭拜之物, 其实体就是寨子所在的这一整座高山。 副组长退出圣殿前, 注意到这山神之城已经开始囤积武器和粮食。 且最不可思议的是, 副组长注意到在不远处的组长木屋旁, 两个身材高大, 只穿了一件狼皮短裤, 露出浑身长满了灰毛的野人战士, 正站在门口。 野人部落的精锐灰熊战士。 副组长身子一顿, 超凡之力凝聚双眸之后, 他这才意识到组长木屋里, 赫然存在着一个实力比他强大无数倍的恐怖存在, 正待在那儿与组长和大祭司讨论着什么。 咔嚓! 忽然, 木门打开了。 身高超过三米, 看起来好似黑毛大猩猩的野人, 冷哼一声之后, 带着族人离开了。 大祭司紧跟着走了出来, 看到副组长后微微一震, 旋即走了过去, 对着副组长道, 你似乎并不意外。 我使用了山神大人提供的神术, 接触过了一个巫师学徒。 副组长赶紧回答道, 原来如此, 那么你应该知道神迹之城的主宰。 那个巨人已经向我们山民和野人宣战了吧? 嗯? 副组长微微一震, 吃惊道, 不只是我们, 连野人也被对方盯上了。 是的, 这也是为何我们要联合野人部落。 大祭司叹了口气, 看向山神圣殿所在, 苦恼道, 但是那群野人压根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都这个时候了, 他们居然还想着, 如何从我们身上榨取好处? 他们根本不懂。 面对连大主宰都被击败的怪物, 我们只能团结起来, 才有搏一搏的机会, 大祭司刚刚说到这。 忽然间, 山神圣殿发出一阵轰鸣, 而后一道绿光刷一下, 从其身后山峰冒出, 形成了一道半圆形的罩子, 牢牢保护着了这山峰四周。 不过预想而来的攻击并没有出现, 只是天空上方, 忽然出现了一艘, 完全由金属造就而成的超大型浮空战舰, 给下方带来大片阴影之鱼。 没有巫术波动, 却无比响亮的声音, 从那艘浮空战舰上传了出来。 所有的野人, 所有的山民们, 无等奉无上的尊贵与慈悲的神之子殿下的命令, 来下等作出宣告。 从今日起, 作为此大陆的智慧种族, 你们都当是作为这片大陆守护者的神之子殿下的仆从。 你们当怀抱感恩之心, 为神之子殿下效力, 获得新生? 这是什么? 副组长并没有从那巫师学徒身上知道浮空战舰的存在, 在最初的震撼之后, 带着巨翼看着那战舰。 大祭司拼命握着手中的木制法杖, 小声地回答道, 这是巨人制造出来的战争兵器, 是由金属巨兽。 在我们得到的消息里, 那千语帝国的大主宰就是败在了这怪物身上。 副组长微微张嘴, 看着那浮空战舰, 听着其宣告。 正要询问一声该怎么办之时。 山神圣殿上空, 忽然间出现了一个披着绿叶与树枝唯一刨牢者的虚影。 这虚影刷一下, 变得竟是有千米高, 差点能勾到那空中的金属浮空战舰。 外来者, 这里, 不属于你们。 立即, 离开这里。 随着老者虚影发出怒吼, 整个寨子的山民们都突然发现四周的岩石、 泥土、 乃至花草树木都在表达着名为愤怒的情绪。 这些情绪很快就影响到了山民们, 他们也纷纷站出来, 对着浮空战舰咆哮连连。 浮空战舰里, 气氛的爱丽丝公主就打算下令用宿舍炮狠狠教训一番这些不服王话的土著, 却被一直注视着这儿的消雨叫停。 有些意思, 消雨靠在沙发上, 喝着冷饮, 和马法乌施与爱诺迪亚乌施等人一起看着监视之眼提供的现场直播。 在注意到那虚影之后, 马法乌施立即提醒了消雨, 这虚影应该就是山民们信仰的山神的法香。 拥有了法香, 这说明这山神已经有了自我意识, 算得上是半神了。 且她和庇护之地的明月女神一样, 很可能也一样选择了成为一个守护神, 是以在其守护之地。 她的力量可以得到增幅, 从而制造出如此高大的法香出来。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马法乌施很早就想要研究一下神灵。 只可惜, 这目标有些太难实现。 明月女神就不说了, 人家可是庇护之地活了近千年的守护神, 在庇护之地有不亚于诚心生物之力, 又是神之子消雨的盟友, 自然不便研究。 而迷失大陆原本存在的各种神教, 偏偏要么压根就是深渊假扮的。 要么神教所信仰的真神早已陨落, 就如那圣力女神教一般, 事实上就一如同机器一样的傀儡。 根本无从研究。 眼前这山神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地方的小神, 可她是活着的这点已经颇有价值。 这让萧宇意识到自己再没有包围住这片大山之前, 可不能提前开火, 吓跑了她。 毕竟这种半神之体要是逃入了民间, 随便找一家平民之家躲起来。 只要对方不施展神力, 自己还真没啥好办法寻找到对方的。 哪怕以后黑衣卫遍布天下了, 一样不行。 事已, 萧宇为了能抓住这山神, 阻止了爱丽丝公主的冲动, 并让浮空战舰直接加速离开了那寨子上空。 哄! 加速带来的气浪吹打在了四周, 令得那绿色光照泛起了一片波纹, 也让那山神虚影轻轻地摇晃了一下。 只是寨子里的山民们可没注意到这些细节, 他们高呼着山神显灵, 而后就自顾自狂欢起来。 副组长却是注意到了浮空战舰离去的速度, 看着天空, 眼睛里透着深深的恐惧, 刚刚那怪物也是靠着那恐怖的速度, 才让我们没有反应过来, 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吧。 恐怕是的, 那样的速度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大祭司也点了点头, 看向山神圣殿之后道, 不过, 我们有着山神大人的庇护, 就算是击败了大主宰的巨人, 看到了山神大人, 至少也会迟疑一下吧。 所以, 这次对方退走了。 副组长想到了山奥在他离开时候, 偷偷密语告知了他会把自己的家人带去山丘巨人的秘境一事。 他忽然带着一丝犹豫, 看向了大祭司小声道, 大祭司, 可以的话, 能够让一部分族人悄悄去秘境避难吗? 嗯? 大祭司看向副组长, 这需要所有村长一起商议。 但是你应该知道, 就算是你我, 最多也就两个名额。 我明白。 副组长听到这, 松了口气点了点头。 他最怕的就是祭司们为了信仰脑子抽了, 连保全种族血脉都不肯去做。 山奥从山丘巨人一族秘境归来之后, 连夜就让山民们离开村庄前往山神之城。 路上, 一想到从山丘巨人口中得知的讯息, 山奥就好几次想要逃走。 最终, 天人交战之下, 山奥还是放弃了抛弃族人独自逃走的念头。 尽管, 他已经从山丘巨人口里知道了那来自诸神峡谷的神之子, 不仅仅是史无前例的一百八十米高的巨人, 更是一个不久前击败了真正的陈兴巫师荒兽大帝的顶级强者。 且整片大陆的深渊势力, 也是因为这个巨人的缘故, 才一下子萎缩到了如今的地步。 这是一个让深渊都却不得真正的怪物。 山丘巨人的评价, 简直就是让山奥为山民一族的未来感到绝望。 带着这样的心情, 山奥来到了山神之城。 玄机看到这儿, 赫然成为了一片拥挤之地。 且不仅仅是山神之城所在寨子, 就连山脚下的山林也被清理出好大一片空地, 用来搭建大棚屋, 以便安置过来这里集合的山民以及那些野人们。 自从来自神之子的战舰拜访山神之城后, 野人们的王也意识到了这外敌会是前所未有的强敌。 于是放弃了一开始的坚持, 亲自带领了三万多野人战士入住了山神之城, 加上受到山神号召而来的山民大军。 不过两三天时光, 整座山神之城赫然聚集了超过十五万人口, 声势可谓是前所未有。 就在山奥等人看到十多万大军, 每日训练而成的气势都可声撞云霄, 让他们觉得或许有机会让神之子知难而退的时候。 发动了所有超凡势力的巫师帮忙, 把整片大山都给使用监视法阵给围了起来, 以免山神逃走后。 萧宇也做好了准备, 宣布出兵征服这片不服王话的边缘之地。 这一次, 萧宇亲自坐在了神技号星技战猎剑的身上, 带着几乎所有能出动的高手向着山神之城发起进攻。 于是, 这一日, 刚刚吃过早饭, 准备训练的山奥等人突然间发现远方传来了一阵阵的巨响。 不久, 地平线上大片大片的树林被出现在众人眼前的钢铁巨兽 给轻易移为平地。 吞噬了大片大片山林, 硬生生将地形推平的钢铁巨兽。 来是萧宇从现实世界带来用于帮助建设运河的小型推土机。 虽然说这是一小型的工程机器, 车体长度依然超过了小人国眼里的250多米。 高度也在200米以上, 且其前方用于推土用的不断滚动的圆筒型滚筒, 更是横放着超过150米宽。 随着柴油机轰隆作响, 这滚筒就好似一座翻滚着的山脉一样, 把一切阻挡在他面前之物都给活生生地碾碎碾压, 大有一股一网无前, 无可匹敌的气势在里面。 令得刚刚还气势如虹, 大呼着要为山神而战的那些山民们 一个个目睹了这样的钢铁怪物之后。 紧张,恐怖之情绪一下子布满了他们浑身, 令得有胆小的甚至双手一软, 让手中武器都掉在了地上。 啪哒! 一个灰毛野人站在半山腰的木栅栏上, 在目睹了钢铁巨兽出现之后, 他本还有能靠着一股子野性压住心中恐惧。 然而, 那推土机渐渐在地平线上变得越来越大。 灰毛野人恶然看到, 在推土机的身后, 竟是出现了各种各样在族里的古老传说里都不曾出现过的怪物。 他手中的木毛, 不由地也跟着从松开的手掌滑落了下去。 啪哑这次搞出来的声势之大, 在这片迷失大路上绝对称得上史无前例。 打前锋的推土机后面, 是亡灵巨人们驾驶的各种电动车和三轮车。 几辆三轮车后车厢, 无不占着全副武装, 左手电锯, 右手防暴盾的亡灵战士。 同时, 石垣一族也被挑选出来了 一百多最强壮最高大的跟了过来, 以壮生士。 再加上各大超凡势力的看家神兽和魔兽。 浩浩荡荡的这大片军队, 虽然看起来有点杂乱, 却不可否认每一头都比山明和野人要高大, 要强壮得多。 他们聚集在了一起之后, 只是行走, 已经足以制造出可怕的震动声响, 让山明和野人们感觉到四周都在为之摇晃和恐惧。 这样的军队都归属于那神之子。 山奥趴在一处哨塔旁, 目睹着那些钢铁巨兽和不知名的巨人, 怪物在靠近着自己一方。 他熊熊燃烧的豆制正在飞快地降温, 眼瞧着就要熄灭。 他身边, 那位副组长张了张嘴, 几次想要说一些什么, 却是都难以开口。 直到, 他看到天空之上再次出现了上次出现的那一艘大的不可思议的浮空战舰, 并看见了在那浮空战舰之上高坐着的180米高衣着极为华丽不凡的巨人。 他才忍不住深吸了口冷气后苦着脸道, 那个坐在浮空战舰上的巨人应该就是那位神之子了吧? 恐怕是的。 而且你看他身边的那头白猫神兽和黄狗魔兽都是有着100多米长的超大型超凡神兽, 恐怕正是资料上提及过的那巨人的得力宠物。 宠物吗? 副组长看着那浮空战舰上正好奇低下头打量着下方的白猫, 露出苦笑。 我感觉我和你联手也不是那宠物的对手吧? 不用感觉, 对方不需要使用天赋巫术, 只是靠着单纯的力量也足以压垮我们。 山奥摇了摇头, 没有安慰副组长。 因为此时此刻, 随着地平线上越来越多巨人和巨兽出现, 他最后的那点斗志也已经熄灭了。 刷! 随着推吐机靠近了这座高耸的山峰外围, 山神圣殿冒出了绿光, 玄机绿色光照再次出现。 山神的那在小人国看来至少千米的虚影也刷一下子再次出现。 凝重地望着萧宇发出警告, 来自诸神峡谷的巨人, 马上离开这里。 这里是我的领地, 不容你来肆虐。 呵呵。 萧宇近距离看着那虚影, 轻轻地摇了摇头, 而后伸出右手, 轻轻一挥。 顿时, 夹杂着雪花的狂风袭来那山峰上方, 却是诸神雪女出现。 雪女身后, 水元素那家也咆哮着, 悬浮在了半空。 更是有双翼展开, 超过小人们看来, 五百米的火凤凰发出凤鸣后, 环绕着那高山飞舞。 地面上, 笔只推吐机都要高大一倍的土元素巨人拔地而起, 挥舞双手在半空之后, 看起来已经不比那山神虚影要小。 这是元素召唤物。 山奥看到了火凤凰, 士神雪女等出现之后, 忍不住后退了几步, 这是作弊吧。 这些召唤物怎么也能那么高大强悍? 山神大人, 应该能抵挡得住吧。 说着这话之时, 山奥和副组长忽然注意到, 大祭司飞到了高空, 对着所有人发出了山神的指示。 所有山神的仆从与信徒们, 放开你们的身心, 把你们的力量奉献给山神。 我们必将把如妻入侵者, 粉身碎骨。 山奥听到这呼喊声, 微微一正之后, 立即察觉到, 山神圣殿里有一股无形的锁链飞向自己, 似乎希望连接上自己的灵魂。 山奥本打算同意, 可是本能却发出危险的警告。 这让山奥犹豫了起来, 山神的锁链立即急躁起来, 透过意念向山奥发出了怒吼。 山奥微微变色, 急速呼吸几下之后, 便打算放开身心。 突然间, 四周一下子剧烈摇晃了起来。 却是萧宇召唤出来的四大元素生物, 作为赶死队, 率先对绿色光照, 发起了攻击。 世神学女和火凤凰远程射击, 水元素那家和土元素巨人则是以身躯 直接撞在了绿色光照上。 四大召唤物的合力一击 没能击破绿色光照, 可是产生的震动 已然让整座山峰产生了一场小型地震。 绿色光照, 旋即发出一道道绿光进行反击, 发起攻击的土元素巨人和水元素那家的身上 被数十条绿光形成的锁链捆住, 令它们行动变得困难同时, 绿光锁链接触地方更是出现了被腐蚀的现象。 肖宇更能感觉到自己的召唤物体内元素结构开始动摇, 局部甚至出现崩溃现象。 不过这对肖宇而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召唤生物, 没了, 可以再招。 以它现在二级巫师的水平, 土元素巨人就是再召唤十次, 也不会耗尽法力。 且随着巫师们出手研究那些绿光, 他们很快分析出来了这山神的天赋能力, 是一种毒系巫术。 这种毒系巫术能量有着很强的腐蚀性, 超凡灵光形成的防御罩会被腐蚀出缺口, 从而被这些毒系能量侵入体内造成严重破坏。 由于这巫术能量非常克制超凡灵光, 元素体看起来也不好对付, 事宜哪怕是同境界强者, 大几率也会吃亏。 看来这天赋能力, 也是为何那山神还敢存有侥幸心思的原因。 毒系? 我记得十元异族天赋技能, 容颜为假, 可以免疫绝大部分剧毒吧。 萧宇听了巫师们的汇报, 心下大定。 他看来这山神已经是逃无可逃了。 萧宇意念一动, 停在千米之外的三轮车上的那些亡灵巨人们, 纷纷举起了来自军方提供的火箭筒。 一秒后, 35枚107火箭弹飞了出来, 呼啸着撞在了绿光护罩上, 发出震动天空的爆炸巨响。 萧宇注意到, 这瞬间那山神也不是没有抵抗, 绿光护罩上冒出了许多绿色锁链, 企图阻挡那些火箭弹。 可是现实世界的火箭弹一旦点火飞出, 其出速度对于小人国的人们而言何等之快? 力道是何等之猛烈? 那绿光锁链带来的腐蚀能力再强, 不能让火箭弹减速, 那一丁点接触时间压根不足以让它们破坏火箭弹的外壳。 自然无从阻挡这些火箭弹对绿光护罩的破坏。 连续几十团爆炸火光出现在山峰外后, 正在山神之城里祈祷的祭祀们和那些山民们纷纷大惊失色地发出惊呼声。 却是他们依仗的山神护罩出现了犹如蜘蛛网一样的裂缝, 并不断扩大到了整个罩子身上后。 下一刹那, 这绿色护罩碎裂为了无数碎片, 消失在了空气之中。 山神圣殿上空的千米虚影也在这瞬间修一下, 竟是脱离开了山神圣殿, 一下顿入了身后的山林之中。 令得副组长微微一震后, 差异道, 注意到这一幕后,大呼了一声,不要。 消雨居高临下, 看着山神虚影化作一道绿光顿入山林, 轻笑了一声, 和当初乌图鲁乌师分析得差不多。 这种机缘巧合之下成神的尾神, 往往色力胆薄, 一遇到不利局面, 便会想着先走为妙以便东山再起。 不过, 这次我也是有备而来, 让你逃了, 那可就丢脸了。 消雨说着, 意念一动通知了等候多时的大白。 下一秒, 山民们坚守着的山神之城后方, 数十里外。 大圣打扮的大白从空中跃下, 轰隆一声落在了一片山地上, 直接砸出了一个不亚于现实世界篮球场的大坑。 制造出的阴暴气浪, 甚至直接挂倒了四周大片的树林。 而后, 大白挥舞起化石为兵天赋制造出来的铁棒, 咆哮着将之高高举起之后。 随着身后磐石大圣虚影一闪而过的加持, 大白一棒砸向前方, 轰隆一声巨响。 竟是砸出了一条小人国眼里, 数十里长, 数百米深的河道出来。 河道之内, 原本存在的树木、 土坡、 沼泽、 乃至水塘, 都随着大白的这一棒灰飞烟灭。 就连远在数十里外的那座山神之城所在山峰, 那千米高的厚山上, 也突兀地出现了一条顶端一直到底部的深深划痕。 这划痕深入山体, 部分地方甚至自己打通了百多米厚山体, 以至于山腰间的另一端的山神之城也受到影响。 连同山神圣殿在内建筑, 无疑幸免全数轻负。 而那顿入这片区域的山神, 自然也在这一棒的威力下, 被打回了山神圣殿之中, 奄奄一息。 那, 那是什么怪物? 怎么会有那么可怕的怪物? 山奥站在到处都是裂缝的地面, 透过后方裂开的山口, 看到了后山方向站着的握着铁棒的大白。 感受着这一棒余威的他, 只觉得那猿猴竟给了他一种天地无敌的感觉, 让他脑子里完全起不来半点与之争斗的信心。 山奥同时更感觉到, 那一直催促自己的无形山神锁链, 在刚刚那瞬间似乎突然间消失了。 只是, 也是这瞬间, 接受了刚刚那锁链, 奉献了自己身心力量的祭祀们, 乃至许多超凡强者们。 也在这瞬间, 发出了一阵惨叫后, 竟是一下子被吸为了人甘。 山奥立即意识到, 如果自己刚刚接受了山神的要求, 现在恐怕也会成为那些人甘。 而后, 他注意到完好无损的副组长, 咧嘴笑了笑。 副组长也耸了耸肩, 低声道, 你知道的, 比起山神, 我一直都更相信自然。 山奥把目光重新看向了山神圣殿, 吸干了大量山民里面的超凡者之后, 倒塌的山神圣殿里, 山神的气息重新恢复了过来。 不一会, 整座山峰开始摇晃。 而后, 山奥等人发现, 他们居住的这一座高山, 赫然摇晃着拔地而起。 随着无数野人山民, 还有那些野兽, 慌张地从山神之城撤离到了山脚外围。 这整座千米高山, 竟然化身为了一个石头巨龟。 石头巨龟完全显露了出来之后, 拔出地面, 踩在了大地上后, 体型超过了小人国眼里的八百米。 高度也有两百多米之高。 与之相比起来, 不过一百四五十米高的大白, 反而变得像一个小朋友起来。 巨龟看向大白, 表情愤怒的张嘴, 喷出了一道绿色光束。 这块如闪电的绿色光束, 却是直接扑了一个空, 那大白所在地方早就不见了大白踪影。 绿光只能飞越了大片山地后, 击中一座悬崖峭壁, 硬生生把那峭壁腐化出大半缺口。 怎么会那么快? 巨龟一击不中, 连忙施展出和体型看起来极不相符的高速, 刷一下撞倒无数树木飞离开原地数万米。 然而, 巨龟刚刚停下, 就猛然发现那金色猿猴不知何时, 已经落在了自己的背上, 正冷冷地盯着自己。 等等, 我偷。 巨龟身子一颤, 就要开口之时, 大白已然一跃而起同时, 双手挥舞铁棒, 一棒子砸在了这山神所化巨龟的龟背上。 哄! 巨龟的龟背瞬间四分五裂, 整个身子也随之断裂为了数十个部位。 一道绿光从那头部位置顿出, 就想再次顿走之时。 萧宇已然施展出空间之手天赋巫术, 无形虚空之中张开了一虚空大手, 砰一下抓住了这道绿光。 马法巫师带着十多个二级巫师飞落了下来, 围住了被空间之手握住的山神, 举起法杖开始施法将之禁锢。 这期间, 山奥等人一直在远处看着, 不知所措。 待到巨龟被击碎, 山神也被巫师们抓住之后, 随着大白再次一跃, 落在了这些野人和山民身后那片山地之上。 山奥与那副组长对视一眼之后, 率先扑通一下跪倒在了地上, 选择了沉服。 当山神被捕获之后, 战争也随之结束了。 看起来, 整场战斗都显得十分短促, 绝大部分跟着萧羽过来的高手们, 看起来更像是在打酱油。 可事实上, 他们绝非毫无作用。 若非萧羽带足人手, 哪里能那么快把山神锁在区域四周都不满侦察法阵? 又如何能在各个方向都安排好足够人手以备不测? 若没有这些先期准备, 那山神一开始就顿走的时候。 萧羽就算有着大白这第一号打手, 也会对此无计可施。 毕竟山神顿光本身难以被察觉, 只能靠着侦察法阵对四周空间的细微变化而确定一个大概的范围。 大白再厉害, 也不可能靠着乱打一通便把那山神给逼迫出来。 萧羽抓住了山神之后, 便迫不及待地带着巫师们乘坐着神技耗星技战裂剑先一步回去了神技之城。 至于大山的那些野人还有山民们, 则是交给了神卫君与黑衣卫负责。 见识了神之子的伟力, 认清了双方实力差距的野人和山民们很干脆地选择了投降。 而后, 当山奥这有着一半山丘巨人血脉的山民领袖被带到了神技之城郊外的边外子民营地。 发现这儿的待遇, 比起他们在大山里的时候, 简直就是天堂之后。 山奥内心煎熬了一夜之后, 红着眼睛跑去见了营地的临时负责人, 那位黑衣卫统领兰斯。 向他汇报了关于山丘巨人一族有着秘境的消息。 山奥看到兰斯眼里露出的欣喜光彩, 知道自己这次投机, 看来是成了。 想来也是, 哪怕神技之城势力滔天, 秘境这样的地方也是不会嫌多的吧。 尤其是秘境的守护者们, 还是一群相对神技之城而言弱小的山丘巨人。 对不起了, 山丘巨人一族, 可是我也没办法呀。 不让你们出现在神技之城的视线, 我又如何能与家人团聚? 巨人一族的族长啊, 我相信, 你在目睹了神技之城的伟力之后, 也肯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吧。 山奥这样想着, 在得到兰斯答应优先照顾其家人的承诺之后, 退回了营地。 不过数十分钟, 正在营地修行的山奥, 就抬头注意到天空之中, 数十艘大型飞艇向着秘境方向飞去。 从那些飞艇上溢出的气息, 隐隐能够感觉得到, 有着海量的超凡者在里面。 尽管没见到那超大型钢铁浮空战舰和神之子的高大身影。 就目前感觉到的气息来看, 对付山丘巨人一族是绰绰有余了。 神迹之城的宫殿里, 营宇趴在床上, 瞟了一眼前方投影上离开的飞艇, 一边享受着侍女团们的服务, 一边低声道, 三万超凡野蛮人, 三万神卫军, 再加上五十个学会了凝聚军阵之力的二级以上超凡强者辅助, 应该问题不大吧? 倒是山神那边, 不知有没有什么成果。 营宇嘟啰了一声, 意念一动, 前方投影画面顿时切换到了一处地底密室。 这密室四周都安装了营宇带来的后世的牵绊, 配上巫师们刻印在上面的大量克制灵体的明文。 哪怕山神从法阵内脱困而出, 一时半会也逃脱不出去这处密室。 研究山神的巫师是乌图鲁巫师负责的团队, 他们在抓获了山神没多久, 就在这密室里尝试了大量巫术实验。 乌图鲁巫师注意到监视之眼有了反应, 转身看向监视之眼, 殿下,我们正在对山神的本体进行研究, 目前已经分析出了他的成神之路。 哦? 萧宇好奇问道,是怎么样的? 和我们一开始的猜测差不多, 这山神本是一头开了智慧的沼泽巨龟。 在大主宰建立起千语帝国之前, 他就已经隐居在了那片大山深处, 并成为了山民一族的守护神兽。 两百年前,在察觉到自己寿命不长之后, 这沼泽巨龟选择了转修神系来续命。 也是他运气不错, 修神路上的凶险都被其好运避过, 得以成就半神之体, 可以吸取信仰之力, 文言神火。 但半神之体, 还救不了他的肉身。 在他大陷道了之后, 为求活命, 这沼泽巨龟干脆舍弃了肉身, 把神魂与那片山民居住的山峰融合为了一体。 也因此, 不得不成为了一方守护神, 得以保命之余, 却也因此和庇护之地的明月女神一样, 受到了地狱限制。 被困在了那片大山深处, 只能靠着山民和他逐渐忽悠的一部分野人为信仰来源。 另外, 我们还发现, 他是从最弱的半神直接变成了守护神, 加上没有知识传承, 就一野生守护神。 事已比起那位明月女神来, 不仅神力弱小许多, 在对神力的运用方面也颇为粗糙, 且缺乏许多技能手段。 说到这, 乌图鲁乌师有些感慨, 这山神要是有知识传承, 我们刚刚那仗将没有那么轻松。 守护神离开所在地狱, 实力会大幅度下降吧? 肖宇听了微微点头后, 想起一世道, 不影响后续研究? 当然不影响, 我们在意的是他成神过程产生的一系列移变。 这些知识才是最宝贵的, 对制造殿下曾经要求过的凝聚信仰符文最有帮助。 乌图鲁乌师说的这话, 让肖宇放下心来。 有帮助就好, 这样这个山神才算得上意外之喜。 想到这, 肖宇想起了神系里面的海量知识。 不由脸色微微一苦, 有些想放弃学习下去。 只是想到戈基菲亚, 爱丽丝公主等娇美侍女们, 唯有成神, 才能在体型上配合自己, 从而更好地为愉悦自己。 肖宇深吸一口气, 排除掉了心中的不坚定想法。 为了未来美好的幸福生活, 这点苦这点累, 总是要坚持下来的。 且大白的大圣之路, 也需要自己掌握足够神系知识, 才能走得更远啊。 菲亚, 肖宇让侍女团停止了动作, 轻轻爬起身说道, 通知明月女神的巫女们。 我打算提前一小时上课。 请尊吩咐, 戈基菲亚轻轻点头, 柔柔地回答了一声之后, 便轻轻施法, 飞到了桌面上的一处通讯法镇上, 联系起待命的女巫们起来。 那些女巫都来自庇护之地, 是肖宇请求下, 明月女神派来的使者。 在神系知识方面, 这些女巫如果有不理解的, 完全可以立即向女神祈祷获得答案。 事宜很快就成为了 肖宇神系相关课程的授课老师。 而肖宇本人对她们也是很满意的。 这些女巫不知道是不是明月女神 有意挑选的。 不仅一个个人长得很好看, 说话的声音也超好听。 让肖宇枯燥的学习过程 稍微好过了一点。 肖宇为了未来美好的幸福生活, 在数位青春靓丽, 气质高雅的女神女巫陪伴下, 学习着神系知识之时。 山丘巨人的秘境外, 飞艇也缓缓飞抵了其上空。 黑衣卫统领兰斯作为汇报人, 得以获得统帅此次大军作战的殊荣, 坐在了指挥舰里, 俯视着下方。 殿下提供的电动机实在是太好用了。 兰斯身边, 看到飞艇们那么快飞抵目的地, 原飞艇的技术官僚一脸的狂热崇拜, 还有那些由电动机推动的金属叶片, 实在是天才的设计。 让我们的飞艇速度至少快了十倍不止。 哦, 我觉得殿下一组里, 肯定诞生了一位伟大的机械之神。 一位怎么够? 你没看到神迹之城外那些神奇的钢铁巨兽吗? 另外一位负责调控电动机功率的技术人员听到这话, 回头看向众人道, 机械相关的神, 殿下族内怎么也得有五六位吧。 兰斯听着这些谈话, 心中也是颇为认同。 他虽然不是一位炼金术士, 却也知道, 一直以来。 这片大陆上的各国生产的飞艇, 虽然步伐有七八十米长的空中巨无霸产声, 却一直没有多大发展, 在不依靠巫师的情况下, 风系法阵带来的推动力一直很可怜。 越大的飞艇, 往往会越慢。 比如, 他脚下这一艘指挥飞艇, 曾经是飞兰王国空中舰队的旗舰, 长度达到了八十八米之长。 运在量上去了, 速度也因此慢了下来。 哪怕当时飞兰王国专门为了这飞艇, 调配了一小队巫师学徒帮忙。 这样一艘飞艇的平均速度, 依旧超不过三十公里每小时。 这样的速度, 使得这飞艇出动时候, 往往都是为了配合地面军队发起攻势而行动, 很难单独地执行突袭计划。 在被神迹之城的某位大人物借来了之后, 这艘指挥飞艇立即焕发青春。 伟大的神之子带来了神奇的电动机和相配套的枫叶转轮。 越大的飞艇, 反而越能安装大功率的电动机, 获得更大的推动力。 事已, 改装之后, 哪怕是八十八米的飞艇旗舰, 也能够达到每小时三百公里以上的均速。 全功率之下, 更是能短时间里达到五百五十公里乃至六百多公里每小时的飞行速度。 不得不说, 这样的结果, 让小人国无数知道细节的技术人员和超凡者们更加地敬佩起萧羽起来。 在他们眼里, 萧羽代表的势力越来越接近于无所不能, 让飞艇悬艇起来的技术人员们却是不知道。 这些飞艇使用的技术和产品, 事实都只是一些萧羽的世界里用于玩具上的民用物品。 且还不是那种高档玩具, 不然, 它们恐怕会被刺激地猛掉。 毕竟, 一些高档飞行玩具里已经有了的涡轮发动机, 它们产生的推动力完全可以让飞艇的速度超出现在的十倍, 乃至二十倍, 三十倍不止。 甚至于, 要是飞艇本身材质和结构受得了的话, 出现小人国眼里的音速飞行以及小人国里的十二万多公里每小时的时速, 也绝非不可能。 抵达秘境入口了, 希望这次收获不会让我们失望吧。 随着飞艇完全停好在半空, 舱门打开之后, 兰斯统领一马当先地从半空飞落了下去。 旋即, 数万超凡纷纷从飞艇上跃下, 直接空降到了这处还算宽敞的山谷之中。 兰斯统领来到一片峭壁旁, 细细打亮了一下之后, 举起了一把亮影宝剑。 这把宝剑来自白鹿王国的宝库, 也算是一把西式神兵利器。 被兰斯统领灌注了大量的超凡灵光之后, 宝剑身上冒出了超过无米产的光焰。 旋即, 随着兰斯统领一声为了神之子的吼声, 宝剑带着光焰劈中了峭壁, 发出了响彻云霄的轰隆声同时。 刺眼的蓝光一闪而湿之后, 那峭壁被轰开的山壁里, 出现了一道正方形的面积超过十平方米的时空门。 是谁? 竟敢不请自来山丘巨人的领地。 时空门里, 也在第一时间冒出来大批灰白色皮肤, 身高普遍超过八米的巨人。 他们体型雄壮, 身材四肢比例都和普通人极为相似, 就是脑袋类似方块, 令得他们不太能被人类审美观看好。 他们出来之后, 立即发出愤怒的怒吼, 贪婪的入侵者们, 不自量力的你们这是在自寻死路。 吼声下, 一百多山丘巨人拿着木棒, 石斧挤成了一团, 股里面的高清场景之后, 一时间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山丘巨人的组长是暴脾气出声, 最开始呼喊的也是他。 他现在却一样, 在看清楚了外面场景之后, 一连串脏话都被他给悄悄塞回去了肚子里。 因为这位一辈子窝在大山里面和野兽 与少许山民打交道的山丘巨人组长恶然发现, 他眼前出现的敌人数量, 比他一辈子见过的生灵加起来都要多。 且, 如果他的感知没有被欺骗的话, 眼前的这些满山遍野, 挤满了他世界的敌人们, 竟然全都是超凡者。 山丘巨人组长立即明了自己一族 是被什么怪物级势力给盯上了。 这样强大的存在, 绝对就是外出的游历族人们 反复强调提及过的神迹之城巨人势力啊。 组, 组长? 山丘巨人组长身边, 一个稍微矮一些的巨人, 小心翼翼用秘语发出询问。 我们, 还打吗? 山丘巨人一族不能够没有战斗就投降。 先祖的荣光不能就这样丢掉。 山丘巨人组长举起首辅, 拍了拍自己的胸膛咆哮道, 入侵者们, 想要我们的秘境, 那就来战斗吧。 兰斯皱了皱眉, 他听不懂对面的山丘巨人语, 不过不妨碍他看出来对方不打算投降, 发现没能不战而胜的他, 举起宝剑指向了山丘巨人们。 速战速决, 黑衣卫们, 上战场吧。 下达命令之后, 兰斯统领率先带着一抹笑意, 冲入了山丘巨人之中。 一瞬间, 便用他在神迹之城学到的战戟, 将十多个山丘巨人击飞在了半空。 同时, 他身后的五百多黑衣卫也纷纷拔出武器, 涌到了那些山丘巨人面前, 瞬间形成了以多打少的优势局面。 好。